十字路口烧之喊魂的人都知道 十字路口东南西北都是相通的 所以不管在哪个十字路口做法事 都可以把丢失的魂魄招回来 那么你知道招回的魂魄不是自己的会怎么样吗 不想遇到招魂这种事 就赶紧爱特你的大渊种朋友一起观看吧 13岁那年我突然得了一场怪病 回到老家爷爷只是看了我一眼 便知道我是丢了魂 于是就拿了一些香辣纸竹来到十字路口 准备给我把丢的魂魄找回来 爷爷是个算命先生 村里有看风水看白湿的都会来找我爷爷 但是老爸却不相信爷爷那一套 而且还很看不惯爷爷整天神经兮兮的 所以在结了婚之后就带着母亲住到了城里 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回到爷爷的家 说来也奇怪 爷爷做完法师开始为我招魂时 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 不过做完法师的第二天 我的病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但是我却记不清13岁之前的全部记忆 就跟得了失忆症一样 我的病好了之后爷爷爷就要把我留在身边 因此我爸妈跟爷爷大吵了一家 可是最终我爸妈还是妥协了 因为爷爷说那天晚上招回来的不是我的婚 如果想我继续活命就只有听他的 从那以后我就留在了爷爷的身边 爷爷给我在镇上的中学办理了入学 神奇的是以前考试只有十几分的我 转学之后我的成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双科成绩都是90分 还经常被选中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 在爷爷加入了半年之后 他便开始教我研究一些四柱八字和算卦 我也很争气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把爷爷交给我的所有东西都学会了 我18岁过生日那天 爷爷忽然郑重其事地跟我和爸妈说了一件事 他说我不能再继续上学了 不仅不能去上学还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 文言此话我和爸妈都感到无比震惊 连忙问爷爷这是为什么呀 爷爷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或许你会怨恨爷爷 可是爷爷能为你做的只有那么多了 以后的路爷爷不能再继续陪你走下去了 这一走或许就是永别了 如果不是五年前的那次招呼 或许我们无法相遇 也无法成为五年的爷孙 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孙子 我竭尽全力地想要参透你的命格 可是我本事有限终究无法参透 希望有一天你能用我交给你的东西参透 知道你活着的意义 听完这番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泪水也忍不住地顺着眼角流淌了下来 离开的那天爷爷交给我了一封信 他让我离开村子后一直往南走 走到我碰见一个穿黑衣服跟我说话的女人 我才能在那个地方住下 他交给我的东西足够供我糊口了 但是要遇到一个姓黄的女人才可以使用 还有让我特别切记别给姓马的人算挂 就这样我一路奔跑了三千公里 来到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市 这是一个女人笑盈盈地向我走来 问我要不要住店 我正想拒绝 可话还没说出口我愣住了 因为这个女人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衣服 休息了一天晚上之后 我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租了个便宜的单间住了下来 可连续待了一个月都没有遇到那个姓黄的女人 于是我只好找了一个卖家具的工作 在这个城市待了几个月后 我也熟悉了这里的人文地理风水格局以及发展方向 这里的风水格局叫做九龙龟学 虽说是九龙龟学可是有三条却是死龙 也正因为这三条死龙的存在 导致了这座城市出了不少的烂尾楼 不得不说爷爷是真的厉害 把我安排到这样的地方十分适合我发展 但是内心黄的女人还是没有出现 而我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忽然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我回头看去发现 一个女孩正满脸惊喜地朝我走来 这个女孩我认识正是我高中同学叶婷婷 我和叶婷婷正在闲聊时 一辆保时捷停在了我们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很快就从车上走下来的一个长相美艳的美女 叶婷婷说这是他们学校的校花黄一 家里非常的有钱 追她的男生也特别特别的多 文言我立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难道说这就是那个姓黄的女人 我让叶婷婷等一会就直接朝着那黄一一走了过去 难怪我看到这女孩低眼的时候 就在她身上看到了一股尾随的乌起 很快我就来到了黄一一的面前 并且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家里最近发生的事 黄一一的脸色一下就变得震惊了起来 她父亲黄四海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告诉她自己并没有乐意 只是想告诉她这件事我可以解决 黄一一用一种将信将疑的眼神打量着我 不过在几秒的怀疑之后 她用一种极度不相信的口气问我真的能解决吗 很显然他们家为了这件事已经心力交瘁了 我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说当然可以 如果相信我就带我去看看病人 就在黄一一同意带我去看看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了叶婷婷的声音 我告诉她自己现在有要事要办 跟她互相留下了电话 我就跟叶婷婷开车离开了 刚来到黄一一的家里 我就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她的面色死黑嘴唇发紫 头顶和脚底板还冒着一股黑气 很明显这是死人之相 这种情况肯定跟家里的风水有关 我的话音刚落黄百万的脸色立马变了 大骂我一派胡言 你一个毛头小子毛都没长齐就学别人看风水 知道我家的风水是谁给看的吗 那可是祖贺祖大师亲临现场亲自指点 黄百万气得鼻子冒烟 她儿子病重本来就心急如焚 现在又听到我说出这番话 肯定认为我就是一个骗子 怒喝完了我之后 黄百万立马迁怒于黄一 说她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 一个大肆的学生了 难道看人是人的本事都没有吗 看到黄百万那么的生气 给黄四海针灸的赵神医也停了下来 然后连忙安抚黄百万说 这是不赖黄小姐 现在的骗子手段高着呢 黄小姐涉事未深 看到自己的父亲病重心里着急 这些骗子抓住这样的空子钻了进来 识破了就行没必要伤了何其 文言此话我真想转头就走 我近来就说了两句话 就被人这样骂了一顿 而且还被当成了骗子 要不是爷爷在信里说了 不管多艰难我都得办下去 只有解决了黄家的事 我才能用他交给我的那些八卦倒数 所以我不能走 既然不能走 那么我只能孤注一掷 说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话了 我转头看了一眼屋内的风水布局 对黄百万说 黄老先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家里应该死了不低于三个年轻人了吧 除此之外 你家里的儿媳妇孙媳妇只要怀了孕 全部都会夭折了对吧 听完我的这番话 黄百万表情变得十分的震惊 他的目光不由的在我身上打量了起来 这时赵神医再次对我教导 说我被揭穿了骗人的把戏 现在又在这里诅咒黄老的家人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黄百万就叫住了他 并且跟赵神医抱歉的说 今天的病就知道这里吧 这话把赵神医说的疑愣 不过他是个有眼力见的人 跟黄百万客套了几句 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赵神医离开之后 黄百万突然转变了态度 赶紧跟我道歉 还说我年纪轻轻 没想到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家的事 他的儿子的事在外面打听一下 或许就知道了 可是他儿媳妇孙媳妇怀孕的事 除了他们家的人谁也不知道 说完话黄百万那张 原本就憔悴的脸变得更加的憔悴了 他恭敬的在我面前 鞠了一个90度的躬 问我有什么方法救救他的儿子黄四海 他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 看到黄百万这个态度 我心里的气也消了一半 于是上前浮起了他的身子 问他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懂风水的人来看看 黄百万挨得叹息了一口气说我找了 包括祖大师的徒弟也来看过 都说他们家事跟风水没有关系 我若有所思的点头说好吧 那现在我先把黄叔叔致醒过来问问情况吧 你们家的阳宅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阴宅出了问题 片刻后黄一一拿来了 我吩咐的剪刀一碗鸡血和朱砂 接着我用爷爷交给我的镇魂之术 用银针扎进了他头顶的百慧血之中 镇守住了这两个魂魄要离体的穴位 然后对着他的涌泉悬念出了镇魂咒 十几分钟后黄百万醒了过来 并且吐了好几口黑色的血液 黄百万一脸焦急的连忙 浮起了黄四海问他怎么样了 黄四海深吸了两口气 目光左右环顾了一拳 随后虚弱的说道我感觉好了很多 听到这话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松了下来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用这镇魂咒 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 不过现在只是救醒黄四海 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于是我直奔主题的问黄四海 我听黄小姐说你在昏迷之前做了个梦 梦里有位老人一直在跟你说话 但是你听不到那老人说的是什么是吧 黄四海文言眉目凝重的说是的 那个老人没有头发只有胡子 他在我梦里骂我 不过骂什么我听不到 我很想问他说什么 可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骂着骂着的就动手把我给打了 就是他一巴掌把我打昏死过去的 我听到这里也觉得很玄乎 毕竟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蹊跷的事 我还想继续询问时 黄百万却突然开口说那是你的太爷爷 其实不仅仅是你梦到了他 你死去的两个哥哥临死之前也梦到过他 并且跟你的这个梦一幕一样 我找人去看过你太爷爷的坟 可是看过的人都没看出问题 李先生你说这是会不会跟我爷爷有关 我点头说很有这个可能 咱们去他的坟地看看吧 一个小时后我们坐车来到了黄百万爷爷的坟头 看到坟头的长青树后 我眉头紧闭地说了一句不好 你们家是被人下了风水局 并且这是一个让你们皇家断子绝孙的风水局 听到我的话黄百万当即变得大惊失色 他说他们皇家做事一向都没有得罪人了 而且他们家的祖坟位置还是祖贺的师父找的 哪有那么容易被破坏了 我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的 于是便跟他解释了一下 你爷爷的坟地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左边有青龙右边有白虎 虽说前面没有猪穴后面没有玄武 可人能够葬在这样的地方 那必定是子孙万福大富大贵 但是坟墓前的那两棵长青树叶子枯黄躯干弥烂 很显然是要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坟前种长青树吗 黄百万摇头说这两棵长青树是他爷爷种的 他们家也从来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情 难道不是为了美化的吗 坟前不种树 但凡是种了树的都必有其有 你爷爷的坟墓埋在了一个风水宝地 这地方可以说是改变你们家命运的根本 当初你父亲可能在子祠上有些问题 而长青树代表着后代子祠 种下这两根树之后你父亲应该才有的儿子 文言黄百万连连点头说是是没错 我父亲在我爷爷去世之前的确没有儿子 我爷爷死了之后他才有了我一个毒苗 你父亲命中五子在你爷爷的坟前求了一子 而你正好是多子多福的命 这两根长青树的确已经很大了 可还远远没有达到死亡的境地 长青树的年龄都在千年以上 几十年就开始枯枝乱干 这足以说明坟墓的风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掘地三尺看看地下 这块地底下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虫子 听我这么说黄百万大惊失色 当即叫人拿来锄头随便找了一个地方挖了起来 不移会掘地的人就大喊好多虫子 我和黄百万迅速围上去看了看 挖的那个坑里面到处都是蜈蜘蛛虫和蚂蚁 黄百万也被这画面给惊呆了 现在已经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了 他一脸激动的让我帮帮他们家 只要我帮了他不管我要什么都给我 我挥挥手说既然到了这里来 自然是来解决问题的 至于你给我什么报酬咱们事后再说 你现在让人把坑挖开我要开关看看 听到要挖坑黄百万的脸色明显的变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随即就连连点头答应了开关 下午六点一切准备就绪 挖坑的工人也都来到了坑墓的旁边蓄意待发 但是我心里却没有底 毕竟是我第一次帮别人办这种事 坑地发生的一切都跟我之前看的风水书里面说的一模一样 希望开关别出什么岔子 就在这时忽然驶来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从车里面钻了下来 随他下来的还有一男一女 中年男子一边跑向我们一边大喊千万不要挖 挖了你们可就犯下弥天大错了 是谁让你们挖坟墓的 黄百万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对和先生说是我旁边这位李先生让挖的 原来这人是祖贺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何中田 当年祖贺大师能布置出这样的风水局 想必他的徒弟一定也不是简单人 我刚出道办第一次事还是礼貌待人的好 我正准备恭敬地打个招呼 谁知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何中田便一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道 黄老您没有搞错吧 就这样的一个人让你挖坟 你就真的让人过来挖了 难道你不知道挖坟是大计吗 别说您身份那么高贵了 就是农村人都不能随意挖坟的 再说了这可是我师父给看的墓 也是他最伟大的杰作 这样的坟墓在省城一定找不出第二条 黄百万的眉头微微一皱 不慌不忙地说我知道这个风水位置很好 可是我们家里出了太多的事 并且全都被李先生说中了 可还没等黄百万把话说完 何中田就目光凌厉地看向了我 小骗子你也是学风水的对吧 不要以为看了两本风水书就来称当大师 你骗得了黄老骗不了我 你知道三河风水的定义是什么吗 三河风水的原理又是什么 还有地理五学中的先天挂河后天挂风水的区别吗 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保持冷静 大家错愕地盯着我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不过我并没有回答那么低级的问题 我要回答了那岂不是如了他的意 他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 而我则像是一个被抓住作弊的学生了 随后我语气平静对何中田说 既然你觉得这里的风水没有问题 那你倒是说一说黄家为什么在五年内死了三个年轻人 腰折了四个男婴 还有这两根千年长青树为何枯萎了 决第三尺之后地下为什么会有万千虫子 面对我接连而来的几个问题 何中田的目光忽然变得闪烁了起来 他慌得似乎对这些问题也无法解释 我不等他组织语言对黄百万说 你要是信得过我现在就挖坟开关 如果你信不过那我现在就走 听到我的话黄百万脸色狂变 不过也就是那么几秒钟他就做出了决定 他说相信我并且立马让工人挖坟 就在那几个大汉继续挖坟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看了何中田一眼 我之所以敢这样说 是因为在来的时候黄百万跟我说过 他找过何中田看过他们家的阴宅和阳宅的风水 最后何中田得出的言论却说是天命 半个小时后棺材被几名工人挖了出来 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棺材的盖子给打开 就在棺材打开的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吸了一口凉气 我和黄百万一块凑了过去发现 白骨的旁边竟然趴着一只全身通红的三角蛤蟆 突然和中田惊讶地大叫了一声说这是红蝉所运 黄百万扭头去看了他一眼 但是并没有询问 而是问我这是什么东西 他太爷爷的棺材里怎么会有三角蛤蟆 我审视了一下棺材里的三角蛤蟆难难地解释道 红蝉所运或是连连 不出十年绝子绝孙 这个风水局在所有的风水学术之中 应该是排得上前十 刚刚在地下那些万千泥虫 就是被这只红蝉释放的气韵吸引而来的 听完我的解释黄百万一张连铁青到了极点 不过他更多的是想不通和傲恼 到底是谁给他们加下了这样的一个风水死局 傲恼过后黄百万问我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打死这红蝉嘛 我摇头说到打死肯定没有 需要让他自己离开你们家的一切才会好起来 你要打死他在里面 不出一年你们家的人肯定都会死光 只有把他请走你们皇家才可高枕无忧 说着我丢了三张红纸钱进棺材里 一边丢进去我一边开始念咒语 随着我最后一声破喊出口 红蝉忽然呱地叫了一声跳出了棺材 几分钟后他就消失在了我们眼前 我让黄百万把坟田起来事情解决了 在离开时我看到了何忠田身后尾随一股阴气 便好心地提醒他最好小心点 有东西盯上你了 何忠田文言气得双眼冒血以为我在挑衅 还说想要玩什么把戏尽管放马过来 一个小时后我跟黄百万回到了家中 黄四海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但是脸色却比之前好了许多 得知了坟墓风水的事情后 黄四海也很惊讶地回想他们得罪了谁 可是他们都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 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 其实我很清楚他们想不起来的原因 黄百万一家不说是那种大善人 但也绝对不是令人厌恶到 想要让他们家绝子绝孙的 我让他们放心这背后的人会来找我的 我解了他的风水证 他肯定会被反噬 黄百万激动地说他找上门室你通知我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给我们家下这样的风水局 在黄百万家吃了饭后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十点 于是我便起身告别了黄百万 但是黄百万非要黄一一送我 还给了一张一百万的卡给我说是报仇 看到手中的卡我心里砰砰直跳 没想到就解决了一个风水问题就赚了一百万 几分钟之后车就停在了我住的小区门口 黄一一跟我一块下了车 他抬起头往我住的小区看了看说 李先生你就住在这个老职工小区吗 我能不能跟您一块上去 文言此话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跟女人接触过 这黄一一是属于那种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美 如今能够跟她那么近距离地待在一起 我都感觉自己心跳的贼快 但是还没等我拒绝她却率先走进了小区 无奈我只能领着黄一一跟我一块上楼 进入出租屋里后我给黄一一倒了一杯水 她捧着水在我屋里四处看了看 说实话那么大半夜的一个姑娘夹的在我屋子里 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门外忽然发出了敲门声 黄一一刚好站在门口的不远处 说了一句李先生是你朋友来找你吗 接着她就朝门的位置走了过去要开门 我喊了声先别开门 我来这里才一个月不到 除了今天刚刚见到的叶婷婷 我没其他朋友了呀 不对就是鬼敲门 我连忙上前一把抓住黄一一将她往我身后拉 一身女孩遇到过鬼敲门的都知道 鬼敲门是十分有节奏的 她并不像我们平常敲门那样砰砰砰一直敲 而是只敲三下绝对不会敲四下 遇到这种情况的千万不要着急开门 一旦打开门了就是你同意她进来了 如果放她进来了会怎么样 大家就自己脑补吧 我给黄百万家里解决了祖坟的风水剧后 黄一一开车把我送回了家 为了感谢我她非要上我的出租屋里看看 还没等我答应黄一一就率先走进了小区 回到出租屋我们正在闲聊时 门外忽然发出了三声敲门声 黄一一了一声说这么晚了还有朋友来找你吗 说着她就走过去准备开门 我小声喊了就先别开 因为我来新洲是半个月了 除了今天刚刚见到的叶婷婷 根本就没什么其他朋友啊 想到这我立马意识到这是鬼敲门 于是连忙上前把黄一一拉到了身后 黄一一给吓了一跳满脸惊恐的问什么是鬼敲门 我明显感觉到她抓着我的那只手在颤抖 连忙安慰她不要怕有我在 就在此时门外再次传来了三声敲门声 我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黄纸符向门口扔去 然后念出一道妖母鬼怪现行的咒语 只听到门后发出了阿弟一声尖叫 与此同时屋内的空气也瞬间下降了好几度 随着门猛烈的摇晃了一阵 我看到一个女鬼直接穿过了门进入了房间内 只见她穿着一身红衣披头散发的 嘴巴里不断地发出了阴惨惨的笑声 见此一幕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鬼魂 而且还是穿着红色衣服的厉鬼 我身后的黄一一已经被吓得全身发抖 问我这是什么声音谁在笑啊 我并没有回答她 而是对着女鬼问她是谁给我赶紧滚出去 说完话我直接摸出三个铜钱向她扔去 伴随着一声惨叫后那女鬼化为烟雾 直接凭空消失 我回过头安慰还在瑟瑟发抖的黄一一 说没事了那女鬼已经走了 只是别人用来吓唬我的 黄一一抬起头目光闪烁的在屋内看了一圈 是谁那么无聊还有人敢吓唬你 经过我帮她家解决了太爷爷坟墓风水局后 在黄一一看来我是个很厉害的大师 比她认识的最厉害的何大师都还要厉害的存在 殊不知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鬼魂 以前爷爷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 哪怕是坟地这种地方都没让我去过 宋黄一一离开后我一直在想 这女鬼到底是谁弄过来的 最后我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就是那个心眼小极度心强的何中田 因为我今天毁了她在新洲市第一风水师的名声 第二就是在黄家祖坟部风水镇的那人 这件事情过去了没有几天 黄百万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昨晚黄四海又梦到那个光头老者了 不过这次那个老准没有在骂他 只是对他微微一笑就走进了一个屋内 这种事其实我也解释不清楚 此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跟活人沟通 可能跟黄家的祖坟位置有关 这也就说明了 给过世的老人看一块好的风水是相当重要的 挂断了黄百万的电话之后 我去家具城上班的地方辞了职 现在我有了黄百万给我的一百万上班 根本没必要了 不过我并没有选择躺平 而是准备开一个看风水批八字的门店 这天黄一一突然来到了我出租 并且开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公寓楼 原来他看我住的地方破破烂烂的 想让我搬过这里来住 这个公寓是他表哥的现在空着没有人住 不得不说这个地方是真的好 比我那幺小区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风水啥的都没有问题 特别适合我这种喜欢亲近的人修身养性 就在这时一个胖子向我们走了过来 黄一一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他的表哥无敌 由于打小他就胖 所以我们都叫他无胖子 无胖子现在开了个酒店自己创业 生意不错一年能赚好几百万 无胖子这人对我倒是很有礼貌 一直替我给皇家解决风水的事 进了门后我看着屋内装修金碧辉煌的 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黄一一这租金应该不便宜吧 无胖子一听这话有些着急的对我说 李先生你过来住我怎么可能收您的租金呢 你帮了我外公家那么大的忙 肯住这里那是我的荣幸啊 你要是愿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那就给我算一下看看我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吧 黄一一听这话抬起脚踢了一脚无胖子 说他欠修理竟然还敢跟李先生提条件 看着无胖子一脸委屈的样子 我说没事给我生成八字我帮你看看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其实看面相也能看出人的运势 不过要说精准度的话肯定不如八字 人的命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看八字能够很精准地判断出一个人这一生的运势 无胖子这人的八字很好而且还有路神 这足以说明他很有钱还能挣钱 只不过桃花和红鸺星有点黯淡 虽有桃花但都是烂桃花 于是我问无胖子是不是十八岁那年谈过一个女朋友 并且他还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当时你还因此亏过一笔钱对吧 听到我的话无胖子恩恩的门点头 那年他高三刚毕业 跟了他好多年的女朋友竟然被别人骗炮了 当时他气不过就把那个男的打了 后来赔了十多万 我再次看了一会发现他的桃花在今年动了一次 只不过这依旧是个烂桃花 于是我继续说到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现在有人在跟你谈着的吧 无胖子挣了一下黑黑的说确实有 就是想让我帮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 不仅不能结婚你还会因为女人的事惹上麻烦 无胖子哽咽了一口脱毛那我现在就跟他分手 这女人是半个月前主动联系他 还是他的高中同学 我告诉无胖子现在暂时不要分手 建议他去跟以前的同学打听一下这个同学的最新消息 从公寓楼离开后 我淡淡地告诉黄一一他表哥可能撞鬼了 他的眉宇之间闪烁了一股若隐若现的阴气 听到撞鬼黄一一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 连忙问我他表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他二姨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能不能帮帮他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事 让他自己先经历一下对他有好处 这时我的手机打进了一个陌生号码 电话那头发出了一道阴沉的声音 就是你破了我的风水阵 下午六点龙凤芳我们见一面吧 原来是给黄家下风水阵的那人 他终于还是主动联系我了 本来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黄一一的 但是想了一会我还是决定先去看看 下午六点我按照约定来到了龙凤芳 约我见面的是一个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的男人 虽然他被对着我 可我却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股冒起来的黑气 他竟然是一个活死人 这人四十来岁的样子 脸上有一颗小拇指大小的黑质 那长相确实诡异 坐 男人指了着我对面的凳子 与其生硬地说道 我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男人的眼睛在我的身上继续审视了一会 男男地说道 没想到我纵横江湖多年 竟然栽在了你那么年轻的一个小毛孩的身上 真是令人唏嘘啊 听到他说了那么多话 我心里没那么害怕了 或许他是跟死人打了太久的交道 做了太多的缺德事 才会导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吧 你跟皇家有多大的仇怨 为什么要用那样的风水去祸害皇家 我盯着他的眼睛问 我很想用自己的眼神震慑住他 很想一眼将他看穿 可我还是太年轻了 他毕竟是个老江湖啊 他呵呵地冷笑了一声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说吧 皇家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破我风水阵的 我给你双倍 别再管这件事 钱 我冷笑一声道 难道学了这一门的本事 就是为了挣钱吗 眼前的人是被人花钱雇佣的 他 不是迫害皇家的主谋 不为钱 那为什么 听到我的话 男子就像是听到了一则笑话 我咬咬牙说道 钱的确可以做很多事 但 他不是万能的 比如 他买不来你的命 也买不来你的平安和正常 男人喝了一声 冷冷地说道 我给万 别再管这件事了 这的确是个很惊人的数字 不过我觉得 这笔钱不足以撼动我的原则 准确地来说 不管多少钱 都无法撼动我的原则 皇家的事 是爷爷指定让我管的 我管定了 我坚定地跟男人对视了起来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你还想活 那就告诉我 是谁在害皇家 我的态度 十分坚决 男人的表情变得僵硬了下来 他没有回答我 只是猛地抬起手 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瞬间 一股冰凉 穿透了我的身体 这手 没有温度啊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忽然就从凳子上 猛地站了起来 跟着砰的一声 栽倒在了地上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只见一个女服务员 匆忙走了上来 先生 先生 您怎么了 您没事吧 他在摇晃了一下男人之后 忽然啊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跟着 他一脸惊恐地指着男人说道 死了 死了 死人了 死人了 不一会 警察来了 我跟那男人的尸体 一块被带到了警局做口供 听完我的口供之后 一个中年警察 拿着我录的口供 来到了审讯室 他看了看我 随后坐在了我的面前 皱着眉头问我 你确定自己说的话 都是真的 没有半句假话 我重重地点头说道 没有半句假话 我说的 都是真的 中年警察 一双如同鹰一般的眼睛 一直盯着我 他试图 想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穿我 这是个伶俐的老手 鹰眼 龙眉 鸟鼻 一看就知道是个精锐的男人 试检报告说 这个人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 所以 我很难相信 你说的口供是真的 中年男子沉沉地问我 同时也向我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情报 死了12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 在跟我见面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我 刚刚在餐馆 跟一个死人聊的天 想到这里 我后背一阵发麻 脑袋有点嗡嗡直响 不过很快 我就想到了 爷爷之前跟我说过的一种秘书 这是湘西秘书 活人士 难怪我见到男人的时候 感觉他全身都是 一股死气 就连那张脸 也死气沉沉的 原来 他还真的不是活人 不过我并没有告诉眼前的警察这些 即便是我说了 他也不会相信这些秘书 至少眼前的这个警察不会相信 于是我淡淡地对他说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可以去查监控 我相信 那样的餐馆 肯定会有监控 中年警察听到我说的话 没有再接话 只是继续用 那双灵力的眼睛盯着我看 我跟他对视着 尽管很慌 可我还是 强压着心里的那股恐惧 让自己尽可能地冷静 片刻之后 他起身就要离开 很显然 他没有在我的身上 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我冲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 他点头说道 可以 接着 我拨打了黄百万的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 黄百万和黄一一 一块来到了警局 把我给接了出去 走出了警局之后 黄百万直接把我带到了 他们家旗下的一个酒店吃饭 刚坐下 黄百万就一脸错愕地问我 李先生 刚刚冯队长跟我说 你跟个死人在餐馆吃饭 我点头说道 是 那个死人 是给你们家下 风水阵的人派来的 那是湘西秘书 活人尸 活人尸 湘西秘书 黄百万惊诧地看着我 发出了疑问 我恩地回道 活人尸是湘西秘书的一种 类似于湘西赶尸 湘西赶尸是正派的人使用的 而活人尸 是湘西秘书邪派的人使用的 因为活人尸有损应得 活人尸 是在死人的尸体里面 贯穿了一魂一魄 让尸体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说话做事 利用活人尸 来达成自己的某种目的 比如说杀人 或者是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 说有人扛着刀 在火车站砍死了九个人 砍伤了二十七人 那人 就是被控制的活人尸 还有一个利用尸体运毒的事件 这两件事 都跟活人尸有关 听完了我的话之后 黄百万跟黄一一 都一脸错愕不已 那 您能够对付这背后的人吗 黄百万一脸紧张地问 黄一一赶紧对我说道 李先生 要是您没有把握的话 不用冒这个险 您的安全最重要 要是您为了我们黄家出事 那我们黄家 没事 我打断了黄一一的话 这只是她垂死的挣扎而已 我破了她的风水阵 不出三日 她必定暴毙而亡 所以 我猜测 明天她就会主动来求我救她 看到我如此的胸有成竹 黄百万跟黄一一脸上的紧张 明显地少了一大半 只是 让我好奇的是 她是怎么做到 跟我直接对话的 按道理来说 她们能控制活人尸 可是不能直接跟我对话 这是我心中的疑惑 昨天那具尸体跟我交谈 就像是那个人在跟我说话一样 这让我很意外 对了 刚刚冯队长跟我说 在那个人的脸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无线摄像头 听到这里 我心头咯噔了一声 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原来是 有个摄像头 吃完饭之后 我跟黄百万约定 明天在她家等 等那个人来找我 黄百万对我一顿感谢之后 便让黄一一送我回去 坐在黄一一的车里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而黄一一则偷偷地扭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不安 李先生 你 真的可以对付那个人吗 要是对付不了的话 您不必逞强啊 忽然 黄一一担忧地开口问我 金华书格 我很肯定地回道 真的可以 我没有逞强 那你刚刚为什么叹气呢 黄一一闪烁着那双美丽漂亮的大毛子问我 我喝得笑道 可能是吃得太饱了吧 说着话 我抬起手来揉了揉肚子 不过黄一一脸上的紧张并未消散 她继续谨慎地对我说 你刚刚说了 要到明天 她才会出事 那她今晚有没有可能来找你呢 听到黄一一的这个问题 我也愣了一下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她今晚也有可能来找我 不得不说 黄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不过 我还是镇定地说道 没事 问题不大 按道理来说 她今天就很难受了 晚上来找我的问题不是很大 黄一一还想说什么的 可是话到嘴边 她又给咽了回去 过了大概半分钟 她才终于小心翼翼地开口问我 李先生 您 为什么要帮我们家呀 并且只要了一百万 那个人给了万 你也不收 我扭过头去 看向了黄一一 她问完话之后 脸颊就开始变得有些红润 我隐隐中猜到了些什么 不过我没有戳破 只是淡淡地说道 因为你爷爷跟你父亲都是好人 多做好事 自然会有好报 我不是那么在乎钱 我总不能告诉黄一一 是我爷爷让我帮你们皇家的吧 黄一一听完 呕了一声 随后又加了句 谢谢你 不一会 我们来到了我租房的小区 我刚走下车 黄一一就叫住了我 李先生 她打开了车门 一脸真诚地冲我说道 要不 我今晚陪您吧 我还是很担心 陪我 听到黄一一的话 我心头咯噔了一声 忍不住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黄一一长得太漂亮了 昨晚她走了之后 我还满脑子的遗憾 今晚她竟然又说 要去陪我 我知道自己不该想这些的 不过我也是个正常男人 这样的一个大美女 提出这样的请求 谁能不多想吗 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 黄一一连忙补充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 毕竟你是为了我们家的事 我连忙点头说道 我知道 我没事 你先回去吧 虽然我也很想她进去陪我 可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还得分心来保护她 没必要 可是 我打断了她的话 明天见 明天我到你家里去等她 黄一一还是有点不放心 不过 她也没有再继续强求 只是对我说了句 好吧 那你有什么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 我点头答应了下来 黄一一念念不舍地 朝我看了一眼 随后便走上了车去 黄一一是真的完美 身材和长相不用说 关键是 她的心真的善良 昨晚经历了鬼敲门 今晚依旧要跟我上去 这份善良 少有 这样的女孩 要是能够做我女朋友 那该多好啊 哎呀 我拍了自己的脑袋一把 随后摇晃着脑袋说道 想什么呢 我转身往楼上走 刚转过身去 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摸出手机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不过 我却知道 这人是谁 我摁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发出了 那个男人得意的声音 小子 怎么样 想好了吗 万 别再管这件事了 否则的话 活人师只是一个开始 我真是觉得搞笑 这家伙 未免也太看得起 自己了吧 难道在他看来 我已经被他的活人师 给吓到了吗 想到这里 我喝得冷笑了一声道 我等你明天来求我 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那家伙好像还不死心 又给我拨打了过来 但是我没接 回到家中 我在家门口画上符 这才安心地回到房间睡觉 这一天晚上 倒是什么也没发生 我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第二天一早 黄依依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 已经到我家小区的门口了 看得出来 她十分地担心我的安慰 下楼看到我平安无事之后 她凝重的表情 才稍稍地松懈下来 我跟她一块来到了黄家 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 那个人来了 没有任何花哨的出厂方式 她是开着车过来的 从驾驶室下来 我就看到她 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黄家 刚走进我们的视野之中 她就扑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来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她身材矮小 秃顶 三角眼 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救我 救我 她双眼盯着我看 电话里的霸气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哀求 雷大富 忽然 黄百万瞪圆了眼睛 看着眼前瘦小的男子 叫出了这个名字 她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 对于这个男人的出现 黄百万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我有些疑惑地问黄百万 你们认识 黄百万表情凝重地点头说道 认识 我真没想到 竟然会是她害我黄家 黄百万抬起手来指着雷大富 双眼血红 浑身颤抖 看上去极其愤怒 雷大富抬起手来 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丝 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个猙獰的笑容 真是没想到 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见到我的第一眼 还能认出我来 黄百万 你是不是以为我早就已经死了 两人见面更像是仇人相见 那种针锋相对 已经足以说明 雷大富就是背后的主谋 他所说的什么拿人钱财 替人办事的话都是假的 从我离开新州市的那一天起 我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对自己说 我要活着 我要活下去 让你看着皇家绝子绝孙 万劫不复 雷大富凶狠地撕叫着 看上去就像是一头野兽 黄百万深吸了一口气道 真是没想到 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看透 看透 怎么看透 雷大富的脸上忽然闪现出了一抹自嘲 我从小就是个笑话 因为身材矮小 体质差 我被视为异类 没人愿意跟我玩 别人见到了我 都离我离得远远的 就连我的爸妈 在把我生出来之后 就没陪过我一天 那时候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怪胎 是红秀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人生 他告诉我 我没什么缺陷 我就是个正常人 他跟我玩 他鼓励我 他支持我做任何事 任何决定 红秀是我心中的一束光 一束希望的光芒 我们一块长大 一块完 我们青梅竹马 我喜欢他 我也能感受到他喜欢我 可是你 你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原本我要跟红秀结婚生子的 可是你夺走了红秀 你夺走了我生活的全部 这些年 我远走他乡 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看看我的脸 这道疤 是我被人抢光了身上的钱 被刀子割开的 他指着自己脸上 那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恶狠狠地说着 还有我这几个拇指 是炼药的时候 被毒蛇咬伤 自己剁掉的 他抬起了自己的手 那只手上 只有两个手指头了 另外三个手指头的地方 看上去光秃秃的 好在我惜得一身本事 好在我告诉自己 我还不能死 至少在你付出代价之前 我不可能死去 我活过来了 并且在十年前 我就来到了这里 我看到红秀过得很好 我放弃了报仇 我生怕他伤心难过前 红秀死了 我知道是他在暗示我 暗示我可以开始报复了 于是我给你爷爷的 焚下了一个风水阵 看着你的儿子 一个个的死去 看着你未出生的孙子 曾孙一个个的死去 我很开心 我很高兴 这样的场面 我已经在脑海里 反复地想过了数十次 说到这里 雷大夫变得很可怕 是那种变态的可怕 黄百万摇晃着脑袋 他咬着牙 一脸悲痛地说道 雷大夫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说完话 他全身颤抖 差点没有倒在地上 好在被黄一一赶紧扶住了 爷爷 爷爷 你没事吧 黄一一很紧张地 看着黄百万问 黄百万摇晃着脑袋 再次撑起了身体 雷大夫看到这里 笑了 哈哈哈哈地笑道 我是个畜生 那你是什么 你是个比杀人犯 更加恐怖的东西 你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夺走了我的光明 夺走了我的希望 你让我变成了行尸走肉 黄百万哼了一声道 雷大夫 你以为秀红那是喜欢你吗 他不过是同情你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那种对小动物 都充满了爱心的人 更何况你是个人呢 他那时看你可怜 没人跟你玩 就主动上前去 跟你搭讪了 一番搭讪之后 他发现你的身世很悲惨 于是就决定给予你关爱 谁知道 你竟然把那份关爱 当成了爱情 当成了青梅竹马 你以为我是仗着 自己家里有钱 才娶到他的吗 我们是情投意合 两厢情愿 我跟秀红一见如故 我们的姻缘 就是上天所赐 你所做的这一切 对得起他对你的鼓励和支持吗 你杀的不仅仅只是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 我的曾孙 你杀的还是他的孩子 孙子 曾孙 要是秀红在九泉之下 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 他的心不知道该有多疼 黄百万锤打着自己的胸口 说得歇斯底里 这跟农夫与蛇的故事极为相似 如果当初他知道 你是这样的人 他一定不会去靠近你 哪怕半步 不 雷大副摇晃着脑袋说道 不可能 秀红喜欢我 他喜欢的是我 是你横刀夺爱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让我痛失了他 胡说 黄一一连忙说道 我奶奶怎么可能不喜欢我爷爷 小时候 我奶奶总是抱着我跟我说他 跟我爷爷的那些过往 说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还总是洋溢着美好的笑容 他那么善良的人 怎么可能喜欢上你这种恶毒的人 雷大副看了黄一一眼 又看向了黄百万 他摇晃着脑袋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秀红喜欢的是我 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是他 破 花音落地 他直接一口鲜血喷涌出 跟着整个人都摔倒在了地上 他努力地摇晃着脑袋 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岁 听到这里 看到这里 我也算是了解了这桩往事 是雷大副 因为爱情的报复 在他看来 是黄百万夺走了他的精神支柱 所以 他要报复黄百万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的东西不能触碰 但凡你触碰了他认定的东西 他会用一辈子来报复你 这种人要么孤僻 要么狠毒 雷大副就是如此 他不惜用三十年来 学习一身邪术 只为报复黄百万一家 我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双眼直勾勾地 盯着雷大副看 我忽然觉得 这人很可怜 没错 就是可怜 他本以为的两情相悦 变成了一厢情愿 最可笑的是 他还为此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 这样的人 难道不是可怜吗 是你 忽然 雷大副双眼心红地看向了我 他从地上艰难地站了起来 抬起手来指着我喝倒 是你毁了我的风水阵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这一切就不会变成这样 这一切都怪你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说完话 雷大副带着一身杀气冲向了我 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连忙往后倒退 黄百万大声喊道 来人 来人 门外跑来了几个皇家的保镖 可是为时已晚 雷大副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 并且身子一跃而起 狠狠地砸向了我 当时我都猛逼了 完全没经历过这种事啊 我也没想到 一个垂死的人 还能发挥出这样可怕的威力 砰的一声 他重重地撞到了我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个冰冷的东西 刺进了我的肚子 我感觉一股冰凉 跟着就有滚烫的东西 从我的肚子里面流淌了出来 去死 去死 雷大副恨恨地盯着我 一双眼睛怨恨到了极致 很快 那两个保镖 就把雷大副 从我的身上拉了起来 与此同时 我肚子上的鲜红 也尤为显眼 李先生 李先生 黄一一看到了 我肚子上的伤口 还有一把匕首插在上面 他赶紧跑到了我的身边 一把将我抱住 我抬起手来摸了一下 肚子上的伤 只感觉脑袋嗡嗡直响 我中刀了 我真的中刀了 哈哈哈哈 被拉开的雷大副笑了起来 笑得歇斯底里 反正我要死了 我要拉你陪葬 我要拉你陪葬 李先生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黄一一很紧张 紧张得不知所措 我抬起手来 按了一下肚子 随后将那把 插在我肚子上的 刀给拔了出来 看到我这个举动 吓得黄一一 没忍住啊地叫了一声 手也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他紧张得都快哭了出来 冲着我喊道 李先生 你怎么 我没有等他说完话 直接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就在我的肚子上 贴着一块铁片 就在铁片的旁边 有刀子划破的刀口 那只是划伤 并非捅伤 还好 我昨晚料到 今天自己有血光之灾 所以就提前防范了一下 要是不防范的话 那就惨了 只是擦破了皮 问题不大 我抬起手来摸了一下 那被割到的伤口 还是挺疼的 黄一一见状 这才松了口气 他闪动着毛子说道 你真是吓死我了 不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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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夫彻底地暴怒了 随着他这一阵暴怒 接着 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第三次吐血 这一次 他没再动弹了 他死了 老爷 死了 怎么办 其中一个保镖 望着黄百万问 黄百万挥挥手说道 让冯队长处理吧 把家里的监控给他看就行 交代完了保镖之后 他赶紧走到了我的身边问道 李先生 您没事吧 我揉了揉受伤的肚子 说道 没什么事 不过 我觉得 还是先包扎吧 还在流血呢 是是是是 黄百万连忙安排了医生 来给我包扎伤口 伤口包扎完毕之后 黄百万对着我就是一顿感恩戴德 他也讲述了雷大富跟他的渊源 这一切都源自四十多年前 他老婆也是新州市的本地人 父亲曾是交书先生 而他也是出了名的才女 心地善良 为人大方 两人见面便对对方一见倾心 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然而就在他们结婚的时候 雷大富来到了结婚现场 询问他老婆为什么要嫁给黄百万 当时还在结婚现场大闹 最后是被黄家人赶出去的 后来他又来黄家闹过几次 黄百万的老婆也跟他明说了 可他却一口咬定 那是被黄百万逼迫的 最后黄百万于心不忍 就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别再来了 最后雷大富真的消失了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落下帷幕 他却没想到 后来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件事让黄百万说起来的时候 还心有余悸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黄百万 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安慰他 总之黄家这次的遭遇 让我对人的命格 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雷大富属于七沙作主的命格 此等命格孤僻非凡 凶狠暴力 阴险毒辣 若是年少时没有严加看管 长大后必定会惹出祸端 事出必有因 因果自有循环 做错了事就要受到惩罚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李先生 这里万的支票 感谢您帮我皇家 找出这背后的凶手 也让我皇家成功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小小心翼 还望李先生您能够收下 忽然 黄百万手里捧着一万的支票 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看了看那张支票 我知道黄百万是听雷大夫说要给万 让我别管这件事 所以又拿出万来送给我 看着他手中万支票 我果断地摇头拒绝了 这钱我不能再拿了 帮人做事 我并非为了钱财 况且 你已经给过我一次钱了 如果我再要 那破坏了规矩 黄百万张张嘴 说道 李先生 难道是嫌少吗 您帮我皇家的忙 算是天大的忙了 如果不是您 恐怕我皇家要不了几年 就要绝子绝孙了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还望李先生 您能够收下 我有点生气地看着 黄百万反问道 难道在你看来 我做事就是为了钱 这话一出 让黄百万有点着急了 黄爷爷 我之所以帮皇家 是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们皇家在新州市口碑极好 不仅给贫困地区修路修桥 还帮助了不少人解决就业问题 此等行为是大善之举 你的钱 我要一次就够了 我要是再拿第二次 那就破坏了我的原则 听完我的话 黄百万没有再丢钱 反倒是有些惭愧地说道 是我肤浅了 李先生年纪轻轻 就跟常人不同 实在是令人敬佩 若是以后 您在新州市遇到了什么事 只管吩咐一声 我黄某人即便是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其实我不需要什么靠山 独善其身 不与人为恶 能做到这点 我相信 我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再说了 就算我遇到麻烦 恐怕黄家也帮不了 不过 我还是很客气地到了巨蟹 然后便告辞离开了黄家 还是黄一一送我回去的 尽管我拒绝了 可是黄一一说 因为他们家的是受伤了 他不可能让我自个儿回去 我说不过这女孩 只能再次坐上了他的车 坐在车上 黄一一对我又是一顿感激 还很愧疚地说 让我受了伤 他很过意不去 我能看出 黄一一流露出来的真挚情感 他的确为我受伤感到紧张了 特别是 当我中刀的那一刻 他就义无反顾地 把我抱了起来 那种感觉 现在想想 是真的温暖 虽然我知道 他是因为我给他们家办事受伤 才会那么紧张我的 不过 那被他关怀的感觉 终究是美好的 黄一一把我送到了 我租房的老小区 不过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跟我一块上了楼 李先生 要不我们把东西给搬了吧 您现在受了伤 住在这里 上下楼梯的 不方便 黄一一左右 环顾着我租的这小房子 给我提出了建议 我也是打算今天搬的 今天老黄历上写了 适合搬家 不过想想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我说道 那个 真不给你表哥房租费吗 黄一一摇晃着脑袋说道 当然不给了 您都给他算了一次命了 他怎么还好意思要您的钱 再说了 我表哥现在遇到了麻烦 恐怕还得您给他解决呢 说到这里 黄一一又变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都感觉老不好意思了 总是麻烦您给我们家做这做那的 我挥挥手说道 没事 都是缘分 既然你这样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这就收拾东西 说着话 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可是黄一一立马紧张地对我说道 别 您别动 我来 我来给您收拾 说完话 他便像个小媳妇一样 开始在我的屋子里收拾了起来 不管是锅碗瓢盆 还是我的衣服裤子 他都一一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 黄一一是个大家族的小姐 她有如此贤惠的一面 属实让我感到意外 收拾完了东西之后 他又给我打扫了屋子 然后便拧着东西 往楼下走 见我要拧东西 他连忙制止了我 让我什么也别碰 他自己来 说是上下楼梯对伤口不好 我说自己没事 只是小伤而已 可是他却执意不让我动 愣是一个人跑了三次 累得满头大汗了 才给我把东西搬完 说实话 我一个大男人 那么站在这里看他搬 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不过这女孩太固执了 说了不让我搬 就真的不让我搬 东西搬完之后 简单地喝了口水 他便继续开车 载着我前往他表哥的公寓楼去了 坐在车上 看着时不时还有汗水 从脸颊流淌下来的黄一一 我想给他擦擦汗 但觉得这个行为不妥 我制止了自己的想法 我有些感动地对他说道 谢谢你 我觉得你很不一样 新州市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来到这里 我无依无靠 唯独在遇到叶婷婷的时候 她给了我久违的关怀 而黄一一则让我感觉到了 被保护的滋味 不管黄一一是出于感激我 还是什么 总之 这一刻的保护和关怀 都让我感动 怎么不一样了 黄一一抬起手来 擦拭了一下额头流下来的汗水 裂开嘴笑道 难道在您看来 我就应该是那种娇生惯养 从小犯来张口 没钱张手的人吗 我有些尴尬地看了她一眼 眼神中 还是表达着我承认了这个说法 城里人不都是有那什么说法 穷眼 富养女的吗 黄一一叹息了一口气道 其实我爷爷从小就对我们很严格 不管是男是女 都必须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 每年寒暑假 我们都会到老家去自己生活 不管是种菜 还是捕鱼 亦或是洗衣做饭 都得自己自足 所以 我们黄家的子孙 什么都会做 并不是别人眼中的那种花瓶里的花朵 听完了黄一一的话 我对黄百万又增添了一丝欣赏和敬佩 对了 李先生 您呢 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黄一一忽然问我 我沉吟了一下 回到 我想开个算命看风水的门店 啊 黄一一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以您的本事 有必要开门店吗 您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 您完全没必要自己开门店 我看向了黄一一 问道 如果 我说 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你信吗 黄一一睁大了眼睛 冲我摇摇头说道 不信 您的手段那么老道 怎么可能是第一次 我苦涩地笑道 是我爷爷告诉我的 在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沉着冷静 只要认定的东西 那就要坚持到底 所以 我展现出来的冷静 都是强压着的 黄一一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他张张嘴说道 那你也不用开门店啊 我只需要给您发一个朋友圈宣传一下 就会有很多人来找您啊 您自然不缺顾客 我赶紧制止了他 没必要 我开门店 是为了缘分 黄一一看了我一眼 说道 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大师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前面的车忽然停了下来 我立即叫道 小心 说时时内时快 只听到吱嘎一声 刹车的声音响起 接着就发出了砰的响声 终究还是撞上了 黄一一被吓得目光呆滞 他看着眼前的画面 都傻眼了 你没事吧 我赶紧问他 他摇晃着脑袋 说道 我没事 我俩还没下车 只见前车上走下来了一个满脸慌张 眼眶还带着泪水的男人 我跟黄一一对视了一眼 拉开车门走下了车去 来到车外 那男人连忙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孩子在车里面生病了 我正在往医院送嘛 一直呕吐 我这才把车急速地停下来的 他看了一眼黄一一那辆昂贵的车 随后咬着牙说道 您放心 不管多少钱 我都会赔偿的 男子只是个普通家庭的人 开的车是大众桑塔纳 不过他的这份担当 值得尊重 黄一一见状 立刻说道 追尾前车 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是我没有保持车距 该赔偿的是我 您放心 我会赔偿的 孩子生病的话 你们赶紧去医院吧 他爹 你快来 孩子好像不行了 你快过来看看孩子 忽然 一个中年妇女 抱着一个的孩子 从车里面急促地走了出来 只见那孩子 正在猛烈地浑身抽搐 嘴里面还有呕吐的残渣 我看着那孩子 只见他双眼紧闭 脸部发黑 脖子血管冒了起来 身体的肌肉关节 正在猛烈地抽搐 看上去十分地可怕 不好 煞气冲灵 这是要挤走这孩子的三魂七魄 赶紧把孩子放在地上 我立马冲着中年妇女 喊了一声 被我那么一喊 中年妇女明显地愣了一下 整个人都目光呆滞地盯着我 中年男人也是如此 被我的话说得一阵猛逼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那么多 又催促了第二遍 快 把孩子放在地上 要是你们不想孩子死的话 赶紧 放在地上 黄一看了我一眼 看到我满脸认真的样子 他对中年妇女说道 姐姐 快把孩子放在地上 她是个很厉害的大师 能够驱邪治病的那种 你赶紧听她的 这个时候 中年妇女也没有主意了 看向了一旁站着的丈夫 中年男子咬着牙 走到了妇女的面前 一把抱过了正在抽搐的孩子 平放在了地上 我见状 立马就咬破了自己的中指 血液冒出来之后 我快速地在小男孩的额头上 画上了一绝 天到清明 地到安宁 人到虚静 三才一锁 混合乾坤 百神闺命 万将随行 涌退魔星 念完 我绝也画了上去 而小男孩抽搐的身子 也在这一瞬间 停止了抽搐 我感觉一股莫名的气流 从我的肚子冲了上来 好像要冲出我的胸口 直接飞到嘴上来 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感觉 现在自己好累 好疲倦 李先生 怎么样 你怎么了 黄一一脸惊叉地看着我 你的脸怎么流了那么多汗 还有你的嘴唇 都发白了 我白白手说道 没事 可能是有点热 黄一一赶紧上前来 将我给扶了起来 那对夫妇 见到自己的孩子 不再抽搐了 连忙上前去 抱住了孩子 我看向了那个男人 问道 这孩子是触犯了禁忌 以至于煞气冲灵 差点就冲掉了 他的三魂七魄 你们家里最近死了人吧 中年男人文言 连连点头说道 是 三天前 孩子的外公刚刚下葬 我们也是昨天才回来的 今天 孩子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我点头 继续问道 下葬的时候 孩子也一块上山去了吧 两人对视了一眼 中年男子点头说道 是的 孩子也一块上山去了 刚说完 他就一脸责怪地看着那中年妇女 我就说了 不让孩子上山去 让他跟妈在家 你偏让他去 都怪你 中年妇女一听男人那么一骂 委屈地哭了出来 不是 我连忙解释道 这孩子触犯的禁忌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下葬 孩子跟着一块去下葬 也没什么 只是在下葬的时候 他撒了一泡尿 听到我的话 男人再次看向了自己的老婆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看样子 他也不知道 中年妇女咬着嘴唇 微微点头说道 是 他在旁边上了个厕所 只不过离我爸下葬的地方挺远的 这样也触犯了禁忌吗 中年男子瞪了妇女一眼 喝道 当然触犯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 算了 这中年男子 一看就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出了点事 就责怪自己的老婆 搞得我都有点不想听他说话了 于是我冲他说道 你先别说话 说完 我给他解释道 人 在下葬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 有人在旁边撒尿 大姐 以及当天带卫生巾的女人 去一块参加葬礼 我的话说完 只见那中年妇女 跟黄依依都变了一个脸色 两人看上去极其尴尬 我知道自己说的这个话题 让他俩有点不好意思了 于是赶紧解释道 我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意思 这是民间下葬的忌讳 我知道的 下葬的先生 也是那么说的 中年妇女 有点不好意思的点头回答我 我继续说道 给死人安葬的地师 是选好了时间 才敢让棺材落地的 棺材在还没落地之前 坚决不能落地 要是不小心落地了 死者就只能原地下葬 要是风水好 葬下去倒没什么 要是风水不好 葬下去可是要出问题的 而看好的地 也要等到时间到的那一刻 才能把棺材放下去 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 所有的地气才会涌动 聚集到死者下葬的地穴之中 这个时候 那块地方必须保证绝对的干净 才能让死者顺应风水 得以安息养骨 可是你孩子正好在那个时刻 撒了一泡尿 还是对地气影响很大的童子尿 这让原本平顺的地气 一下子变成了地煞 冲入了你孩子的体内 所以 你孩子才会被煞气冲体 听完我的解释 中年妇女就捂着嘴巴压了一声 她满脸哆嗦地说道 那 那我爸的风水是不是被破坏了 我爸是不是不得安宁了 中年男子听到妇女 这可怜巴巴的询问 气得马上呵斥到 这还用说吗 当时我怎么说来的 让你别带孩子来 别带孩子来 你偏说他外公最疼他 要让他送他外公最后一面 现在好了吧 都是你的错 要不是你 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啊 我直接给了中年男子一个白眼 要不是看在他这把年纪了的份上 我都恨不得给他一耳八子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先别说话 中年男子有点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乖乖地闭上了嘴 其实这并没有影响到你父亲的风水 你也不用担心 要是影响到了你父亲的风水 当时这孩子就昏倒在现场了 也不用等到两天后才昏倒 我的解释 让中年妇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她拍着胸口说道 吓死我了 那 我孩子为什么到了今天才这样的呢 我微微点头 继续给他解释道 刚刚你也说了 你是让孩子 去送他外公最后一程的 他外公疼他 肯定会保护他 只不过 这份保护是有限的 毕竟他外公刚死 能力有限 你在老家的时候 他外公还能保护住 远离了老家 这份保护肯定就变得微弱了 昨天你们回来之后 这孩子应该就开始发烧了吧 中年妇女点头说道 是 是从昨晚开始发烧的 我们以为是受了粮 就给他吃了点药 谁知道 今天就变得更加的严重了 整个人昏迷不醒不说 还浑身发抖 刚刚真的吓到我了 看到孩子那样 我真的 真的好心疼啊 说到这里 中年妇女的眼泪 就顺着眼眶流淌了下来 放心吧 现在没事了 你们带孩子回去休息一下 等一下醒过来之后就好了 我安慰了中年妇女一句 同时也给他吃了一粒定心丸 忽然 中年妇女整个人激动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激动地说道 谢谢 谢谢你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说着话 他还要对我磕头 我连忙制止了他 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姐姐 别这样 你这样我承受不起 这时 那男人忽然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钱递给了我 道 大师 我身上就那么多了 我知道不够 您给我留个卡号 需要多少 我稍后打给您 男人的手上拿着几张百元钞票 还有十块的的零钱 看上去是掏空了口袋 我没好气地看了男人一眼 无奈地说道 你这人啊 啥都好 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慌张 喜欢责怪别人 其实你老婆是个妄夫的人 要是没有你老婆 你的日子比现在更难 以后 别遇到什么事都责怪你的老婆 哪天你要是把他骂跑了 你可就要倒大霉了 男人愣了一下 低下了头去 一脸尴尬地说道 是是是 我错了 我太担心孩子了 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大师 他就是这样的人 心不坏 只是人着急了一些 中年妇女属于那种很善解人意的人 与其中还维护着自己的丈夫 大师 这钱我知道不够 您先拿着 等我回去了 就用银行卡给您转 男人见我没有接他手中的钱 又催促了一句 将钱往前递了一些 我看了看男子手中的钱 顺手拿过了衣的 说道 行了 就那么多吧 你的车 自己修就行了 男子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我给打断了 行了 带孩子回去吧 在外面不安全 两人对着我一顿感谢之后 这才上了车 离开 见到两人离开之后 黄一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说道 李先生 您可真是个好人 现如今 这个世界上 您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我扭头看向了黄一一 我两四目相对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回道 你不也是个好人吗 不仅人长得漂亮 心地还善良 你这样的人 更不多 黄一一看着我的眼睛 忽然 她躲避了 脸也变得微微地发红 跟您比起来 我算不上什么 对了 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 咱们还能继续搬家吗 我听说 要是搬家不顺利的话 住者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太平的事 我摇摇头说道 没事 这是那孩子跟我的缘分 换言之 要是我们之间无缘 可能今天她就会 说到这里 我掐断了话头 把死字说出来 有点不好听 救人是好事 在搬家的途中救了一个人 这只会让我这次搬家锦上添花 说完 我又看了看她的车头 车头被撞掉了一块七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要多少钱 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倒是你的车 没事 不影响正常驾驶 咱们走吧 搬到了吴胖子的公寓里面 一下子就感觉周围的空气清新了很多 这里不管是风水 还是格局 都比我之前租的那个小房子 好得太多太多了 黄一一给我搬完了东西之后 又忙前忙后地丢我铺床 她这样的行为 真的很像个小媳妇 看到她正在忙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剩下的事 我自己来吧 你要有什么事 就先去忙你的 我自己来就行了 黄一一停下了手里的活 说道 李先生 您是因为我们家的事才受伤的 我替您做点事是应该的 要是您不喜欢我在这里的话 那我现在也可以离开 说完话 她脸上一脸的落寞 不是 我急忙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你这样帮我 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 除了我爷爷之外 从来没人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黄一一在这里呢 我恨不得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 跟她独处呢 黄一一盯着我看了一会 道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一边说话 黄一一又一边忙活了起来 一直到下午六点 黄一一跟我才弄好了一切 忙活完了之后 黄一一叫了外卖 跟我一块在屋子里 吃了第一顿搬家饭 说实话 今天我很开心 这是我来到新州市以来 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黄一一在这里 一直陪着我到晚上八点 在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 她才离开 直到黄一一离开 我才敢尝试性的去运行一下体内的那股被我憋住的气 刚刚给小孩攫须煞的时候 那股气流险些冲出我的胸膛 被我压制在了这里 现在黄一一离开了 我得赶紧让她出来 这气流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绝对对我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在一番气沉丹田 吐那气息之后 那骨气终于被我给逼了出来 扑一口鲜血随着那骨气一块喷出 这就是我不想让黄一一看到的画面 因为我知道这骨气会伴随着一口鲜血 还是我的倒行太浅了 绝不是轻易就能使用的 如果是用朱砂画符 那无所谓 可要是用血气画符 那就需要运气 我体内的气虚太弱 根本扛不住 刚刚若不是情况紧急 我也不会视觉 李先生 忽然门被推开了 黄一一站在门口 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您 您怎么了 您怎么吐血了 她三步当作两步走的来到了我的面前 一脸紧张地看着我问道 您怎么了 怎么会吐血 我送您去医院 我挥挥手说道 没事 刚刚有点累了而已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有点意外地问 黄一一指了指桌子上的车药师说道 车药师忘拿了 还好我回来了 要不然都不知道 你伤得那么严重 您要不去医院的话 今晚我就在这里照顾您吧 说着话 也不等我同意 黄一一就去到了卫生间 拿出一张帕子来给我 那个 不用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没事 精华书格都吐血了 还说没事 要怎么样才叫有事呢 你也别拒绝我了 今晚我陪你 黄一一很肯定地留了下来 她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在给我擦干净了嘴角的血液之后 她就把我扶到了床上去休息 接着 她自个往卫生间走了过去 二十分钟之后 她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头发湿漉漉的 看上去就像是水出芙蓉那般 美到了极致 她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走到了我的面前 也许是看到了我呆滞的目光 她愣了一下 随后看了看自己 问我 怎么了 李先生 我这样很难看吗 我连忙不好意思地回避了目光 摇头说道 不 好看 好看 呵呵 黄一一笑了一声 坐在了我的旁边说道 李先生 不给人办事的时候 你真可爱 这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夸我 把我搞得脸都红了 我还没跟女人单独相处过呢 特别是那么大晚上的 在房间里面 就连我妈 在我十三岁之后 我都没跟她睡过 李先生 你的脸 怎么红红的 是发烧了吗 说着话 她单膝跪在了地上 抬起手来到了我的额头摸了一下 那柔软细腻的小手 摸着我的额头 真的让人响入非非 我没事 我抬起手来别开了她的手 我怕等会把我心智抖乱了 好吧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在外面 有什么事您叫我 说完话 她就走了出去 我也不知道 辗转了多久才睡着的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黄一已经走了 她在桌子上 给我留下了一碗拌面 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李先生 我去学校上课了 早餐给你做好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最后还有个笑脸 我叹息了一口气 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 我们的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了 接下来的三天 在黄一的帮助下 我在新州市一条叫做 安隆街的老城街道 找到了一处门店 这个门店不在闹区 算是偏僻的地方 之前是做死人生意 卖箱腊纸竹花圈的 我之所以要找门店 完全是为了缘分 爷爷说过 挂算有缘人 但能来找上的都是缘分 若是为了钱 我肯定会选择闹区 开业的时候 我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首先我在这边没有人脉 其次 我觉得没必要宣传 我只是跟黄一一 一块吃了顿饭 感谢他这些天来 对我的帮助 吃完饭之后 黄一一有些兴奋的 对我说道 李耀 要不我做你的第一个顾客 你给我算一挂呗 看看我未来的男朋友 是什么样的 现在黄一一 不再叫我李先生了 这几天相处下来 我觉得 他叫我李耀比较好 一直叫我李先生 都把我给叫老了 我打量着黄一一那好看 点头说道 好啊 那就用八字 给你看一下 黄一一正兴奋的 要给我八字 忽然一辆车停在了门口 只见从车上 跑下来了一个 满脸慌张的 漂亮大兄女孩 女孩一见到我 就急忙冲了过来叫道 李先生 李先生 救救我师父 救救我师父 这人我有点印象 好像是何中田的徒弟 你是何中田的徒弟 我有点疑惑的 问那个大兄女孩 是 我叫秦绿燕 李先生 救救我师父 求求您救救我师父 女孩满脸慌张 看上去十分恐惧担忧 那天我看到有一股阴气 尾随何中田 我就知道 他肯定做事没做干净 当时我提醒过他了 可是他不仅不听 还在晚上搞出一个女鬼 来吓唬我 一想到何中田 见到我就指刀气昂 高人一等的姿态 我心里就不舒服 虽说我确实年轻 也没什么经验 但我什么也没做错呀 没做错就被人平白无故地踩了一脚 现在还让我去救他 当我是啥 冤大头 你师父怎么了 我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秦绿燕说道 我师父他身上发黑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 胸口开始发黑 到了今天 两条腿都变黑了 我也不知道 那是怎么回事 我师父让我赶紧过来找您 大师 求求您快去救救我师父吧 秦绿燕说着话 都快哭了出来 黄一一却不以为然 呵呵地冷笑道 你师父不是很厉害吗 号称新洲是阴阳风水界的头牌 现在怎么遇到事 就来找李耀了 他要有本事就自己解决去 秦绿燕可怜巴巴地看了黄一一眼 想要开口说话 但是被黄一一给打断了 行了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以为哭就能解决问题吗 跟着你师父要我扬威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呢 黄小姐 我师父真的快不行了 是他让我过来找李先生的 说完话 秦绿燕上前一步 直接抓住了我的胳膊 整个身子往我手上蹭 我去 这秦绿燕几个意思 这是用的美人计 虽然他的某些地方挺大 长得也挺漂亮 但我不吃这一套啊 我赶紧掀开了他的手 对秦绿燕说道 行了 别搞这些虚的 回去告诉你师父 想要治病 自个上门 难不成在他看来 让自己的徒弟来那么蹭几下 我就会迫不及待的 去给他解决问题 刘备请诸葛亮 还三顾茅庐呢 你一个得罪过我的人 还那么自以为是 可是 秦绿燕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黄一一给打断了 没听到李先生发话 让你师父自己来 他以为自己多大的面子 请谁都能请得动吗 秦绿燕无奈 只能咬咬嘴唇 转身跑了出去 见到秦绿燕离开 黄一一哼了一声道 一想到何中田 我就来气 一直以来 我们家都把他当成恩人 感激他师父跟师公 给我们家做的一切 我们也十分地相信他的本身 谁知道 他竟然为了维护自己师公 当年留下来的风水目的 巩固自己那虚伪的地位 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家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他不懂就算了 还强装懂 说我们家的风水 绝对没有问题 有问题他负责 要不是他这样说 我们家也不可能松陷 不松陷 当初就不可能出那么多事 这样的人 为了自己的名声 就不管别人的死活 一想到 我就觉得恶心 说到这里 黄一一气地插起了腰杆 我上前轻轻地拍了他一把 安慰道 没事 他的报应 这不是来了吗 黄一一哼了一声道 竟然派他女徒弟来请你 难道他以为兄大 就能请他动你了吗 简直无耻 他竟然把你想成那种人了 黄一一气地喋喋不休 看样子 我在他的心目中 形象还是很不错的 李奥 你要给他治病吗 黄一一忽然一脸严肃地问我 我愣了一下 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黄一一深吸了两口气道 要我说 他那样的人就是活该 那是他的报应 你别给他治疗 让他死了算了 我看到黄一一这气得不行的样子 安慰道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一切都得看缘分 最重要的 还要看我能不能解决这件事 黄一一听我那么说 表情稍稍地缓和了下来 他闭闭嘴说道 对不起 李奥我刚刚有点偏激了 没事 二十分钟之后 一辆黑色的奥迪A6 在我门店的门口停了下来 很快就从车上走下来 一男一女 男的开车 女的搀扶着何中田下了车 男子很快就上前去扶住了何中田 两人搀扶着他 朝我走来 李先生 李先生 救命 救命 何中田被两个徒弟架着过来 看上去他双脚发软 都无法使劲了 不仅如此 他脸色还十分的难看 之前跟着他的阴气 变得更加的旺盛了 他这次惹到的 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我平静地看着他 被两个徒弟拖进来 放在了一张凳子上 还没开口询问呢 黄一一就讽刺地问道 哎呦 这不是何先生吗 您怎么了 这是生病了 何中田哭笑不得地点头 叫了黄一一声 黄小姐 您别那么说了 我都快死了 您看看 看看我这脚 说着话 他撩开了自己的裤脚 好家伙 脚已经变黑了 是瘀青导致的黑 也叫瘀黑 跟着 他又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胸口也是一片瘀黑 那是心脏的位置 看来心也黑了 看到何中田脚跟胸口变成那样 把黄一一都给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我有点愣住了 这是典型的大量阴气入体 导致他身体阴阳失衡啊 一般的冲撞鬼怪 不会这样 顶多也就是带一些入体的阴气 很容易就能驱散 可是那么大的量 都已经浸透了身体的皮肤 这阴气 很多 并且 很毒 何中田看着自己的黑腿 说道 昨天 我感觉胸口有点闷 下午的时候睡了一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 胸口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知道是阴气入体了 于是我昨晚就在胸口上 贴了一张镇魂符 今天早上起来 这阴气不仅没有消散 相反 还窜入了我的两条腿上 我想到了那天 李先生您说的 有东西盯上我 我就赶紧让绿叶过来找您 何中田刚说完 觉得不妥 慌忙解释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该让我一个徒弟来找您 我应该亲自来的 可是我没脸来找您啊 但是现在 我要不过来找您 我就没辙了 李先生 求求您了 要是您不帮我的话 我就完了 现在知道完了 早干嘛去了 看着何中田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跟前几天那药物扬威的模样比起来 可是天壤之别啊 这也印证了那句话 一个趾高气昂的人 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都无法想象他生起病来有多可怜 我不同情他 相反有点幸灾乐祸 我哼了一声道 何先生 以您的本事 还能出问题吗 再说了 出这样的问题 您都解决不了 我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 怎么可能就得了您呢 您 抬救我了 还是 另请高明吧 我的话 无疑是给了何中田 结结实实的两耳光 之前给皇家挖坟的时候 他可是站在了玄学界的制高点 指责我 训斥我 虽说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可被这样一个无知的人指责 属实是让我心有不爽 我的话 搞得他一阵尴尬 正当他不知道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站在他一旁的徒弟青山忍不住了 你这个家伙 怎么那么小气 我师父可是心中是德高望重的人物 他不就是说了你两句吗 你让他拖着病来你这地方 他来了 这已经给了你很大的台阶下 你不领情就算了 还刁难我师父 今天你要是救了我师父 对你的名声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我一听这话 原本就对何忠田不感兴趣 现在心里就更不乐意了 照你那么说 我知道你师父生病了 应该马上跑过去 求着给他治病 从而来巩固自己 在新洲市的名声 对吧 何忠田脸色狂变 他狠狠地瞪了青山一眼 何道 段青山 你是不是活腻了 你在说什么呢 赶紧给李先生道歉 呵斥完自己的徒弟 他立马微微诺诺地对我说道 李先生 段青山他年轻不懂事 还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对不起 李先生 段青山有点不乐意 但还是低下头来 跟我道了个歉 这样的道歉 我无所谓了 反正我看他的样子 也不乐意 看到我不鸟他 何忠田继续可怜巴巴地说道 李先生 只要您救了我 不管您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您 钱 我很无语地摇摇头说道 难道在你看来 有钱就能做一切吗 何忠田眉头一皱 一咬牙 说道 那 您想要什么 只要是我能满足的 一定满足您 我懒得再多说什么 跟这样的人说 再多也是浪费口水 于是对他说道 想让我救你也可以 不过有三件事 你要老实地回答我 可以 可以 您请说 第一 我看坟回来的那天晚上 我遇到了一只女鬼敲门 那是你弄的吧 那样的手法 我原本怀疑是雷大富 可是后来我见到了雷大富之后 改变了看法 雷大富更偏向于恶毒的方式 吓唬人的把戏 那应该不是雷大富的作风 何忠田目光躲闪了起来 他哽咽了一口唾沫 一脸尴尬地点头说道 是 是我弄的 我就想 吓唬吓唬您 没有别的意思 baby 简直就是个小心眼 还亏你自称大师呢 黄依依在一旁恨得咬牙切齿 那晚的经历 对于他来说也是 历历在目的 第二个问题 你是祖贺前辈的徒弟 我见过祖贺前辈布置的 皇家的风水格局 那是典型的紫白酒星 完美搭配三元九韵 按道理来说 他那样的高人教出来的徒弟 应该是绝顶高人才对 为何连皇家风水出了明显的问题 都看不出来呢 说实话 我很怀疑 何忠田是不是祖贺前辈的弟子 按理来说 祖贺前辈那种人的弟子 应该本是很高才对 何忠田听到这个问题 不由地低下了头去 一脸的无奈 我师父当然是祖贺了 并且 我还是他的嫡传弟子 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师父的嫡传弟子罢了 当时师父有两个徒弟 我师兄跟我 师兄很早就跟了师父 我十岁才跟了师父 师兄他天资聪明 一开始就成为 师父他老人家重点的培养对象 那时候我知道 自己没师兄聪明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 就破罐子破摔 谁知道 后来师兄出了意外 死了 师父不得已 才把所有的本事交给我 可是我无心太差 直到师父 死我有很多问题都无法弄懂 后来 我出世之后 很多人追捧我 知道我是祖贺的徒弟 就没少请我给他们办事 一开始 我办事办得还挺好 并且得到的报酬 也让我感到满意 慢慢地 我就迷失了自我 开始追逐名利 大肆地吹嘘自己 我没有继续学习 而是在原地踏步 黄依依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他死死地盯着何忠田问道 所以 你所谓的名声 都是吹嘘出来的 是吧 何忠田闭上了眼睛 一脸愧疚地点头说道 是 我大多时候 都在吃师父的老本 只有遇上一些简单的事 我才能解决 比如 抓鬼 不止简单的风水 无耻 你简直太无耻了 还亏我家里那么相信你 每次都给你很多钱 没想到你 竟然是个骗子 黄依依指着何忠田怒吓 搞得他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去 我知道我对不起师父他老人家 我知道我没脸 够了 我没心思听他忏悔 只要知道 他是祖赫前辈的弟子就够了 你要记住 我帮你 不是为了你 而是因为我尊重祖赫前辈 能够让紫白九星完美搭配三元九韵的人不多 可见祖赫前辈的本事不简单 第三个问题 你最近一次给人办事 办的是什么事 大概是什么时候办的 何忠田沉吟了片刻 抬起头来回道 是八天前 我去给九星未来城的老板王宏伟的儿子驱邪 驱邪 我不由地发出了疑问 何忠田重重地点头说道 是 就是驱邪 王宏伟的儿子王硕被鬼上身了 我就过去给他儿子驱邪 八天前去驱的邪 他是昨天开始有反应的 那么说来 也就是过了一周之后 他才有的反应 一般来说 鬼怪的报复是很快的 如果没有驱干净 不出三天 必定会反噬到他的身上 这都过去了足足一周 才开始反噬 这是有点古怪 你确定 这期间 你没有再做过任何事 我继续问何忠田 何忠田重重地点头说道 没有 我现在 一个月只给人做两次事 他话音刚落 黄一一就接过了话茬 一个月给人做两次事 一次就收人家两百万 一个月赚四百万 一年接万 这样的收益 超过了百分之九十的企业 这话一说完 何忠田的老脸 又是一阵尴尬 他都不敢看我了 好家伙 一年就万 就这样的本事 真厉害啊 现在的人 终究还是太无知了 驱邪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懒得管他赚多少 继续问 何忠田摇晃着脑袋说道 没有 很顺利 我就画了几张符 做了一场收鬼的法式 然后给他们家扫了个家 鬼就被我给收了 如果只是收鬼 的确没什么难度 何忠田虽说本事不高 但基本的收鬼 还是可以的 只怕这玩意 不是一般的鬼 不是何忠田收的那只鬼 那 咱们去王洪伟家看看吧 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些东西 对何忠田说道 何忠田啊了一声 满脸错愕地说道 去 去王洪伟家看看 您不能给我直接解决吗 我喝得冷笑了一声道 怎么解决 医生救人都需要对症下药 我都不知道你得罪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怎么给你解决 可是 何忠田一脸为难地说道 可是 如果我们去了王洪伟家 告诉了他们家这件事 那他们岂不是知道我没什么本事 一直在吃我师父的老本了 我没什么本事的事传出去的话 问题可就大了 不仅丢了我师父的脸 还会得罪很多很多的商界大佬 以及一些大人物 不行不行 不能去 不能去王洪伟家 我顿时一阵无语了 这个何忠田 还真是为了面子 连死都不怕啊 好吧 我无奈地点头说道 既然你那么看中面子 看中你师父的脸面 那请回吧 这件事 我无能为力 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 等到这阴气布满你全身的时候 你就会魂飞魄散 到时候 你死了 连个魂魄都没有 更别说投胎了 我没有吓唬何忠田 何忠田现在身上的情况 叫做阴气食魂 这种能食魂的阴气 比一般的阴气 要强上几百倍 其他的阴气只会缠身 让你生病 最厉害的 也就是让你死 可是这种让你死后 连魂魄都没有的极其罕见 我也是在爷爷留下的一本老书里面 偶尔看到过 当时书上说的事 都是好几百年前发生过的了 书上说 有一伙人去抓鬼 鬼抓到了 结果回来的时候 身上开始发黑 他们都知道是邪气 可是屈不散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屈不散 结果黑气遍布全身 那些人就全都死了 书上只是有这个记载 并没有说怎么解决 所以 当我看到何忠田这两条腿跟胸口的时候 我几乎能够断定他 就是被阴气失魂了 何忠田的瞳孔 已经发生了猛烈的变化 魂飞魄散 这对于一个学了一辈子玄学的人来说 那是奇耻大辱 跟鬼怪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死的时候 连魂魄都不胜 就此从世上消失 还有什么比这种事更羞辱 他张张嘴 一脸慌忙地问道 那 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有啊 我点头说道 你现在自杀 现在这阴气 还没有开始 吞噬你的三魂七魄 自杀的话 你的三魂七魄还能出来 至少你还有变成鬼的机会 不是 何忠田睁大了眼睛说道 我指的是不死啊 我自杀 那就是死了呀 被鬼逼到自杀 那更是一种耻辱 行了 何忠田 黄一一已经不耐烦了 你这样不 那样也不 难道你觉得 现在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自己本来就菜 还怕别人知道 这话扎心 简直一针见血 没错 我赞同地说道 现在你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想活 必须去一趟亡红伟家 不想活 想保留你的三魂七魄 那就自杀 不过 我要告诉你啊 千万别在我这里自杀 要自杀 回家去 我放下了收拾的东西 下了逐克令 师父 去吧 不怕 我们会陪着你的 不管您遇到什么事 别人怎么看您 您永远是我最伟大的师父 忽然 站在一旁 一直没说话的绿叶开口了 当年 要不是您收养了我 现在我可能 已经被送往孤儿院了 您不仅收养了我 还教我本事 在我的心目中 您就是一个慈父 是啊 他的另一个 土地青山 也连忙附和道 师父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过世了 我爷爷在我十岁那年也走了 如果不是遇到了您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现在 您放心 不管别人怎么看您 我们的命 永远都是您的 何忠田扭头看了看青山绿叶 随后挨得叹息了一口气 表情变得无比难堪 这个决定 对于一个把面子 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 的确很难 况且 他会一下子就失去 他花了那么多年 建立起来的身份和地位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 他手机响了起来 绿叶找出手机递给了他 说道 师父 是王洪伟叔叔打过来的 何忠田愣了一下 结果手机 一脸迷茫地看向了我 我没有任何表示 因为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接下来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个人 我可以帮 我也可以不帮 我见他咬了一下牙关 最终还是接听了这个电话 喂 王先生 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我就看到何忠田的眉头皱了起来 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了 什么 又来了 怎么会这样 好好 我马上过来 说到这里 何忠田挂断了电话 他一脸慌乱地看向了我 李先生 他儿子昨晚又出问题了 现在 让我过去呢 你 跟我一块去吧 我喝得冷笑道 我跟你一块去 难道你不怕你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 会一落千丈吗 何忠田重重地点头说道 比起名利 我更加在乎我的命 我还不想死 黄一一不由地发出了一声冷笑 你当然想活着了 要是现在就死了 挣得那么多钱 怎么用呢 那不是白白的便宜了 你这两个徒弟 黄大小剑 你说话别那么带此行吗 我师父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怎么还嘴上不留情呢 绿叶有点生气地冲着黄一一 嚷了一句 黄一一又了一声道 怎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师父自己都承认她是个骗子了 你还维护什么 绿叶还想狡辩 可是被何忠田给叫住了 绿叶 行了 她看向了黄一一 一脸懊悔地说道 黄小姐 是我对不起你们黄家 这些年 我欺骗了你们 你恨我 这是应该的 黄一一哼了一声 懒得听她说 这些看上去忏悔的话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九星未来城 这里是个大型商场 有娱乐的酒吧 餐饮 超市等产业 这里都是王宏伟的 看得出来 这王宏伟是个很有钱的富商 和忠田接触的人当中 几乎都是这种有权有势的人物 不管是商界还是政界 都是如此 黄一一告诉我 王宏伟是从外地过来做生意的 有很强的政界背景 九星未来城也是 由他一手打造的 当初黄家想要入股 但是被王宏伟给拒绝了 王宏伟这个人 做事很高 不怎么与新州市的本地商人相处 换言之 他有点看不上新州市的人 就因为他是从更大的城市过来的 穿过九星未来城 是一栋独立别墅 那是王宏伟自己家人居住的地方 走进别墅 一个穿着打扮不凡的中年胖子 迎面走了过来 胖子是个秃顶 戴着一副眼镜 是那种标准的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的面相 丑是丑了点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 他命好有钱 此刻他的步伐带着几分焦急 脸色也很压抑 看上去十分的不安 他就是王宏伟 何先生 您终于来了 王宏伟一见何忠田 立马就打起了招呼 不过当他仔细一看 发现何忠田是被两个徒弟搀扶着的时候 他的紧张表情之中增添了一丝疑惑 您这是怎么了 何忠田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回道 我 我 我 听到何忠田这唯唯诺诺的声音 黄一一忍不来了 开门见山道 你什么你啊 直接告诉他你被反噬了 就因为救他儿子 自己本事不够 这不就行了吗 王宏伟一听 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黄一一 问道 这位小姐有点面熟啊 请问你是谁 还有这位 她的目光来到了我的身上打量一番后 看向了何忠田问道 何先生 这两位是您刚收的徒弟吗 这女娃似乎不太会说话 果然如同黄一一所说 她有点自傲 言语之中都带着那种高人一等的姿态 她不相信的人说的任何话 她都不会相信 就像刚刚黄一一说的这句话 她全当空气 何忠田连忙说道 不不不 这位是黄小姐 黄百万黄老的孙女 王宏伟哦了一声 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难怪我觉得有点眼熟呢 原来是黄百万的孙女 她 是在跟您学习吗 也是 您跟黄百万的关系挺好 她家的阳宅 是您师父看的 她家的阴宅 是您师公看的 不过 这姑娘似乎在礼貌这一块 需要好好地加强啊 不是 不是 何忠田急了 不过她没有继续说刚刚的话题 告诉王宏伟 自己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只是看向了 我介绍到 这位是李先生 很厉害的玄学大师 不管是风水 还是阴阳 都有不小的噪音 至于黄小姐 她是跟李先生一块过来的 王宏伟的目光 再次落到了我的身上 她的眼睛很犀利 看上去像是要把我看穿 不过也就是那么几秒钟 她认真的眼神 一下就变成了蔑视 呵呵 何先生 您还真是谦虚 难不成他比您还要厉害 来找您学习的 就是来找您学习的吧 您也不用太过谦虚 您的威名 放到省城 那都是一流的 我见过不会说话的人 但是从未见过 那么不会说话的 这个王宏伟的姿态简直绝了 似乎除了他认定的人之外 谁都无法入他的眼睛 还有何忠田 来到这里 竟然没有说明自己 为何变成这样的原因 还在磕磕巴巴地试图掩 说出来的这几句话 都是在故意插开自己 变成这样的话题 看来他并不着急治好自己 没有的是 在李先生的面前 我这本事真不怎么样 何忠田还是很隐晦的解释 试图用这种隐晦的方式 把我带入他们的话题之中 何先生 我有点憋不住了 这何忠田老奸俱滑的 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我觉得 您好像不着急治好您身上的病 也行 反正我也不急 至于王老板儿子发生的事 我看王老板的样子 他应该也不会让我去治疗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多留了 告辞 说完话 我一把抓起了黄一的手 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李先生 李先生 何忠田急了 连忙冲着 我叫了起来 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他了 这种人混迹江湖太久 说话都变成了老油条 既然不愿意摊盘 那又何必让我过来治病吗 站住 王洪伟冲着我的背影 呵斥了一声 随着他的呵斥 只见两个身穿黑衣的保镖 一下就拦在了我的面前 挡住了 我跟黄一一的去路 年轻人 你什么态度 王洪伟冲着我大声呵斥道 何先生谦虚 夸奖你两句 你就真认为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了是吧 你这种态度的年轻人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出手救我儿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何先生治不了 我请其他人 我也不会请你这种态度的年轻人 在他看来 我这个行业 是需要服务态度的 隐隐中 他还有种 我需要巴结他的意思 我回头去盯着王洪伟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好啊 那你就另请高明吧 如果能治好你儿子 当然最好 治不好 我也不可能给你儿子医治 说完话 我拉着黄一一 试图绕过那两个黑衣保镖 但是刚挪动一步 那两人就像是木头一样 再次移动到了我们的面前 你要干嘛 难道我们走都不行吗 黄一一扭头去看着王洪伟问 王洪伟喝得冷笑道 他不是很有本事吗 要是连这个门都走不出去 那叫什么本事呢 他的言语之中 带着对我们的调侃和无礼 王老板 黄一一急得还想说什么 但是我打住了黄一一的话 没事 交给我 话音落地 我快速地从口袋里面摸出了两张黄纸符 念叨 四路鬼怪 八方神灵 与我神通 定其原神 定 话音落 我把两张定神符 以耳迅雷之势 放在了两个保镖的口袋里面 只见那两人一愣 接着就不动了 我拉着黄一一的手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王家 那两人也没有再继续追上来 看来毛山派的定神咒 还是挺管用的 没想到我第一次用 就马上产生了效果 真是气死人了 早就听说王洪伟这人高傲得不行 没想到竟然高傲到这种程度 走出王洪伟家的别墅之后 黄一一就再也忍不住地骂了起来 难道他以为他有钱有势 谁都要去巴结他吗 活该他儿子鬼上身 黄一一骂得越来越气 气得都把手给插在了腰杆上 我也觉得窝火 这王洪伟太过分了 我去他家室去给他儿子解决问题的 结果被他用这样无理的方式对待 难道在他看来 谁都要去巴结他吗 没事 这种人咱们没必要去搭理他 看到心态快要崩掉的黄一一 我马上安慰了他一句 黄一一的点头继续问我 李耀 刚刚你用的那是什么呀 怎么他们俩真的不动了 难道 你用那两张符点住了他们的穴位吗 我摇头说道 不是 那是茅山派的定神符 能够暂时地定住他们的元神 让他们元神不受身体的控制 定神符 黄一一难难地说道 你真厉害 现在那王洪伟的脸色肯定很难看 要是我还在里面的话 我就掏出手机来给他拍个照 这大小姐 还有点意思啊 走到九星未来城门口的时候 一个黑色西装的男子领着一个身穿袈裟 胸前挂着佛珠的光头和尚朝朝我们走来 和尚的手里还有一串念珠 看两人的样子都很着急 目标点正是刚刚我们走出来的九星未来城 我留意了一下这和尚 和尚长得眉飞色舞 颇有大势风范 不过此刻 他的头顶黑气缭绕 印堂发黑 眉宇之间那身体的灵气正在往外飞散 这是明显将死之相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个人也是去给王洪伟的儿子驱邪的 难怪王洪伟见到河中田受伤了 依旧保持自己的底气 原来是另请了高明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看到此相 我也不忍心见死不救 于是我上前拦住了这个和尚 这位大师 我看到有一团黑气跟着您 近期您可能会有劫难 和尚撇了我一眼 随后咧开嘴 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笑完之后 他的眼神就变成了蔑视 跟着 他连理都不代理我的 就走进了九星未来城 高傲 跟王洪伟一样高 这人一看就知道 不是正统的和尚 李奥 怎么回事啊 你跟他说话干嘛 看他拽得跟什么似的 黄依依有点不满和尚的反应 皱着眉头问我 我看着和尚消失的方向 淡淡地说道 他要死了 黄依依原本就皱着的 眉头皱得更深了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问 真的假的 他是去给王家的儿子驱邪吗 我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不过他硬堂发黑 体内的灵气正在散去 那是将死之下 黄依依一脸惊奇地看着我 随后眨着眼睛问我 那我呢 我硬堂有没有发黑啊 我无奈地笑了笑 当然没有 黄依依咳咳嘴 还想问什么 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口 身后就发出了何忠田的声音 李先生 刘布 刚刚驾着他的两个徒弟 不再驾着他 而是换成了一张推车 两人推着何忠田 来到了我的面前 何忠田一脸内疚地说道 李先生 都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是我没有给您说清楚状况 王先生的脾气就是那样的 他毕竟是个商场的人 不是谁他都立马相信 更何况您的年纪还小 他有怀疑的心态是正常的 所以 您能不能再上去跟王老板好好说 我相信他会给您机会的 呵呵 听到这里 我直接没忍住笑出了声 他给我机会 何先生 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 我凭什么要他给我机会 难道他不让我看看他儿子 我还要去巴结他 主动给他儿子驱邪看病 笑话 我从未听过这种不成体统的逻辑 自古以来 对于玄学先生 谁不尊重 何忠田讹了一声 老脸一红 一脸为难地说道 李先生 我知道你有本事 可是有很多事 不是有本事就能解决的 比如这件事 王老板他本来就 好了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你的事 我无能为力了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跟他说话 我都觉得恶心 依依 咱们走吧 说完 我们就静止地走到了停车场 我走到了副驾驶 黄依依忽忽然在我身后叫道 那个 李耀 你能先松开我的手吗 我压了一声 这才意识到 我刚刚从屋内抓着他的手走出来 到现在还没松开 我尴尬地立马松开了他的手 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我 我刚刚忘了 还拉着你的手 不好意思啊 太尴尬了 我拉着黄依依从王家的别墅 一直走到这里 中途起码有十分钟 而我因为太生气了 竟然都忘了这事 黄依依小脸一红 低下头去说道 没事 说完 他就走到驾驶室去打开了车门 坐在驾驶室上 我两一阵尴尬 黄依依都不敢看我了 在这封闭的小小空间之中 气氛忽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真忘了还牵着你的手 我赶紧又解释了一遍 黄依依红着脸 也不看我 只是摇摇头说道 没事 其实 我也忘了 汽车启动 走出了九星未来城的停车场之后 我也不好意思跟黄依依说点什么了 两人那么坐着挺尴尬的还是黄依依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李耀 你别想太多 刚刚我也在气头上 忘了这事 咱们是朋友 牵牵手也没什么的 我不知道黄依依是不是真的忘了 不过我的确是真的忘记了 我苦涩的笑了笑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继续说道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事 王家做得太过分了 哪怕过后他们再来找你 你也别管他们家的事了 不然他们会觉得你是软柿子 随便捏的那种人 当然 虽说我年纪小 可我也要尊严啊 被人看不起了 我还要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对不起 那我做不到 黄依依把我送到了安隆街 我开门店的地方 他就自个到学校去 说是下午有课 接下来的这一天 过得很平静 何中田没有再来找我 想必是那后面去王家的和尚 跟他说了什么吧 第二天是周末 早早的黄依依就来找我了 今天他好像特殊地打扮了一番 首先 他涂了个口红 画了比以往更加浓的妆容 穿了一条很短的短裙 是那种露出洁白大腿的那种 扎起了之前一直披在肩上的长发 脸上还戴了副墨镜 一见到他这番打扮 我心里就没忍住咚咚地跳动了几下 脑海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昨天我两千着手 一块从九星未来成出来的样子 难道他是故意打扮成 这样过来找我的吗 李耀 远远的 他就笑眯眯地朝我小跑了过来 就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情窦初开的小女生 但此刻的我 绝对是那种情窦初开的小男生 因为他就那么朝我跑来 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跟着飞了 怎么样 今天开张了吗 黄一一来到了我的面前 坐下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盯着他的脸蛋 看得有点着迷了 美 的确是美 你干嘛盯着我看呀 黄一一忽然抬起手来 在我的面前摇晃了一下 随后 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难道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我赶紧摇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东西 只是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黄一一嘻嘻地笑道 是吗 我化了妆 怎么样 好看吧 我害羞地点头承认了 瞧你那傻呀 哪里像的大师啊 对了 今天开张了吗 我摇摇头说道 还没呢 嗨 黄一一听到我的这个回答 一脸失落 那个 要不咱们出去玩吧 反正 你也是看缘分 给人算命的 今天的天气那么好 适合出去玩啊 黄一一朝着我 挤出了一个很好看的笑容 听到这样的邀请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他都打扮成这样了 看上去 今天就是做好了 跟我一块出去玩的准备 正当我准备答应的时候 忽然在门口停下了一辆很豪华的奔驰 跟着从车上走下来了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帅气男子 这男子一米八几 人长得帅 并且精神 那张脸跟个小明星似的 一一 下车之后 男子就冲着黄一一喊了一声 子风 你到了 黄一一刚坐下 见到男子过来 黄一一立马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一脸期待地看着男子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帅气的男子 男子一看就是那种富家公子 不管是气质还是行头 都远远地甩掉了我 他跟黄一一在一块 竟然有点天作之和的意思 男子走到门店的门口 不由得抬起头来 在我的门店打量了一番 随后问道 一一 你怎么跟我约在这里见面呢 黄一一走上前去 拉住了男子的手 走进屋内说道 这是我朋友 李耀 李先生 他是阴阳风水界的大师 很厉害的那种 李耀 这位是我从小最好的朋友 他叫张子风 我们是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他现在在外面上学 但已经自己拥有了一家公司 昨天他才回新州市的 介绍起张子风的时候 黄一一的脸上 还洋溢着一丝丝骄傲 这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心里面酸酸的 这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吃醋 总之感觉很不好受 我呕了一声 冲着张子风点头说了句 你好 感情黄一一今天打扮成这样 不是为了来找我玩的 而是为了这个张子风 刚刚 我好像有点自作多情了 张子风没有跟我打招呼 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示意 我从他的表情之中 看出了他对阴阳风水的不屑 不过这也不怪他 毕竟现在不信这个的人太多了 走吧 一一 昨晚你不是说 今天要带我到万峰谷去玩吗 我也有好久没去那里了 正好今天你给我做做导游 张子风似乎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 黄一一的点头 随后冲我说道 走吧 李要 听到黄一一叫我 张子风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咒咒没问道 你让他跟我们一块去 黄一一不以为然地说道 对啊 他跟我们一块去啊 我正要拒绝 张子风就冷笑了一声道 一一 你没弄错吧 怎么开始相信 这种骗人的东西了 还邀请他 一块去跟你玩 你该不会被他欺骗了吧 子风 黄一一有点生气地说道 你别乱说话 李要才不是骗人的呢 李要 对不起啊 子风他从小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所以 你别往心里去 黄一一脸紧张地 给张子风向我道歉 都替张子风给我道歉了 两人的关系可见一般啊 我摇摇头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没事 那走吧 把门关了 黄一一笑着对我说 还要给我关门 我微微摇头说道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还得在这里看店 啊 黄一一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失望的表情 他正要说话 张子风就拉住了他说道 走吧一一 人家大师还得开门给人算命呢 咱们去玩一会 回来我 还得去找王洪伟王老板呢 张子风在说这话的时候 故意用挑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显摆自己的年少有为 听到张子风的话 黄一一愣了一下 问道 你找王洪伟干嘛呀 张子风笑道 找他签份合同 他在前周的一个项目 跟我们公司有合作 所以 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找他签这份合同 在张子风这种人的眼中 他这个年纪能够跟王洪伟合作 这已经够他吹的了 我也没有你这个朋友的长处 不然 我也开个门店给人算命 轻松不累 随便耍耍嘴皮子 就有几十上百块入账 嘲讽又是一句无形的嘲讽 张子风一见到黄一邀请我 就像他刺猬一样 总是想方设法地找机会来刺我一下 这人吧 长得倒是帅气了 就是心眼太小 子风 你怎么越说越过分了 这跟李耀有什么关系 黄一一有点生气了 语气变得很不好 你跟谁合作我不管 但你能不能别说 什么都带上李耀 我跟你说 李耀可是帮过我们家大忙的 你要再那么说 我可就生气了 张子风连忙拉住了黄一一的手 一脸讨好的说道 得得得 我不说了 咱们走吧 黄一一轻轻地推开了张子风的手 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他估计是想跟我道歉 可就在这时候 一辆车停在了我的门口 是一辆麦巴赫 很快 从车上走下来了一个一脸严肃的秃顶胖子 除了秃顶胖子之外 还有一个被保镖和司机架着的中年男子 这两不是别人 正是王洪伟跟何中田 一见到王洪伟 张子风的表情就明显地呆愣住了 那个表情就跟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一样 他张张嘴 朝着王洪伟走了上去 叫道 王老板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洪伟没有搭理他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只是静止地朝我走了过来 一脸紧张地叫道 大师 大师 救救我儿子 救救我儿子 看到这个画面 张子风彻底地傻眼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王洪伟 又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 全程 他都被眼前这个画面搞猛逼了 我不知道 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总之那种感觉 一定跟坐山车差不多 我收回了放在张子风身上的目光 来到了王洪伟的身上 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的 只是没想到 那么早就过来了 王洪伟的脸色很差 眼睛里面有些血丝 瞳孔收缩得很明显 很显然 他受到了惊吓 而另一个跟着过来的何忠田 就更不简单了 此刻的何忠田阴气 已经弥漫了大半个身子 估计从胸口往下 全都变成了黑色了 金华书格 我不慌不忙地问道 原来是王老板跟何先生 有什么事吗 王洪伟一听我这话 就快急得哭出来了 大师 我为昨天的事跟您道歉 这里万的支票 我求求您 救救我儿子 好吗 王洪伟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万的支票 双手对到了我的面前 毕恭毕敬 我只是 看了一眼那张支票 就摇晃着脑袋 露出了一个满脸鄙夷的微笑 王老板 我还没说话呢 黄一一就忍不住开口了 你昨天不是说了 你就是请其他人 也不会清理药吗 现在怎么出而反而了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吧 黄一一这句带刺的话 让站在一旁 傻愣住了的张子峰 赶紧走了上来 他一脸紧张地说道 一一 你在说什么呢 这可是商业巨头 王洪伟王老板啊 看他的样子 已经被黄一一 说的这句话给吓到了 王老板 一一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张子峰 你给我闭嘴 黄一一已经忍受不住了 他十分不高兴地说道 这是我跟李耀和王洪伟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了解情况 就别说话 张子峰瞪圆了眼睛 他张着嘴 哑然了 王洪伟一脸愧疚地说道 黄小姐 李大师 昨天的事是我不对 我为自己昨天的行为 向你们真诚地道歉 还请两位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救救我儿子 说着话 王洪伟直接弯下了腰去 那是九十度的鞠躬 这个举动 直接吓得张子峰 都快惊掉了下巴 对于他来说 王洪伟是神一样的人物 而此刻 他在我们的面前 搞出这种举动 属实把他震惊不小 刚刚的高傲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满脸的惊讶 我看着虚伪的王洪伟 心里一阵好笑 昨天他有多威风 今天就有多狼狈 王老板 昨天你应该请了一位大师 去给您儿子驱邪了吧 难道那位大师 没有把邪随驱走 我故意把话头 转移到了那个光头和尚的身上 王洪伟一听我提起那个和尚 脸上惊慌的表情 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他身体颤抖了一下 随后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道 慧绝法师 他 死了 如我所料 那个法师一股黑气丫头 眉宇之间灵气散去 那是明显的死前征兆 虽然我预料到了 可是在确认的时候 心里还是不免有些许的震惊 以前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这种理论 现在看来 理论都是别人实践的结果 想到那法师的离开 我又感到有些惋惜 这算是对生命的敬畏吧 李先生 您就看在王老板爱子心切的份上 救救他儿子吧 何中田也在一旁赶紧附和 虽然现在他自身都难保了 可他 还是给王洪伟求助 很显然 昨天那所谓的慧绝法师 肯定告诉了他 只要救好了王洪伟的儿子 那他身上的那些阴气 自然会散去 我只是 看了何中田一眼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我折执门外 说道 王老板 请回吧 以您的人脉 想要找个人救您的儿子 那肯定是轻而易举的 至于我妈 我年纪还小 还得多看看书 多学习学习呢 说到这里 我拿起了一本书 昨天的事 我记得很清楚 我不记仇 但我不至于 善望到昨天的事都不记得了 王洪伟的脸色狂变 我见他哽咽了一口唾沫 随后一咬牙说道 大师 只要您治好了我儿子 我给您一千万 一千万 这个数目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听到王洪伟的话 把何中田的眼睛 都睁大了很多倍 不过这对于我来说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我对前真的不是那么看重 再说了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不会因为钱去妥协任何事 办事为钱 这是玄学大计 王老板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原则的问题 昨天我跟依依 是被你赶出来的 今天你又来欠我们回去 如果我们跟你回去 那就坏了我的原则 出来办事 如果不讲原则 那是对我爷爷 对我自己的大不敬 王洪伟默默地收回了 自己手中的支票 他眼神变化了一会 双眼心红地问道 那 您要怎样才肯出手 我眼神上下浮动了一番 指了指门外 道 如果你是成心的 那就在门口柜上两个小时吧 我的话音刚落 屋内的人脸色全都变了 就连黄依依的脸色 都发生了变化 气氛 也在这一刻变得沉寂 终于 王洪伟再也忍不住了 他喘着粗气 一张脸愤怒地发红 小子 你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 我王洪伟二十岁 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 从不曾在谁的面前 这般唯唯懦懦 只有别人求我的份 今天我已经坐到卑躬屈膝了 你却寸步不让 让我跪 门都没有 你不就是 想要跟我死磕吗 我告诉你 如果我儿子死了 你 也活不成 丢下这句话 王洪伟便气呼呼地转身 走出了我的门店 何忠田目送着王洪伟离开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说道 李先生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以为有点本事 就能谁都不放在眼里吗 有些事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说完话 他叹息了一口气 在那两个保镖的搀扶下 走出了我的门店 黄一一脸色复杂地走上来问道 李奥 刚刚会不会有点过了 我还没回答 张子峰便接过了话茬 过 太过分了 你已经成功地激怒了王老板 那王老板是什么人啊 非白通吃 别说小小的新州市了 就是在省城 敢惹他的 那都屈指可数 他铁了心的要弄你 那你必死无疑 你这家伙真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 人家都给到了一千万 你竟然还让人家跪下 怎么说他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简直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 你这次是摊上大事了 一一 离他远点 千万别让这事连累了你 连累了你们家 张子峰一把拉住了黄一一 让黄一一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黄一一挨压了一声 甩开了张子峰的手说道 张子峰 这件事本来就是 我跟李耀一块惹的 他现在遇到麻烦了 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李耀 黄一一走到了我的身边 望着我小心翼翼地说道 刚刚你做的的确有点过了 那王洪伟怎么说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让他下跪 这有点伤他自尊了 你可能不知道 像他那样的人 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 我并不那么想 我也并不觉得 自己所说的 让他跪下是不妥的 昨天我已经去到了他家 我是被他各种冷嘲热讽之后 赶出来的 如果对于发生的这种事 我都选择容忍的话 那我们悬门的傲骨何在 我要是去了 我们不就成了权贵的妻子 招之则来 会议之则去 我李耀可不会成为一枚妻子 没事 我做的决定 我自己有把握 这件事 你别参与了 我不想给你们黄家带来麻烦 我对黄一一真诚地说着 说话的时候 我很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 李耀 黄一一的目光闪烁了起来 他一脸生气 你这叫什么话 这件事本来就是 我们两一块惹出来的 不管出了什么事 我都会跟你一块面对 既然你决定了 不救他儿子 那就先跟我回家 去我家 他王洪伟不敢胡来的 说着话 黄一一就抬起手来 拉住了我的手臂 我摇摇头说道 没事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都活过了十八岁 不至于现在就死了 李耀 黄一一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我知道你有本事 可是王洪伟的手段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我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上 浪费太多的口水 于是把话题给转移开了 对了 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你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 要不你先跟他一块出去玩吧 黄一一明显地愣了几秒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看 眼神好像在对我转移话题 感到十分的不满 依依 别跟他这种人多说废话了 咱们走吧 张子峰上来 拉住了黄一一的胳膊 但是黄一一却没有跟他离开 而是对他说道 对不起 子峰 今天我不能跟你一块出去玩了 要不 你先自己出去逛逛吧 听到黄一一的话 张子峰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指了指我 问道 你就因为他 黄一一很肯定地点头说道 是 你要是我朋友 现在出了这种事 我没心思去玩了 看着黄一一 我心里很感动 这个女孩虽然贵为豪门子女 可是她的身上 却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 最可贵的是 她总是站在我这一边 总会为我着想 说真的 能够认识黄一一这样的女孩 我很幸运 张子峰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她看了看黄一一 又扭头看了看我 摇晃着脑袋说道 一一 我看你是被她下了什么邪术了 她分明就是自讨苦吃的 别人给她台阶她不下 给她一千万她不拿 非要让人家去跪 她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吗 行了 子峰 有很多事你不清楚 你先走吧 黄一一也有点不耐烦地 下了逐客令 张子峰气得连连点头 好 我走 说完话 张子峰转身便头也不回地 上了自己的车 等到张子峰离开之后 黄一一这才坐在了我的面前 与其平缓地说道 李耀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刚刚为什么非得让王洪伟跪下了吧 不得不说她 除了漂亮之外 还十分的聪明 果然被她看出了端倪 我和上了刚刚放在桌子上的书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对她说道 谢谢你选择相信我 你放心 王洪伟不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来的 也许是看到我很有把握的样子 黄一一也不再说什么 只是 咳咳嘴说了句 好吧 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她很失望 不过得到了 我不会有事的答案 她又松了口气 倒是我 耽误了 你跟朋友出去玩 我挺不好意思的 我对黄一一略带歉意地说道 黄一一大方地摆摆手道 我刚刚说的是实话 你都出了这种事 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出去玩 再说了 今天 我本来就很想 让你跟我们一块去玩 听到黄一一这话 我又挣了一下 我深吸了一口气道 谢谢你 黄一一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对了 昨天的那个道长真的死了 那王洪伟的儿子也会死吗 说不担心 但是话题终究还是无法绕开 我没回答 因为门外又来了一辆车 一辆红色的宝马 很快 从车上走下来的两个女人 跟一个司机 女人四十来岁左右 不过由于平时保养得好 看上去也就二十七八岁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裙 双眼有些红肿 脸上带着肉眼可见的伤心 大师 女人刚走到门口 就直接扑通一下跪倒在了地上 泪水也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 看到这画面 我不由地站了起来 大师 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 女人哭得梨花带雨 我知道她是谁了 她是王洪伟的老婆 我是王洪伟的老婆 我知道她的脾气 肯定得罪了您 您让她跪是应该的 她不跪 我来替她跪 我只求大师 能够出手救救我儿子 说到这里 女人都哭出声音来了 黄医一脸迷茫地看向了我 其实我现在也很猛 我也没预料到 王洪伟的老婆会来 我儿子 今年才二十岁 他还在上学呢 好端端的 不知道怎么就被鬼上身了 我们找了不少的大师来看 很多大师一开始都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能弄好 只是普通的鬼上身 就开始丢我儿子收鬼 有些收到一半 被吓跑了 有些收完 拿着钱就走了 结果我儿子也不见好 后来我们找到了何先生 何先生做的法事 让我儿子好了几天 可也仅仅只是几天而已 我儿子前天晚上又开始发作了 王洪伟他昨晚请来了 会绝法师给他驱邪 刚驱到一半 会绝法师就死了 鼻子眼睛耳朵嘴巴 全都流出了血液 大师 我真的好怕 好怕我儿子也会死去 我只有那么一个儿子 求求您 求求您去救救我儿子 好吗 我 我给您磕头了 说完话 女人直接在我的门口磕起了头 女人是情真意切 头头磕地 踩几下 他的脑袋就磕破了皮 磕出了血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知道为什么 我原本很坚决 不去给王洪伟的儿子驱邪的 可是在看到这个可怜巴巴的女人之后 我的决定动摇了 也许是触碰到了 我内心深处的某根琴弦吧 我没有13岁之前的记忆 但是在我13岁之后 就没有跟母亲太多的接触 不过爷爷给了我所有的爱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这样 也许爷爷也会像这个母亲一样 为我做一切吧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往前走了上去 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王夫人 你别这样 起来说话 女人抬起头来看着我 她摇晃着脑袋说道 不 我说了 要在这里跪两个小时 我就一定会跪满这两个小时 我也是帅儿的母亲 她的父亲得罪了您 身为母亲的我 一样可以赎罪 女人的这番话 让我有了不小的感触 难怪王洪伟的生意 会做得那么大 原来她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女人 这女人不管是面向的公格 还是做人的格局 都是个俘虏靖家之相 果然 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行了 你先起来吧 不用跪了 我收拾一下 跟你过去看看 听到我的话 女人就像是听错了一样 她满脸惊喜地问道 真的吗 大师 您真的答应去救我儿子了吗 我点头说道 先去看看你儿子的情况吧 现在我也不敢说我能不能救 毕竟你们请来的那么多大师 都没有就好 女人擦干净了眼泪 点头说道 好 好 那真是太谢谢大师了 等会 别着急感谢 黄一一赶紧说道 要是李药治不了你儿子的话 还请你的丈夫 别仗势欺人 女人重重地点头说道 好 您放心 她不敢的 只要大师答应过去看看 哪怕治不好我儿子 我们也绝对不会再对大师 做出任何不敬的事 我本不想让黄一一跟我一块去的 可是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去 于是就陪我一块前往 在车上 王洪伟的老婆 跟我说了她儿子详细的情况 何忠田说她的儿子是鬼上身了 可是具体的经过 我并不知道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她儿子开始发生异常的 她儿子王硕 在外地上大学 一个月半月前 发了一次高烧 于是她就去医院输液 结果刚回来还不到两天 就又发烧了 她又去 还是一样的 两天又发烧 一直这样反复地发了好几次 她就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结果都是好的 就是受粮发了烧 王洪伟的老婆知道后 就让王硕请假回家 他们带她去大医院检查 到了省城的医院 做了一番全身检查 还给她做了退烧处理 跟之前一样 回到家之后刚过两天 就又继续发烧了 不过这次发烧 还伴随着怪事的发生 那天天一黑 王硕就说 她能听到一些敲锣打鼓的声音 在他们家门外响起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人在结婚 当时除了王洪伟跟她的母亲之外 还有不少人也在屋内 但是没人听得到这些声音 等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落下之后 王硕说 又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女人在门外叫她的名字 让她跟她一块走 王硕很害怕 一直害怕到十点 她才缓缓睡去 然而到了后半夜一点左右 王硕的房间里面 就发生了更加诡异的事 里面竟然传出了谈鼓针的声音 王硕从小就不喜欢鼓针 甚至对鼓针有一种天生的厌恶 不管是在电视里面 看到有关鼓针的情节 还是听到歌曲带有鼓针的旋律 她都会厌恶和反感 当时在屋子里面传出鼓针的声音 王洪伟夫妇 他们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安 于是他们试图开门进去看看 是谁在王硕的房间里面弹鼓针 可是门却被牢牢地锁住了 就是窗户也被牢牢地锁住 他们只能听到声音 就连看都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那鼓针的声音一开始十分的优美 可是弹着弹着 里面的人就像是很生气一样 使劲地拉拽着琴弦 发出的音乐声 听上去格外的甚人 这声音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林才消停 第二天一早 他们还没走进王硕的房间里面呢 就听到王硕喊出了声音 他们进去屋内 看到王硕的房间正中央 摆放了一台鼓针 王洪伟跟他老婆都知道 王硕对鼓针反感的习惯 当时马上命人把鼓针扔掉 扔得远远的 他们问王硕昨晚发生了什么 是谁在他的房间里面谈鼓针 可是王硕不知道 王硕根本就不知道 昨晚有人在他的屋内谈鼓针 仿佛对于后半夜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不清楚 听到这里 他们都感到十分的奇怪 于是在王硕的屋内 安装了摄像头 可是摄像头根本没用 一到晚上 屋内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哪怕开着灯 摄像头也录不到任何东西 王硕还是跟之前一样 天一黑他就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 那声音完了之后 就有个女人在他的周围喊他的名字 后半夜 屋内依旧弹起了鼓针 第二天 他们打开门 那台被扔掉的鼓针又自己回来了 不管是扔掉 毁坏 烧掉 第二天那台鼓针都会自己回来 原封不动地在王硕的房间正中央 而王硕 一如往常 对于屋内谈鼓针的事 全然不知 为了验证屋内是谁在谈鼓针 王洪伟花了很多的钱 让自己的两个保镖在屋内守着王硕 一夜之后 那两个保镖死在了屋内 至此 到了晚上 没人再敢进去 经受那么长时间的折磨 不管是医生还是阴阳先生 都拿王硕这是没办法 而王硕自己也因为遭受折磨 整个人变得消瘦 暴躁 现在哪怕是白天 都会经常听到他在屋内哭泣 大喊大叫 他就快崩溃了 说到这里 王洪伟的老婆 再次留下了心疼自己孩子的眼泪 他冲我说道 作为父母 哪里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这般难受啊 我恨不得自己能够去替他承担 大师 其实王洪伟他也是心急孩子 又遇到了太多没能耐的人 他才会怀疑你的 那还望您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没有回答 只是对于王硕这事 陷入了沉思 王硕的这种情况 我没遇到过 至少从我所学的东西之中 我也从未见过 如果是正常的鬼上身 应该不是这样的反应 鬼怪是迷惑人类心智的 顶多也就是让人生病 最厉害的是 蛊惑人自杀 而这个鬼怪 折腾了王硕那么久 却没有将他杀死 他似乎是在表达某种东西 对了 昨晚那慧绝法师是怎么死的 我不由地想起了 昨晚死去的大事 王洪伟的老婆眉头一皱 沉淫了片刻之后说道 慧绝法师是从万峰寺请下来的 他抓过很多鬼 做过很多法事和道场 见到我儿子的情况之后 他很肯定地说 我儿子就是被鬼魅缠身了 并且主动说 晚上要在屋子里 跟我儿子一起住 只要住一晚 就能把那鬼给抓住 到了晚上一点的时候 鼓针的声音没有响起 屋内也很安静 我们以为慧绝法师成功了 谁知道到了两点的时候 鼓针的声音再次响了起起来 一直想到灵财停下 当时我们也不敢进去 也进不去 只有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我们才进去 刚打开门 我们就发现了慧绝法师的尸体 慧绝法师的死相很惨 很诡异 他全身都有被抓伤的口子 但是那些口子没有留下血迹 他的眼睛不见了 心也没人掏走了 说到这里 王洪伟的老婆 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仿佛那画面挥之不去 黄依依也紧紧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脸上露出了一个惊恐的表情 我在黄依依的手上 轻轻地拍了拍 示意她别害怕 虽然这大小姐大大咧咧的 性格很是直爽 可毕竟是个女人 听到这种恐怖的东西 害怕是正常的 这个慧绝法师的死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我不明白 这女鬼要干嘛 何中田驱鬼的时候 她没有这样杀死何中田 而是让她抓了一只小鬼 还刻意地消停了七天 造成何中田抓鬼成功的假象 接着 她在何中田的身上种下阴气 让阴气吞噬何中田的三魂七魄 给何中田时间 同样的慧绝法师 她却用这种极其凶残的方式 将其杀死 而没有用吞噬三魂七魄的方法 这让我感到一丝思怪异 算了 一切等见到王朔再说吧 很快 我们便再次来到了九星未来城后面的别墅 刚走进门 王洪伟跟坐在轮椅上的何中田 就朝我迎面走了过来 王洪伟不再有任何的架子 反之变得一脸和善的样子 李先生 您来了 里面请 里面请 王洪伟很客气地抬起手来指着屋内 就像是把刚当的事给忘记了 可是我没有给她好脸色看 更没有立马往屋子走去 而是在院子里面停留了下来 我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头顶的阳光 随后走到了院子 与屋子正门相对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往后走了几步 感觉不对劲 又往后走了几步 对了 就是这里了 李先生 您这是做什么啊 快进屋坐吧 现在外面热着呢 王洪伟那胖嘟嘟的脸上 已经开始有些汗水的痕迹了 也许是看到了 我在盯着他看 他有些心虚地说道 李先生 我知道刚刚自己冲动了 可是您让我在那样的地方跪下 那么多人看着 我的脸面往哪放呀 我王洪伟怎么说 也是知名的企业家啊 我冷笑了一声 指着我站的地方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在那里跪 那就来这里跪吧 在这里跪两个小时 听到我的话 王洪伟的眼睛 一下子就变大了 不仅仅只是王洪伟 就连在场的人 也都变得错愕不已 大家可能也没想到 我会那么矫正 李先生 你不羞辱我一番 难道就过意不去吗 王洪伟的语气 开始变得不爽 他老婆也连忙拉住了他 上前说道 李先生 让我来跪 我替他跪 我摇头说道 不 必须得他自己跪 当然了 如果他想惹上麻烦 也可以不用跪 听到我的话 王洪伟愤怒的脸庞 瞬间变成了错愕 他一脸茫然地问我 李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近几天 你是不是感觉脖子很酸 胳膊也很酸 并且手都抬不起来 王洪伟连连点头说道 是 是是是 这几天的确是这样 难道有什么说道吗 先跪下吧 跪下我再告诉这里面的说道 我又一次指了指地面 这一次 王洪伟没有再犹豫 快速地来到了我指点的地方 乖乖地跪了下来 他正好跪在我的面前 抬起头来望着我问道 李先生 有什么说道吗 我还没说话呢 何忠田忽然大叫了一声 我知道了 这是三阳入会 之前我在师傅给我看的一本书上见过 三阳入会 能够驱散邪气 而这个屋子三阳的位置 正好就是现在王老板所跪的地方 听到何忠田的话 我没有打断 因为他没有说错 三阳入会 王洪伟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何忠田解释道 所谓的三阳 指的是天阳 天上的阳光 地阳 地上阳气最旺盛的地方 人阳 人 只要跪在这两个地方 就能够让自己的阳气弥漫出来 而这三阳入会 指的是灌入你的百会学中 太阳照射进了百会学 这见天阳入会 而地上的阳气 通过膝盖 直冲你的百会学中 这又叫地阳入会 你身上产生的阳气 也会慢慢地透过身体 进入你的百会学 这又叫人阳入会 三阳进入百会学 这就是三阳入会 那为什么非得让我跪着呢 难道站着不行吗 王宏伟继续发问 当然不行 何忠田说道 只有跪着 膝盖接触地面 才能接触到地阳 不然 你以为为什么给祖宗烧香烧纸的时候要跪着 因为阴阳先生在看风水的时候 都会在坟前看一块地阳之地 以便于后代来祭祀的时候 跪下烧纸烧香 有些人站着烧纸烧香会昏倒 就是因为被周围的煞气冲体 没有得到地阳的保护 所以 民间有说法 要是烧香烧纸的时候不跪着 老人就不高兴 不高兴就会让你生病 其实不是那样的 那只是因为 没有得到地阳的保护 对于何忠田的解释 王宏伟可谓是心服口服 不过他还有一问 那怎么确定 这个地方的阳气最旺盛呢 何忠田解释道 刚刚我也没弄懂 为什么李先生会让您跪在那个地方 后来我抬头一看 掐指一算 那地方 就是你整个屋子格局的正中央 大家听到何忠田的话 都抬起头来四处看了看 发现这地方 还真是这别墅房屋 以及整个院子的正中央 何忠田继续给大家解惑 这个地方又叫正阳位 以前的人在修房子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地方 埋下一枚铜钱 以保屋子不受阴气入侵 也顺便告诉阴人 这里有人住了 所以 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屋子 正中央的地方 都是正阳位 而李先生让您跪在他门口 他门口那里 也是一个正阳位 因为那地方 是整条街的正中央 不管是一条街 一栋房子 只要是一个建筑工程 都一定会有他 大大小小的正阳位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王洪伟一脸感激地 看着我说道 李先生 您既然是在帮我 那为什么在您门口的时候 您不说清楚呢 搞得我还以为 您是在惩罚我 我没有回答王洪伟的话 因为我没有权利和义务 回答他的任何言语 这玩意 你对他有用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好 你要对他没用啊 他随时把你赶走 我懒得理他 不代表没人理他 何忠田连忙插了一句话 都怪我当时 没有弄清楚 李先生的意图 要是我弄清楚的话 也不会闹出 这样的一个误会了 何忠田 终于 黄依依忍不了了 我发现你这人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出风都习惯了是吧 怎么什么事 你都搞得像是 自己很懂的样子 要是李耀没有让他跪下来 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呢 结果人家李耀让他跪下来了 你倒好 你在这里开始冒充大师了对吧 你以为你懂得 那些原理 大家都会相信你是大师吗 其实你的水平怎么样 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说到这里 黄依依直接白了他一眼 我心里也是一顿畅快 说实话 这种话我不太好说 毕竟我不知道 怎么去识破他的奸解 我要识破了 别人会说我跟他一样 喜欢抢弓 有黄依依这样的一个人 在身边是真的爽 能够让那些试图 沾光喜欢装的人 没有好果子吃 果然 黄依依的话音落下之后 何忠田的老脸 就变得一阵尴尬 他低下头去羞愧地说道 是 我的确什么也没看出来 跟李先生比起来 我差得太远了 知道自己差就闭嘴 别整天懂些理论就出来 丢人现眼 看看你自己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还在这装 迟早 你要把自己装死 黄依依是真的毒蛇 几句话就让何忠田无地自容 尴尬低头 我想现在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 王洪伟也应该知道 何忠田的真实水平了吧 王洪伟抬起头来问我 李先生 那我身上的阴气是什么 我指了指何忠田说道 跟他一样 阴气入体 听到我的话 何忠田瞪大了眼睛 他激动地问道 那 我能一块过去跪吗 我喝得冷笑道 何先生 你搞笑呢 王老板身上的阴气 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的 尚未成形 跪一下还能驱散 你的都弥漫了半个身体了 你觉得现在跪还有用吗 听到我的话 何忠田张张嘴 不再说话 其实啊 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要是你肯听我的 我肯定会让他找个地方跪下来晒一下 可惜 你的高傲不允许你那么做 我想救你也没办法呀 我的话 更像是给了何忠田 结结实实的一道 这时 王洪伟的老婆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看着地上的王洪伟说道 我就说 李先生是个有本事的高人 肯定不会让你白贵的 现在你知道 人家是为了你好了吧 王洪伟连连点头说道 是是是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还以为李先生是因为 昨天我针对您的事 故意惩罚我的 是我太无知了 李先生 还请您一定要救我的儿子 只要您救了我儿子 不管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 听到钱 我就感到嗤之以鼻 果然是个商人 认为什么事都能用钱解决 我不想再听这个人说话了 于是对他说道 王洪伟 在现如今这个社会 钱的确可以做很多事 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不少 如果不是你老婆 我不会来给你儿子看病 丢下这句话 我对他老婆说道 带我去看看你儿子 在王洪伟老婆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王朔的房间 刚走到门口 我就用棺棋树 打量了一下四周 奇怪的是 在王朔的房间左右 我竟然没有发现 阴气的存在 如果这里有鬼魅常住 我来到这里 应该能够发现阴气 这现象很奇怪 很快 我们走进了房间 此刻的王朔正躺在床上 他已经受到双眼凹陷 皮包骨头 整个人看上去 都没有惊奇神了 我走到床前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但是听到了脚步声 他睁开了眼睛来看着我 妈 他是谁啊 看到有两个陌生人进来 王朔开口问道 他母亲回答道 这位是李先生 我们请来给你治病的 王朔挨得叹了口气 眼皮一下垂了下来 看上去 他对我不报任何信心 我从上往下地 打量了一下王朔 他也很奇怪 竟然全身上下 都看不到一丝半点 阴气的存在 即便是我在王洪伟 和何忠田的身上 发现了同一种阴气的存在 可是在他身上 却看不到 之前 这里不是死了三个人吗 两个保镖 跟昨晚死的法师 可 即便如此 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阴气存在 哪怕死过人的死气 都没有 奇怪 这真是太奇怪了 屋内死了人 却没有死气和阴气 屋内闹鬼 也没有任何鬼怪的痕迹 金华书阁 我打量了屋子一圈 就默默地走出了房间 见我离开 黄依依连忙追上来问道 怎么了 离药 这是很难办吗 跟出来的 还有王洪伟的老婆 她眼眶湿润 一脸娇愁地盯着我看 要是难办的话 你可以跟王夫人直接说 咱不办了 黄依依用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她看上去十分的担忧 我摇摇头说道 也不是 只是很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我没有在屋内 发现一丁半点阴气的存在 就连王朔的身上 我也没有找到阴气 她就像是一个心理上 有问题的正常人 我的话音刚落 王洪伟的老婆就摇头说道 不是的 李先生 我儿子真的发生了 很多诡异的事 这是不仅仅只是我 很多人都看到了 我儿子肯定不是心理上有问题 我们都去医院检查过了 我点头说道 我没有说你撒谎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奇怪 黄依依担忧地说道 越是奇怪的事情 越是不简单 越是不简单的事情 就越难办 如果实在办不了 就不办了吧 我知道黄依依在担心什么 昨晚刚死了一个汇绝法师 黄依依担心 我管这件事会跟汇绝法师一样 我嗨了一声 对她说道 只是有些奇怪而已 还是可以再看看的 你放心 我有把握 做不了的事 我不会强求的 对了 王寿的八字是多少 既然没有看到阴气 那就从八字上看看 我转将目光放到了 王寿母亲的身上 出问题 都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犯禁忌德 我想从命上找找问题所在 王寿的母亲点头说了句话 然后就给我抱了王寿的八字 我把王寿的八字排出来之后 眉头就忍不住皱了起来 这家伙 竟然是这样的命格 我无奈地放下了王寿的八字 也许是见到了我的表情不对劲 王寿的母亲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问道 李先生 我儿子的八字怎么样啊 之前也有人给我儿子看过八字 他们都说我儿子的八字很好 是大富大贵之相 我摇摇头说道 这八字也叫好的话 那我对好又要重新定义了 就你儿子这八字 妥妥的是个败家子 我这话一说完 王寿的母亲就愣住了 表情也变得有些茫然 欺杀入命 天元作煞 劫财横运 这样的八字 生来就是破财的 别人说你儿子的八字好 那是说你们爱听了 以王洪伟的脾气 谁要是说他儿子的八字不好 恐怕他要气得鼻子冒烟 你能让别人怎么说 别人不都顺着你的心意来 也只能说八字好呀 我说了实话 他们的确不爱听 就是王洪伟的老婆 脸色都变了个样 我相信 如果不是经历了今天的事 现在我已经被他们一家赶走了 王寿的八字的确很差 首先他的月注跟日注上 都是七杀主公 杀心太多了 这人不仅脾气暴躁 性情多变 还是个短命鬼 天元作煞 八字中没有任何吉星化杀为权 这简直就是个混世魔王 我没理会这些 继续问道 你儿子脾气很暴躁 性情多变 不受管控对吧 王寿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道 有一点 有一点 这还叫有一点 从小到大 你这儿子 就应该花费了你们不少的钱吧 王寿的母亲目光闪烁了一阵 随后咬着嘴唇低下了头去 恩的点头说道 我跟老王结年了 但但都没有儿子 老王的年纪大了 要是再怀不上的话 可能就难了 于是我们就到国外用试管的方式 生下了朔 当时花费了不少的钱 朔儿小时候身体也不太好 经常到医院去 从小到大 朔儿的确花了不少的钱 没错 这就是这个八字所带来的劫财运 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就王寿这个八字 恐怕都活不到现在 我继续问道 说说 他十六岁那年发生了什么吧 十六岁那年 他八字里面栽煞焚空 王神入狱 杀气太重 这是犯了牢狱之灾 想必这件事一定很严重 说完话 我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寿母亲的眼睛 啊 王寿的母亲目光疯狂地闪烁了起来 他眼神有意地躲避了我的目光 我等了几秒钟 都不见他有说话的意思 于是催促道 你就实话实说吧 如果你不说实话 你儿子的情况 我也很难做分析 王寿母亲还是没敢看我的眼睛 他咬着嘴唇 在纠结 在犹豫 他纠结 他犹豫 他想要隐瞒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去等 如果你不说 那我就真的不管你儿子了 现在我就可以离开 我这话果然管用 他连忙抬起头来说道 说 说说说 我说 答应了要说之后 他的眼泪就流淌了下来 他抬起手来 示意了一下屋里的下人离开 没一会 屋内的几个下人全部离开了 他这才娓娓道来 16岁的时候 他强迫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 跟他做那种事 那女同学不从 他就不小心失手杀了对方 为了舒尔的虔诚的着想 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入狱 于是就花了钱 给了这个女孩的父母 平息了这件事 说到这里 王朔的母亲身体 有些颤抖了 我知道 我知道王朔这样做很混蛋 可当时他还小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不管 钱果然是个好东西 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畜生 真是畜生啊 我以为这种事 只有在电视里面 才会发生呢 没想到在现实中 竟然存在 黄一一愤填膺的 吼了一声 她不知道的是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 我盯着王朔母亲的眼睛 问道 这就完了 王朔母亲的眼泪 大颗大颗的掉落 她低下了头去 有点崩溃的样子 王夫人 在我的面前 你没必要掩饰什么 实话告诉我 只会对救你儿子更有用 王朔母亲点头说道 是 王朔杀了那个女孩之后 还对她的尸体 接下来的是 她没有说出口 就已经发出了 呜呜呜的哭声 完全掩盖了 自己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跟黄一一都明白了 我两对视了一眼 我看到黄一一的眼神里面 已经快要喷出火花了 啪 她狠狠地一巴掌 拍在了桌子上 咬着牙生气地骂道 李药 不治了 这种畜生 都不如的人 你救她干嘛 我看 这就是她的惩罚 她的报应 黄小姐 李先生 这都是 我这个做母亲的错 是我们对不起她 是我们害了她 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 因为她是独生子 所以我们平时对她太交惯了 慈母多半 这话一点也没错 王朔的母亲 是个能让她父亲 发家致富的妻子没错 可却不是一个好母亲 都这种时候了 还在试图为自己的儿子 变成这样找借口 把这个借口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样的教育方式 令人唾弃 不过这也印证了古人的那句话 有得必有失 既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儿子 那就必定会失去点什么东西 我明白这些东西 所以我即便知道王朔是个畜生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不管这事 这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隐情 忽然 王朔的母亲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她谨慎地抬起头来问我 难道是 那个姑娘的鬼魂 缠上了王朔吗 是她来报仇了吗 我摇摇头说道 不是 如果是那个姑娘的冤魂 也只是两年的鬼魂而已 两年的鬼魂所走过的地方 想要快速地抹干净阴气 这绝对不可能 即便是厉鬼 也做不到 我沉思了几秒 继续问道 16岁的时候 除了这事 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王朔变成这样 跟这件事的关系并不大 王朔的母亲摇摇头说道 没有了 出了这事之后 王朔很害怕 那之后 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从那之后 虽然她做的事 还是有些嚣张 但明显地收敛了很多 屁 她所谓的收敛 肯定是没有做杀人的事了 以这个八字来看 怎么可能收敛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没必要一直去 争执她八字的问题 看来从八字里面 也看不到这个东西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说了句 好吧 王朔的母亲 在这里坐了一会之后 王朔那暴躁的声音 就从礼物传了出来 她应了一声 就走了进去 看到大堂里没人了之后 黄一一挨近了我说道 李奥 要不这件事 咱们别管了吧 我觉得 王洪伟的儿子 就是在自讨苦吃 做出那么畜生的事 让她死去 我扭头看向了 睁着大眼睛的黄一一 她很认真 对于王朔做出的事 她很生气 说实话我也很生气 只不过这件事不简单 里面还有隐情 于是我对她说道 我并不是在帮她 只是这件事 不是看到的那么简单 怎么不简单了 你看出什么了吗 黄一一追问我 我摇摇头 还不知道 等今晚看看吧 毕竟现在的王朔是正常的 这话把黄一一给吓了一跳 李奥 你要进去屋内跟王朔待在一起吗 我没有回答 也不否认这个说法 李奥 黄一一抓住了我的手 一脸担忧地说道 昨晚才死了一个法师啊 那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很凶 你会不会打不过他 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对他说道 没事 相信我 黄一一还是不放心 不过被外面王洪伟的声音打断了 李先生 我感觉我的脚好疼啊 我能换个垫子垫在下面吗 听到王洪伟的话 我赶紧起身走了出去 看到他正在仕途起来 我连忙阻止道 别动 你要是动 刚刚所做的这一切 就全都白费了 啊 王洪伟赶紧跪好 不再继续移动 何忠田坐在轮椅上 还问我 他的事怎么解决 可是我没鸟他 这老油条 已经不值得我鸟他了 两个小时之后 汗流加倍 险些昏倒的王洪伟 才敢站起来 其实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他的那股阴气 就已经散尽了 只不过 我不想让他起来 就让他多跪了一个小时 算是替昨天得罪我的赔罪 晚上 我决定要留在王朔的房间 看看是什么东西 在缠着王朔 毕竟还没有活着的人 看到过晚上谈骨争的人是谁 杀人的东西是个啥 虽然黄一一很担忧 可我做了充足的准备 为以防万一 我拿出了之前 爷爷留给我的百年雷击桃木 我又让王家给我准备了九年大公鸡的血 九年大黑狗的血 之所以要九年大公鸡的血 是因为九年大公鸡 还有一个别名 叫凤凰 九这个数字 对于数数来说 是最具变数的 就像人的命运 逢九年那般 九年大公鸡不好找 不过对于有钱人来说 就不是问题 至于九年的黑狗血 这就跟皮修有些渊源了 皮修是守墓的神兽 古时候的达官贵族 皇室等都会修建皮修来守墓 以防亡人被周边的恶鬼欺负 所以从这里就能够看出 皮修也是能够驱邪的 在身上涂上了这两样东西 加上雷击桃木 和我自己的符咒 我就来到了王寿的房间 李奥 就在我要进去王寿房间的时候 黄一一忽然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来冲他轻松一笑道 没事 等我回来 嗯 你要小心啊 我看到黄一一的眼眶 已经有些湿润了 眼睛也变得红红的 来到王寿的房间之后 我关上了门 王寿依旧躺在床上 面容憔悴 双眼无神地盯着我 说实话 看到他那么一双无神的眼睛 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我不怕鬼 但我怕被人这样盯着看 李先生 你害怕吗 忽然 王寿问了我一句 我在他房间里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反问道 我说不怕 你信吗 呵呵 王寿笑了 他摇晃着脑袋说道 我不信 这里昨晚才死了人 我不信你不怕 你那么年轻 做点其他的什么不好 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一行啊 这一行是好拿钱 但搞不好 就会丢了小命 昨晚那大师 是我爸花三百万请来的 结果好了 钱没拿到 人死了 跟他爹一样 看谁都认为 别人是冲着钱来的 等会 我谨慎地竖起了耳朵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兄弟 咱聊聊天吧 你有什么心愿跟我说 等你明天死了 我把你的愿望 转告给外面的人 王硕继续用他那 监管生死的声音对我说 别说话 我创他做了一个 闭嘴的动作 他一停下来 我就听到了一些 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好像是在 敲锣打鼓 有吹唆呐 还有敲鼓 打锣 是那种很兴奋 很喜庆的 敲锣打鼓的声音 我在老家的时候听到过 这就是别人结婚的时候 请的迎亲队伍 搞出来的声音 只不过 这声音的调调 更加的好听 更加的喜悦 不过 在这喜悦之中 又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我竖着耳朵 也没有听出来 这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来了 他们来了 你也听到了 王硕一脸疑惑地望着我问 我点头说道 是 我听到了 我的确听到了 只不过 这周围依旧没有阴气 你真的听到了 王硕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我很肯定地点头 不过我没有说话 因为这声音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昨晚的大师 什么也没听到 你真的能够听到吗 王硕还是不敢相信 第三次问我 问话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些兴奋 别说话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这个无聊的问题 只是让他闭嘴 现在 我要用我全部的意识 去聆听这周围的声音 感受这周围的阴气 我感觉到 有个人好像正在朝你走来 是个女人 她的脚步十分地轻盈 她停下了 王硕 忽然 一道空灵的女声 在这屋子的四面八方 响了起来 我猛然抬头四处去看 可是 我看不到人 我也闻不到阴气 这让我有点茫然 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事 也从未在书上见到过这种事 有鬼的声音 但是看不到鬼 也闻不到鬼的气味 难道不是鬼 是精 不对 爷爷说过 不管是鬼还是精 都有不一样的气味 这里并没有不一样的气味 很诡异 看来你真的能够听到他们说话 王硕激动地想要从床上挣扎地爬起来 那表情就像是找到了知己一般 昨晚的大师假装说他也听到了 但是他告诉我 那是幻觉 让我别管 一切交给他 结果呢 第二天起来他就凉了 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听到 因为听到的表情 应该是你这样的 不得不说 这王硕果然是个聪明人 这都能被他分析到 我还是没有理会他 只是静静地关注着这个声音 这个女人的声音很温柔 她一直在叫王硕的名字 她的叫声很奇怪 不是从某个固定的地方传出来的 而是所有的方位都是他的名字 难道是故意蛊惑我神怨呢 想到这里 我赶紧念起了静心神咒 太上抬心 硬变无停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智慧明静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七魄永存 急急如律令 一番静心神咒下来之后 周围是安静了不守 那女人的声音显得更加的清脆了 不过还是跟刚刚一样 传来的方向是四面八方 我根本找不到准确的位置 没有音气 声音的方位无法确定 我没办法 也只能等 兄弟 怎么样 你找到他在哪了吗 王叔一脸期待地问我 我还是没有回答 依旧用意识跟感知去沟通 不不不 大师 我应该叫你大师的 这跟称呼没关系 我只是不想跟他说那么多废话而已 我不理他 但是这家伙愣是说个不停 只要你救了我 帮我渡过这次难关 以后我就认你做大哥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我跟你说 我在兰约会所那边 认识好几个身材超级好的外国女人 前凸后翘 爽得起飞 我好了 我带你去 我让他们全都一块伺候你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王叔 如果不是这个事 令我感到好奇 我还真没有救他的打算 都躺在床上成这样了 还想着女人 不过这也不怪他 毕竟他都听那个女人 喊他习以为常了 所以他现在索性不管了 一直在巴达巴达地说着话 而我 全程沉默 等待变故 等待凌晨一点的到来 王叔不知道说了多久 他终于累了 也缓缓地睡着了 随着王叔睡着 那个声音也就消失了 这很奇怪 我关上了房间里面的灯 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下来 独座屋内 我也感觉身体有些疲惫 于是靠在凳子上 小小地休息了一下 谁知道这一刻 我竟然睡着了 我是被一阵冷风给吹醒的 当时几点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身上很冷 然后就醒了 等我睁开眼睛 再看四周的时候 这里跟白天不太一样了 白天 这里阳气旺盛 感受不到一丝半点阴气的存在 可是现在 屋内开始弥漫了点点的阴气 阴气不是很浓 可毕竟是开始有了我所期待的东西 来了吗 是那个唐古争的女人来了吗 就在我那么想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了一个黑影 从床上爬起来 那是谁 是王硕吗 还是那个女鬼 我看不清 因为太黑了 只见到一个黑乎乎的身影 站了起来 我赶紧摸出一张 之前画好的隐身符 这个隐身符 对于人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是在阴间用的 用了隐身符 鬼看不到我 我可以看得到鬼 不过 我不知道这隐身符有没有用 毕竟之前我从未试过 说实话 我挺紧张的 我不是第一次见鬼 但在这种氛围下见鬼 我是第一次 我谨慎地盯着那个黑影 忽然 黑影动了 他往门的位置走了过去 很快 我听到了啪哒一声响 屋内的灯亮了起来 而那个开灯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王硕自己 王硕 我有点猛了 不过我没有声张 只是静默地看着他 他跟之前很不一样 之前的王硕无法起床 但现在他能起来 还能走 王硕并没有看到我 他只是步伐轻盈地 朝卫生间走了过去 王硕这是起来方便吗 不对 王硕的步伐不对劲 他的步伐看上去很轻盈 并且走路的姿势很慢 像个女人 鬼上身吗 也不是 因为没有阴气 他在里面干嘛呢 想到这里 我赶紧起身 来到卫生间的门口 卫生间房门紧闭 我不敢开门 但我能确定 王硕就在屋内 因为里面有动静 十分钟之后 王硕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他换上了一件蓝色的长裙 脸上画上了粉装 嘴唇也涂上了浓浓的口红 看着就像个娘炮 什么鬼 我一头雾水 因为截止现在 我都没有看到 王硕的身上有阴气 有鬼的存在 那是蛋麻 人格分裂吗 如果是人格分裂 他怎么可能看不到我呢 刚走到门口 王硕又折返了回去 再次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上已经抱着一台骨针了 王硕抱着骨针来到了房间里的那张桌子上 他将骨针放在了上面 然后自个抬了一张凳子坐下 接着 我就看到他抬起手来 开始在骨针上弹奏了起来 旋律动人 琴弦仿佛拨动了我心灵的最深处 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曲子 这曲子真的好听 一曲弹完 我意犹未尽 可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公子 我弹得好听吗 这声音 一下就将我拉回了现实 我猛然惊醒 发现王硕正一脸魅惑地看着我 刚刚说话的就是他 只不过那个声音不是王硕的 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能看得到我 那双眼睛 就是盯着我看的 没错 他能看得到我 既然能够看得到我 那刚刚为什么他不跟我说话呢 我认真的看着王硕 此刻的他面带微笑 眼神变得闪烁动人 光彩明亮 那不是王硕的眼睛 王硕的眼神是空洞无神的 因为他被折磨了很久 所以 我很肯定他不是王硕 我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问道 你是谁 王硕听到我发出声音 他呵呵地笑了起来 也不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继续用 他那温柔可亲的声音问道 我弹得好听吗 他的声音清脆悦耳 刚刚的音乐更是好听动人 我眯着眼睛跟他对视 我想看穿他 他也看着我的眼睛 在等着我的回答 终于 我有点受不了这样的对视 于是点头说道 好 弹得好听 哼 我就知道 公子肯定会喜欢听我弹的曲子 像你那么有品味的人 怎么会不喜欢呢 曲送有缘人 刚刚那一曲 是我送给公子你的见面里 我不知道 这是夸奖 还是在无视我 说完话 他侧过身去 又要弹第二曲 你等等 我赶紧上前两步 问道 你还没有回答 我的问题呢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王硕的身体里面 女人眉毛一挑 再次打量起了我 公子 你一上来就问那么多问题 难道不觉得太着急了吗 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吧 我叫宋柳烟 公子 您可以叫我柳烟 说完话 他不再看我 继续拨动琴弦 开始弹奏自己的第二首曲子 这 又是一曲能够带动我情绪的曲子 好的音乐 能够带动人的灵魂 能够令人沉醉其中 哪怕我 从来没有听音乐的习惯 我依旧被这曲子给带动了 宋柳烟的曲子 真的弹得很好 如果他不是住在王硕的身体里 我一定会被他的曲子给完全带走 身子沉溺其中 只可惜 他住在了王硕的身体里 一看到王硕那表情妖艳的样子 我就觉得恶心 一个大男人 变成死娘炮 这的确很恶心 很快 他的又一曲弹完了 弹完之后 他按照惯例问我 公子 好听吗 我继续点头说 好听 他满意的笑了 接着 他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 公子 刚才你问我 为什么要在他的身体里面 他是我的夫君 我并没有在他的身体里面 我们只是住在了一起 金华书格夫君 我没忍住 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 宋柳烟很肯定的点头说道 是的 他就是我的夫君 明媒正取的那种 我们住在同一具身体里面 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如果你不信 明天你可以自己问他 我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不过我继续问道 那 你以前是鬼吗 宋柳烟不再回答我 又弹了一曲 还是一样的 弹完了之后 问我好不好听 我如实回答了 听完我的回答 宋柳烟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没错 我以前是鬼 但现在 我不是了 我脑海里 忽然闪现出来了一个东西 阴阳同体 没错 这就是阴阳同体 所谓的阴阳同体 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双胞胎 有的双胞胎生下来 只活了一个 但是活着的那一个 却承载了两个灵魂 这其中包括了死去的 那个还未成型的灵魂 因为在肚子里 肚子就是一个世界 它死在了肚子里 魂缘不能投胎转世 只能继续住在 另一个孩子的身体里 等到了一定的时候 那个混元成长了 也就能够投胎了 这叫先天阴阳同体 第二种是后天阴阳同体 这也是双胞胎的一种 有的双胞胎生下来 之后会是连体婴儿 连体婴儿 很难有两个都存活下来的 其中一个 会被另一个抢了营养 导致发育不良 生下来之后严重畸形 这个时候 医生会做手术 将其切离本体 而那个被手术 剥离本体的畸形婴儿 肯定存活不了 那个死去的婴儿的魂源 会钻入另一个出生体之中 这个就叫后天阴阳同体 这种阴阳同体 很容易出世 因为另一个圆魂 是已经成型的 并且生下来了 所以它是带着怨气 进入本体之中的 本体善良 另一个圆魂 就一定会是恶体 这种类似的事件 不管是鬼故事 还是电影里面 都有讲述过 第三种就是眼前这种 这种阴阳同体 也是鬼上身的一种 只不过比鬼上身 要专业的太多太多 鬼上身 顶多也就是吓唬吓唬人 厉鬼嘛 会让人去死 而眼前的这种 是直接夺取真身 与本体的灵魂 共住一体 以前爷爷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的 孤魂野鬼太多了 他们需要通过 很多种方式 才能重新投胎做人 其中一种 就是阴阳同体 这种鬼魂的尸体 一般都是被遗弃荒野 无人掩埋 无人超度 无法安息 以至于常年游走于阳间 他们若是想要投胎 就必须要住在 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跟他的灵魂共体 等这个人死去的时候 他的灵魂 也就可以跟着这个人 一块下去了 只不过这种方法很难 不仅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还需要极强的耐性和本事 因为在他跟着这个人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被阴阳师发现 很显然 眼前的女鬼成功了 我不知道 他花了多长的时间 总之他已经成功的 跟王硕的灵魂住在了一起 王硕能够得到白天的本体 而他得到了王硕晚上的本体 是阴阳同体吗 我盯着女鬼的眼睛问 只不过 他不再回答我了 而是继续抚摸着自己的鼓针 手指又一次放到了琴弦上 这一次的乐曲 不再是令人悦耳的乐曲 反之变得异常的暴力 变得异常的凶狠 听着鼓针发出的声音 我不由变得谨慎起来 终于 在一顿愤怒的弹奏之下 他的眼睛开始变得心红 他整个人也开始变得可怕 一股强大的力量 充斥着他的身体 仿佛要把他身体给冲破了 我知道 那不是王硕的力量 那是属于女鬼的力量 虽说他已经跟王硕合为一体 可是他的力量依旧存在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看向了我 只是跟他对视 我便能感受得到他的愤怒 是阴阳同体 怎么 你想等我走吗 你想让我离开他的身子吗 你想像昨天那个光头一样死去吗 说完话 他站了起来 气势随着他起身一并起来 我在他的头顶 看到了一层秘密的黑气 那是煞 煞便是能够杀人的东西 少量的煞能让人生病 然而那么大的煞 当然能要了人命 我捏了一把冷汗 没忍住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我尽量地让自己表现得平静 可终究还是隐隐害怕 我想到了 爷爷给我留下来的那块雷击桃木大印 于是我伸手去捏了捏 这一捏 我心里的恐惧 瞬间就消散了很多 我仰起头来指示着他 你不会杀我的 我也不是来赶你走的 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这话一说完 他就愣住了 不过也就愣了几秒 他忽然笑了 哈哈哈哈 一阵笑声过后 他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帮助 我需要你的什么帮助 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什么 你们这些阴阳师 仗着自己有本事 就不管我们这些孤魂野鬼 只要发现我们的存在 你们就将我们屠杀殆尽 让我们灰飞烟灭 从而成为你们扬名立万的台阶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帮助 我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几百年 现在 我不可能从他的身体里面出去 我急忙解释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他继续激动地说道 你知道我用了多久 才进入他身体的吗 十一年 我用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 我小心翼翼地躲在他的身边 我生怕被阴阳师抓到 我生怕被比我厉害的鬼发现 好不容易 我才跟他共享了一个身体 你现在让我出去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他当了太长时间的鬼 见过了世间无尽的丑恶 这期间 他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 对于人 特别是 对于我这种悬术界的人来 充斥着无尽的敌意 我继续解释 你听我说 我没有打算让你出去 我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阴阳师 我知道你需要人的帮助 不 宋柳燕生气地吼道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那你 为什么要在和中田的身上 种下阴气 你这样做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传达你想要帮助吗 如果你想弄死他 你想吃了他的魂 以你的本事 恐怕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直击重点 长话短说 其实我在书本上 看到关于阴气入体的事件之后 我就问过爷爷 爷爷跟我说 这是鬼在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 他们没有让人死 而是给人限定时间 让人去帮他们 如果那人去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 他们自己也就获救了 如果没有帮助 那就会面临魂被吞没 这虽然残染了一些 不过的确就是阴气入体的真实效果 这也是我明明不想给王家办事 却还是来了的原因 其实 我帮的不是王硕 而是这背后寻求帮助的宋柳燕 听了我的话 宋柳燕愣了 她的表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知道有效果了 便乘胜追击 昨晚那个光头法师的魂魄 不就被你吃了吗 你若是真的想要吃人的魂魄 那河中天的魂魄 早就被你吃了 留不到现在 终于 但宋柳燕的怒火 慢慢地被压制了下来 她不再像刚刚那般愤怒了 她又开始用另一种目光 打亮起我来 几秒过后 她喃喃地说道 看来你跟他们真的不太一样 难怪我刚刚看到你的时候 没有在你的身上 发现杀气 看你的样子 你应该是悬门中人吧 悬门 我不知道什么是悬门 我只知道 我学的东西叫做悬学 不是 我摇摇头 我是从农村过来的 我的本事 都是我爷爷教的 我不知道什么悬门 虽然爷爷说过 我的魂魄是他招来的 但从我成为李耀的那一刻 我就是他的孙子 宋柳燕的脸上 闪过了一抹失落 她笑了笑 表情有些黯淡地说道 我还以为 只有悬门的人那么年轻 才有这样的本事呢 没想到你一个普通的阴阳师 也有这样的本事和胆识 你是个好人 我不杀你 如果你不是悬门的人 那你就走吧 我这件事 除了悬门的人之外 其他的人来了 都办不了 我见信和的那人 跟悬门有些渊源 所以就没有杀他 让他去给我报个信 找个人 我给了他一周的时间 他找来了你 看样子 也只是有些渊源而已 说到这里 宋柳燕的表情 变得越发的失落 有渊源 那么说来 祖贺的师父 应该是从悬门出来的 因为黄百万也说了 当年是他爷爷 救了祖贺的师父 不管这个悬门如何 也不管我是不是悬门的 我既然来了 也见到了这阴阳同体的宋柳燕 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想到这里 我重新看向了宋柳燕 你现在估计 等不了悬门的人来帮你了 照这样下去 王硕要死 而你 也会灰飞烟灭 那么多年的等待 这样的结局 肯定不是你想看到的 阴阳同体 并不是只要存活在 那个人的体内就行 这需要一些 时间去躲避因果 去适应新的命运 只有真正的适应了这具身体的因果和命运 才能算得上是 真正的融合 才能得到投胎转世的机会 眼下的宋柳燕 很显然是 没有融合 如果融合了 王硕不是这个样子 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这些 需要宋柳燕告诉我 你可以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吗 宋柳燕一脸认真的看着我问 你真的要帮我吗 哪怕会付出你的生命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点头说道 我爷爷说过 遇到了就是缘分 能帮就帮一把 虽然我不知道 做这件事 会不会付出我的生命 但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 我这话也在变相地告诉宋柳燕 如果真要我的命 我还是会跑的 宋柳燕听懂了 他点头说道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的魂魄 是跟王硕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可是他的躯体 承受不住我的灵魂 就像现在 我控制不住 自己在这个时候醒来 他需要跟我结婚 跟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 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阴阳童铁 而要成为夫妻 就需要我的骸骨 他需要佩戴我的骸骨 我的魂魄 才能受我控制 现在 我需要一个人去找我的骸骨 只有找到我的骸骨 这次的融合 才算是真正的完成 否则 我将像您刚刚说的那样 会灰飞烟灭 我心领神会的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那你是怎么死的 你的骸骨在哪 你还记得吗 这个盲的确很难帮 因为他都漂泊了很多年 做了太久的孤魂野鬼 我大致地猜测了一下 他应该是几百年前就死了 并且极有可能被人残杀荒野 丢失野外 就这样的年限 想要找骨头 的确很难 先不说他能不能记起来 自己的骸骨在哪 即便是记起来了 能不能找到 还是一回事 做这样的事 无疑是大海捞针 可即便是大海捞针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也不会延弃 宋柳烟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片刻之后 他才喃喃地说道 胡家湾 上次我听人说起过 那个地方好像叫胡家湾 胡家湾 我不知道哪里是胡家湾 但是我记下来了 我不知道 兴许别人知道 你是怎么死的 你还记得吗 鬼的记忆跟人的不同 有些鬼死了之后 意识薄弱 自己叫什么 为什么做出那些事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事 他们都是在 无意识的状况下 做出来的 宋柳烟知道 他很肯定地点头 目光变得凶狠 记得 我当然记得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哪怕我在做一千年一万年的鬼 我也不可能忘记 我是怎么死的 说到这里 宋柳烟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激动 头顶的灯光忽然变得闪烁 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但是在一番激动之后 他又逐渐地把自己的这份激动给压制了下来 他坐到了刚刚的位置 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随即喃喃地说道 我生于明朝万历皇帝年间 我本是宋家富商宋世昌的二女儿 十六岁那年 我跟哥哥到南方要一批货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劫匪 劫匪抢光了我们的盘缠跟货 杀光了我们车队的所有人 把我跟两个丫鬟抓起来 卖给了一个炼药的老头 那个老头长得很可怕 他只有一只眼睛 一只耳朵 我们被他买下来之后 我拼命地求他放过我们 他非但没有放过我们 还对我们做了猪狗之事 原本我以为他只是 发泄一下 谁知道发泄完了之后 他就把我们丢在了一个牢笼里 那里面全是骸骨 全是女人的骨头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我们都出不来了 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原本我想自杀在那牢笼里面 但我怕死 我不知道怎么死 于是我只能认他摆布 他一开始还给我们吃的 但是到了后来 他就不给我我们饭吃了 只给我们吃了一些药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 有药丸 有药草 也不知道吃了多久 我们才渐渐地死去 我死了之后 我的灵魂就被关在了一个格子里 那个格子里面 不仅仅只有我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 被他害死的人 他们有的是名家千金 有的是青楼女孩 还有的是民间百姓的子女 不管什么样的身份 都有 我们在里面寻找出去的地方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后来 那个炼药师也死了 他死了之后 灵魂也来到了那个暗格里面 他成为了我们的王 主宰了我们的灵魂 他让我们终生服侍他 做他的奴隶 世世代代代 直至永远 有人反抗 结果 遭到了无情的暴打 我们做人的时候 就受他的折磨 没想到死了之后 还要想方设法地去讨好他 如果他高兴了 就跟我们睡 如果他不高兴 就对我们又打又骂 我们是灵魂 不会死 但是被折磨的滋味 真的连鬼都不如 后来 我以买古针为友 从里面逃了出来 我靠着意识回到了家中 可是家里已经面目全非 我爸妈都不在了 我们家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变故 所有人都不在了 再接着 我的灵魂就开始了一段 很长很长的漂泊之路 我被阴阳石追杀过 也被抓到过 但我都逃了出来 我还从他们的口中知道 想要投胎转世 只有戒体重生 戒体重生分两种 一种是夺破取魂 另一种 则是阴阳同体 夺破取魂 会让那个人死去 从而占有他的身体 我做不到 即便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鬼 我都不忍因为我 而去伤害另一个人 于是我选择了第二种 阴阳同体 之前我试过几次 都没能成功 因为总是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会被人发现 从而被驱赶 被追杀 一直到十一年前 我遇到了王硕 他是个很毒辣的人 即便那个时候 他只有九岁 他就独自一人 打死了一窝小蛇 那个时候 正好是他的逢九年 天上地下都不怎么管的一年 于是我抓住了机会去蛊惑他 问他愿不愿意娶我做老婆 他答应了 那之后 我就跟着王硕了 我很害怕会被人发现 可是我很幸运 遇到的都是一些草包 他们根本就不懂真正的驱鬼 再后来你就知道了 我成功地进入了王硕的身体 可由于 我没有自己的骸骨 我没法跟王硕 成为真正的夫妻 哪怕他答应 我也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灵魂 听完了宋柳燕的一番的讲述 我心里便杂沉 我对眼前的这个可怜的女孩 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他本是富商之女 应该有着别人羡慕的生活 可是一次遭遇 却把他的生命交代了 生命交代了也就算了 他的魂魄 还变成了永远的奴隶 我深吸了一口气 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看法 你种的是 周朝的育王树 育王树 宋柳燕眨着眼睛 对于这个名词 他很不解 西周时期 周朝有一药师告老还乡的时候 他跟周王要了三百个 宫女随行 回到老家之后 他让那三百个宫女每日服药 后来 那三百个宫女络绎不绝地死去 他把他们的骨头 埋在了观肿之中 等他到了寿终之年的时候 他吩咐自己的后代 让他们 把自己跟那三百宫女葬在一起 后来这事传开 有一方是 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那药是给宫女吃的药 叫龙魂丹 那是一种叫做白龙草的东西制成的 据说那种草只有 龙撒过尿的地上才有 十分的稀缺 而在吃过龙魂丹之后 人死灵魂 不会忘记自己的记忆 不忘记自己的记忆 就相当于没有死 没有死 就不会下地狱 会一直漂泊在世间 可是他没给他们漂泊的机会 而是自己搭建了一个假的地狱 也就是 我刚刚说的观众 把他们困在了里面 等着他死去 他死去了之后 也下到了自己制造的地狱之中 从而成为了那个 自己搭建的地狱的王 而那些宫女 则要在死后 一直服侍他 生前他没有享受帝王的待遇 死了之后 很显然 他享受到了 所以 这又叫御王术 这个说法传出去之后 后面的达官贵族纷纷效仿 就有了人死 家眷陪葬一说 一直到秦朝 活人陪葬才被废除 变成了兵马俑 这是我在爷爷留给我的一本书上看到过的 我对这些故事很感兴趣 只是我没想到 这种在我看来是故事的东西 竟然真的存在世上 果然印证了那句话 故事来自实践 听完我的讲述之后 宋柳燕的目光闪动了起来 我算是解了他心头的疑惑 不过 却给了他更加不好的答案 没想到是这样 那 如果那个御王术不破除的话 被困在里面的冤魂 是不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永远只能待在里面服侍那个人 直到永永远远 我没有隐瞒他 诚恳地点了点头 原本只是一个阴阳同体的 我没想到 后面牵扯出了这样的东西 忽然 宋柳燕哭了 他的眼泪顺着眼眶流淌了下来 整个人就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样 贪软地坐在了桌子上 伤心痛苦地哭泣 听着他那凄惨可怜的哭泣声 我想要上前安慰两句 可是一看到王术的身子 我瞬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怕他等会激动了 一下子就抱住了我 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 那样的画面 我想都不敢想 大师 忽然 宋柳燕重新站了起来 他正正地看着我 泪水还挂在脸上 虽然我飘荡了很多年 可是我从未伤害过人 哪怕我杀了王术的那两个家眷 也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杀气太重 才引发了杀气冲体 导致他们死去的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重的杀气 他们也不会死 至于那个光头和尚 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他竟然什么也不问 就要用大印将我驱散 我害怕 我当然就杀了他 王术身边那两个手 他睡觉的 平时一定没少干杀人的勾当 所以他们身上自带杀气 杀气可以压制鬼 但是压制不住杀气 逢杀便杀 杀被反杀 以至于他们被杀气冲体而死 而昨天我见到的那个大和尚 一看就是没什么倒横的人 他一定是靠着自己的大印 经常无故杀鬼 才引来了报复 这怪不得宋柳燕 我点头说道 我知道你的本性不坏 谢谢 说着 他又抬起手去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好了 你别哭了 先告诉我 我要怎么去找你的骨头 我用这种不怎么样的安慰方式 安慰了他 好在效果可以 他停止了哭泣 我 我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找 我只记得 那个地方叫胡家湾 是很多年前我听人说起的 至于过了多久 我就不清楚了 就一个地名 这真的犹如大海捞针啊 胡家湾 南方 好在是南方 如果是北方 那我岂不是要跑到北方去 我自言自语的安慰了我一句 你的骨头 有什么特征吗 如果找到那个地方 应该就能找到他的骨头 毕竟 那是一个现在人口中的闹鬼兄弟 我相信 那地方肯定没有人居住 只是他也说了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骨头 也死了很多女人 我想要找到他的骨头 除非他的骨头 有什么特征 有 他很激动地说道 小时候我走路的时候 摔断过我的两根肋骨 虽然愈合了 但我有时候 还能感觉到疼痛 我顿时有点无语了 你都死了那么多年 你的肋骨可能早就断了 就算你的肋骨不断 那其他的人 肋骨肯定也断开了 这个不能作为特征 找个其他的 比如 我这个比如搞得 我自己都不会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比如像什么样的 才能找得到 那么多尸体 那么多骸骨 我要怎么去找他的特征呢 再说了 他得有什么土出的特征 我才能找得到啊 有了 灵骨 我赶紧问道 胎记 你的身上有没有胎记 那种一出生的时候 就带着的胎记 带着胎记的地方 往往就是灵骨太过突出 前世的记忆太过深刻 才会长出来的 以前我跟爷爷去山上上坟的时候 我们见到了类似鬼火的东西在发亮 后来爷爷跟我说 那是死人的灵骨在发光 灵骨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人在出生的时候 都会带着一块灵骨 那是上辈子的印记 有明显灵骨的人 说明上辈子做过人 并且死的时候很不甘心 宋柳烟沉饮了片刻 点头说道 哟 我的脑袋上有一块胎记 就在头顶上 生下来的时候 那一片是红的 都不长头发 就那么大 说完 宋柳烟比了一下胎记的大小给我看 好家伙 我一拍大腿说道 对 就是这个 看到我兴奋的样子 宋柳烟也露出了一个欣慰的表情 但 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 可是 宋柳烟欲言又止 可是那个地方很凶 那个人也很凶 他在外面布了一个镇 如果不是悬门的人 都无法进入那个地方的 你怎么知道 我疑惑地问宋柳烟 有一次 我听到他自己说的 好像是有两个倒是追他 后来他就自言自语地说 想要进我这个镇 除了真正的悬门子弟 谁也无法进入 原来如此 我就说他怎么非要指定的悬门中人来找他呢 现在我也不能扫了他的希望 没事 我会尽力找悬门中人的 你还能撑多久 宋柳烟想了想 说道 最多七天 少 我听后一愣天 这怎么找啊 算了 现在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好 你放心地休息吧 我去给你找 我一定会把你的骨头带来 宋柳烟目光如炬地盯着我 他一脸感动地说道 谢谢你 大师 说完话 他就跪了下来 要给我磕头 但是我阻止了 使不得 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双眼睛 那泪水 如果他不是在王硕的脸上 我已经伸出手去 给他擦眼泪了 奴家没有什么送给您的 那就让我用我的情音 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吧 说完话 宋柳烟起身回到了古征的面前 他正经微作 开始弹奏了美妙的乐曲 这乐曲真的令人陶醉 不免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 叶正 紫秀红弦明月中 自弹自感暗低容 贤明指夜声停触 别有身情一万重 听着宋柳烟古征的乐曲 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 曾经的他拥有多么美好的生活 曾经的他对自己的未来 是多么的憧憬 可惜 这一切的一切 如同一场梦 一年的噩梦 我要帮他 我必须要帮他 即便我不是悬门中人 即便我找不到悬门中人 我也要找到他的骨头 就这样 他一直弹着优美的琴声 来到了林财 对我娓娓说道 公子 奴家献丑了 我的时间到了 今晚真的很感谢您 说完话 他就走到了床上 随后便躺了下来 刚躺下去 他就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 他退下去了 现在占据身体的是王硕 我走过去 打开了房间的门 就在门外 我看到了王洪伟 王洪伟的老婆 黄一一 何忠田 以及何忠田的徒弟 青山绿叶 王洪伟跟何忠田 还有青山绿叶 都在打瞌睡 唯有黄一一 跟王洪伟的老婆 睡意全无 李奥 一见到我 黄一一愣住了 他保持着自己 双手合十的动作 不难看出 就在刚刚他在祈祷 他一定是在替我祈祷 他的眼睛周围很红 布满了血丝 面容也有几分憔悴 看上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李奥 李奥 忽然 他站了起来 一边叫着我 一边朝我跑了过来 隐隐中 我看到黄一一的眼眶 变得湿润 泪水 似乎已经打起了转转 来到我的面前 他便肆无忌惮地 一头扎在了我的怀里 李奥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他哭了 他的脑袋靠在了我的怀里 流出了眼泪 嘴里发出了呜呜呜的哭声 我猛了 黄一一是在担心我吗 毋庸置疑 这就是因为担心 才会做出的事 我从来没有被女人那么抱过 我也从来没有抱过女人 黄一一的响起传来 我抬起手来 轻轻地抱住了她 我笑了 我幸福地笑了 你知不知道 我好好毁让你进去 从你进去之后 我就好担心好担心你 我真害怕 我真害怕打开门 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我俩的紧紧相拥 也让打瞌睡的几个人 全都醒了过来 他们全都用那种 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们 面对双眼睛 都把我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好了 好了 这不是没事了吗 我赶紧安慰黄一一 几分钟后 黄一一才收起了自己的哭声 低下头去擦拭了一下 眼角的泪水 你没事 怎么在里面 一直到现在才出来 我听到那鬼弹鼓针的声音 断断续续的 每弹一次 我就担心你一次 我真的好害怕 我抬起手来 擦拭了一下他 挂在眼角的泪水 安慰道 没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跟那大和尚不是一类人 黄一一恩的点头 这才重新整理了 心情问道 那你在里面发生了什么呀 怎么弹鼓针断断续续的 是啊 李先生 以前弹的鼓针 可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鼓针 几乎都没有停下来 还有昨晚 一开始就没有弹 一直到了两点才开始弹的 那一个小时 那鬼好像杀人了 王洪伟也赶紧上来附和了一句 没什么 他之所以断断续续的跟我弹鼓针 是因为我们在聊天 聊着聊着 他心情好了 就又弹一曲给我听而已 听到我说的那么轻松 几人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相互交换了一番眼神之后 王洪伟继续问道 那怎么样 你把他收了没 这可是个恶鬼啊 折磨我儿子 还杀了人 您一定要把他收了 让他灰飞烟灭 是啊 李先生 您收了他没有 何忠田也立马上前来问 看着满脸期待的几人 我摇摇头 没有 这鬼 我收不了 真是张开就来 还恶鬼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是恶鬼了 啊 王洪伟顿时就惊了 他满脸错愕地问道 那 那既然您收不了 您怎么出来的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收不了 我就不能出来了吗 你的意识我要是收不了 就只能死在里面 对吧 说实话 我很生气 这家伙说出来的话 没有一句是能听的 王洪伟张张嘴 想要说话 但是被他老婆打断了 行了你 怎么说话的呢 李先生 他不是这个意思 实在是抱歉 您在里面待了那么久 我儿子他 还有救吗 这女人说话 还是比较有水平的 跟王洪伟 完全是天上地下 可以救 但是救了之后 你儿子恐怕就无法娶气了 我一针见血 缠着你儿子的是个女鬼 这女鬼有几百年的道行 很凶 喜怒无常 生气了就杀人 不生气的时候 喜欢弹骨争 你们也看到了 晚上他是不会允许 有人去靠近他的 但凡靠近的都得死 想救你儿子 那就需要找一个 更厉害的女鬼来保护他 然而这个女鬼 需要嫁给你儿子 他才能将你儿子保护好 如果不的话 那你儿子活不 我把事情给篡改了 如果我不这样说 我照实说的话 他们以后会对宋柳烟 产生怨恨的心理 我要他们感激宋柳烟 而不是让他们去怨恨他 害怕他才选择接受他 即便他只想借着王叔的身体 得到投胎转世的机会 我也不能让他被人唾弃 啊 听到我的话 这对夫妇都傻眼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眼神中充斥着无数的震惊和疑惑 李先生 您是说让我的儿子 娶个鬼做老婆 那我王家以后 岂不是就不能 就不能传宗接代了 这 这不是闹吗 王洪伟一脸哭笑不得 他那么大的产业 要是连个继承的孙子 都没有的话 那就糟糕了 我理解他的想法 不过我并没有当回事 反正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个女鬼很凶 我现在打不过他 如果你们觉得这件事很为难 那我现在 就可以不管这件事 之后 你儿子必死无疑 因为 我只争取了时间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眼神中充斥着惊恐和无奈 最后 王洪伟的老婆低声说道 那 那等姝儿醒来之后 我们问问他的意思 不行 王洪伟大声喝道 不行 我儿子怎么能娶个鬼呢 王洪伟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你要看着你儿子去死吗 我 我再去找人来收了他 就算是耗尽我的资产 我也会找到人的 区区一个小鬼 我不信没人收得了他 你疯了吧 你觉得 现在还有人赶上门来处理事儿这是吗 昨天 就连惠绝法师那种得高望重的人都死了 你觉得 还有谁赶上门 即便是真的有高人 可是你儿子知道时间了 你能保证 找得到那样的人 王洪伟不说话了 他更大了眼睛 比起让我儿子死 我更加愿意相信李先生 你对你儿子没感情 可是我有 他是我从小一点一点待大的 看着他死 我做不到 王洪伟还是不说话 他默认了 李先生 对不起 刚刚我们都冲动了 请您出手就好玩 只要您能够就好玩 您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看着一脸真诚的王朔母亲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 好 那就等王朔醒来 告诉他吧 听到我这话 王朔的母亲连忙叫道 李先生 能别告诉王朔吗 他跟他爹一个脾气 要是知道了这种事 肯定不会答应的 我摇摇头 不行 必须让他知道 就像让你们知道一样 我要你们一家人都配合我 不然的话 这件事没法解决 这 王朔的母亲 将求救的目光 看向了王洪伟 王洪伟挨压了一声 你看我干嘛 我们都同意了 他能不同意吗 我就不信他不怕死 早上七点 王朔醒了 我把跟王洪伟等人说的话 告诉了他 听完了我的讲述之后 王朔一脸惊恐地叫道 什么 要我取鬼 不不不 我不干 王朔无比地抵触 哪怕他已经虚弱地下不来床了 依旧一脸嫌弃 朔儿 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接受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更难接受 你以为我愿意看着 你去找一个那样的东西做老婆吗 王朔的母亲 红着眼睛坐在了他的身旁 做父母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看着自己的孩子结婚 可是 可是现在 我们没有选择了 你也看到那女鬼杀了几个人了 要不是李先生争取的时间 不知道你能不能熬过这两天呢 那 那我娶了他之后 等我好了 我能修了他吗 王朔忽然丢出了这样一个讨打的问题 搞得我都想上前去给他俩时了 当然不能 只有他修你的份 你永远不能修他 我赶紧接过话茬 对于王朔这种人 我不会惯着他 必须压着他 必须制服他 王朔盯着我的眼睛 一脸痛苦地说道 大师 我不想娶鬼啊 我是个人 我娶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这叫什么是吗 谁说 你看不见摸不着了 你见过他 这叫抛砖隐域 我这不是就把话题给拉到了这上面来吗 虽然爷爷说不让我撒谎 可如果这样的一个谎言 能够换来宋柳烟的一份尊重 那这个谎言就是值得的 就是善意的谎言 金华书哥我看你八字的时候 看到你九岁那年 经历过一次很诡异的事 当时有个漂亮的美女 问你愿不愿意娶她 你还记得吗 王朔一听我那么说 瞬间就想起了这个事 有 有有有 我想起来了 以前我到三外公家去玩的时候 我见到了一个蛇窝 里面全是小蛇 后来我就打了那些小蛇 打完之后 我走到了一片丛林里 我迷路了 怎么也走不出去 当时我累得头晕眼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见到了一个漂亮的大姐姐 那个漂亮的大姐姐 问我她漂亮不漂亮 我当然说漂亮了 那是真的漂亮 我长那么大 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呢 后来她问我 愿不愿意长大的娶她 只要我答应娶她 她就带我出去 后来我就答应了 她也把我带了出来 难道 您说的就是她吗 好在这小子还能记起这件事 我点头说道 对 就是她 不过当时她只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 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但只要你答应 我可以去把她找来 因为我从你八字里面看出了 你只有一次贵人心闪动 而这个贵人心 就是九岁那一次的经历 鬼 也能是人的贵人吗 王洪伟忽然发出了疑问 刚问完 我就看到她有些害怕的 躲避着我的目光 何中田解释道 当然 所谓的贵人心 不一定非得是人 可以是物 比如 你要摔下悬崖了 正好有根树挡住了你的身子 那树就是你的贵人心 小时候有些孩子会祭拜大树 做自己干爹 干妈 让大树替自己挡灾劫难 那大树也是你的贵人心 同样的道理 只要鬼 能够救你的命 它也是你的贵人心 贵人 就是来替你挡灾劫难 帮你渡过难关的 这和中田 总算是干了一回人事了 这话一出 也省得我开口去解释了 王洪伟跟他老婆对视了一眼 都若有所思的点头 反观王朔只见他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他空洞的眼神开始变得深沉 片刻之后 他才喃喃地说道 如果是他 那我愿意 至少他很漂亮 只是 他真的能够保护我吗 王朔这辈子 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不仅是个败家子 还是个短命鬼 有了宋柳燕的灵魂入体 或许会改变他的命运 这或许算是他 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 想到这里 我点头说道 当然 确定了他们的想法之后 我想起了胡家湾 于是我问几人 你们知道胡家湾在哪吗 他们几人对南方比较熟悉 我想问这种小地名问他们 应该再合适不过 几人听到这个地名之后 面面相去 你看我看你的 很显然是不知道 黄依依拿出了手机来打开地图看 搜了一会 搜出了三个叫胡家湾的地方 只不过都是在北方 以及西边 南方叫这个地名的 根本就没有 看来 想要找到这个胡家湾 还得花点时间了 只不过宋柳燕也说了 指天的时间 不知道找胡家湾 还要花多少时间 还有 这个胡家湾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地名了 谁知道现在叫什么呢 就在我感到一筹莫展 前路迷茫的时候 忽然 一个女孩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知道在哪 这话把我一下子 让我提起了精神 我顺着声音看去 是秦绿叶 你说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秦绿叶 秦绿叶小心翼翼地盯着我说道 我知道胡家湾在了 胡家湾就是我老家 听到秦绿叶的话 和中田一脸迷茫 你老家不是叫胡钩子吗 怎么叫胡家湾了 胡钩子是现在的称呼 以前我听家里的老人说 咱们村叫胡家湾 我看向了秦绿叶 他一脸认真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刚刚我还寻思着 不知道要去拿找这个胡家湾 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绿叶 你确定那地方真的叫胡家湾吗 我瞅着绿叶询问 秦绿叶很肯定地说道 以前是叫胡家湾 只不过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胡家湾 对了 他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胡家鬼村 胡家鬼村 这一下子 就让我来了兴趣 宋柳燕说 那地方死过很多人 还有那炼药的瞎眼老者 自己弄的结界 肯定阴气横生 搞得周围不得安宁 闹鬼都是小的 死人的事一定没少发生 至于周围的村子 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鬼村 怎么个闹鬼法 我小的时候在村里住 听村里的老人 说起过咱们胡家湾的事 以前的胡家湾 不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 而是在大山王里 一个我们从小 就不被允许进去的地方 据说那个地方闹鬼 只要进去的人 就没有出来的 在很多年前 那里原本是个 宁静祥和的村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村里搬来了一个瞎子 那个瞎子 只有一只眼睛 一只耳朵 他会算命 所以在村里居住了下来 大家对他都很尊重 瞎子不爱说话 但是晚上的时候 他家里总会发出 女人的哭喊声 大家都知道 是瞎子在驱鬼 在杀鬼 所以他家里到了晚上 才会发出那种声音 就靠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 瞎子是个有本事的高人 出了事 很多人都找他帮忙 而瞎子也很乐意帮助大家 后来 村里的女人开始莫名地消失 先是少女 然后是妇女 接着小女孩也失踪了 大家就找到了瞎子 让他帮忙找找人 后来瞎子说 是被恶鬼抓去了 他还告诉村里的人 村里来了一群很厉害的恶鬼 让大家只要天一黑就睡觉 千万别出门 大家一到晚上关了门之后 瞎子家那边发出的女人 哭喊声 就更厉害了 大家都知道 瞎子是在给村里人驱鬼 大家都很感激他 到了白天送给他东西 后来没过多久 瞎子死了 死在了他的家中 瞎子还在家里留了一封信 说是不要动他的尸体 他要用自己的尸体 震住那些女鬼 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瞎子家的哭声消失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说到这里 绿叶停了下来 他的脸上 还带着肉眼可见的恐惧 这个故事 想必一定是绿叶童年的阴影 那个瞎子真伟大 活着的时候 保护大家的平安就算了 死了 也要用自己的身子 镇住那些鬼魂 现在 这样的大师 恐怕不多了吧 黄依依难难地 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我顿时就给他 丢去了一个眼神 如果他知道 村里失踪的女人 那些女鬼 都是瞎子带来的 不知道他此刻 会做什么样的思考 绿叶摇摇头说道 后来 还是没用 瞎子大师 的确镇住了那些冤魂一段时间 只不过在几十年之后 村里依旧开始闹鬼 村里不少姑娘 也像之前那样 莫名其妙地失踪 后来 大家在瞎子大师家附近 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一到晚上 几十年前的那种哭喊声 又来了 后来有个大师来到了那里 想要给他们驱鬼 但是看到 恶鬼太凶了 大师也无能为力 只能让大家集体搬迁 没办法 大家承受不住那样的惊恐 于是就从那里搬了出来 一开始搬出来的时候 村里还有人会在白天进去 以前的村里种地 后来即便是白天过去 也能听到哭喊声 渐渐的 大家也都不敢再进去了 那地方也变成了禁区 一些不信邪的年轻人进去过 但是进去的 就没有再出来 说到这里 不仅仅只是绿叶 现场的人全都变得很恐惧 这气氛也一下就变得怪怪的 忽然 段青山打句道 行啊 绿叶 没想到你家里 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以前你怎么不跟我说说呢 这不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吗 我们也没当真 要是李先生不提出这个胡家弯 我还想不起来这个事呢 月夜 那你现在告诉我 那村子在哪 我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地点所在 因为 我很肯定 那就是宋柳烟口中的那个地方 很久以前 瞎子 一只耳朵 女人的叫喊声 全都对上了号 秦月夜说道 就在咱们市 只不过是咱们市最远的一个县的一个村 地方很偏僻 路也不好 所以 那地方不怎么被人知道 以前那里还有村子 但是现在 因为地方太偏僻了 没多少人家 修路也不方便 所以 我们村子跟周围的村子都搬出来了 所以 现在那个地方 已经变成了荒村 对吧 我看着秦绿叶问 绿叶恩的点头说道 对 可以算得上是荒村了 车 能进去吗 能进去 只是路不好 需要开吉普车才能进去 最近几年 有不少喜欢探险的人 经常拿着这个噱头 进去里面探险 秦绿叶说着 打开了手机 递到了我的面前 这个主播是从外地过来的 经常到那种闹鬼的地方去探险 几百万粉丝 算是大主播了 她的最近更新在一个星期以前去咱们村 我接过秦绿叶的手机 大家一块凑了过来看 这是一个姑娘 算是那种靠直播吃饭的姑娘 经常游走于各种网络上 盛传灵异故事的地方 去过什么废弃的医院 废弃的殡仪馆 还有闹鬼的大厦等等之类的地方 只不过 她最后一次更新 停留在了一个星期以前 并且是去了胡家鬼村 也就是说 她会不会在胡家湾遇到鬼了 并且 有可能已经遇难了 黄一一发出了一个 大家心头都那么想 却没有说出口的想法 我把手机还给了秦绿叶 道 不管她 这不归我们管 绿叶 从这里到胡家湾 需要多久 车能够去到村子里吗 秦绿叶点头说道 六个小时 车能开到村子里 李先生 您该不会是想要去那里吧 我点头说道 是 我算出了能够救王硕的那个女鬼 就在胡家湾 我必须去找到她 绿叶 你愿意跟我一块去吗 你熟悉那里的路 有你跟我一块去 应该事半功倍 秦绿叶压了一声 扭头去看了看自己的师父 和中田 把王硕治好了 你师父也就没事了 我补充了一句 秦绿叶原本是犹豫的 这下她很肯定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那我愿意去 和中田的草包 虽说有辱师门 可是能够带出这样的两个徒弟 也算是她的造化了 李奥 我也想跟你一块去 黄一一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那双眼睛 表达着对我的关心 我摇头说道 不用 你明天还要上学呢 我们不知道要去几天 黄一一的脸上 净显失望 可是 绿叶忽然说道 我不会开车啊 我没拿到驾照 我看向了段青山 那就她一块去吧 她开车 明天一早就出发 吃的你们准备 最少准吃的 好了 我先回去睡个觉 昨晚听了一夜的鼓声 说到这里 我也不等段青山的反应 直接走出了她家的大厅 但是我忽然想起来 还有个事没有问 于是我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了何中田 问道 你知道悬门吗 这个重要的事 我差点就忘了 宋柳言说 必须要悬门的人 才能破开那玩意的阵法 所以我需要一个悬门的人 现在我连悬门是啥都不知道 只能先搞清楚 悬门是什么 我从小在村里长大 是爷爷教我本事的 对于悬门 我从未听说过 何中田点头说道 知道 我事工当年就是从悬门出来的 他出来的时候 带着我师父 悬门据说是咱们悬术界的天花板 以前师父说过 那里有最好的资源 只是他们是家族式的传承 从不抛头露面 哪怕收弟子 也很少得到他们的真传 若是他们出面解决的问题 那必定是很大的问题了 比如 当年赫赫有名的黑龙江坠龙 就是他们让黑龙回到谁里的 果然如我所料 宋柳言所说的悬门渊源 就是这个 你就知道那么多 何中田讹了一声 问道 李先生 您是想知道点什么 你能找到悬门的人吗 我对悬门做了什么事 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当前最重要的 还是解决宋柳言的问题 这个 何中田一脸尴尬的说道 当然不能 他们离我太遥远了 好吧 我没有再继续往下问 因为何中田也不知道 黄一一载着我来到了公寓 一路上 他都没有说话 只是脸上有些不高兴 你怎么了 我有点疑惑的问黄一一 一向黄一一都是 很喜欢聊天说话的 现在忽然这样 让我有点不习惯 黄一一抿明嘴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一块去啊 我也可以开车的呀 我家里还有寄谱车呢 我明天可以把我家的寄谱车给开出来 原来是为了这事啊 我嗨了一声 说道 你不是还要去上课吗 我也不知道 要到那个村子 去多久才能解决问题 需要时间啊 这件事凶多吉手 宋柳言也说了 只有悬门的人才能治得住他 黄一一去了 我怕出什么意外 到时候他要出了事 我就是死也绝对无法安息啊 好吧 黄一一丢下了这不甘心的两个字 昨晚 你一夜没有睡觉吧 我盯着黄一一 那还有些血丝的眼睛问 黄一一哼了一声 撅起嘴说道 你想多了 我睡了很久呢 从你进去 我就开始睡了 他在骗我 这是肉眼可见的 而他之所以那么说 是在闹情绪 我无奈啊 只能苦涩地摇了摇头 谢谢你啊 我很认真的跟他道了个谢 毕竟他替我担心 受怕了一晚上 谢我什么啊 谢谢你真正地关心我 从小除了爷爷之外 我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关怀 刚刚我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你的眼泪 那让我很感动 黄一一咧开嘴 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知道我关心你就好 那你爸妈呢 你爸妈不关心你妈 我知道 爸妈也是爱我的 只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太模糊了 除了过年回家吃饭一块句句之外 我对他们 几乎没有任何情感 爷爷说13岁之前 是他们一直带着我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我 不是现在的我 我爸妈很少在我身边 好吧 那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小心 因为 你要出了什么事 我会很担心的 说完话 他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小脸也变得微微一红 好 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 车又走了一会 黄一一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问到 谁啊 张子峰 一提到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了昨天的事 于是有些愧疚地说道 昨天 你们本来是要一块出去玩的 是我耽误了你们 才不是累 黄一一说道 我本来就是要找你一块去玩的 你不去了 我也没有打算跟他一块去 李一奥 我跟张子峰真的没什么 我们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而已 我不知道 黄一一这是在解释还是什么 总之 他对我的感觉 似乎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以前是尊重 现在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回到家里 就直接躺下睡觉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我才醒过来 醒来之后 我就尝试找寻悬门的人 可是毫无头绪 像我这样不懂得上网 人脉也不广的人 想要找悬门的人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第二天一早 秦绿叶就来到了我公寓的门口等我 他手里提着一大包吃的 背上还背着一个大背包 看上去 里面装的都是吃的 我只看到他一个人 并没有看到断青山 于是问道 断青山呢 秦绿叶眨了眨眼睛 眼珠子转了一圈道 断青山他 他不来了 忽然 一辆吉普车来到了我俩的面前停下 黄一一坐在驾驶室里面 探出了脑袋 笑嘻嘻地说道 断青山他肚子疼 昨晚拉了一晚上的肚子 所以他来不了了 让我替他开车 对 秦绿叶跟黄一一对视了一眼 点头说道 青山他肚子疼 来不了了 黄一一连忙补充道 上课的问题你放心 我已经大四了 课本来就很少 我已经跟老师请过假了 再说 我前天没有出去玩 这一趟当是出去玩了 我无奈地看了两人一眼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这是黄一一大小节的主意 我现在再多说什么也没用了 因为他是铁了心的 要一块去的 好吧 我无力地答应了下来 不过 我有一点要说明 那个地方很危险 去到了 一定要听我的话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 很容易出事 见我一本正经的样子 黄一一坐直了身子 抬起手来进了一个礼 严肃地说道 遵命 就这样 我们三开始前往胡家湾 这地方的确很偏 我们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才来到县城 这个县城很小 不夸张地说 跟我们镇上差不多 我们在县城吃了顿饭 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下起了雨 这是一场来得很突然的雨 前一秒都还是晴空万里 太阳当头 忽然之间就下起了雨 现在不是六月的天 说变脸就变脸的时节 这种雨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哎呀 忽然 黄一一叫了一声 跟着她整个人都缩到了我的身后 蛇 有蛇 黄一一脸惊恐地指着车的保险盖 只见那保险盖上盘旋着一条蛇 那条蛇抬着脑袋 见到我们她也不怕 还在朝我们吐蛇性子 我看着蛇 心里琢磨着很不对劲 先是下了拦路雨 接着又来了一条拦路蛇 不容多想 我立马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三个铜钱补卦 六瑶之卦 六瑶占卜 算吉凶是最快的 也是最准的 我很少用占卜算卦的方式来决定去留 因为算卦这种东西会严重地拖垮我以后的道路 算卦是很准 可越是准的东西 就越是需要自身的能量去回馈 这次 如果不是有这两个异想 我也不会拿出铜钱出来占卜算卦 很快 我的卦就出来了 老鹰 便瑶 观鬼之卦 天地鬼都克我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能走 继续走的话 天不帮我 地不帮我 就连鬼也会克我 古人做事的时候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只有天帮自己 地帮自己 人也顺的时候 才能去做这件事 如果不是这样 他必然办不好自己想办的事 看到这里 我收起了铜钱 黄一一脸迷茫地问道 怎么了 李奥 这是怎么回事 大凶之兆 不能继续走了 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找个旅馆住下吧 听到我的话 黄一一压了一声 随后问道 等会雨停也不走了吗 不走了 今天都不走了 说完 我对那条盘在 保险盖上的蛇说道 谢谢你来报信 我已经收到了 那蛇就像是 听懂我说话一样 朝我吐了吐杏子 然后慢悠悠地 从车的保险盖上 爬了下来 见到这奇异的景象 黄一一跟秦绿叶 都看傻眼了 当我回过头去 看他们的时候 两人都用那种 很神奇的眼睛 盯着我看 李先生 您能够听得懂 动物说话吗 秦绿叶忽然一脸 惊奇地问我 我摇摇头说道 不能 那这条蛇 怎么听到您说话之后 它就离开了呢 难道这条蛇成精了 它能听得懂人说话 秦绿叶继续抛出 这种幼稚的问题 我承认 这世界上有动物 是会成精的 只不过 那么小的一条蛇 还不至于成精 难道 你不知道蛇 是能够通灵的动物吗 我问秦绿叶 它跟河中田那么久 这种最基本的民间禁忌 它不至于不知道 秦绿叶眨着眼睛说道 我当然知道 蛇是有灵性的动物 只是 我不知道 它有灵性 倒能够听得懂人说话 是啊 这条蛇能够听得懂你说话 真是奇怪 黄依依也感到不可思议 咱们农村老家有个说法 叫蛇不进家 只要蛇进家 必定会出问题 因为蛇属于冷血动物 它的身上没有温度 是因人最喜欢上身的东西 所以只要蛇进了家 就一定是有事告诉家里人 这个时候 就该找个懂行的给看看 家里近期会不会出什么事 还有过路的蛇 也很有讲究 一般蛇不轻易横穿马路 一旦横穿马路了 那就是阴兵附体 又要是来阳间 有车故意将其压死 三十天之内 必定会出车祸 倒大煤 听到我的讲述 黄依依瞪大了眼睛 就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原来如此啊 竟然那么有讲究 那刚刚那条蛇 是来报信的吗 我恩的点头说道 是来报信的 也是来提醒我算卦的 真好 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叫人将他打跑 然后马上离开这里了 黎阳 你懂得真多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是很基础的东西 我们做这行的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那干脆别做了 我们三人找到了一家酒店 黄依依跟秦绿叶住一间 我一个人住一间 说来也奇怪 这场雨紧紧维持到 我们刚刚住下就停了下来 接着如同替换那般 太阳很快就照射了大地 晚上 我刚躺下 心里还在寻思着今天的挂像 黄依依就敲响了我的房门 她说 要来我的房间洗走 秦绿也洗得太慢了 我打开门 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拿着一张自带的浴巾 就走进了我 房间的浴室 没一会 浴室就发出了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刚刚我还想着 今天发生的蛇篮车 与拦路的事情 现在听到那哗啦啦的声音 我心思完全就被吸引了 对着卫生间那边 是三秒一回头丑夜 没一会 哗啦啦的水声停下了 黄依依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她没有穿衣服 只是裹着浴巾 从胸往上 都是裹露在外面的 那洁白如玉的肌肤在灯光下 几乎能够反光 我顺着性感的锁骨往上看去 那完美 妩媚的双眼 夹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 简直能要人命 此情此景 不由得让我内心一阵澎湃 再怎么说 我也只是个十八岁 血气方当的少年 面对这样的诱惑 我哪里能够忍得住啊 即便是我能假装忍住 可是身体却装不了 李耀 你怎么流鼻血了 正在擦拭着头发的黄依依 一脸错愕地朝走了过来 我也感觉到 一股暖流 从我的鼻子里面流淌了出来 我赶紧抬起手去捂住鼻子 真的流鼻血了 我没想到 自己刚刚才动了点小心思 就能流鼻血 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你赶紧抬头 黄依依紧张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拿起了手里的帕子 来给我擦鼻血 这一靠近 他身上那沐浴露的香味 就传入了我的呼吸道 这谁顶得住啊 哎呀 你别乱动 我给你拿纸来塞一下 说着话 他伸出手去 拿了一张纸来 塞进了我流血的鼻孔里面 刚塞好 他忽然挨压了一声 身子一个站立不稳 就压在了我的身上 由于是在这种 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我也没法使劲 就被他给压在了床上 他身子软软地 靠在我的身上 胸前的东西 也抵在了我的胸膛 好软 好软 黄一梦了 他睁大了眼睛 缓缓地抬起头来 跟我四目相对 他的脸变红了 我也感觉自己的脸颊 变得滚烫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言语 只是那么静静地 看着对方 这一刻 仿佛我们什么 也没有说 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暧昧的气氛 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有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感觉 忽然 黄一一的胸前 起伏了几下 他缓缓地靠近了我 双眼开始变得迷离 他的嘴唇 正在往我这边送 我也鬼使神差地 去迎合了他的唇 终于 我们的嘴唇触碰到了一起 黄一一的嘴唇软软的 香香的 这是我的初吻 在此之前 我从未跟女人 又那么近距离地接触 我不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做 仿佛黄一一也不知道 我们都很生死 金华书格 扣扣扣 忽然 门外 发出了敲门声 黄一一疼的一下 从我的身上爬了起来 他一脸尴尬地 拉起了自己身上的浴巾 黄小姐 我洗好了 你快过去洗吧 门外发出了 秦绿叶的声音 我对黄一一说道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要说对不起什么 索性掐断了话头 走过去打开了门 秦绿叶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身上 捆着浴巾的黄一一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赶紧说道 那个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黄小姐 李先生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 打扰了打扰了 黄小姐 今晚要不您 就在这里跟李先生了吧 哎呀 你胡说什么啊 黄一一从床上站了起来 刚当我太困了 难得你洗澡 所以就过来这边洗了 哪像你想的那样 说着话 黄一一就害羞地走了出去 秦绿叶看了看我 也没再说什么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一夜 我辗转了好久才睡着 刚当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 那种感觉 好像就是传说中的心动 第二天一早 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就出发了 通往胡家湾的道路 没有那么顺利 这一路崎岖难行 颠簸不已 路面坑坑洼洼 看着黄一一那紧张的样子 要是我会开车 我都给黄一一开车了 走了一个小时不到的路程 车坏了 轮胎被一根钉子给扎破了 黄一一不会换轮胎 我们只能一边打电话呼救 一边等等看 有没有车过路 来给我们换轮胎 一直等到下午 才终于找到了一个修车的师傅 来给我们换轮胎 轮胎换好 再度出发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这一行的坎坷 不免让我感受到了此行的危险 漆黑的夜空 星月全无 我们的车还在崎岖的山路上 艰难的前行 怎么样 累吗 我坐在副驾驶 看了一眼 正在小心翼翼的 打着方向盘的黄一一问 说实话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我那么一个大老爷们 就那么坐着 让黄一一独自开车 黄一一摇摇头 不累 这种感觉还挺爽的 就像坐蹦蹦车一样 难道你不觉得吗 不管黄一一 这是在安慰我担忧的心 还是真的享受这个过程 我都只能苦涩一笑 不累就好 要是我会开车的话 我就让你休息一会了 没事啊 也许是平坦的道路 开得太多了 有时候走一走 这种崎岖的山路 也是一种享受 再说了 那么刺激的夜晚 那么崎岖的山路 还有咱们那么惊悚的目标 想着 我都觉得兴奋 看样子 黄一一这不是 在说话安慰我 她说的就是自己想的 女生对这种恐怖的传说 很感兴趣 比起男生 他们的猎奇心理更重 不仅仅只是黄一一 绝大部分的女生 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 远超男生 李奥 你说 咱们进村会不会见到鬼啊 黄一一有点兴奋的问 哎呀 我还没回答呢 秦绿叶就捂住了耳朵 黄小姐 你怎么这样 这大晚上的 咱能不能别谈这个问题啊 都说了 白天不谈人 晚上不谈鬼的 你怎么还说起 那么经济的话题来了 我一想到要去咱们村子里了 我心里就渗得慌 那女主播生死未卜 以前的故事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现在想想 我都觉得害怕 怕什么 黄一一脸的无所畏惧 真有鬼来 不是还有李奥吗 这话倒是一下子 把我男子汉的形象 给体现了出来 不过她忽然画风一转 再说了 你们村里不是 还有个瞎眼大师吗 瞎眼大师那么厉害 肯定会保护我们的 秦绿叶想了想 自己听来的故事 最后不得不重重地 点头回道 你说的没错 咱们村里还有个瞎眼大师 这两人真是会安慰自己 都到了这种时候 还指望一只鬼去帮他们 罢了 我也懒得揭穿 那瞎眼老头的真实面目 就让他们给自己的内心 找一些慰藉吧 汽车就这样 又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然而就在前方一个转弯的地方 黄一一忽然啊地叫了一声 接着她猛打方向盘 怎么了 我赶紧抬起手来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车也在这一瞬间停了下来 黄一一脸惊恐地看向了车外 哟 有人 刚刚有个人站在我的前方向我招手 人 我探出脑袋往车外看了看 什么样的人 没看到脸 是个老太太 她的一只手拉着个孩子 另一只手挂着一个菜框 她就站在路上朝我招手 你们都没有看到吗 黄一一很慌 很害怕 金华叔哥 没事 我摸她的那只手稍微地使了使劲 摒弃凝神地环顾起了四周 山路的两边都是山 这条山路是在两座山的夹缝中修建的 山间黑气缭绕 道路两旁满是白雾 山间黑气缭绕 山下白芒 轨道大开 我知道了 说到这里 我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黄纸符 凑近了嘴边念叨 天灵地灵 人鬼分明 借此路过 还请放行 是 念完 我把黄纸符贴在了车的方向盘上 绿叶 给我几张鸣变 秦绿叶呜了一声 很快便将一叠黄纸递给了我 结果黄纸 我拿在手中念叨 天地灵山 万路无阻 首路山鬼 踩在此处 钱财拿好 速速退去 起 我往黄纸上一吹 黄纸瞬间被我吹燃 接着 我便把黄纸给扔在了地上 黄一一跟秦绿叶 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画面 两人都看傻眼了 李耀 你怎么做到的 试变魔术吗 是啊 李先生 您怎么一吹 那只就燃了 我师父给人做法事的时候 都是嘴里包了高度酒 点燃纸之后吹出去 才能把火焰燃烧得更大的 我平静地解释道 这是功法 摒弃宁神 意念合一 便可以心想事成 好深啊 我都没听懂 黄一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就是书上所说的秘法 用人的意念控制的 跟你说的魔术不太一样 魔术是障眼法 只要能够欺骗观众的眼睛 就算是成功了 而这个 是需要意念跟自身的修为控制的 就是我师父常常跟我们说起的内心功法 是吗 秦绿叶一脸好奇地问 大概是吧 那么说来 你现在身上是有内功的吗 黄一一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我笑了笑 侧头去看了一眼刚刚烧的黄纸 黄纸已经烧完了 然而就在 我烧黄纸的那个地方 蹲着两个人 一个手臂挂着菜筐的老太太 一个小孩 两人正蹲在地上 捡我刚刚烧的纸钱 我烧成灰烬的纸钱 此刻已经成了他们的货币 两人捡起了钱 变得兴高采烈 他们数了一会之后 就朝我挥了挥手 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 我松了一口气 我见鬼不多 虽然知道书上的理论是存在的 可是我也没想到 这些东西 真的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走吧 现在可以走了 我冲黄一一说道 车继续行驶了起来 车那一下就变得安静了 几分钟之后 黄一一忽然疑了一声 现在这路怎么好像不一样了 绿叶 是不是快到你们村子里了 快到村子的路 是不是修过 听到黄一一的话 秦绿叶摇摇头 没有啊 之前村里有个老人过世 我还到过村子一次呢 从外面到村子里 都是崎岖的山路 怎么可能修过了 不过 你那么一说 我也感觉不一样了 这路平坎了很多 有点像是在高速路上行驶 李奥 这是怎么回事 黄一一脸错愕地问我 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没事 这不是刚刚我们走的那条路了 这是鬼路 我的话音刚落 两个女孩就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鬼路 这显然超出了她们的认知范围 我很平静地问秦绿叶 绿叶 刚刚那两座山 是不是坟山 秦绿叶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脑袋往车窗外看了看 好像是 那两座山 好像都是用来埋人的 周围好几个村子的人 都埋在这里 路就在两座山的山脚下 那就对了 刚刚的阴气就是从那些坟里面冒出来的 而道路两旁的白芒 就是在告诉我们 那不是我们该走的路 那是阴人走的路 也叫鬼路 天黑鬼路道 生人物闯入 若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这是刚刚那两个小鬼出现的原因 他们是来要钱的 李先生 您说说这鬼路是怎么回事 金华书阁 我没有立即解释这个问题 继续问道 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到了晚上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车走 秦绿叶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是啊 别说开车了 就是走夜路的人都没有 因为是坟山嘛 所以很邪性 以前出过不少市 有个在外面上学的学生 由于没有找到车回家 于是就骑了自行车从城里回来 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撞鬼了 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 他跪在一个坟前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 久而久之的 这地方也就没人敢走了 怪不得这里到了晚上 路边会有白茫茫的一层迷雾 当然 这层迷雾他们的眼睛看不到 我之所以能看到 是因为我学过观器术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黄依依 她现在很谨慎 完全不像刚刚那样 谈吐自如了 哪怕道路已经变得平坦 我也感受到了她的恐慌 我抬起手去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没事 刚刚你看到的那个老太太 是来收钱的小鬼 而我刚刚烧掉的纸钱 就是买路才 这路 咱们已经开过钱了 可以放心的前行 我的话 让两人的心头更是泛起了更多的疑惑和不解 买路前 您是说 这鬼的路也跟高速路一样 是需要开钱的吗 秦绿叶睁大了眼睛 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不否认 大概就是这个说法 是 跟这个差不多 因为这条路一到了晚上 就没有活人走了 鬼又经常在这里走 久而久之的 这条路也就成了鬼路 白天人可以走 但是到了晚上 想要从这里过就不行了 刚刚一一看到的那两只收钱小鬼 就跟高速路的收费员是一样的 如果车没有停下来交钱 继续往前走 就会出事 高速路顶多就是被拘留 而鬼路就不一样了 有些司机在路上行驶 遇到了鬼打墙 或者遇到更加惊悚的事 都是没有交过路费的惩罚 当然 还有更加严重的 就像 330路公交车事件那样 这是你们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典型的走上了鬼路 没有交钱的惨重下场 一车人 全部被带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 死光 两个女孩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回去了呢 那就没事了呀 你又不走他们的路 他们不至于弄死你吧 只不过呢 遇到一些小气的 他会让回家去病上几天 毕竟他是过来要钱的嘛 那 是不是以后只要遇到这种情况 烧纸钱给他们就可以了呢 黄依依好奇地问 我摇摇头 不一定 鬼篮车也要看情况的 有些鬼可不一定是收钱那么简单 总之到了晚上 少走这样的夜路 就会安全很多 李先生 您可真帅啊 秦绿叶忽然从后面扑了上来 离我很近地说道 跟了我师父那么久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您可真是太帅了 我好想一直留在你的身边 跟着您啊 跟着您 我一定可以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李先生 您收徒弟吗 我愿意做您的徒弟 为您安前满后 秦绿叶凑我很近 他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由于是保持着一个扑着的动作 他的一条沟 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挺白 挺嫩的 可嗨嗨 开车的黄依依发出了提醒的咳嗽声 绿叶 你师父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说要跟李要了呢 你这是背叛师门 欺师灭祖的大罪啊 我赶紧收回了目光 秦绿叶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兮兮地笑道 我只是觉得李先生他太帅了 一时间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对不起啊 黄小姐 我不是有意要靠李先生那么近的 这话一出 黄依依便眨着眼睛问 绿叶 我什么时候 说不允许你靠李要那么近了 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弃师灭祖 背叛师门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会背叛师门的 只是李先生 您能不能教我 怎么分别是人路还是鬼路啊 我想着 要是以后我自己买车了 上高速的时候可以不走高速路 可以找一条鬼路走 那样的话 我就不用开过路费了 啥玩意 这是什么理论 我有点猛逼了 别人见到这样的地方 必都逼不赢 而他想要走 你想啊 那高速过路费多贵啊 我只需要买几块钱的名币 就能走好长好长的路 多划算 这可是一个好路子啊 这都能被他想出来节约 我真不知道 平时何中田对他们是多么的抠门 好吧 我服了 我不再说什么 没一块 我们的车前路出了两条路 黄依依减慢了速度问我 我们该走那条 我指了指左手边的 走这条出了他们的路 黄依依嗷了一声 开着车便往左手边走了 刚走下来 汽车就再次驶入了一条 齐驱的山路 真神奇啊 黎要 我们真的从那地方走出来了 我看到前面的村子了 顺着灯光看去 前面的确出现了一个村子 对了 刚刚有个分叉 要是一直往前走 没有下车的话 那条路是去哪的 应该是去黄泉的 黄泉 两人女孩又吃了一惊 难道那条路 就是鬼直接去黄泉路的 我点点头 应该是 我也没去过 但看那样子 八九不离十 好了 继续走吧 车继续走了一会 终于来到了湖沟子村的村口 就是这里了 这里就是我的老家 湖沟子村 黄一一将车停了下来 他打量着前方问我 李奥 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我用棺砌树 打量着前方的村子 在灯光的照耀下 那一栋栋黑漆漆的木房子 都透出了诡异的阴森 这个地方有阴气的存在 不是很浓郁 不过却能够感受得到 我抬头看了看村子的四周 都是山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 天太黑了 我无法看清这里的风水结构 总之晚上能够聚集阴气 肯定是阴阳杂混之地 我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晚上十点 害时 还未到紫时 阴阳还未交替 阴气就已经开始戎罩村子 这足以说明里面住着鬼魂 到了紫时 这里指不定还会很热闹 李先生 我们要怎么办 继续进村吗 还是在这里等 秦绿叶开始慌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能明显地听出他的声音再颤抖 尽管是他的老家 可大半夜地看到这样一个荒村 谁的心头不怕 我还是没有回答 只是打开车门 走下了车去 我不是在卖关子 而是现在 我还没法给他们答案 他们慌 其实我也很慌 我是第一次 在这种黑灯瞎火的情况下 到这种地方来做这种事 我要开口说话了 指不定还会露馅 让他们看到 我的不淡定 语气让他们害怕 不如漠不作声 当我的脚踩在地面之后 我感觉到了一股冰凉的气体 从脚底 直接冲入了我的全身 这是低音之气 在阴阳交替之前 地面会变得比交替之后 要冷很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露水从地面上蒸发出来 李一奥 见我下车 黄一一也不敢待在车里了 赶紧下车来 挨我很近 同样的还有琴绿叶 他也下了车 走到了我的身边 李先生 我分别看了两人一眼 安慰道 没事 我只是下来看看这里的地气 油气官风 我想分辨一下 这个地方的风水 是不是我刚刚猜测的阴阳杂混之地 还没分辨出来 两人就过来了 啊 那是什么 忽然 黄一一紧紧地靠住了我 他整个人都贴在了我的身上 胸前的柔软一下 就让我有了明显的感知 这一下 让我的脸瞬间都变红了 我们的车灯没有关闭 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全身通白的女人 站在我们前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啊 看到那女人 琴绿叶也被吓得赶紧抱住了我的手臂 两人一个抱着我的左手 一个抱着我的右手 他们的尺寸大小 我瞬间分明 这搞得我很尴尬 但是他俩还在恐惧之中 完全没有意识过来 那是什么 李药 黄依依声音颤抖地问我 没事 先上车 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让他们先上车去 两人哆嗦着钻上了车 他们都不敢坐前面了 两人都跑到了后座 那是鬼吗 李药 她怎么还不走 那个白衣女鬼还在车灯下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们 就像是 就像是在警告我们什么 是鬼 我不再隐瞒 因为这也 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们三人都不算是那种 对鬼怪之是陌生的人 刚刚我们还一起走了一趟鬼路呢 即便我隐瞒说 不是鬼 他们也不会信 那他要干什么 怎么一直站在那里 我摇摇头 不知道 别管他 别去看他 等子时吧 子时一到 咱们就开车进村 黄依依明显地愣了一下 但他们都没有再接话 我再次看向了那个女鬼 忽然 她动了 她朝我们走了过来 不 准确地来说 是飘了过来 她来了 她来了 两人忽然害怕地叫了起来 我哽咽了一口唾沫 我也有点拿捏不准 这女鬼想干嘛 我赶紧摸出了两手鬼符 如果她敢靠近 我就用我符将她驱散 忽然 她走迷左右的距离之后 停了下来 距离近了 我也能看清她一些了 在汽车的灯光照耀之下 那是一张惨白 到毫无血丝的脸 她长发飘飘 看不 但我能感受到 她眼神中的恨意 难道是怕我手中扶 她也没有立即离开 只是站在那个地方凝视着我们 这种高强度的紧张对峙 一直持续了很久 我感觉自己捏伏的手都出了汗 终于 在子时来临 阴阳交替的时候 女鬼消失了 就很突然的一下 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 她不见了 黄依依如释重负地发出了声 我恩了一声 继续打量这荒村 村子忽然变了 变得跟刚刚不一样了 刚刚这周围还有阴气的铺盖 可是现在竟然不增反减 按理来说 阴阳交替 子时过后 这地方的阴气 应该很重才对 消失了 这是怎么个事 等等 那是什么 就在村子的头顶 一团黑气油然而生 那是 金华书格巨阴阵 能够吸收阴气的阵法 是一些道士 用来对付鬼怪 以邪制邪的阵法 同样 也是一些居心叵测的阴阳师 用来练某种邪功的阵法 当然 不排除这是死人 在生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而留下来的阵法 很显然 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时候 出现这样的阵法 跟那瞎眼老头脱不了关系 只见那黑色的巨阴阵 在村子的头顶旋转 好像是在吸收 这里的阴气 大概两分钟之后 那巨阴阵 忽然停了下来 接着 我便看到他旋转着走了 走 进村 不由多说 我马上催促黄一一开车 虽然害怕 但看到我一脸严肃的样子 黄一一还是赶紧上来开了车 我们的车开始进入了村里的那条乡村小道 我眼里只有巨阴阵刚刚消失的位置 全然不在管着周围的东西 李奥 我怎么感觉 有车在后面跟着我们 黄一一的手在发抖 他的眼睛在往后视镜看 别看 继续往前走 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就对了 黄一一不敢再看 但是后面的声音越发的得意 竟然直接打起了喇叭 嘟嘟嘟嘟 那就是汽车的鸣笛声 很急 看上去就像是要超车 车上的两个女孩已经惊恐不已 但我还是尽力地保持平静 别怕 这村子里已经没有阴气了 刚刚形成的阴气被吸走了 现在村里没有鬼 身后的东西 不过是没有形成意识的东西留下来的 你们别害怕 别回头 别停车 一直往前看 只要回头 停车 那就是助长了他 加速了他成型 这就是之前别人常说的 走夜入墨回头吗 黄一一小心翼翼地问 算是 不过又不全是 走夜里 墨回头指的是身上的三把火 有鬼在身后吹你的火 只要你回头 让他找到机会 吹灭你身上的火 那你就会见到他 从而他就能对你下手 现在这个还不算鬼 只是某种东西的意识 就在我们谈话之间 跟在我们身后的汽车消失了 喇叭声也随之消失 汽车很快就来到了道路的尽头 这里没有废弃的屋子 最近的一栋也在十米开外 映在我们前面的 是一条荒芜的崎岖小路 而巨阴镇 就是往这里过去的 这里面 就是以前的村子 秦绿叶手指车灯照射的那条小道说道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 就把车停在这里吧 那是什么 黄依依忽然手指 我们停车的左侧 一块空旷的地上 透着我们车灯的光芒 在漆黑之中 我们看到了一辆红色的越野车 秦绿叶从他的包里面 摸出了一把手电筒 打开车窗 他朝着那辆车照射了过去 是红红的车 秦绿叶惊讶地叫了出来 谁是红红 红红就是那个女主播 一个星期以前 到这里来失踪的那个女主播 之前她直播的时候 有录到过她的车 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她的车 看样子 秦绿叶是这个红红的忠实粉丝 原来是她的车 我打开车门 直接朝着她的那红色越野车 走了过去 车门是锁着的 我抬起手来摸了一下车身 用意念感受着 车内是否有人 或者是尸体 没有死气和生气 车里是空的 没有人 也没有尸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女主播七八成是出了意外 如果没有出意外 她的车不可能停在这里 而旁边没人 怎么样 有人吗 见我已经回来 黄一一跟秦绿叶都跳下了车 我摇摇头 没有 应该是进去了 进去了 秦绿叶忽然哽咽了一口唾沫 我怎么感觉 这辆车 好像就是刚刚在我们身后 追着我们的那辆了 你看了 没有 秦绿叶摇头 只是感觉 没事 我盯着车看了两秒 问道 绿叶 从这里进去 还要多久能到之前的村子 秦绿叶想了一下 说道 大概中左右的路程吧 听说也不远 反正我没进去过 因为这里面是禁区 李奥 你要进去吗 黄一一听我那么问 一脸担忧 我坚决地点头 是 我刚刚算出了那只女鬼的魂 就在里面 你们俩在这里等我 我进去看看 李奥 我刚要走 黄一一就拉住了我 我想跟你一块去 我在这里 怕 秦华书阁我也害怕 李先生 我们跟你一块去吧 秦绿叶也赶紧附和 现在 我就是两人的主心骨 我一走 他们肯定害怕的不行 不过 我还是不能让他们跟我一块过去 毕竟那边 才是真正的龙坛虎穴 不行 我下意识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那边的阴气 已经快要冲天了 我又回头看了看村子 这边倒是很宁静 他们俩都是女人 要是进去的话 保不准会出什么事 村子里现在已经没有阴气了 里面的阴气很重 你们不能进去 我先进去看看情况 你们俩就在这里等我 可是 黄一一张张嘴 一脸委屈 我 我怕呀 刚刚还有个女鬼呢 你要不在我的身边 那个女鬼再冒出来 怎么办 我沉思了一会 冲他说道 上车 到后座 我给你画护身符 那我呢 秦绿叶连忙追问 你也一起进来 我们三人再次进入了车内 背对我 把衣服撩开 绿叶给我打电筒 我吩咐了一句 黄一一眼神闪烁了一阵 最后还是一咬牙 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衣服里面还有一根 从胸口勒到后背的袋子 我指着那袋子问 能把这个解开吗 黄一一恩了一声 拉开了袋子 灯光照耀下的后背 洁白如玉 光滑细腻 看得我忍不住哽咽了一口唾沫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看到此情此情 我可能会把控不住自己 想什么呢 我赶紧挥去脑海里面那些多余的想法 竖起中指直接咬破 见到血冒出来之后 我快速念叨 天护身 地护身 十二元晨护你身 八大金刚手你魂 急急如律令 接着 他光滑的背上 便被我的血给画上一个护身符 这样的护身符 比符咒的效果好很多 随着我用力一拍 黄一一变压地叫了一声 叫得让人脸红 好了 你们是吧 黄一一摇摇头 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接着 他伸出手去 拿过了秦绿叶的手电筒 秦绿叶犹豫了一下 还是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背对了我 秦绿叶的肌肤 也很光滑白呢 只是他的好像 跟黄一一不太一样 好像少了什么 见我还没有动手开始画 秦绿叶娇羞地催促道 李先生 快画 你别看了 我是因为穿着那个勒得太紧 所以就没有 穿 我顿时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 天护身 地护身 给两人画好了护身符之后 我对他们说道 有了护身符 就待在车上别出去 我在车外面 给你们也贴上符咒 你们不会有事的 一一 别忘了我们过来是干嘛的 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 你必须要坚强地 面对着糟糕的环境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但你必须坚强 我给了他一个鼓起勇气的眼神 他坚定地点了点头 嗯 我会得坚强的 你放心里呀 我放心地转身了 但是刚转过身 李奥 我回头一看 黄一一脸关心地冲我说道 小心 我等你回来 嗯 我一路小跑着 走进了那条小道 一头扎进了那引起逼人的地方 我把提前画好的隐身符 放在了身上 希望能够躲过那些鬼怪的眼睛 说实话 我挺慌的 我第一次面对这种事 不过正如我跟黄一一说的那般 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现在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宋柳燕已经可怜了几百年 这里的冤魂都做了几百年的奴隶 他们甚至都算不上是孤魂野鬼 没遇上或许我不会多管闲事 遇到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理 我想如果爷爷还在我身边的话 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件事吧 终之后 我穿过荒草弹 一块光滑的空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那光滑的地面上还有星星点点的亮光 看上去就像是暗淡的萤火虫 其实不然那是灵谷发出来的光芒 他们没有被棺材装着下葬 所以无法发出鬼火 只能在夜晚的时候发出他们身上的灵谷 以表示他们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些灵谷散发出来的光芒 谁又知道他们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呢 光芒太多了 我实在分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孤魂野鬼 我缓缓地走了过去 这里没有长草 是因为煞气太重了 草无法长出 只见煞气铺满了整个大队 刚刚飘过来的阴气被煞气那么一冲 直接冲上了天空 这就是以前爷爷跟我说过的 阴煞冲天 能够形成阴煞冲天的格局 首先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有凶煞 凶煞有两种 一种是先天凶煞 比如这块地方的地底下 埋着一个沉睡的远古凶兽 这地方会不长草 并且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不长 这样的地方就叫先天煞 如果是先天煞 那这个地方肯定不能住人 也不能埋人 还有一种是后天种上去的煞 比如我给黄一一家解决的红禅西域 那也是一种煞 眼前的煞 便是宋柳燕口中所说的 那个困住他们的格子 这是瞎眼老头生前弄的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煞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决 先看看吧 现在还早 我需要时间看看这块地方的变化 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 就在这样 我找了一块地方坐了下来 静静地观察着那块不长草的空地 就在我观察的时候 忽然 我看到空地的不远处 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那东西跟这里的环境完全不符合 我朝着那东西走了过去 越走近 我越是感觉那是个人 没意会 我来到了那东西的身边 是个人 真的是个人 并且还是个女人 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外套 一条休闲裤 地上有她的手机 还有一根支架 这女人是那个女主播 她死了 我在她的身上 没有看到一丝生还的气息 我在心里替这个女主播感慨了几秒 最后还是回到了刚刚我等待的地方 人死了 只是一副曲窍而已 我并不害怕她的曲窍 相反 我替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感到不值 终于 让我等到了 丑时跟紫时交替的时候 冲上天的阴煞 忽然消失了 紧接着 那灵谷上发出来的光芒也消失了 周围的虫鸣声也在这一刻消失了 一切的一切 就好像全都静止了 我知道 要有变故了 于是我目光如炬地 盯着那块空旷的土地 忽然 地面上发出了一道白色的光芒 光芒刺眼 我赶紧抬起手来 挡住了自己的眼睛 等我再次松开手 放开自己的眼睛时 眼前的画面 变了 我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物 建筑物十分的豪华 看上去就像是宫殿 那宫殿是透明的 因为它是虚幻的 所以我就站在这里 便能够看到里面的一切 只见那偌大的宫殿内 坐着一个满脸享受的老头 老头是个瞎子 只有一只眼睛 他坐在大殿之上 瞧手以盼 身边站着几个给他按摩的女孩 面前还有女人正在跳舞 这是帝王的待遇 妥妥的帝王待遇 害子交替 也是一天之中的阴阳交替 这期间的阴阳杂气混乱 所以他不敢出来 到了子丑交替之际 所有的阳气已经被阴气吞噬 他这才显现出来 瞎眼老头很丑 可是他脸上却满是春风得意 又来了一个 那就意味着 你们之中有一人要被我吞噬了 忽然 歌声停止 瞎眼老头的声音发了出来 那是一道十分沙哑的声音 刚刚跳舞的 按摩的全都站成了一排 他们忽然惊恐地跪倒在了地上 主人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我还能给您按摩锤背呢 主人 晚上的时候 我还可以伺候您呢 主人 我能给您洗脚 我能永远永远地陪伴您 上次您不是说了我按摩按得很好吗 一群女鬼 就像是奴隶一样 跪倒在了她的面前 而她却满脸的不屑 吃 难道是食魂 书中有说过 鬼跟鱼是一样的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 厉害的鬼 可以吃其他的鬼来壮饰自己的能量 饿鬼吃小鬼 这是很常见的 不管怎么样吧 来的新人 必定会有新老交替 你们之中 肯定要有一人被吃呀 你们求我有什么用 求我还不如求别有人到这里来呢 瞎眼老头的话说得很轻松 搞得好像他也不希望有人来这里似的 好了 我自己做决定吧 只有吃了一个 我才好迎接新来的丑 说着话 她开始走了下去 那些女鬼的身子颤抖得更加的厉害了 走了两圈之后 她终于在一个女鬼的面前停了下来 几乎是没有犹豫 只见她忽然张开了血盆大口 对着那女鬼就是一顿吞食 食魂 真的是在食魂 我看那一阵头皮发麻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怎么会如此的凶残 忽然 她一口吞下了那个女鬼之后 她好像发现了什么 只见她猛的扭头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一眼 只是一眼 我便感觉自己全身被电击了一般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秀 顷刻间 我眼前的宫殿消失了 刚刚被电击的那一下也没有了 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又恢复到了那块空旷的土地 被发现了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发现了 总之现在我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起身往外面跑了出去 一路狂奔 我脑袋里面反复地想着 刚刚瞎眼老头说的话 新老交替 为什么要新老交替 来了一个新的 他就要吃掉一只鬼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他可以让这些鬼全都服侍他 难道 他只是固定了要那么多人吗 我不理解 我现在也很难理解 终之后 我回到了车旁 拉开车门 我只看到了已经睡去的情侣液 黄依依呢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并且这种感觉十分的强烈 绿叶 绿叶 我使劲地摇晃了一下秦绿叶的身子 可是他却没有半点醒过来的意思 不好 是被迷惑了 我赶紧抬起手去掐住了他的人中 使劲地掐了几下 他终于在发出了一声轻哼之后 醒了过来 金华书格李先生 您回来了 绿叶很迷惑 看上去他也不知道自己昏睡了 依依呢 我着急地问 秦绿叶压了一声 看了看自己的身边 随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大惊失色地说道 糟了 黄小姐出事了 我心头一震 全身一麻 顿时就像是一道惊雷 劈在了我的头顶 刚刚我们见到了红红 红红向我们我们求救 红红 就是那个女主播 刚刚我已经看到了她的尸体 所以 你们打开了门 让她进来了 秦绿叶一脸委屈地点头 是的 我跟黄小姐商量了一下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 让她进来了 因为她说 有东西追她 追到这里那东西 就不敢过来了 她浑身脏兮兮地 看着就知道 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我们看她不怕车外的福 所以就觉得她是人 我们就让她进来了 进来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很困 话都没有说上几句 我就睡着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等我醒来 就是现在了 李先生 对不起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 有点昏沉沉的 世界仿佛都在旋转 糟了 黄一一出事了 我打开车门下了车去 摸出了我的三个铜钱求挂 可是铜钱刚刚拿出来 我就把铜钱给收了起来 现在是丑时 我就算问挂 挂也不准 过了紫时的挂 都会受到阴阳交替之后的气场影响 挂象根本就不准 怎么办 我内心已经焦急不安 如果黄一一真的出事 那我这一行的目的又是为何 就是为了搭上一条人命吗 黄一一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不能让她出事 不能 绝对不能 不管了 即便是让我三魂出鞘 欺破离体 我也要找到黄一一 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这个女孩对我太重要了 我不能失去她 绝对不能 一一 一一 我冲着无尽的黑夜呐喊 使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李先生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秦立叶站在我的身后 小心翼翼的道歉 她已经哭出了声音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回去车上 我命令了一句 黄一一已经出事了 我不可能再让她也出事 李耀 李耀 就在我赶到天旋地转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了黄一一的声音 这个声音宛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瞬间把我已经黑暗的心给照亮了起来 在那儿 秦立叶手指着 我刚刚跑出来的那条小道 只见黄一一正从那条小道上 往这边小跑 是她 是黄一一 真的是她 我赶紧跑了上去 黄一一也朝着我奔赴了过来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她的出现是个幻觉 在我 靠近的一瞬间 她就消失了 但是没有 她没有从我的眼前消失 这说明不是幻觉 黄一一真的回来了 一一 一一 我恨不得一步直接跑到她的身边 好在没几步 我就来到了她的面前 她没事 她真的没事 太好了 这太好了 我抓住了她的手 只见她双眼满含泪水 一脸的委屈 她的手有温度 她的眼泪忽然落下了一大颗在我的手上 热腾腾的 没事 她没事 我毫不犹豫地一把将我揽入了怀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留在这里 我不该把你留在这里的 李昂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会失去你 黄一一哭了 她的眼泪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胸口 对不起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从现在开始 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给宋柳烟找到她的海骨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保证黄一一的安全 她的安全应该永远排在第一位 这事也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 往往最安全的地方 才是最危险的 我们回到了车内 黄一一的脸上 依旧写满了恐惧和害怕 很显然 她经历了很不好的事 我让她喝了口水 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才问她 刚刚发生了什么 黄一一这才娓娓道来 刚刚那个叫红红的女人上了车之后 她就跟我说是你救了她的 但是那几个女鬼 已经抓住了你 把你往里面拉着走了 我听了之后十分地害怕 她就说 有办法救你 让我跟她走 我信了 所以我就跟她走了 走着走着的 忽然出现了一个 穿着白衣服的女人 那女人一出现 红红就不见了 接着她告诉我 红红不是人 让我赶紧回去 然后我就跑回来了 听完黄一一的经历之后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一个白衣女人 让黄一一回来 是她帮了黄一一 我想起了 刚刚我们在村口 遇到的那个女鬼 那个女鬼 应该是让我们回去 别进村 那她的目的呢 应该就是 我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如果进来了一个 新的魂魄 那瞎眼老头 就要吃掉一个魂魄 她害怕被吃掉 所以才让我们回去的 得到这个结论 我瞬间恍然大悟 至于那个红红 她刚死 跟之前死去的那些鬼不同 她八九成是被吓死的 所以死后 她根本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魂魄 换句话说 现在的她 属于那种 有魄无魂的状态 还不是完全体 只有魂魄都在了 才能被称为鬼魂 而人在死后 想要及其魂魄 是需要时间的 最少也需要七天 这也是民间常说的 头七是回魂夜 头七的时候 死者的灵魂 才能合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鬼魂 所以 我推断她的死亡时间 还没到七天 正因为还没有 形成完整体的鬼魂 她也就不怕 我贴在外面的福 她是被黄一一的 担忧吸引进来的 黄一一的担忧 给了她钻空子的机会 所以 她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找到了黄一一 想要将其片到里面去 其目的很明显 让黄一一替她 这也是民间常说的 找替身 李先生 那她怎么找黄小姐 而我没事呢 秦绿叶忽然发问 这几天 你是不是来 那个了 那个 哪个啊 刚问完 她的脸就刷的一下 红了起来 接着把脑袋 不好意思地捶了下蛋 啊 是因为这个 吗 我点头 就是因为这个 来了这个 比我画的符还要管用 我的符是针对鬼的 它还是只是破 无一时的东西 所以 它不怕我的符 而女人的那个血 能够打散它的破 原来如此 那么说来 我们女生来那个 也有好处了 我不否认这个说法 不过我也不好意思 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停留 休息一会吧 天亮了 我们再进去里面看看 我们三都在后座 车的空间不大 但是由于害怕 她俩都不敢去前座 因为她们害怕 坐在前座的挡风玻璃上 看到什么东西 她们自个不去就算了 也不让我上去 没办法 我就只能待在两人的中间 黄依依靠在我的怀里 像只温顺的小猫 而秦绿叶有意地 避让了我一些 但是由于空间有限 她的身体 也跟我是贴在一起的 绿叶属于那种 微胖型的女生 身上有点肉肉的 所以 即便是她有意地去避让 也避不到哪去 李耀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忽然 黄依依发出了声音 刚刚发生了那样的事 我知道黄依依肯定睡一圈无 不仅仅只是她 就连我也很难睡着 什么 于是我回答了她 我不介意跟她聊会 你是不是骗了王洪伟一家 咯噔 这话一出口 我就愣了 我的确骗了她们 只是黄依依怎么知道的 是女鬼跟她说了什么吗 是 我没有隐瞒 而是直接说出了口 缠着王朔的那只女鬼 不是恶鬼 她就是十一年前 找上王朔的那只女鬼 我们这次到这里 来不是来找鬼帮忙的 而是来找她的骸骨的 那天晚上 我跟她聊了很多 我得知她很可怜 所以 我决定帮她 换句话说 其实我做这件事 不是帮王朔 而是在帮那只女鬼 我就知道 黄依依的声音很平静 我就知道 你跟我一样 很不喜欢 王洪伟跟她的家人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是那种 只要见到钱就做事的人 黄依依对于王洪伟 以及王朔 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 她很怀疑我是不是为了钱 才做这件事的 现在 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 至于我帮鬼还是帮人 都不重要了 你能跟我说说那天晚上 你跟那只女鬼聊了什么吗 我沉引了片刻 还是选择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 就当是咱们之间在说故事吧 于是我把事情 实的说了出来 顺便也是给这两个女孩 打个预防针 让他们知道 他们口中的瞎子大师 是个什么样的人 金华书格听完了我的讲述之后 两个女孩都感到 十分的不可思议 半想过后 秦绿叶才难难的说道 李先生 您真的是个好人 不仅只是帮人 还帮鬼 我们跟了师父那么久 都只是看到他去抓鬼 从未听他说过什么帮鬼的话 我觉得 您做这件事 不仅帮了王朔的大忙 更是帮了王家的大忙 只是那个瞎子大师 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啊 还亏在我们后世的故事中 他是个大好人 是个真正的大师呢 以后 我一定要告诉那些人 他的真实面目 两人的信念 瞬间被我给击破了 他们心目中的瞎子大师形象 此刻也变成了恶魔 至少在那个传说里面 瞎子是个真正的大师 黄依依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 她叹息了一口气 十分感慨地说道 真是没想到 那女鬼的背后 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真是太可怜了 李奥 那么说来 里面还有很多可怜的女鬼吗 我点头承认了下来 毕竟 我刚刚亲眼看到了 那你一定要帮她们 把她们救出来 帮她们超度 让她们转世 黄依依很振奋地说 我点点头不再回答 这是说得轻巧 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啊 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那瞎眼老头 用的是什么阵法 搭建了一个那样的宫殿 我们之间很快就陷入了沉思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三都各怀心似的睡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 醒来的时候 黄依依还靠在我的胸膛 秦绿叶的脑袋 也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不知道 昨晚我算不算是 左拥右抱地休息了一晚 总之 这惊心动魄的一晚 总算是熬过去了 我叫醒了两人 简单地收拾 吃了些东西之后 我便带着她们出发了 沿着昨晚的小路 我们三人前行了起来 这一路前行十分的艰难 由于常年没有人行走 路上早就已经长满了草 虽然还有我昨晚跑过去的痕迹 但由于草丛太茂密了 想要走出路来 还是很难 等等 我们刚走了两分钟 秦绿叶就叫了一声 他指着一块牌子说道 这里就是咱们村子里的牌子 不允许人靠近这个地方 这是块木牌子 上面刻着字 总共八个 闹鬼区域 请勿闯入 走吧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便领着两人继续前行 穿过荆棘 总算是来到了那片空旷的土地上 真是别有洞天 世外桃源啊 昨晚天黑 我没有看清楚 今天再来一看 豁然了很多 一路走来都很崎岖 但是把崎岖走完了之后 却是一片空旷 这里以前就是个村子 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村子了 土坯房 现在虽然还有一些 没有倒闭的土坯墙壁 不过早已不再是 以前的那种模样了 地方很平坦 很适合人居住 住在这里的人 都是为了躲避战乱 站在这里 望着废墟 我隐隐中看到了 当年这里热闹的景象 这里曾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 也是一个桃源名诗剧中的 世外桃源 只是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那个人的闯入 它破坏了这里的美好 让这里变成了凶煞之地 呀 那是什么 就在我摒弃宁神 正要关气的时候 黄依依发出了一声惊呼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是那个女主播 红红的尸体 是那个女主播的尸体 我昨晚已经见过了 所以并不觉得奇怪 啊 她真的死在了这里面吗 秦绿叶一脸惋惜 是 她死在了这里 好可惜啊 这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死了呢 全网就她的直播最真实了 其他人的都没有她的真实 我冷哼了一声 不屑地回道 她的死是她的报应 即便不是死在这个地方 她迟早有一天 也会死在另一个荒郊野外 靠着去打扰孤魂野鬼 来获取利益 就好比一个陌生人 拿着手机闯进了你的家里 对着你家 就是一顿鸡里呱啦 各种点评 完全不在乎屋内你的感受 这样的行为换做是你 你能接受吗 孤魂野鬼被鬼差欺负 被恶鬼欺负 被阴阳师欺负就算了 一个普通人还去欺负他们 还要去利用他们的存在 来获取利益 做出这种行为 遭到了报复 在你看来她很可怜 她可怜 那又有谁去可怜那些 被打扰的孤魂野鬼呢 面对我的一番质问 情侣也害怕地低下了头去 对不起 我这才发现自己 有点激动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没事 我觉得您说的对 秦绿叶一脸尴尬的道 只是他就这样死在这里了 我们需要报警吗 不用 办完了事情再说吧 我没再废话 抬起头来观望了一下 这里的风水结构 这里四面环山 算不上是九龙九星之地 但想要在这里安度晚年 那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在战争年代 这样的地方 绝对是躲避战乱的首选之地 至少这里的地气 在还没有被破坏之前是没有问题的 村子左边的山峰 是看上去像是一个人 就要走上一匹马背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 于是停了下来 那是贵人上马 回头望月 正是他这一望 守护住了整个村子的灵气 再看右边 三座山峰大小不一 但是却连在了一起 由高到低 看上去像急了一只慵懒的老虎躺在地上 他似乎在害怕对面的回头贵人 这是什么来的 白虎垂头 贵人上马 回头望月 白虎垂头 少男忧愁 遇到这个风水局 难得很难找到老婆 不过这里有化解的方法 贵人上马回头望月 就给压制了 等等 昨晚我看到的白虎山 好像不是这样的 昨晚子时阴阳交替的时候 我看到那团黑乎乎的巨鹰阵 就在这三座山峰之上 巨鹰阵就像是这只垂头老虎的脑袋 而它明显的不是白天这个样子 反之 它变成了一只猛虎 变成了猛虎抬头 而 随着猛虎抬头的笼罩 它盖过了对面的贵人上马 于是 它的光芒盖住了贵人上马峰 上马的山峰被吸收了阴气之后 晚上会变得萧条 所以 到了晚上的时候 看上去 那里更像是一条蜿蜒的蛇 而抬头的马也变成了龟 宛如一条蛇 盘旋在了一只乌龟的背上 玄武 玄武守墓 猛虎抬头 玄武守墓 这里可是一个小帝王之穴啊 怪不得它选择了这里 原来只需要稍稍地改一下风水 这里就能变成一个好墓 可见那瞎眼老头在活着的时候 肯定也是个风水阴阳界的高手 至于怎么敢 我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 现在 需要我去验证 我二话不说 迈着步子 朝那白虎垂头的地方走了过去 来到山脚下 一股凉意从地面升起 直直地从我的脚底板冲入了脑袋 这是阴煞之气 即便是白天 只有有煞 我都能感应得到 这里就是我昨晚看到宫殿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肯定就是以前那个老家伙居住的地儿 而这地底下 一定埋着那些骸骨 我用脚试探性地挪了一下 从昨晚到今天我都想不通它 为什么要限定人数 来了新的死者 就要吃掉以前的魂 这个问题 我一晚上也没有想通 忽然 我踩到了一颗石头 差点就被那石头给绊倒 我低头一看 石头是黑色的 不是被烟给熏黑的 而是好像长期在这个地方 是被这里的某种东西 给改变了颜色 才变黑的 这种黑不是一般的黑 而是透进了石头内部 让整个石头都变得跟没差不多 我闻了一下 很普通 就是石头的味道 顺着黑石头的方向 我又找了一下 旁边好像没有 但是相隔了20公分左右 我又看到了一颗黑色的石头 我顺着那颗石头 往下挖了一下 就在那个位置 我又挖出了几颗 同样颜色的石头 我猛地抬起头来 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继续在那个地方找了起来 每隔二三十公分 我就能找到一块黑色的石头 而它黑色石头往下 全是黑色 一直找到最后我标记的地方 我数了两遍 都是72块 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都明白了 这是 72地刹 我明白了 我有些激动地喊出了声音 听到我的声音 黄一一根情绿叶都一脸迷茫 不知所措 你明白什么了 李耀 我指着地面 激动地说道 这里 就是那个镇 就是宋柳燕跟我说的那个镇 72地刹镇 昨晚我所看到的聚音镇 就是这个东西弄出来的 72地刹 能够在阴阳交替之际 自动化成聚音镇 聚集了周边的阴气之后 它就会迅速地回到这个地方来释放 就像是这里有条鱼 它需要每天都到外面 去接水来滋养这里面的鱼 在古代 能够形成聚音镇的方法也有很多 其中就包括了七星镇中的三十六天钢 和七十二地刹 三十六天钢 是古代帝王埋葬的时候 国师给帝王布置在地上 让帝王死了之后 灵魂还能享受天伦之乐的 三十六天钢神格很高 一般人无法享受 而七十二地刹 与三十六天钢同工一曲 只不过七十二地刹 是凡间的煞物 不如三十六天钢那般自带神器 七十二地刹 能够容纳万物 不管那人生前是做什么的 只要让他的血浸泡地刹丁七七十九天 在地上种上 他死后葬在他的地刹圈之中 守上七十二年 待完全融合之后 他便可以享受君王的待遇 享受天伦之乐 我记得绿叶说过 在他死后这里安静了几十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定是七十二年 村里的人很敬重他 所以愿意在这里守着他的尸体 七十二年 不让人侵犯 七十二年后 待他融合了七十二地刹之后 这里继续闹鬼 然后他们无奈 只能搬出去 只是这七十二地刹 有一个局限 那就是只能容纳七十二个灵魂 所以这一片的地底下 绝对埋藏着七十二具尸骨 听完了我的话 两人的眼神都是迷茫的 很显然 他们并不是很懂我所说的东西 李奥 你是说这里就是那个宋柳燕说的那个镇 这个镇叫七十二地刹镇 而昨晚你也说了 咱们要找的东西是他的骸骨 既然正在这里 那他的骸骨就在这地底下 对吧 是 简单来说就在这地底下 那怎么办 咱们要挖出来吗 我摇摇头 挖出来也找不到尸体 七十二地刹 能够完美地吸食尸体 把肉眼可见的尸体吸食不见 只有破了这七十二地刹 才有可能找到这地底下的尸体 破 怎么破啊 你能破吗 我犹豫了一会 想了一下书上说的破解之法 于是继续对他说道 想要破除这七十二地刹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找到埋在地底下的地刹钉 挖出来 然后用鸡血泡七七四十九天 这样一来就能够化刹 另一种则是以血为瘾 把地刹给破开 只是这对血有极高的要求 我想到了宋柳燕跟我说的 那个瞎眼老头说 只有悬门中人的血 才能破了这阵 现在看来 他对自己埋葬的地刹针很有把握 所以才会说出那番话 很显然 第一种对于我来说不现实了 即便是我找到了这地刹针 还需要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去浸泡 那么久 宋柳燕早就魂飞魄散了 所以 就剩下了第二种 悬门中人的血 这个更难找 现在 我上哪去找悬门的人 悬门是什么 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只是大概的知道 他们是很庞大的家族 身上的血统 就像古代的皇室血统那般 让我去找悬门的人 这不比登天还要难 忽然 我感到了一阵彷徨和无力 刚刚的激情 在这一瞬间 变得烟消云散 在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的时候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 我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 但是现在 我知道了 我却无能为力 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就是当我得到了 我穷极一生去追逐的东西 到头来 血淋淋的现实却告诉我 我配不上它 这不就是个笑话吗 一种莫名的心酸 一种莫名的绝望 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只感觉脑袋变得天旋地转 忽然 我整个人一沉 全身一软 一个站立不稳 就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所有的信心 都在这一刻丧失了 所有的希望 也在这一刻破灭了 离药 黄一一赶紧走上前来 扶住了我 你怎么了 我努力地强撑着自己的身体 摇摇头回道 我没事 只是感觉有点累 当疲倦来临的时候 才知道 什么叫做无可奈何 是不是这件事 很难解决啊 我看向了黄一一 她也正好看着我 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从我的眼睛里面 她已经得到了答案 离药 你这是要放弃了吗 放弃 是啊 我要放弃了吗 再还不知道 这里是七十二地煞的时候 我对此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自己 来到了之后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可是现在 我却会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无能为力 离药 忽然 黄一一的目光变得坚定 变得发光 我知道 你不会放弃的 对吧 正如你昨晚对我说的 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面对什么事 我们都要坚强 书中是指记载了两种解决方法 可不一定就只有那两种解决方法呀 你看的记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 也许那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实践其他的方法呢 答案需要实践 或许你会找到第三种解决的方法 不是吗 黄一一的话 让我犹豫了起来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虽然很微小 可我已经走到了这第一步 无论如何 也要试一试吧 这里有那么多可怜的孤魂野鬼 他们已经在此为奴为弊几百年了 如果还没有人来帮他们的话 那他们将会永永远远的 在这里为奴为弊 你是在帮他们 我想 他们会帮你的 老天看着这一切 肯定早就忍不来了 老天会帮你的 我跟绿叶 也会帮你 我们那么多人 我就不信 还对付不了一个他 看着坚定的黄一一 我心中一阵动容 我想起了 他曾无数次 劝我不要帮王硕 如果觉得危险就别做了 只是因为 他觉得 王硕是罪有应得 不值得我一身涉险 可是现在 我们面对了更加危险的东西 他却鼓励我勇敢面对 只是因为这东西 残害了太多太多的人 这个女孩的心中 保持着一股正义的光芒 这样的光芒 也激励了我 继续往下走的决心 他说的没错 老天会帮我的 这72个女鬼会帮我的 还有她们 也会帮我 我重新坚定了起来 从地上站起 重重的点头说道 对 你说的没错 天地鬼都会帮我的 第三种破阵的方法 也会在天时地利之中出现 走 回车内拿东西 见我重拾信心 黄一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我们三人回到车内 拿了很多的东西 那些都是我之前准备的 有黄纸 朱砂 鸡鞋 还有几根桃木枝 我要用桃木来做支架 布阵 布天罗地网阵 这门阵法 是我当前会的最高级别的阵法 也是爷爷给我的书中 记载的最厉害的阵法 我们三人一直忙碌到下午 我们才成功地把阵法给弄好 回到车里吃了点东西之后 我们三人就一块来到了这里 等待着丑实的来临 我想让黄一一跟秦绿爷 待在车里的 可是我刚提出来 他们就反驳了我 两个女孩坚决地站在我这边 他们很坚决地相信我的阵法 此时很快就来临了 只见那团聚阴阵 又次来到了垂头的白虎身边 此刻的白虎 变得神光焕发 神采异议 他 抬头了 如我今天说看到的那般 到了晚上 这里就是玄武守目 猛虎抬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丑实已经在慢慢地靠近 隐身符 你们俩拿好了吗 我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询问他们了 两人还是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 嗯 拿好了 大印呢 还有陶木剑 你们都拿好 那可以护你们的身 我给了黄一一百年陶木大印 给了秦绿爷陶木剑 两者都能够辟邪 希望可以保护他们 嗯 在手上呢 终于 丑事来临了 我目光如炬地 盯着我的天罗地网阵 亮了 天罗地网阵发出了光芒 那是火红色的光芒 我知道 那地宫要起来了 我的天罗地网阵正在将其压制 所以才散发了光芒 黎药 亮了 嗯 他们来了 我很平静地回答 目光却没有离开我 阵法一点点 天罗地网阵的光芒越发的红火 我知道 那是两股力量在对峙 天罗地网阵跟七十二帝煞 形成了对冲的关系 所以 两者的力量正在博弈 金华书格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阵法发光 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画面 我不知道天罗地网阵能不能压制住他 可是他已经在尽力了 忽然 只听到砰的一声响 好像是什么东西炸开了 天罗地网阵跟七十二帝煞那里变成了一片朦胧 好像产生了烟雾 啊 这把两人给吓了一跳 别说他俩 就连我也被吓了一跳 李奥 怎么了 黄依依战战兢兢的问我 那是什么东西 我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看着眼前出现的那栋若隐若现的宫殿 我的心一下就沉入了谷底 失败了 我的阵被破了 这期间还没有坚持十分钟 我的天罗地网阵 就被破开了 宫殿照常地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只是今晚显得格外的安静 没有了昨夜的夜夜声歌 没有了那个帝王躺在椅子上的舒爽画面 小娃娃 是你用阵压制我吗 忽然 一道如同老牛吼叫的声音 从宫殿那边传了过来 随着这声音发出 地面就好像猛烈地摇晃了一番 紧接着 只见一个浑身冒着光芒的老者 出现在那宫殿之内 老者的脸上全是愤怒 他是个光头 所以一眼看去 就能看到他只有一只眼睛 一只耳朵 但是这也丝毫减弱不了他眼神中的恨意 终于来了 终于来到了正面对峙的时刻 我哽咽了一口唾沫 从隐藏的草丛里面站了起来 朝着他走了过去 黄依依跟秦绿叶跟在我的左右 两人的手在颤抖 身子也在发抖 是我 我压制着内心的恐惧 爽快地承认了 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瞎眼老鬼 其实早就知道我在哪了 因为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就是看着我这个方向说的 现在 那双阴森的目光 更是显得格外刺眼 昨天 我已经给过你警告了 让你赶紧滚开 你怎么还要自寻死路呢 自寻死路就算了 还给我带来两个漂亮的女眷 好 看在这两个女孩的份上 我给你 爽快 不折磨死你 老鬼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别无选择 现在让我认怂也不可能 与其怂 还不如大干一场 你生前怎么说 也八卦界的佼佼者 死后做出这种有为天道的事 难道你就不怕遭到天谴吗 天道 天谴 瞎眼老头重复了我这两个词 他忽然笑了 哈哈哈哈 大笑 狂笑 这笑声刺穿苍穹 直冲云霄 听着瞎眼老头这笑声 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这笑声太瘆人了 几乎能够透入人的骨髓之中 拉着我胳膊的黄衣衣 跟琴绿叶抖得更厉害了 忽然 瞎眼老头停下了笑声 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 这天 真的有到吗 瞎眼老头抬头望天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 如果真的有天道 那当初我的眼睛被人挖掉 我的耳朵被人割掉的时候 天道在哪 那时候我才十三岁 为什么天道不出来帮帮我 为什么那个时候 没有人跟我说天道 家境二十三年 我在赵商家中当学徒 我父母皆是赵商家中的庸人 赵商乃是我们本地的大善之人 旱灾之际 开仓正良 造福百姓 他是我这辈子 遇到过最好的人 他让我给少爷当陪读 任字石钉 对我恩仲如山 一夜 一男子黄某 带人上门找赵商之女下聘 赵商拒绝 便遭到黄某的报复 当场杀掉赵商一家三十八口 其中包括我父母 当时 我就躲在土造之内 才幸免于难 我亲眼看到 那黄某屠杀了赵商满门 次日 我便将此事告上衙门 告诉那刘县令 我所看到的一切 我听到的所有 可是那刘县令 早就被黄某用黄金买通 刘县令将我带到牢房之中 让那黄某对我实施暴行 残忍击打 让我改变口供画压 我认字石钉 知道那纸上 是我承认自己罪状的东西 于是死活不化 谁知 他们竟挖掉了我的眼睛 割掉了我的耳朵 将我丢之荒野 让我变得人见人怕 那个时候 我也相信天道 我也相信 他们会受到惩罚 可是并没有 那刘县令还加官禁绝 黄某更是霸占赵商所有财产 请问 那个时候的天道在哪 那个时候的天 要是真的有道 为什么要让如此凶恶的人 存活于世 还大富大贵 瞎眼老头彻底的暴怒了 他全身的光芒开始泛红 如同血一样的红 我知道 那是他的怒火在燃烧 鬼的怒火跟人的不一样 人的怒火只会在心中 只会被身体掩盖 可是鬼不一样 鬼的怒火 是能够散发出来的东西 是肉眼可见的东西 感受着瞎眼老头的怒火 听完了他的那段讲述 我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怒意 他最无助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天完全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相反 站在了坏人那边 所以他痛恨 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 痛恨这个天道的不平 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我发现 不管自己说什么 都无法反驳他所说的话 如果天道真的公平 当时他就不该遭遇如此悲惨的经历 被挖掉眼睛割掉耳朵之后 我就像个怪物一样 不管走到哪都被嫌弃 所有人都用那种看待怪物的眼睛看我 都用那种对待畜生的方式 对我 我受尽了人间的屈辱 我受尽了人间的折磨 我知道这天道本来就是不公的 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想让自己不被欺负 那只有壮大自己 于是我找到了一个道长 我求他教我本事 我用了三十年 学会了阴枝术 知道了天道循环的道理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看向了苍天之上 所以 后来你就与天争斗 反抗天道 反抗命运 走上了这一条 不止七十二地煞的道路 我询问目光深邃的虾眼老头 不 虾眼老头回过头来看向了我 赵商对我恩仲如山 我出山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报仇 我给那刘县令和黄某两家的祖坟 下了绝子绝孙的风水咒 我让他们 从此在这世上断根 下完了咒 看着这两天 家破人亡我才离开的 我来到了这里 开始与天斗 这可笑的老天 不是想让谁都顺应他的掌控活着吗 我偏颇 他无道 无眼 无可救药地抬高那些权贵之人 无所顾忌地踩踏那些可怜之人 我没有必要遵循他的规定 于是我就找到了这里 我用自己的余生 布置了七十二地煞 生前我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 我没有享受过一天做人的快乐 死后 我要享受帝王的待遇 说到这里 瞎眼老头再次疯狂地笑了起来 这一次的笑容 十分地争鸣恐怖 不 我摇晃着脑袋 你错了 你得到了尊重 你得到了胡家湾百姓的尊重 在胡家湾这个地方 他们都把你尊称为大师 在他们的故事中 你是他们的守护神 只要你当时真的帮助这些人 他们依旧会感激你 可是 你做错了 错 瞎眼老头满脸愤怒地吼道 我怎么错了 我恩人一家三十多口被灭 我父母被灭 我被挖掉眼睛 割掉耳朵 我报仇 这错了吗 难道我不该报这仇吗 还有这老天 他要是真的有道 真的有天道 他当时帮了我 我能与他斗吗 小娃娃 我已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曾经只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他们不给我机会 他们不给我机会啊 你报仇是没有错 你与天斗也没有错 可是 你错在搭上了72条无辜的生命 你破坏了72个无辜的家庭 你让这72条生命 失去了投胎转世的机会 在你身上发生的事 你的确很可怜 可是你有想过这些无辜的生命吗 难道他们就不可怜吗 他们被你抓起来折磨的时候 他们痛苦地哀嚎着 让你放过他们 你自己感受过绝望的滋味 那你有想过他们心中的绝望吗 他们本该有属于他们的招化 可是因为 你的一个决定 你就搭上了那么多人的面 这就是你的错 我义正言辞地反抗着 指责着他的行为 此刻 所有的恐惧都被我抛之脑后 我 只想让他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他的遭遇 不是他犯下这种大错的借口 他可以与天斗 但不该伤害无辜的人 荒唐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那么指责我 话音落地 只见他大手一挥 紧接着 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掐住了我的脖子 那是一只冰冷刺骨的大手 在这大手的强抓之下 我感觉自己完全无法动弹 他的力量太大了 这股力量 完全就不是人类可以抗衡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样的力量 可以举起几千斤的东西 我在他的面前 不过是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毕竟是已经死了几百年的恶鬼 并且活着的时候 还是个实力极强的玄学大师 就这样的人 我跟他拼物理攻击 这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 呀呀 只见他一抬手 我的身子就完全脱离了地面 被他给举了起来 接着 我的身子猛地往他那边飞了过去 我这才发现 他的手好像是伸长了过来抓住我的 就像像胶皮那般 可以长可以短 他满脸怒火地冲着我吼道 小娃娃 这天都不管我 你凭什么要来管我 你以为自己学了点本事 你就能能来 让我对你为命是从了吗 天罗地网阵 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我艰难地看着他 明显地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但我还是强行地发出了声音 我为那被你压迫了几百年的鬼怪而来 我为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来 正义 你现在连命都没有了 还说什么正义 他目光扫射了一眼黄一一跟秦绿叶 今天我就杀了你 然后吃了你的魂魄 再然后 让这两个小美女 世世代代地陪着我 花音落地 他狠狠地将我往地面砸了下去 我的身子 就像是被一辆坦克给撞击了一般 全身的骨架感觉要散掉了 我倒在地上 倒在他那虚幻宫殿的门口 李要 李要 看到我痛苦地摔倒在了地上 黄一一急忙朝我冲了过来 但是刚走没两步 他就被一只大手给摁住了 瞎眼老头 已经一眼迅雷之势 来到了他的身边 并且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控制住了他的身体 他目光注视着黄一一 十分满足地说道 好 总算是来了个极品 那些玩意我早就看腻了 以后我就封你为后 让你世世代代地做我的王后 我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还有你 他话音一沉 只见他另一只手 像是橡皮泥一样 直接抓住了秦绿叶 秦绿叶被抓到了他的面前 他满意地点头 你也不错 长得很丰满 我很喜欢 以后 你就天天留暖床 我让你们两个 我共享天伦之乐 不要 我绝望地喊道 不要伤害他们 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这件事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你要是再这样网杀生命 学门的人 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我也就是那么说 如果学门的人 真的能够找到这里来 他们早就来了 学门的人 瞎眼老头不屑一顾地笑道 学门非天下大势不出山 为了这区区小事 为了这区区几十条孤魂野鬼 你觉得他们能到这里来 别搞笑了 小子 从你对我的七十二弟煞下 天罗地网阵的时候 你就应该已经猜到了 你自己的结局 现在 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 想要保护的这两个女人 死在你的面前 我也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花音落地 我便看到他全身席卷了阴气 他这是要杀人了 住手 我赶紧咬破手指 再手心画了一绝 天到清明 地到安宁 人到虚静 三才一锁 混合乾坤 百神归命 万将随行 永退魔星 急急如律令 话音落地 我手掌往前一推 我看到一道金光 朝他打了过去 只看到他抬起手来轻松一挥 我绝便被他给打反弹了回来 绝不偏不倚地 正好打在了我的身上 啊 不 我痛苦地叫了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只敢六腑都被击碎了 不要 不要 我绝望地冲他叫着 雕虫小记 也敢在我的面前把门弄虎 玩这些的时候 还没有你 那最后一个呢 字还没说出口 我就看到他的表情 发生了夸张的变化 我也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我扭头去四处找寻 最后发现 是我面前的血 是我刚刚吐过的血在动 不对 准确地来说 是地面在动 地底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出来了 叮 只见一道金黄色的光芒 从地面上冒了出来 那是从土里面发出来的光芒 有了第一道之后 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道 第三道 一直到第七十二道 是七十二地煞 七十二地煞 自己出来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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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眼老头 一连叫出了三个不可能 他整个人都磨争了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的七十二地煞 我的七十二地煞 忽然 他猛地抬头看向了我 那双眼睛变得害怕 变得陌生 变得不可思议淡 你是悬门的人 你竟然是悬门的人 啊 一声呐喊 只见他的身体 发出了一道金光 跟地煞钉一样的金光 我不服 我不服 为什么老天要那么对我 啊 最后一声怒吼过后 只见他的身子 如同被金光吞噬了那般 正在我们的眼前撕裂 这画面看得我们三人心惊胆战 别说他俩 就是我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画面 在他的呐喊声中 只见他的身体 成功地被分裂开来 变成了一颗又一颗细小的颗粒 蒸发在了这夜空之中 我知道 这是魂飞魄散了 光芒消失了 下眼老头也消失了 以血养煞 煞毁魂旺 七十二地煞 早就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我只要破了七十二地煞 就可以消灭了他 书上并没有说 七十二地煞 跟人死后的魂魄 有这样的联系 但现在 我知道了书本以外的东西 只是 我的血 为什么可以破了 这七十二地煞 难道 我真的是悬门的人吗 又或者 又或者 李耀 李耀 忽然 黄芸兴奋地朝我发出了喊声 接着他便奋不顾身地朝我跑了过来 喜极而泣地朝我喊道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他来到了我的身边 看着我吐血的嘴 他直接将我抱了起来 一脸担忧地问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艰难地摆摆手 从他的怀里挣脱 借着他的身体力量 我缓缓地爬了起来 摇摇头说道 没事 我没事 我的目光放到了地上 那七十二颗地煞钉上 随后满脸兴奋地说道 破了 七十二地煞被我破了 是啊 是啊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黄芸芸兴奋地手舞足蹈 黄小姐 李先生 你们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秦绿叶忽然很恐慌地 朝我们喊了起来 他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充斥着哭腔 我赶紧回头 只见那七十二地煞钉之中 忽然冒出来了许许多多的女人 不 准确地来说 他们不是女人 而是女鬼 无数的女鬼 从刚刚被破掉的七十二地煞针中冒了出来 他们全身透着绿光 一个个地正用那种死于眼睛盯着我们看 那是他们的怨气 这些女鬼全部死于非命 所以 他们全是怨鬼 身上怨气极重 有七十二地煞笼罩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魂就还在 只要魂还在 就能记着生前的记忆 可是现在七十二地煞被我破了 他们的魂也就一块被我破开了 自然而然的 也就失去了之前的记忆 变成了只有仇恨的破 七十多个 全都透着绿色的光芒 他们正在用那种极其凶狠的目光盯着我看 显而易见 他们把我当成了害死他们的瞎眼老头 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 我赶紧一把将黄依依拉在了我的身后 依依 走 你快走 这七十多个 可全是怨灵 虽说做了几百年的奴隶 他们终究是存活了几百年的鬼 身上的力量自然不是我可以抗衡的 我不 我要跟你在一起 黄依依紧紧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一脸视死如归 她忽然拦在了我的面前 冲着那七十多个怨灵叫道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不知道 刚刚是她救了你们吗 要是没有她 你们就只能永永远远地在这里为奴为婢 她救了你们 难道你们还要恩将仇报吗 怨灵们根本就听不懂黄依依在说什么 因为这些恶灵现在的意识只有痛苦 他们身上泛着的绿光正是他们心中的怨念 怨念集结成沙 他们这是要开杀戒 开杀戒的鬼是不可能听得懂人说话的 他们已经开始动了 正在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走来 我哽咽了一口唾沫 赶紧拉住了黄依依的手 一本正经地冲她说道 现在他们没有意识 有魄无魂 听不懂你说的话 依依 你赶紧走 我不会有事的 别忘了 刚刚那老鬼是怎么被我消灭的 他们都泡我的血 我现在需要用血针对付他们 他们人太多了 我怕控制不住 等会伤害到你们 你赶紧带着绿叶去车上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黄依依半信半疑地问我 真的吗 真的 我诚恳地点头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把握对付他们 什么血针 那是我骗黄依依的 我的血 只是恰好能够破了72地刹而已 要说真正的能够布阵驱鬼 我可没有那么高大伤的血液 再说了 他们可都是几百年的鬼魂 想要杀我 完全不是问题 只是我死在了这里 黄依依跟秦绿叶不走 也必定会陪葬 我怎么可能让他俩再次陪葬呢 你们干什么 忽然 一个灵力的声音 从我们的头顶发出 我赶紧抬头去看 只见一个白衣女鬼 从空中缓缓地飘下 她的手上还拿着什么东西 正在从上往下地抛 那些东西就像是任主一样 纷纷钻入了发着绿光的女鬼身上 那原本一个个发着绿光的女鬼 瞬间就全都恢复了正常 绿光消失了 她们的身体恢复成了正常人的模样 这是还魂 刚刚白衣女鬼手拿的是她们的魂 啊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出来了 是啊 我们出来了 我们真的从那里面出来了 天呐 外面的气势这样的吗 原来跟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地宫呢 地宫是不是被打破了 我们是不是再也不用被关在那地宫里面 伺候那个人了 刚刚的怨灵 全在白衣女鬼现身的瞬间恢复了意识 她们的脸上洋溢出了久违的笑容 身子也恢复成了死前最美的模样 这些女鬼看上去全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古代的大家闺秀 极少数的几个 虽说不是大家闺秀 但也长得各有千秋 黄依依走上前来拉住了我的胳膊 她轻声问道 李耀 这是怎么回事 黄魂 刚刚他们没有意识 是因为魂被拘留了 留在他们身体的 只是破 破是仇恨集结而成的东西 所以 他们刚刚把我当成了那个瞎眼老头 现在他们的魂回来了 破也就被管束了 他们恢复了正常的意识 回到了正常鬼的诡计 正常鬼 难道鬼也有不正常的吗 当然 有些鬼之所以是恶鬼 是因为他们的魂管束不住体内的破了 所以才会变成恶鬼 有魂有魄的 鬼才是正常的鬼 那么说来 我可以不用走了 我微微点头 是啊 现在他可以不用走了 他们已经恢复了意识 不可能再伤害我们 那白衣女鬼 看着重鬼的脸上 洋溢出了笑容 她的眼神之中 也透出了一股幸福的微笑 忽然 她看向了我 眼神在我身上上下浮动了一番 我认得她 是你 我冲着白衣女鬼问道 亥石 站在村口拦着我们的 是你 昨晚 救了依依的 也是你 对吧 白衣女鬼微微点头 是的 是我 你们进村的那天晚上 就是我在村口拦住了你们 我不想让你们进村 因为你们进了村子之后 很有可能会有来无回 此时以前 我的魂魄是自由的 因为我的尸骨 被人给挖了出来 丢出了72D煞阵 尽管我的灵魂还属于里面的一份子 可是我尸骨出来了 我可以比他们自由一些 至少在此时以前 我可以在外面 所以 只要天黑了 我就会在村子里游荡 见到有人进来 我就会吓唬他们 让他们回去 一来是为了保护那些想要进村的人 二来也是为了保全被关在格子里的姐妹们 要是进来一个新的魂魄 那我的姐妹们 就有一个会被她吃掉 这些年 我吓走了很多人 可唯独没有吓走你们 还有几天前到这里来的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的手里 拿着一个东西对着我 我看到那个东西 感觉十分的不舒服 于是我就走了 谁知道她没有害怕 而是直接进了村 还要想拿那个东西对着我 后来 她就闯入了我们的格子里面 还一直拿着那个东西 对着我们自言自语 到了晚上 她就被那个人给吓死了 昨晚 就是她想要把您身边的女孩 带到这里来 是我阻止了她 果然是她 谢谢你 我冲着她到了巨蟹 黄依依也真诚地道了个谢 谢谢你叫了我 谢谢 她摇摇头 跟着往前走了两步 接着 她扑通一下 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她一脸真诚地看着我 公子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感谢您把我们 从那暗日无光的地牢之中 释放了出来 谢女清禾 无以为报 只有再次向公子磕头谢恩 金华书格说完话 清禾直接在我面前 磕下了重重的一头 随着清禾的下跪磕头 她身后的重鬼 全都跟着骑刷刷地跪了下来 嘴里纷纷冲我说着 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如等无以为报 唯有磕头谢恩 其实多只女鬼 就这样骑刷刷地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朝我磕头 清禾 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赶紧上前扶起清禾 清禾的身子很冷 很重 我扶不动 你别这样 起来说话 我受不起你们的如此大礼 不 清禾没有起身 而是保持着跪地的姿态 冲我认真地说道 公子 您拯救了我们的魂魄 让我们从服侍的奴隶 变成了自由的孤魂 这样的大恩 您受得起我们的一败 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被关在那地宫里面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那个人 他就是个变态 生前把我们折磨至死就算了 我们做了鬼 也依旧被他折磨 虽说死后的我们不会再死了 可是 我们也会痛 我们也会受伤 您看看 这些年他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什么 说完话 清禾直接脱掉了自己的白色衣服 就在那白衣之下 不是我想象的雪白 而是一片片触目惊心伤痕 那是大条大条的口子 不管是横着还是竖着 全被打破了皮 所有的伤口叠加到了一起 几乎可以看到 肉肉香加内的白骨 清禾展示完了自己的身前 接着又转过身来 晾出了自己的后背 那后背上更是不堪入目 整个背部 已经没有溢出完好的皮肤 全是累累的伤痕 换作世人承受这样的打击 恐怕早就被折磨致死 清禾娓娓说道 这是他用桃枝在我身上实施的暴行 直到现在 只要到了白天 我全身还会苦不堪言 痛不欲生 还有我 我就因为在取悦他的时候 轻轻地推了他一把 于是 我的手臂被他身上的扯断 我手上的皮 也被他扒开 一个身着粉裙的女孩 拉开了自己的裙子 她的手臂有个大大的裂缝 那是被生生扯掉的裂痕 那只被扯掉的手臂上 已经没有了外皮 肉眼可见 里面那血肉模糊的一片 还有我 还有我 无数女鬼 纷纷诉说起了自己身上的伤痕 几乎所有女鬼 都遭到了非鬼的对待 那瞎眼老头 不仅仅只是囚禁了他们 让他们成为他的奴隶 他还让他们成为了他的玩物 几百年的折磨 谁能想象 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的心一下就变得无比沉重 我真的没想到 在这世界的另一端 还有如此阴暗的一面 看着他们身上的伤 我动容了 他们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在死后 遭受如此折磨 即便是十八层地狱的暴行 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如果不是您 我们还会继续遭到各种各样的折磨 我们虽说是鬼 可我们也会痛 所以 您承受得起我们的一拜一扣 清和难难地说着 金华书格 我狠狠地哽咽的一口唾沫 言语哽地说道 你们 受苦了 此时此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们 言语的安慰太无力 根本无法安抚如此沉重的伤痛 我低下了头去 一脸无奈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定会替你们超度 让你们忘记这几百年的痛苦 早日转世投胎 可是我能力有限 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公子 您千万别那么说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反倒是我们 刚刚差点就伤害了您 您是个好人 我们真的很感谢您 至少您现在让我们活成了孤魂野鬼的模样 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每日都过得小心翼翼 白天还要承受无尽的痛苦 那粉群女孩唯唯说道 我本是万州城徐商之女 万历一年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到西南来开发产业 可是在途中遭遇了劫匪 劫匪杀光了我们全家 抢光了我们的盘缠 他们唯独留下了我跟妹妹 就连的弟弟都被他们残忍杀害 后来 我跟妹妹被卖给了那个瞎眼老头 他折磨我们 糟蹋我们 让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惶恐 我们的肉体 已经无法承受他的折磨 于是我就想到了死 反正家中父母已亡 我们还不如死了一家团聚 于是我跟妹妹在他关押的房内自杀 我们用脑袋狠狠地撞击着墙壁 直到把脑袋撞破 才失去意识 谁知道死后的我们 被关在了一个格子里 那里面还有很多人 他们都跟我们一样 是被折磨致死的 当时我们心中的那种绝望 您可能无法体会 我跟妹妹在尝试了一番逃跑之后 才发现 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 于是 我们就认了命 想着 至少还有妹妹跟我在一起 然而最可恨的是 我妹妹被她吃了 到现在 她什么也不剩了 说到这里 粉群女孩发出了伤心欲绝的哭声 她没有眼泪 从眼睛里面流下来的是血 而她在说着自己的遭遇时 头上再次破裂 便回了她死前的那个模样 李耀 黄依依抓紧了我的胳膊 小脸变得十分的紧张 没事 这只是她的回忆 她的思维回到了那个时候 她的身体 也会变成那个时候的样子 别害怕 现在他们 不会伤害人的 她好可怜啊 是啊 太可怜了 生前遭到了折磨 本以为死亡会得到解脱 会得到一家团聚的机会 谁知道死后 遭到了更痛苦的折磨 他们心中的绝望 他们心中的怨恨 只有他们最清楚 这时 又一个女孩对我威威说道 公子 我本是县令之女 万历二年 我与林县陶家公子成婚 在我们回县的途中 一伙结范洗劫了我们 他们硬生生地将我夫君砍成了两段 我从未见过夫君容颜 见到的第一眼 就是我夫君被砍成了两段的模样 你知道我当时的那种恐惧吗 我害怕 我想跑 可是我哪里跑得过 于是他们抓住了我 对我展开了凌辱 凌辱过后 他们将我带给了那个瞎子 瞎子嗜血如麻 好色如命 他对我展开各种酷刑 我不从他 他就对我各种施暴 最后我被他生生掐死 死时我穿着红装 本以为可以化为厉鬼复仇 谁知他本是高超 完全制服了我 这些年 我在地宫中地位卑贱 苦不堪言 如果不是您的出现 我不知道自己还要继续 做他多久的奴隶 说完话 女鬼也哭了 一时间 整个山谷都飘荡着他们的哭声 这哭声响彻天地 呜呜呜呜呜呜呜 女鬼们都在倾诉着他们 这几百年的苦难生活 回首往事 往往令人痛心疾首 他们的遭遇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他们的哭声 在这漆黑的夜空之中 显得格外的悲凉 听着他们的哭声 听着他们的遭遇 我发现 自己的心 就像是刀子 给狠狠地扎了进去 李奥 他们好可怜啊 黄依依抽气着 他已经被女鬼们的遭遇 感动地掉下了 同情的眼泪 不仅仅只是黄依依 情侣业也哭了 就是我一个汉子 都没忍住 抹了一把眼泪 几百年的荒山奴隶 几百年的囚禁 几百年的折磨 这对于谁来说 不是人间至痛吗 借鉴瞎眼老头的那句话 如果真的有天道 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他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本该有属于自己的招华 可是现在 他们不仅失去了一切 还连自己的灵魂 都失去了几百年 诸位 我知道这些年 你们都受苦了 不过 我答应你们 只要我李奥有本事了 我一定超度你们 我一定让你们步入轮回 说完话 我从口袋里面 摸出了一个袋子 这是爷爷给我的聚灵袋 说是可以装鬼 这是我的聚灵袋 我知道 你们已经累了 你们也倦了 现在 你们就进去好好地休息一番 等我能为你们超度了之后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为你们超度 听完我的话 女鬼们忽然你看我 我看你的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清禾难难地对大家说道 诸位放心 李公子的袋子 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 他是我做人 乃至做鬼以来 见到过的最好的一个人 他说了会帮我们 就一定会帮我们 我知道 你们被关在地宫太久 对于又被关到另一个地方 已经有了阴影 但现在要是不进去的话 我们就只能漂泊 谁知道会不会遇到杀鬼抚摸人呢 听到这里 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清禾也连忙跟我解释道 对不起 李公子 他们被关怕了 所以心有余悸 没事 如果你们想出来了 只管跟我说 只要外面是安全的 我随时都可以打开聚灵带 让你们出来 说完话 我将聚灵带放在了地上 原地盘腿坐下念起了咒诀 天清地灵 万煞皆空 以光为道 以带为救 急急如律令 只见带子忽然飘上了空中 从带子的口子里面 发出了一道金黄色的光芒 光芒如同一条大道 正在引领着他们 进入带子之中 不过 他们并没有马上进入我的带子里面 而是齐刷刷地 冲着我又此刻起了头 谢谢李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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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脸三个响头 代表着他们最诚挚的谢意 诸位客气了 请吧 女鬼们纷纷走进了金光之中 进入了我的巨灵带 我真的恨不得 现在就给他们超度 不让他们再记起这几百年糟糕的经历 只可惜 我能力太有限了 他们都是几百年的煞鬼 被地煞压制了那么久 想要超度 真的很难 除非大功大德 亦或是道横高深 否则 根本无法超度 让他们进去 也只是缓兵之计 日后看看我能不能达到那个高度 或者结识那样的高人吧 等到他们 都先后走进了带子之后 我发现 清禾却没有要走进去的意思 于是我瞅着他问 清禾 你呢 你怎么还不进去 清禾望向了我 目光柔和地说道 李公子 很感谢您救了我们大家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是您救了我们 我也想跟姐妹们一块进去的 可是我还有事要做 所以我还不能进去 清禾姐 清禾姐 清禾 不管是走进了带子里 还是站在门口 又或者是还在金光之中的女鬼 都停下了脚步 纷纷冲清禾不舍地叫了起来 或许是他们 都经历了这种悲惨的岁月 以至于大家的情感 已经达到了 我不能姑娘的地步 仅仅只是一个站住脚的动作 仅仅只是一个叫喊的声音 我都能听出他们的不舍 姐妹们 这一段几百年的历程很苦 能够跟大家 再一块走到今天 是我与大家的缘分 今日我们终于脱离苦海 我们应该高兴 希望大家 日后能够投胎转世 重新做人 上一世 你们都太苦了 下一世 一定要幸福开心 清禾姐 你也跟我们一块啊 你身上有那么多的伤 要是遇到浮沫人的话 那你怎么对付啊 粉群女鬼 满脸血泪 清禾微微一笑 男男的回到 万历一年 我父母感染风寒 无前医治 导致病死家中 我被卖入青楼 是送伤的女儿 宋小姐救了我 她让我做她的贴身丫鬟 教我识字 教我识人懂礼 小姐温文儒雅 大放得体 为人和善 她对我有救命之恩 再造之恩 万历三年 我们与大少爷 一同到南方要一批货 结果遇上了劫匪 大少爷 以及家里的下人 全部遇难 我跟小姐 还有翠儿被抓走 卖给了瞎子 小姐想方设法保全我们 用尽了各种方法 可是在瞎子这里 却无济于事 她折磨死了我们 小姐她福大命大 伺候了瞎子几十年之后 便从这里逃了出去 翠儿在很多年前 就被吃了 现在小姐 还漂泊于世 孤苦伶仃 她只有我一个亲人了 如果我出来了不去找她 那她将会永远 孤苦伶仃地漂泊于世 所以 我要去找小姐 姐妹们 等我找到了小姐 如果有缘 我们再见 秦和 我上前一步 冲着秦和问道 这天大地大 你上哪去找 你们家小姐 再说了 她都出来了几百年 万一她已经投胎了呢 秦和保持着刚刚的笑容 如果小姐投胎了 那便是最好的 也是我最期待看到的 可如果小姐 没有投胎呢 她依旧孤苦伶仃地漂泊呢 李公子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您不必劝说我了 我心意已决 不找到小姐的下落 哪怕在世间漂泊千百年 我也不会放弃 我的姐妹们 拜托您了 人皆有此真情 怎能不催人类 秦和留下这句话 便要转身朝那黑暗之中离去 秦和姐 秦和姐 女鬼们都哭了出来 她们的眼神中 带着对秦和的不舍 秦和 我赶紧叫住了她 你等等 你们家小姐是不是叫宋柳燕 秦和文言停下了脚步 她目光中满含泪水 不 准确地来说是满含血水 听到我说出了这个名字 秦和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她愣了半天才不解地问我 公子 您怎么知道我家小姐的名字 您是不是认识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 她怎么样了 她还好吗 我没有让秦和过多地着急 点头对她说道 你家小姐很好 我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帮你家小姐的忙 如果不是她 我也不知道 这里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世界 秦和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她喜悦地问道 真的吗 真的是我家小姐 让你到这里来的吗 我家小姐 她怎么样了 她是不是已经投胎转世了 不 应该没有 要是她已经投胎转世的话 就不会记得这里了 李公子 我家小姐她 我家小姐她 她现在真的过得好吗 我知道 秦和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我 这些问题都压制了她几百年 我耐心地说道 她过得很好 现在已经找到一个驱俏住了进去 只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 她便可以投胎转世 对了 她让我到这里来 是来找她骨头的 你能帮我吗 现在还需要她的骨头 跟那具身体待在一起 她才能完全地融入那具身体 秦和重重地点头 嗯 谢谢您 李公子 谢谢您 我替我家小姐谢谢您 您是个好人 您是个天大的好人 说完话 秦和再次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直接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磕完了头之后 她站了起来 抹干净自己眼睛里面的血液 被我说道 李公子您等等 我这就把小姐的骸骨找出来 说完话 我便看到 秦和将手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念念有词了一番之后 她张开了双手 接着 从地面上浮出了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的脑袋上还发着幽暗的亮光 那是她脑袋的领骨 这具骸骨已经不完整了 有一只手不见了 不过这影响不大 我俯下身去捡起了一块骨头 装进了口袋 随后对秦和说道 谢谢你 秦和 秦和摇头 一脸期待地说道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李公子 您对秦和有大恩大德 秦和 行了 我赶紧叫住了秦和 你别再给我跪了 我知道你心里的感激之情 不过不一定非得用下跪的方式来表达 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秦和有点不理解地看着我 我赶紧继续道 我只是打个比方 也就是让你别再跪了 秦和这才微微点头 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李公子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知道秦和要做什么 不等他开口 我就自个说了 我答应你 你跟他们一块进去吧 等我到了地方 我会安排你 跟你们家小姐见面 谢谢 谢谢恩公 说着 秦和的泪水再次流下 这一次的泪水是幸福的 是充满希望的 不管是人 还是鬼 能让他充满希望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肯定 把秦和等人 装进了聚灵带里面之后 我终于可以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件事总算是做完了 期间充满了荆棘 可是结果却很好 那瞎眼老头 虽说作恶有因 即便是与天斗 不服天道 那可是他也不该去 伤害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他对他们所犯下的错 即便是魂飞魄散 也不值得被原谅 李奥 忽然 黄一一叫住了我 他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十分认真地说道 你 真的是个很不一样的阴阳师 怎么不一样啊 以前 我爷爷也接触了很多阴阳师 可是他们 大多喜欢自吹自雷 拿出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两件事 就能够吹十年二十年 你不一样 你虽然年纪小 可是却心怀正义 不管是鬼还是人 你都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 当看到他们对你感恩戴德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跟普通的阴阳师 有巨大的区别 这一次的经历 将会对我的人生 造成极大的影响 李奥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对阴阳师这个职业 有了新的认知 我笑了 不好意思的笑了 作为一名阴阳师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可如果被人称赞 那无疑是锦上添花 李先生 黄小姐说的没错 我跟着师傅 从未做过这种事 只有跟着您 才体会了一次真正的人鬼交集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鬼也是有感情的 以前我怕鬼 可是这一次的经历之后 我想 以后我肯定不会那么怕鬼了 不知道下次 我还有没有机会 跟你一块经历这些事 秦绿叶也一脸真诚的看着我 眼中满是对这次旅行的留恋 我没有回答绿叶的话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下次有没有机会一块经历了 我希望没有了 毕竟那么糟心的事 我也不希望每天都去面对 天亮了之后 我们打电话报了警 告诉警察 我们发现了红红的尸体 两天后 我在新州市本地的新闻上 看到了一则消息 消息的标题是 警方在湖沟子村 发现了七十多具女尸骸骨 一具男尸 据调查 尸体大概来自明朝 据多年 新闻的最后还说 当地警方就在原地埋葬了那些尸骨 当然 这是两天后的事了 我们回到市区之后 黄依依就送我回家休息了 她想把我送去医院的 可是被我拒绝了 我被瞎眼老头给打伤 不过这点伤倒是无所谓 休息几天就好了 现在 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先去解决了宋柳燕的事情 以免夜长梦多 黄依依没有回去 而是像个小媳妇一样 照顾着我 其实她也很累 从胡家湾回来到现在 她同样没有睡觉 看着眼睛红红的她 我有点心疼地说道 依依 你也休息一会吧 黄依依摇摇头对我说道 我不累 那你陪我休息一会 听到我的话 黄依依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她没有看我 只是低着头说道 这 会不会太快了 啊 我连忙尴尬地解释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让你也休息一会 只是单纯地休息一会而已 黄依依咬着嘴唇 目光羞涩地回避着我的眼睛 犹豫了一会之后 她缓缓地坐在了床上 脱下了自己的鞋 我愣了一会 我感觉黄依依好像误会 我的意思了 我说的 陪我休息一会 不是说躺一块 而是让她也到隔壁的房间 去睡会 我没想到 她竟然直接躺在了我的身边 这次的经历 让我们之间的感情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冥冥之中 我们似乎都对彼此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但睡在一起 这个进度 未免有点太过迅速了吧 躺在床上 黄依依一句话 也没有说 她很紧张 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我也十分地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 跟女人睡在一张床上 还靠得那么近 感受着黄依依身上传来的香气 我整个人都陶醉了 我的脸颊很烫 心跳得很快 都到了这种时候 我觉得 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了 于是调整了好几次呼吸之后 我终于开始 做了男人做的事 依依 我动了 侧过了身子 面朝了黄依依那一边 李奥 我刚刚转过身去 黄依依也转了过来 面对着我 我俩就这样四目相对 一股不明的火焰 在这对视之中 悄然地燃烧起来 我们 能不能 我话还没继续说下去 黄依依忽忽然就凑近了我 直接吻住了我的嘴唇 那炙热的感觉 一下就让我忘记了 自己想要说的话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了 这是第二次 这一次还是很生涩 但比起上一次的唇对唇 有了更深层次的变化 大概三分钟之后 黄依依松开了我 她脸蛋红红地说道 好了 睡一会吧 有什么话等 睡醒了再说 你的身体 需要好好地休息 这一次 我们没有再做什么 只是我靠她更近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 也来到了零 休息了一下午 天一黑 我就去到了九星未来城 黄依依依还是跟我一块去的 她说 自己想要看看宋柳烟 我没有拒绝 毕竟最危险的是 我们都一块度过了 王洪伟一见到我们 就马上向我诉苦 说她儿子这两天已经吐血了 人看上去都快不行了 她也快急死了 王洪伟的老婆 眼睛很红 看上去这几天都没睡 李先生 怎么样了 您找到了吗 王寿母亲 一脸娇愁地问我 我点点头回答 找到了 今晚我就做法 让他们成婚 明天之后 你儿子就会恢复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哎呀 李先生 您是不知道 我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每天都盼着您回来 真是望眼于穿啊 我真担心您不回来了 王洪伟十分激动地说着 一听他说话 我瞬间就没了好心情 这换作是谁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王洪伟这人说出口的话 真的不能听 听着让人生气 行了你 不会说话别说 王说的母亲 狠狠地瞪了王洪伟一眼 王洪伟一脸尴尬地问道 李先生 那女鬼在哪啊 长什么样 好看吗 我看向了好奇的王洪伟问道 怎么 你想看吗 你要想看的话 我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啊 你是他公公 于情于理 也应该跟你见一面的 啊 王洪伟一愣 随后连连摇头 不不不 还是算了吧 还是算了吧 哎呀 李先生 您可算回来了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一个听上去很微弱 很艰难的声音响了起来 顺着声音看去 我看到了一个 戴着黑色纱帽 脸上围着头巾的男人 男人坐在手推车上 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小伙子 那年轻小伙子是青山 坐在轮椅上 戴着黑色傻帽 裹着头巾的男人 自然就是何忠田 李先生 您可算回来 您要再不回来 恐怕我就得交代了 何先生 您怎么搞成这样啊 王寿的母亲 一脸诧异地看着何忠田 何忠田 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帽子跟头巾 只见他那张脸全黑了 是那种瘀青导致的黑 就像是全身都冲显了一般 脑门上倒是还有一块干净的地儿 也正是那块地 让他还有一命 那是命脉所在 要是脑门都变黑了 那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还不是那玩意给害的 那玩意害的 要我说啊 不是那玩意害的 而是你自己的报应 你骗人的时候 就应该想过自己的下场 要我说你这种人就该去死 不该活着 王洪伟很生气地 冲着何忠田大喝 很显然 我们离开之后 他跟何忠田就闹翻了 虽然他不会说话 但是会看人呀 这何忠田骗了他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被王洪伟那么一对 对得何忠田无话可说 整个人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样子 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他威风的时候 骗人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下场了 你的事 我已经在圈子里面打过招呼了 就算你今天不死 我也保证你一定会活得很艰难 我相信被你骗过的人知道 你做的事之后 他们会采取行动的 说话的时候 王洪伟的脸上 闪过了一抹凶狠 王老板 行了 我打断了两人的话 问道 有吃的吗 我饿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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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伟对我点头哈腰的说道 我马上去安排 马上去安排 说完话 他看向了何忠田道 你还在这里干嘛 赶紧滚出我家 何忠田的目光 可怜巴巴的看向了我 但是我没有看他一眼 只是静止的走向了餐厅 吃过了饭之后 也来到了九点多钟 我直接走进了王术的房间 王术已经昏睡了过去 他比几天之前两天更瘦了 皮肤也变得更加的接近了死人 他白天的魂缘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神采 好在还有口气在 只要还有口气 那都不是事 我在屋内布置了一个弹阵 又在屋外到处贴上了符 这是为了避免四方鬼怪来打扰 才贴的符咒 毕竟等会我还要让清禾跟宋柳烟见面 要是清禾出来的时候 招来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东西 那就不好了 此事过后 阴阳交替 终于到了宋柳烟出来的时间 黄一一看了一眼时间 目光不住地往屋内四处寻找 他疑惑地问我 李耀 你说的那个女鬼宋柳烟呢 她什么时候来啊 来了 我看到王硕的身子动了一下 便指了指王硕的身子 对黄一一说 黄一一压了一声 接着就瞪大了眼睛 因为王硕已经从床上 撑着坐了起来 王 王硕 她怎么起来了 她不是都起不来了吗 黄一一十分惊讶地问我 她就是宋柳烟 什么 黄一一感到十分地不可思议 忽然 宋柳烟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当她看到我的时候 眼神中闪烁出了惊喜 李先生 您回来了 黄一一更加的惊讶了 她说话怎么变成这样了 她不是王硕 是宋柳烟 我摁得点头 随后开始在 她的身上打量了起来 随着王硕的身子发生变化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宋柳烟这几天的情况很糟糕 你 这几天受苦了 我没事 只要您回来了就好 对了 这位是 她的目光看向了黄一一 我呕了一声 正要介绍 宋柳烟便自顾自地说道 我知道是谁了 这位漂亮的小姐 一定是您的未婚妻吧 用你们现在的语言来说 应该是女朋友 她长得真漂亮 这话一出 黄一一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我两眉忍住 又对视了眼 那个 她是来帮我忙的 你的骨头我已经找到了 我指了指法坛上的骨头 对她说 把话题给转移了 宋柳烟瞬间就睁大了眼睛 她喜出望外的叫道 真的吗 真的找到了吗 她三两步来到了谈前 看着自己的骨头 目光变得闪烁了起来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但现在 我不能打扰她 终于 在看了自己的骨头一会之后 她流下了眼泪 那是喜悦的眼泪 喜极而起 是我的骨头 真的是我的骨头 您做到了 您真的做到了 宋柳烟十分激动地 捧起了自己的骨头 随后一脸激动地 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李先生 您真是个好人 我漂泊几百年 从未遇到过您这样的好人 请您受我一拜 说着话 宋柳烟就要 在我的面前磕头 又来 我知道 这是古代的最高级别礼仪 也是最能表达自己谢意的 我赶紧上前拉住了她 将她扶了起来 行了 你不用给我又跪又磕头的 你要真想好好地谢谢我 那就在她的体内 让她做个好人 宋柳烟的点头 您放心 我会的 您找到了我的骨头 那您是不是破了那个阵 破了阵之后 您有没有看到 清禾和翠 还有里面那几十个可怜的女孩 果然 不仅仅只是清禾留恋着她 她也无时无刻地 不再留恋清禾 清禾和翠 都是可怜的女孩 本以为她们跟了我之后 日子会变好 谁知道我将她们带到了那样的地方 让她们承受了几百年的痛苦 李先生 您见到她们了吗 刚说完 她就变得更加的忧伤了起来 泪水大磕大磕地往下掉 可能她们会责怪我吧 当初我出来的时候 我太自私了 没能带着她们一块出来 都那么多年了 我也没有能力回去救她们 我有什么资格 去说想念她们呢 我哽咽了一口唾沫 对她说道 在开始之前 我可以让你跟清禾见一面 真的吗 宋柳烟停下了哭泣 一脸激动地望着我 真的能跟清禾再见一面吗 我摁得点头 随后拿出了聚灵带打开 我对这里面喊道 清禾 你出来吧 你们家小姐在这 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只见一粒光芒 从聚灵带里面飘了出来 刚出聚灵带 清禾的身子就羞的一下 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清禾还是跟昨晚 我们见到的那个清禾一样 一身白衣 随风而来 跟古代的女侠客极为相似 她现身之后 先是对我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就看向了 住在王朔体内的宋柳烟 两人四目相对 眼神中百感交集 千言万语 在这一刻静在不言中 清禾 宋柳烟率先开口 打破了两人的沉默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带着愧疚 清禾 真的是你 小姐 是你吗 小姐 清禾目光闪烁地看着宋柳烟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小姐 便成了这个模样 是我 清禾 是我 宋柳烟上前抓住了清禾的手 泪水再次不住地往下掉 清禾 对不起 对不起 清禾 说着话 宋柳烟便低下了头去 她的这句对不起 憋在了心中几百年 现在说出口 她再也憋不住了 泪水已经连成了串步 小姐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没有对不起我 只要看到您好好的 清禾就心满意足了 你等等 我把你变回来 我想再看看你的模样 我想再跟我最爱的小姐说一次话 也许清禾跟我一样 看着王叔的身体 觉得别扭吧 说完话 清禾再次使出了 昨晚给宋柳烟找海谷的动作 紧接着 我便看到一袭白雾 来到了宋柳烟的身上 紧接着 就像变戏法一样 宋柳烟的身体 竟然真的发生了变化 变回了她原本的模样 在看到宋柳烟的真实面容之后 我整个人都静待了 她身着一袭大红丝裙 领口开得很低 露出了雪白如玉的锁骨 面似芙蓉 眉如柳 比桃花还要眉的眼睛 十分勾人心弦 一头黑发 晚成高高的美人计 满头的猪 在灯光下要出刺眼的光芒 鲜红的嘴唇微微上扬 好一个绝美的古代女子 淡白梨花面 轻盈杨柳腰 翠群鸣绣金莲树 红袖鸾霄玉损长 这样的诗句 或许就是用来形容 她这等绝美女子的吧 好漂亮呀 黄依依都忍不住夸赞了一句 脸上更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这才是我最美的小姐 这才是我最爱的小姐 清禾看着宋柳烟 满足地笑了 清禾 宋柳烟看了看自己的身子 脸上是说不出的激动 陈阴片刻 她重新抬起头来 看向了清禾 对不起 清禾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如果当年不是我 你就不会在那森寒的地宫之中 遭受几百年的折磨 都是我的错 清禾 都是我的错 我离开了那地宫之后 一直想尽办法寻求人的帮助 可是没有人愿意帮我 没本事的看不见我 害怕我 有本事的见到了 我就想杀掉我 真的 我觉得好对不起你跟串 说完话 宋柳烟就要跪下来 跟清禾道歉 但是清禾阻止了 小姐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这件事 怎么可能是您对不起我们呢 您知不知道 在遇到您之前 我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的我 吃饱了上顿 吃不饱下顿 我爹娘总是为了生活上的事奔波 他们之间没有言语 我们一家没有快乐 因为是女孩 我从八岁就开始在家里干活 照顾弟弟妹妹 可是在遇到了你之后 我知道了 原来人还可以活得那么开心 人 还可以活得那么快乐 是您给了我三年的快乐生活 是您让我知道 原来我清禾也是有资格快乐的 也是有资格吃饱穿暖的 那三年 是我这辈子最开心 最快乐的三年 而您 是让我快乐开心的人 您这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去怪您呢 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只是在您生命的最后 我没能保护您 我们都死了之后 我也没有保护您 还让您受到那样的伤害 每当看到那个瞎子那么对你 我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 您知道我心里有多疼吗 小姐 清禾对不起您 是清禾对不起您啊 清禾哭了 她的眼睛里面 哭出了两行血泪 清禾 宋柳燕上前 紧紧地抱住了清禾 顶刻间 两人泪如雨下 此情此景 怎能叫人不为所动 我也掉下了眼泪 我也哭了 发自内心地 被他们真挚的情感感动了 我扭头看向了黄依依 她早已哭得稀里哗啦 当哭泣变成了啜泣之后 两人缓缓地松开了彼此 忽然 宋柳燕想到了什么事的 问道 清禾 我怎么不见串 串呢 清禾愣了一下 随后抬起手来 擦拭着眼角的血痕 低声说道 串不在了 两百多年前 一个女孩闯入了那个地方 取代了串的位置 这话让刚刚才止住眼泪的宋柳燕 瞬间就愣住了 片刻之后 她的泪水还是掉了下来 串 翠儿真是个可怜的女孩 十岁就被人拐卖到了我们家 我答应过她 要给她找到她的父母 可是这个愿望 我永远也做不到了 翠儿 真的太可怜了 宋柳燕的目光十分的惆怅 言语中充斥着太多太多的无奈和心酸 清禾也不语 只是默默地低下头去缅怀自己的姐妹 小姐 你不要自责了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您接下来 还有自己的生活 还有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能一直在想着以前的事了 您应该向前看 李大师不是说您可以投胎转世了吗 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小姐 您应该高兴 我想 如果翠儿还在的话 她一定跟我一样 很期待看到小姐的今天 宋柳燕抬起手来 擦拭了眼角的泪水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清禾 看了很久之后 她才摁地点头说道 清禾说得没错 小姐 清禾抓住了宋柳燕的手 一脸真诚地说道 不知道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了 清禾有一个请求 还望小姐能够满足清禾 清禾你说 我想再听听小姐谈鼓针的声音 我想再跳一遍 小姐您教我的舞 宋柳燕的目光 犹豫地闪烁了起来 片刻之后 她擦干了自己眼角的泪水 重重地点头回道 好 接着 宋柳燕走进了卫生间 没一会便拿出了一台鼓针 宋柳燕坐在了鼓针的面前 她歪着脑袋 手指触碰到了琴弦上 鼓针旋律再次响起 而这一次 不再是王硕抚琴 抚琴的变成了美丽动人的宋柳燕 而清禾站在宋柳燕的身后 开始跳起了优美的舞姿 如同一只彩花的蝴蝶 美人抚琴令人醉 翩翩起舞动三魂 宋柳燕的琴音 加上清禾的舞姿 在这狭小的空间 熠熠生辉 仿佛在这一瞬间 他们回到了从前 回到多年以前 那个只有欢声笑语 那个只有快乐的地方 我不知道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在他们的琴音之中 我隐隐能够想象得到 那种令人羡慕的环境 一曲中 人离散 曲子总有结束的时候 他们终究要面对分离的残酷现实 琴音落下之后 舞步也戛然而止 一切又恢复到了刚刚的状态 两人深情地望着彼此 这一曲 这义舞对于他们来说 意味着太多太多 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希望 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小姐 清禾的眼睛再次掉下了血泪 请受清禾一拜 说完话 清禾决绝地跪在了地上 她望着宋柳燕 一脸真诚地说道 如果有来事 清禾还愿意伺候小姐 清禾还愿意追随小姐 清禾 小姐 时间到了 清禾该退下了 小姐 您保重 留下了这句话 清禾最后再看了宋柳燕 清禾一眼 随后露出了一个微笑 清禾 宋柳燕已经哽咽得气不成声 小姐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我不想看着您哭 我想看您笑 您的笑容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见过最美丽的东西 您 能最后再为我笑一次吗 就当是分别的礼物 宋柳燕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可是她却不能辜负了清禾 于是 她擦掉了泪水 咧开嘴 挤出了一个美人的微笑 小姐 你真美 留下这句话 清禾便化作了一缕清烟 飘入了我的聚灵带中 宋柳燕很清楚 她跟清禾这一别 就是永别 宋柳燕的眼睛 盯着清禾最后消失的地方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掉落 清禾 如果有来事 我更加愿意跟你做姐妹 这是宋柳燕哽咽着说出的话 可是清禾已经听不见了 宋柳燕蹲在了地上 哭得天昏地暗 李药 黄一拐了我一把 她抹着自己的眼泪对我说道 你快上去安慰一下宋小姐吧 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黄一一眼 随后走到了宋柳燕的身边 宋小姐 您别太伤心了 我也不是很会安慰人 让我说点啥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李先生 忽然 宋柳燕抬起头来看着我 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真的很可怜 清禾 拜托您了 如果您能够超度清禾 求您 让她下辈子过好点 这辈子 她跟着我吃了太多太多的苦 下辈子 她一定不能再这样了 宋柳燕一脸深情地望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恳求 我内心极其复杂 但还是重重地点下了头 你放心 我会的 宋小姐 开始吧 宋柳燕擦着泪水 微微地点了点头 随后她的模样散去 再次变成了王硕的样子 我从拿过来的那枚骨头之上 取出了一小块 用红线绑住 随后掉在了王硕的脖子上 李先生 您这是 宋柳燕有点不解地看着我问 你不是说了 需要在她的身上 佩戴一块你的骨头吗 宋柳燕这才恍然大悟 她微微笑道 我是那么说的 可是也不一定要佩戴在脖子上呀 其实放在她睡觉的床边就好了 这样掉着一块骨头 怪让人感到奇怪的 这正常人 谁的脖子上会掉着一块骨头呀 说的也是 正常人的脖子上 谁会掉着一块骨头呀 可是王硕不一样呀 王硕的身体力量 有两个灵魂 他怎么还是正常人呢 于是我对他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王硕这人的路子比较远 有时候几天不回家睡觉 我怕到时候 他离得太远了 你会有不好的反应 我直接把你的骨头放在他的身上 这样 你就不会再难受了 至于怎么说 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让他心甘情愿掉着的 另外的那一块 我让他们放在香火之上供奉 宋柳燕一听 整个人都傻住了 他连忙说道 公子 万万不可 能够跟他的身体融合在一起 这已经是柳燕的造化了 我怎么可能还奢求他们 供奉我的骸骨呢 柳燕福宝 承受不起他们家的供奉 宋小姐 这王家做了很多的措施 我这样做是在帮你 同样也是 在帮王家 也许是冥冥之中 注定了 你跟王家的渊源 你的出现是来帮他们的 而并非偶然 所以 我希望你 能够在王硕的体内 让王硕做个好人 别让他继续为非作歹 他们供奉你 会给予你力量 若是日后王硕继续非作歹 那你就使用你的力量去收拾他 我不希望他恢复了之后 还跟之前一样 您 明白我的意思吗 宋柳燕艰难地犹豫了一会 最后还是妥协地点了点头 我看到他答应 便恩了一声 开始为他俩举行了融合仪式 一切半途之后 天亮了 宋柳燕漂泊了几百年的魂魄 也终于真正地融入到了王硕的体内 此时的王硕身体之内 已经不再只是他 而是一句拥有两个灵魂的身体 天要亮了 宋柳燕要走了 他正正地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感激 李公子 您是个真正的得道高人 也是我漂泊了几百年来 见到过的最好的一个人 请受柳燕一拜 说完话 宋柳燕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重重地磕下了一个响头 宋小姐 您别这样 快起来 我承受不起 我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宋柳燕坚决地说道 不 您承受得起 您绝对承受得起 如果您的承受不起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没人敢说承受二字 宋柳燕起来之后 望着我的眼睛 他忽然对我说道 李先生 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说话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黄一一 黄一一瞄懂 你们说 你们说 没事 我回避 说着话 黄一一就转身往角落里面走了过去 远离了我们 宋柳燕趴在我的耳边 说出了一句让我感到很意外的话 不过在说完之后 宋柳燕便抬起头来看向了我 李公子 时间到了 柳燕该退下了 谢谢您帮我 留下了这句话 宋柳燕别走到了床上 躺了下来 我知道 宋柳燕几百年的漂泊之路到这里 就算是彻底地结束了 希望下辈子 他能够投个好胎 结束了 我转头去看向了黄一一 心里没有结束的那种畅快 相反变得有杂陈 他一脸复杂地看着我 叹息了一口气道 咱们走吧 打开了门 王洪伟跟他老婆依旧守在门口 他们的眼睛都很红 脸色也很难看 一见到我 王洪伟的老婆马上问道 李先生 怎么样 梦好了吗 顺利吗 我摁地点头 随后领着他们走进了房间 我指着桌子上的那块骨头 对他们说道 这块骨头是宋小姐的 需要你们放在香火供奉 这样一来 他就能更好地保护你儿子 也能稳住你们王家的发展 两人听着我的话 对视了一眼 王洪伟嗯嗯地点头 是 他以后就是我们王家的媳妇了 也是我们王家的大恩人 供奉他这是我们王家应该做的 这是那么些天来接触王洪伟 我听到过的他 说得最好听的一句话 还有 你儿子的脖子上掉着的 也是他的骨头 他醒来之后 告诉他别把这东西摘下来 否则他还会出现上次的那种情况 并且有可能更严重 听完了我的话之后 两人连连点头 现在 他们对我无比信任 我说的话 他们自然会放在心上 交代完毕之后 我想到了宋柳燕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 我想要转答的 可是想了一下 还是算了 先看看他们家的表现吧 表现好了我再说 表现不好 那就无可奉告 想到这里 我就告辞他们离开了 李先生 您等等 王洪伟叫住了我 他给了我一张支票说道 这是小小心翼 感谢您救了我儿子 这份大恩大德 我知道钱表达不了 但还请您手下 我接过支票一看 一千万 我低个乖乖 我马上把支票还给了他 别给我那么多 这 太多了 您的本事 就值这个价 王老板 我把支票塞给了他 一脸严肃地说道 钱 不是用来衡量一个人本事的标准 即便是你给我一两百 这件事 我只要答应了 我就会给你办好 如果你执意要给我那么多钱 那就给一半吧 另外一半 送我一个人情 别追究何中田的事 看到我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 最后王洪伟还是妥协了 他给了万 说实话 做了两件事 我就拿到了六百万 顿时我感觉钱 只是一个数字了 走出了王洪伟家别墅 黄依依旧不解地问道 李耀 你怎么忽然想起给何中田求情呢 我想了想 说道 当时看他师父的面子吧 虽然我跟他师父并不认识 但他跟玄门有渊源 我的血能够破了七十二地杀阵 这足以说明 我跟玄门也有所渊源 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替他求个情的吧 你真是个好人 他那么坏 你不惩罚他 还要替他求情 很快 我们走到了九星未来城的门外 刚走出来 我们就看到了何中田跟青山的身影 李先生 李先生 您出来了 我打量了一下坐在轮椅上的何中田 他的脸色已经稍稍的蜕变了 何先生 你怎么在这 该不会 青山说道 昨晚从王家出来 师父就没有离开过 李先生 师父他不会有事吧 我看了何中田一眼 他正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说道 这一次 暂时过去了 但如果你要继续是财如命的话 可能下一次还会到来 何先生 您好自为之 说完 我也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走了 回到了我住的公寓之后 一股疲倦随之席卷而来 黄依依也跟我一块来到了这里 他颇为深情地感慨了 宋柳燕跟清河的情感 最后他问我 李耀 宋柳燕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呀 我就知道他肯定憋不住要问的 于是也没打算隐瞒 就告诉了他 宋小姐跟我说 王朔不可以娶妻了 但是可以纳妾 他不能给王朔传宗接代 但是王朔可以纳妾 给他传宗接代 这就是宋柳燕最后趴在我耳边 跟我说的那句悄悄话 当时我听到了 也感到十分的惊讶 虽说两人已是阴阳同体 但宋柳燕 更是王朔明媒正举的老婆呀 不过我转念一想就想通了 对于古代女子来说 男人娶个三妻四妾 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精华书格啊 黄一一忽然一拍巴掌 把我给吓了一跳 接着只见他生气地插着腰说道 他王朔那样的人渣 怎么有资格纳妾 有什么资格传宗接代吗 要我说 他就该死 十六岁就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 算了 我懒得提起这个人 我伸出手去 抓住了黄一一的小手 轻声说道 所以我没有告诉他爸妈呀 看他以后的表现 表现够好 真正地改正了过来 我就告诉他 如果还是保持以前 完事不公的样子 我会永远保留这个秘密 黄一一听我那么说 忽然愣了一下 接着 他看向了我问道 那么说来 你的内心里面 也是支持男人 在找三妻四妾的吗 黄一一忽然把话题 给转移到了这个上面 我都没往这上面想呢 他这脑回路 来得未免也太快了 李奥 该不会你也想找三妻四妾吧 黄一一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看得我都心虚地 躲避了他的眼睛 哎呦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你都不敢看我了 黄一一说着挑衅的话 又离我更近了一些 他身上那好闻的气味 变得更刺鼻了 我赶紧慌忙地解释道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王硕 他那是事出有因吗 我怎么可能会有 这样的想法呢 我还从来就没往那方面去想呢 扑痴 黄一一没忍住笑出了声 瞧你这傻样 办起事来的时候 既严肃又自信 现在 却变成一个害羞的小男孩了 脸都真变得红了起来 我真是没法 把你跟严肃的那个办事的李先生 联想在一起 你呀你 生活上还是个年轻人 刚刚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就那么一说 看着黄一一脸上浮现出来的甜蜜笑容 我感觉自己有点陶醉了 他很美 他很香 这样的距离 让我直接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往他的身边凑了过去 随后双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这个动作让他浑然一惊 我不等他做反应 以一个掩耳迅雷之士吻向了他 黄一一被我呼如其来的一吻 给吻得全身一颤 我感觉他肌肉都绷紧了 他好像也没预料到 我会突然来这样的一招 我以为他反应过来 之后会把我推开 不曾想 他竟然放松了全身 温顺地抱住了我 还主动地跟我亲吻了起来 这一刻 我们的世界都安静了 我们都沉浸在了这美好的事物之中 两分钟之后 我们松开了彼此 我发现他的脸已经红得不行了 他双眼迷离地看着我 但是在我炙热的目光照射下 他终于还是羞涩地低下了头去 一一 我 喜欢你 我鼓足了勇气 跟黄一一说出了这艰难的几个字 我只是想面对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内心所想的东西 告诉黄一一 我喜欢他 喜欢他的勇敢 喜欢他爱恨分明的性格 当然 我更喜欢跟他接吻的那种感觉 黄一一听到这几个字 明显地愣了一下 但也就是那么一下 他就再次压低了目光 不敢看我的眼睛 也没有回答 我知道 我不能着急 我要等 至少电视里面是这样演的 片刻之后 我看到他深吸了两口气 接着他用很细很细的声音 对我说道 太快了 李耀 我感觉咱们这样太快了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或许以你的本事 你对我很了解了 但是我对你还不够了解呢 你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脸认真的看着黄一一 我内心很迫切地想要知道 他对我的感觉 虽然我感受到了一些 但我想听他亲口跟我说 黄一一的目光 重新回到了我的脸上 他好像做了什么决定似的 正要开口跟我说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门忽然被推开了 我俩同时 朝门的位置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了 从门外走进来的吴胖子 吴胖子尴尬地看着我俩 他眨着眼睛问道 那个 我是不是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我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还放在黄一一的肩膀上 我俩的距离 还是刚刚那个接过稳的距离 我们赶紧松开了彼此 一脸尴尬地对视了一眼之后 黄一一便赶紧整理了自己的头发 而我也感到了一阵 前所未有的坐立不安 尴尬 这太尴尬了 表哥 你怎么来了 黄一一心慌意乱地喊了一声 吴胖子看了看我 随后一下就笑了出来 那个 你俩放心 刚刚我什么也没看到 那个 要是你们忙的话 我就先出去外面做会 半个小时 够吗 李先生 我有点猛逼 这半个小时是啥意思 我刚要解释 黄一一就一脸不好意思地叫道 表哥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半个小时啊 我跟李先生没什么 刚刚李先生的眼睛进了沙子 我给他吹眼睛而已 吴胖子黑黑地笑道 表妹 你怕啥呀 都多大个人了 我不会告诉四九跟外公的 哎呀 你别乱说 黄一一已经极度地不好意思了 他现在的脸又红又尴尬 可可嗨 我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随后问道 五哥 你有什么事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怎么称呼吴胖子 看他年纪比我大 我也不介意称呼他一声歌 我看到黄一一已经尴尬得不行了 只能赶紧把话题给扯开 你叫他什么歌呀 就叫他吴胖子 黄一一听到我这个称呼 他很不乐意 吴胖子也笑呵呵地说道 是是是 你应该叫我吴胖子 你哪能叫我歌呀 叫我吴胖子 显得亲切 看样子 话题是被扯开了 我微微点头问道 那 你是有什么事吗 吴胖子一听我那么问 就连忙走了进来 说道 有事有事 真有事 要是没事的话 我不会到这里来打扰你们的 你们放心 今天我打扰了你们 改天我一定给你 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 黄一一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一脸生气地对吴胖子道 你有事说事 别胡说八道 吴胖子到我们身边坐了下来 自个倒了一杯水喝 这才表情严肃地叹了口气 李先生 我好像撞鬼了 吴胖子的话 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跟黄一一都没有感到奇怪 相反 觉得这吴胖子 有点蠢蠢的 都过去了那么些天才 发现自己撞鬼 不过吴胖子 现在却没有理会我们的反应 他只是狠狠地哽咽了一口唾沫 继续心有余悸地说道 那天从您这里出去之后 我思想想去的 是想跟陈思思提分手的 谁知道他一找上我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好家伙 我让他去问问周围的朋友 关于陈思思的消息 而他却满脑子地想着 该不该分手的事 看来这吴胖子 也是个人才 哎呀 你是不知道呀 那陈思思是真的会玩 我感觉 他天生就是来取悦我的 跟我那是一个完美的契合啊 我喜欢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玩法他都知道 他都完全地配合了我 一夜过后 我就把分手这事给忘了 我想着吧 能多玩会就玩会 至少还没出事 吴胖子 黄一一有点听不下去了 他一脸生气地吼道 你怎么是那么无耻的人啊 我真是一点也不想 跟你这种无耻的人 有血缘关系 简直是污染血统 吴胖子一脸苦涩地说道 我这不是 跟李先生说实话吗 难不成你让我说谎呀 行了 依依 先听他说 我安慰了黄一一一句 黄一一这才哼了一声 满脸的愤怒与厌恶 吴胖子继续说道 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 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您的存在 我想着吧 反正有您在 出了什么事 您肯定不会 不管我的 所以我就放开了一些 吴胖子这个想法 我也能理解 当爷爷还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管做什么事 都敞开了做 反正有爷爷在 就好比 天塌了 有高个子顶着 说说重点 你遇到什么 吴胖子的叙述有点长 我想直入主题 吴胖子恩了一声 其实 您让我去做的事 我也做了 我问过身边 以前的同学和校友 他们都不知道 思思的情况 大家知道的 都跟我差不多 就知道 他出国留学了 今天早上 我跟我爸一块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在活动现场 我见到了以前的一个同学 是个女同学 他跟思思的关系比较好 我问了他思思的情况 他当时说的话 差点没把我吓死 他说 思思在一年前就已经出了意外 死了 当时他还去参加了思思的葬礼 果然 这家伙 这家伙终究是命中带贵人心的 不仅仅自己富贵 身边总会遇到一些帮他的人 好命终究是不用仇的 有时候 不用他太主动的去做这件事 总能遇到提醒他的人 所以 你有没有告诉他 最近遇到陈思思的事呢 吴胖子摇晃着脑袋说道 当然没有了 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他呢 这件事 我一个人害怕就算了 我总不能让他 跟我一块害怕吧 我这不是刚从活动现场回来 就立马过来找您了吗 一路过来 我也算是看透了 那陈思思 为何对我如此主动 原来他都不是人了 想要拿捏我简直太轻松 一想到这段时间 我每天晚上睡的 都特么是只鬼 心里就七上八下的难受 吴胖子说到这里 脸也变了一个颜色 活该 黄依依满脸得意的说道 叫你好色 叫你眼里尽是女人 这叫什么 这就叫色字头上一把刀 黄依依的嘴上是那么落井下石的 其实心底里对自己的这个表哥 还是很关心的 就好比上次知道他撞鬼 黄依依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关心表情 你那同学有跟你说 陈思思是怎么死的吗 我不由的发出了疑问 吴胖子愣了一下 摇摇头道 他没说 就说是意外 听完了 我也没有心思问了呀 意外 一年前就死了 并且还举办了葬礼 那么说来 这里面肯定是有冤情的 不然他也不会一直漂泊在世界上 没有回到属于他的地方 想到这里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你跟陈思思相处了那么久 就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值得你怀疑的地方 吴胖子摇晃着脑袋 没有啊 我一见到他 整个人就沦陷了 哪还有心思去想其他的 那 没有见着他的时候呢 你不会静下心来想一想 陈思思已经死了 还留在世界上 那说明他是鬼 是鬼 就不可能白天出来 白天阳气太重了 鬼是不可能出来到处乱逛的 比如白天的时候 你从未见过陈思思 你就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吴胖子沉思了一会 这我没说到 没啊 我白天见他的呀 挺多次呢 哦 我不由得疑惑了起来 你是说 白天你也见过他 是啊 我白天不止一次见到他呢 他经常在天 还没黑的时候来我酒吧找我 白天他说自己在上班 六点就下班了 所以六点之后才有时间来找我 现在的天气你也知道 六点天肯定还没黑 白天也会出现 那么说来 难道陈思思不是鬼 不是鬼 那是啥 白天 是什么样的白天 出太阳还是下雨 如果是没有太阳的日子出来 能够理解 如果出太阳的天气也出来 那就真不是鬼了 吴胖子沉思了一会 讹了一声 恍然大悟一般说道 你那么一说 好像真是只有下雨的天气他 才会来找我 出太阳的那种 天他几乎都不来 只有到了晚上才来 果然 他的确是鬼 那那那 那怎么办 您快跟我去 把他收了吧 吴胖子害怕的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摇摇头说道 别急 还是先搞清楚 他为什么来找你吧 虽然他的确来找你了 但是对你好像没有什么敌意 因为你身上的阴气 跟十天前我看到的 还是一样的 如果他真要害你 恐怕就不会 等到现在了 我的话 吴胖子听不懂 因为在他看来 见到了鬼 肯定就是不好的征兆 这大活人的 谁愿意去见鬼啊 这鬼还有好坏之分吗 他都跟我上床了 还不是在害我 他肯定是在 吸我的精气 就像聊斋里面的妖怪那样 把我给吸干 说着话 吴胖子都快哭了出来 行了你 吴胖子 能不能有点出息 就算把你吸干 那也是 你好似的惩罚 都说了 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把刀 就该狠狠地给你教训 黄一一终究 还是憋不住了 哎呀 表妹 你可别说了 这是你以为我愿意吗 那女鬼肯定 用某种法术 蛊惑我了 以至于我见到她 就只想着那事 所以 还委屈你了 吃亏的还是你 算了 我说不过你 吴胖子知道 再继续说下去 自己也是输的 他索性不争辩了 李先生 大师 您可得救救我啊 我这精气 要是被吸干了 我可救完了 他走到了我的面前 整个人 焦愁地都快哭了出来 黄一一挨压了一声 拉住了吴胖子道 刚刚李要不是说了吗 他没有害你的心 要是真有害你的心 你早就凉凉了 吴胖子现在哪里 听得进去黄一一的话 只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微微点头说道 没错 一般想要你命的鬼 在缠着你的期间 会让你的身体 不断地变弱 生病 可是你现在 依旧生龙活虎的 这足以说明 他没打算害你 那他为什么 要跟我睡觉呢 还天天都睡 有时候一晚上三四回 这话让黄一一都没忍住 给了他一个白眼 他咳咳咳地说道 哎呀 你也不是小姑娘了 我说这个 你别学就行了 反正我说的就是事实 那可能是他喜欢你吧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只能抛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听到这话 吴胖子自己都不信 怎么可能 陈思思可是咱们学校的 三只金花啊 多少男人追都追不上的 那时候他估计 连看都没看过我呢 那就先去看看呗 今晚 他会来找你吧 我看向了吴胖子问 吴胖子重重地点头说道 应该会来的 他每天晚上 都会到我的酒吧来找我 那行 你先回去等我 我昨晚没有休息 等会过来找你 吴胖子听到这话 没有回答我 而是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 有些犹豫地说道 那个 要不你上我那里去睡吧 我那里白天很安静的 我怕等会联系不上你 他是怕 怕等会我没过去 陈思思就过来了 这吴胖子怂起来的样子 真让人无语 人嘛 看上三粗的 竟然会那么胆小 我没办法 只能微微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吧 那就走吧 看我要走的样子 吴胖子一脸错愕地问道 您 不带点东西吗 比如说陶剑啊 什么符咒啊之类的 我见抓鬼的大师 都要带这些东西的 我无奈地摇头说道 不用 现在只是过去看看而已 先了解一下情况 没一会 我们来到了吴胖子的酒吧 这是个装修高大上的大型酒吧 据说在云州市 能够排得上前三 酒吧的位置很好 风水不犯煞 也不犯冲 在他的门店门口 风水流得十分的顺畅 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断 这是典型的顺风顺水格局 走进了酒吧里面 不管是吧台 还是位置的摆放 都是根据风水聚裁局来设定的 看上去应该是请专业的人看过 我这酒吧的风水 有啥问题没 李先生 吴胖子笑呵呵地问我 我摇摇头 没问题 你这是请人看过的吧 是啊 我请河中田河大师看的 花了两百万呢 要说河中田没有一点本事呢 那也不至于 布置这种一般的风水聚裁局 还是能够布置的 只是就这样的风水格局 收人家的两百万 的确太黑了 但是我没必要再说出来了 只是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让他赶紧带我去休息 吴胖子的酒吧 一共三楼 一楼是比较热闹的那种 二楼是包厢 三楼则是睡觉的地方 他把我们带到了三楼 我看到里面有好几个房间 房间的门上 都有很特别的名称 比如 第一间房叫武松打虎 第二间房叫木童骑牛 第三间 第四间 都有很特别的名字 里面全都是那种顶级酒店的规格 除了能够睡觉 还有一些我看了都感到陌生的东西 当然 我也是后面才知道 那些东西 是为了增加男女兴趣的 吴胖子把我跟黄依依 领到了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 当然 还有客厅沙发 他笑呵呵的对我们说道 你们就住这里吧 放心 只要关上了这里的门 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隔音效果杠杠的 刚刚你们没做完的事 可以在这里继续做 吴胖子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怎么开口闭口 就是这些东西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我跟李耀没什么 黄依依生气的 朝着吴胖子吼了起来 看到黄依依是真生气的样子 吴胖子也收回了自己的嬉皮笑脸 转而一脸甘大地说道 对不起吗 那你们就先好好地休息 我不打扰了 说完 吴胖子就默默地走了出去 黄依依气的哼了一声道 简直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对不起啊 李耀 吴胖子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整天开口就是胡说八道 黄依依一脸愧疚地跟我道歉 没事 倒是他这样说 对你的声誉造成了影响 你一个姑娘家的 没没没 主要是你 我倒无所谓 他从小就是这样口无遮拦的 我习惯了 你没事就好 对了 李耀 我表哥真的没事吗 吴胖子前脚刚走 黄依依便满脸关怀地询问了起来 归根结底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对于他这个表哥 他还是很关心的 我恩的点头说道 真没事 你不用担心他 如果要真想 对他做什么的话 不可能等到现在 说实话 我也很奇怪 那陈思思 那陈思思为什么不伤害他 一切等我见到他再说吧 黄依依还想问什么的 可是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叶婷婷给我打过来的电话 仔细算了一下 叶婷婷有一个多星期 没有跟我联系了 见我没有接电话 拿着手机盯着屏幕在看 黄依依问道 谁啊 啊 我愣了一下 抬起头来说道 叶婷婷 上次请你吃饭的那个女孩吗 我点头说道 是的 那你接啊 我按下了接通键 电话那头发出了叶婷婷的声音 李奥 你在哪啊 我在外面做事呢 怎么了 那个 上次的事 我一直想跟你道歉 但是刚开学 我们就封闭军训了 手机也不让带进去 今天下午 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叶婷婷对于我来说 有种特别的情怀 她是我在新州市这个地方 唯一的老朋友 老同学 更是我老家的老乡 见到了她 我就能想起家乡 想起爷爷 想起那个我生活的地方 金华书格 她的声音很细小 好像还在为上次吃饭的事 感到愧疚 没事 你不说我都忘了呢 都过去了那么久 你怎么还记着呢 叶婷婷笑了 无奈的一笑 那你等会有时间吗 等会咱们一块吃饭 我扭头去看了看黄依依 她正在玩着自己的手机 好像根本就没有再听我打电话 我迟疑了一下 回到 那个 我可能没时间 今晚还有事要办呢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停顿 几秒过后 叶婷婷的声音有些失落地说道 好吧 但是刚刚说完这两个字 她又忽然提起了精神 那 明天呢 明天可以吗 我现在的确在忙着处理 无胖子这事 我迟疑了一会 说道 这个我还不确定 这样吧 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请你 好吗 叶婷婷再度迟疑 随后有些落幕地说了句 好的 那我等你的电话 我两个通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挂断了电话之后 我一下又记起了过往 又想起了离开家的爷爷 那篇故土对于我来说 意义真的太深刻了 李耀 我压了一声 朝着黄依依看去 只见她已经放下了手机 正用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看 你怎么了 挂断了电话之后 就开始发呆 那女孩对你很特别吗 她从未问过我 关于叶婷婷的事 我很真诚地回到 是挺特别的 她是我在新州市认识的 唯一一个老同学 我的老家离这里很远 坐车要坐最少两天 所以 见到了 她我就想起了老家 想起了爷爷 想起了以前的同学朋友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 使得说出了叶婷婷对我的影响 黄依依愣了几秒 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随后咧开嘴笑道 你真是个不一样的男人 有时候 你真的很特别 跟其他的男人真的很不一样 如果换做是其他人 他们肯定会说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让我别想多 我叹了口气 苦涩地笑道 没有那个必要 又不是偷偷摸摸 又不是见不得人 她对我本来就有种特别的情怀吗 那种情怀 跟你对我的感觉不一样 哦 那我给了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黄依依有些小期待地看着我 你让我的心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动 你还让我知道 原来人的嘴里面 是那样的滋味 我话音一落 黄依依的小脸 就刷一下红了起来 看来男人还是不能夸 黄依依嘟起了小嘴 哼了一声道 睡觉 懒得听你说的甜言蜜语 说完话 她就躺了下来 用被子戴住了自己的脑袋 我也叹息了一口气 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困意来得很快 没一会 我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 我感觉身子很冷 李奥 就在我感觉自己身子很冷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黄依依的声音 我压了一声 只见黄依依睁着一双大眼睛正盯着我 她眼珠子没有盯着我 而是好像在听什么 怎么了 我问黄依依 黄依依撩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问道 你没有听到吗 听到什么 我有些不解地问 听到有人说话 说话 黄依依认真的点头 是啊 我刚刚睡着睡着的 忽然就感觉身上很热 然后就踢开了被子 被子踢开之后 我就听到了 好像有人在说话 等等 我沉思了两秒 问道 你说 你感觉很热 黄依依点头 是啊 很热 我身上都发汗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黄依依的额头都冒出了汗水 衣服也被打湿了 在胸口那片雪白的地方 能够看到汗水浸透的痕迹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黄依依感到热 我感到冷 我两睡在一个房间 不同的床 怎么会有这种反差 我抬头看了一下房间的布局 这里也没什么奇怪的 怎么会这样呢 黎奥 你没听到吗 我摇摇头 没有 他们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呀 但我听出了 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谈话声 说的语言很模糊 我很想听清楚 但是听不到 一开始我认为是做梦 当我醒来 这声音依旧还在我的耳边 所以我就侧耳倾听了 我以为你也听到了 才会醒来的呢 扣扣扣 就在这时 门被敲响了 门外发出了吴胖子的声音 李先生 表妹 你们醒了吗 醒了 我冲着门外的吴胖子回了一句 随后对黄一一说道 这事 等会再说 那我进来了 说完话 吴胖子就打开了门 他满脸的紧张 他来了 他刚刚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说现在就从公司过来 几点了 现在八点了 八点 我去 这一觉竟然都睡到了八点 我感觉自己刚刚躺下 我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的确是晚上八点了 好 你们平常都在哪见面 我办公室 吴胖子紧张兮兮地说着 好 带我去 顺便准备两份盒饭 盒饭 吴胖子愣了一下 问道 饭是不是要半生熟的那种加生饭 要加生饭干嘛 那盒饭不是给鬼吃的吗 我见电视里面都说 鬼吃加生饭 我 那是我跟一吃的 睡到现在我们还没吃饭呢 大哥 你脑子里能不能别整天都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好好好 你看我都糊涂了 吴胖子一拍脑袋 赶紧摸出手机来拨打了一个电话 吩咐完了之后 我就要跟他走出去了 黄一一对我们说道 你们先去吧 我等会过来找你们 我先洗个澡 衣服都湿透了 吴胖子愣了一下 上下打量着黄一一问道 咋 你刚刚睡觉 没脱衣服吗 黄一一摆了吴胖子一眼 吏声吼道 滚 赶紧滚 我跟吴胖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个六七十平的私人办公室 里面有桌子凳子 还有一张很忠实的沙发 墙壁上挂着一些字画 有名人真迹 也有山水田园水墨画 我抬起头来 看着墙壁上的字画问道 你还喜欢这些东西 说实话 我很难想象 吴胖子竟然把自己的办公室 布置成了这种古典的忠实格局 吴胖子嗨了一声 一脸无奈地说道 不喜欢 但是身为老板得讲究啊 有朋友来到办公室的时候 不也得适当地装一装吗 原来如此 我就说 吴胖子这人 对于这种古典的东西 是没多大兴趣的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为了装逼 我扫尸了一圈办公室 忽然我被一张画给吸引了 那是一张很古旧的老字画 横着挂在了吴胖子的办公室 字画长约一米 宽约四十厘米 字画的内容 好像是一个坊间集市 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那种 不过这幅画 跟清明上河图没有关系 只是很像 画中有古老的建筑物 那是一条街道 街上有许多人 这些人虽然都在各走各的 但是脸部都集中在一个方向 我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那是一个台 类似于现在的舞台 不过在古代 那种台子 一般都是卖艺的人搭建的 台上站着一个翩翩起舞的女人 女人的面部上 有一块红色的围巾 看不到她的脸 不过她那身红衣格外的显眼 还有那一头 由黑发卷起来的美人计 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绝世美人 难怪画中的那么多人 都盯着台上的美女看 即便是我站在外面 我也很想一睹 这美人的风华绝代 不过这幅图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说 男人都很喜欢看美女吗 死 等等 我再次回望画中的那些人 他们好像都是男人 没错 我一扫 只要细心地关注 其中的一两个 就会发现 他们都是男人 虽然画上不是很清晰 但他们的穿着打扮的确就是男人 李先生 您很喜欢这幅画吗 忽然 吴胖子看着我问 我缓过神来 回头去看向了吴胖子问 这画 你哪来的 你要喜欢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啊 这画好像叫什么美人图吧 美人图 我重复了这三个字 目光再次看了过去 怎么 李先生 您要喜欢的话 我送给您啊 这幅画 也不值几个钱 吴胖子无所谓地说着 我正要问他 这画是哪来的 可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只见黄依依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身上穿着一套睡衣 脸色有些不爽地问道 吴胖子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房间里面 安装摄像头了 吴胖子文言一愣 啥意思啊 依依 你先回答我 你是不是在 刚刚我们睡觉的房间里面 安装了那种隐蔽的摄像头 吴胖子举起手来 做出了一副发誓的样子 天地良心 我无敌不可能做那种 卑鄙无耻下流之事 我要是做了 天空 死无全事 这年头 有很多无耻的酒店 总安装那种隐蔽的摄像头 拍下一下私密的东西 然后放到网上去 让住房的男女 成为主演 你真没有安装 黄依依还是一脸的不敢相信 吴胖子已经十分的无奈了 依依 虽然你表哥 我对女人是很有兴趣 但是我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你还不清楚吗 我不是那种下流的人 再说了 你是我表妹 我能做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吗 是啊 我上前问黄依依 吴胖子不是那样的人 他虽然好色 但是有度 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 他很有分寸的 你怎么了 黄依依哩了一口唾沫道 我 我发现 刚刚我洗澡的时候 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看 那种感觉十分的不舒服 我就在房间里面到处找 但是没有看到有人 所以我就怀疑 是不是他安装了摄像头 我沉思了一会 问道 你怎么 肯定有人在盯着你看 黄依依深吸了一口气道 反正我全身都不舒服 就像是脱了衣服裤子 在陌生人的面前一样 你这里最近是不是闹鬼了 我转看向了吴胖子 吴胖子文言一愣 几秒过后 他挠着脑袋问我 陈思思算不算 如果算的话 那肯定是闹鬼啊 我摇摇头道 不算他 那没有 除了陈思思 我这里没有闹鬼的现象 李先生 你怀疑是鬼在偷看我表面洗澡 吴胖子一脸错愕地问我 黄依依也梦了 小脸紧张得不行地看着我 其实我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现象 就是屋内有鬼 我竟然感受不到鬼的存在 按理来说 鬼的出现 常常是伴随着阴气而来的 我在屋内 真的没有感受到阴气的存在 李先生 是有鬼吗 如果是鬼的话 我抽他压的 竟然敢偷看我表妹洗澡 吴胖子一脸的生气 完全没看出他是个怕鬼的人 我很不确定地摇摇头 我没感受到 有阴气的存在 至少鬼的出现 是带着阴气的 这里一没有阴气 二也不是风水问题 刚刚依依说 听到有人说话 感觉到热 其实我恰好相反 我感到很冷 但我没有听到人说话 黄依依跟吴胖子对视了一眼 吴胖子连忙问道 那 会不会是什么精怪啊 我摇摇头道 不知道 精怪也是带有妖气的 不管是什么气味 都肯定不同 那到底是什么 吴胖子有些急眼了 等陈思思 来了再说吧 这是我现在也说不准 半个小时候 陈思思又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到门口了 让吴胖子下去接他 我让吴胖子下去 顺便把自己身上 经常带着的那几张符咒 都收了起来 用一张红色的布裹住 黄依依不解地问我 李耀 你这是做什么 先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别让他看出端倪 我先观察一下他 几分钟之后 吴胖子回来了 领着一个娇小玲珑的漂亮女人 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头上扎着个马尾辫 齐刘海长得十分的精致 身高大概一米六的样子 搭配着那张小巧玲珑的脸 简直就是绝配 难怪会说 他是学校的三枝金花 原来是长了这样的容颜 啊 刚进门 看到我们 他就被吓了一跳 人连忙退出了办公室的门 吴迪 你办公室里面有人 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 办公室有人的话 我就不来了吗 吴胖子没敢回答他 直接一步跑到了我们这边来 一下就躲在了我的身后 支支吾吾地说道 他他他 他就是陈思思 看到吴胖子那胆气的模样 陈思思一下就愣了 吴迪 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鬼 你根本就不是人 吴胖子直接摊了牌 指着陈思思 而我的观察也结束了 从见到陈思思的第一眼 我就用观器术 在陈思思的身上打量 很奇怪 他的身上没有阴气 看着像个人 但这也仅仅只是像 并不能代表 他就是人 他死了 的确是鬼 而且是能现行的鬼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的身上没有阴气 按理来说 人死之后 是不可能没有阴气的 即便是 附在了人的身上 也绝对掩盖不住 自己的阴气 而现行 能让人看到 自己的身体 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空间 这就更难了 至少也得像宋柳烟那样 有几百年的能量才行 陈思思才死了一年 根本做不到现行 更别说掩盖 自己身上的阴气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但或许陈思思知道 你是捉鬼人 陈思思的目光 忽然一下 就放在了我的身上 他一脸惶恐地 对吴胖子喊道 吴迪 你怎么可以那么对我 说完话 他便转身就要走 陈小姐 等等 我赶紧叫住了他 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没有恶意 陈思思站住了脚跟 回过头来看着我 一脸绝望地道 没有恶意 你们捉鬼人 怎么可能没有恶意 你们恨不得杀了我们 让我们魂飞魄散 陈思思的确没什么能量 看上去 他也遇到过捉鬼人 你等等啊 黄依依赶紧上前两步 李奥他真的不是你说的 那种捉鬼人 准确地来说 他应该属于那种杜鬼人 你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遇到了什么想不通的 可以告诉李奥 李奥能帮你 吴胖子睁大了眼睛 拉住了黄依依的睡衣叫道 依依 你疯了吧 这还帮什么啊 他可是鬼啊 哎呀 黄依依白了吴胖子一眼 骂道 你别说话 你以为鬼都是你想的那样吗 自从经历了胡家湾那事之后 黄依依便知道 也不是所有的鬼都是不讲道理的 其实鬼也有好坏之分 陈思思果然回过头来 重新打量了一下我 我冲他点点头 是的 你对吴胖子没有恶意 我也不会对你有恶意的 你怎么知道 我对吴迪没有恶意的 你要是对他有恶意的话 你就不会等到现在 吴胖子说 你已经跟他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他没有生病 也没有破财 这足以说明 你对他没有恶意 听完了我的话 陈思思的表情 稍稍地缓和了下来 你先进来坐 我指着沙发 示意陈思思进来办公室坐下 陈思思本能地迟疑了一下 随后将目光放到了吴胖子身上 吴胖子被陈思思那么一看 整个人就哆嗦了一阵 赶紧收回了目光 不敢与之对视 你放心 这里面很安全 我绝对不会做出 言而无信之事 陈思思还是一副目光胆怯的样子 他直勾勾地看着吴胖子 似乎在等吴胖子的话 我明白了 他刚刚是自己走出去的 现在要再进来 必须有主人家的邀请 就好比他来到了门口 要打电话叫吴胖子下去接他 鬼不能轻易地进别人家门 随意进入别人的家门 是会受到惩罚的 古代人修房子的时候 都要有门槛 这门槛 就是拦住孤魂野鬼的 虽然吴胖子的办公室没有门槛 但他要强行进入的话 会被记上一次过错 等他下去了之后 就会遭到惩罚 想要请他入室 这次得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请鬼之法 需要半碗茶 四炷香 三张纸 还需要念请鬼的咒语 另一种 就是主人家自己邀请进门 很显然 现在第二种更适合我们 于是我看向了吴胖子 道 请他进来 什么 吴胖子有点不解地问 我现在没时间跟他解释 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把他请进来 他不是在那的吗 我怎么请啊 他要进来一步就能进来啊 吴胖子 你要让你请你就请 问那么多干嘛 难不成你觉得 李药会害你吗 吴胖子这才呕了一声 对陈思思喊道 你进来吧 也不知道这吴胖子是怎么想的 可能昨晚还叫人家小甜甜呢 今天见到人家 就直接不敢直视了 讲真 那么漂亮的女孩 哪怕是鬼 能不害吴胖子 还陪他那么久也值得了 呸呸呸 我想啥呢 陈思思走进了办公室的门 黄一一连忙说道 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 我阻止了黄一一道 泡杯茶放在她的面前 就行 虽然不解 但是黄一一也没有问 照做了 没一块 茶就放在了陈思思的面前 她看了那半杯茶 随后一脸愧疚地说道 吴迪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我的确已经死了 吴胖子睁大了眼睛 正准备说话 我掐断了 这是等会再说 你也没有对不起他 不用道歉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要到这里来 为什么 你要找上吴胖子 陈思思愣了几秒 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来这里之前 我感觉自己很累 很累 我的身子就一直在飘 但是有一股味道 传入了我的身体 我是根据那股味道过来的 后来 我就来到了这里 我发现 待在这里很舒服 我全身都很有力量 后来我得知 这个酒吧是无敌开的 我就寻思着 跟他打招呼 谁知道 他竟然能够看得到我 听到这里 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那么说来 之前别人都看不到你吗 看不到 我之前跟我家人说话 他们都听不到 也看不到我 来了这里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 能被人看到 但是离开了这里 别人又看不到我了 离开了这里 就不能被人看到了 那说明 跟这地方 有直接性的关系啊 可是我并没有发现 这里有什么问题 李耀 是风水上的问题吗 黄一一对我发出了疑问 我摇摇头道 不知道 从刚刚我进门 就没有发现 这里的风水有问题 这个地方 就是很标准的顺风顺水口 很适合做生意的地方 那是怎么回事 我继续摇头 不知道 等会晚上 看看这地方的地气吧 阴阳交替 孩子变换的时候 这地方的地气 就会发生变化 就跟前几天 在胡家湾那地方的变化一样 只是这地方 人情那么旺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说这话的时候 我也很没叠 对了 你都已经过世一年了 你家里也请人给你做了法事 把你安葬了 你怎么没有去 你该去的地方呢 按理来说 只要做了超度的法事 家人把他安葬了起来 他就不该再继续留在阳间的 这个时候 会有阴司来接他下去 让他过上他的阴寿 把阴寿过完了 便能投胎转世 陈思思一脸迷茫地 看着我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死了 我还看到他们 把我埋在了玉林山 后来我就很伤心很伤心 再接着 我就被这个东西给吸引了 金华书格那么说来 你跟这个东西很久了 陈思思恩的点头说道 有一段时间了 也是到了这里来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 能被人看到的 你跟着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陈思思摇头 不记得了 那 是什么人带着这个东西的 你还记得吗 陈思思接着摇头 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等我清醒的时候 有个人用火烧我 用笼子 想要把我装进去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捉鬼人 庆幸的事 我有力量 我跑掉了 但是跑了不知道多久 我又累了 于是我就顺着那股气 来到了这里 用火烧 那烈火符 因杨先生用来抓鬼的东西 笼子装指的是阵法 角度不同 看到的东西 自然也就不同 所以 见到了我的时候 你也认为 我是来抓你的 是 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身上 有跟那个人很相似的气味 陈思思默默地低下了头去 她还不好意思地 咬了咬嘴唇 其实现在陈思思这样 也挺可怜的 什么都不记得 漫无目的地那么飘着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下去 现在这个问题 不仅仅只是吴胖子逢九年撞鬼那么简单了 这里面的引擎 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料 这件事 恐怕也不好办了 大姐 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还要跟我做那种事啊 吴胖子忽然叫了起来 她脸上对陈思思的恐惧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责怪 我 陈思思一脸不好意思地抬头看了看吴胖子 随后再次低下了头去 小声说道 我喜欢你 看到你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黄依依没忍住 直接瞪大了眼睛 一脸错愕地叫道 什么 你喜欢她 你喜欢她哪儿呀 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的 怎么说 你也是个美女啊 吴胖子连忙回道 依依啊 这就是你不懂了 你以为你表哥我真就没人喜欢了吗 我告诉你 喜欢你表哥的 追你表哥的多了去了 我的魅力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我在外面有个绰号 叫新周陈冠希 不要脸 黄依依丢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白眼 陈思思忽然低声说道 没错 其实我从上高中的时候 就喜欢上吴迪了 只是那个时候 我不敢说 只能偷偷地关注她 什么 偷偷地关注她 黄依依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你没有开玩笑吗 喜欢她 她有什么地方 值得你喜欢啊 陈思思抬起头来盯着吴迪说道 她很阳光 总是喜欢笑 不管是对她身边的朋友 还是同学 她总是能够以笑容待人 她的笑容 给了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给了我一种无形的释放 看到她的笑 我就会觉得自己很轻松 我家里人从小就对我特别的严格 刚会说话 我爸妈教我的 不是怎么去认识周围的事物 而是教我数一二三 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年级的课程辅导 请了家教 从那个时候 我回到家里 爸妈从来都不关心我过得是否开心 在学校是怎么度过的 他们只会问我考了多少分 考好了 没有夸奖 只有一句继续努力 保持成绩 考不好 我就挨骂 我妈骂完 我爸骂 我爸骂完 我妈又接着骂 久而久之的 我变得社恐 变得内向 变得高冷 不过 那也只是表面上的高冷而已 其实那是因为我爸妈 让我别交朋友 他们不允许我为别的事情分心 用他们的话来说 我是学生 应该以学习为主 不该去做不利于学习的事 其实我也想像的正常人一样 有自己的小学时期的朋友 初中时期的朋友 高中时期的朋友 但是 这些我都没有 只要我稍稍地交际了一下 我就会被批评 被骂 如果那个人的成绩好一些 他们会少骂一些 如果那个人的成绩差 就会被骂上一整天 甚至好几天 高中毕业之后 我毫无悬念地 去到了国外留学 我以为 我会脱离我爸妈的束缚 我能有做自己的机会 谁知道 我妈搬到了国外 去陪我上学 整个大学时期 我的生活都是枯燥而又无味的 我甚至在整个大学时期 都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毕业之后 我就回了家 在我爸的公司里面帮忙 这个时候 我爸妈开始给我介绍男朋友 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他们介绍的 都是他们喜欢的 他们觉得好的 见到那些人 他们都很假 甚至是笑容 都是那么假惺惺的 我不喜欢他们 一点也不喜欢 于是 你就自杀了吗 黄依依满脸好奇地问 陈思思摇头说道 没有 我没有自杀 一年前 我爸妈给我安排了一个 四十多岁的相亲对象 他们说 那人很有钱 我嫁给了他 对我们家的企业很有帮助 他老婆死了 没有孩子 让我嫁给他 我拒绝了 我跟他们大吵了一架 他们掌控了我的童年 掌控了我的青春 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机器 一个只会听话 按照他们轨道行走的机器 如果我再听他们的 我的人生就会彻底地被毁掉 那天吵完了架之后 我很爽快 心里面很舒服 于是我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 后来我就被一辆车给撞了 接着 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只看到了我爸妈在哭 我也很伤心 但 我不是因为跟他们阴阳相隔而伤心 我就是很伤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为我这一生感到不值吧 只有到死了 才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听完了陈思思的这一段讲述 黄一一没忍住看了我一眼 你好可怜啊 小时候我爷爷为了让我们体验人生 还把我们丢在乡下自己自足呢 哼 陈思思无奈地笑了 这一笑夹杂了太多 所以 我见到吴迪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羡慕她 她的笑容 真的让我感到释放 只恨我当时没有鼓度勇气去跟她说话 要是我有点勇气的话 也不至于到现在 我们才再次相遇 无胖子不再恐惧 相反变得有些同情眼前的陈思思 她忽然哽咽了一口唾沫问 你是认真的 高中那会你就喜欢我了 陈思思很肯定地点头说道 是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 哎呀 可是那么多人都有天真纯洁的笑容 你怎么没喜欢上他们呢 因为 你的最真 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真 他们的笑容都是有目的的 这话说的 无胖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看上去像得憨憨 你当时你可是女神啊 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我这样的人呢 要是当时你告诉我的话 可能我俩的人生就都被改变了 只可惜相逢恨晚呀 无胖子终于拿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在面对陈思思的真诚之际 他也放下了刚刚自己的自吹自擂 不安 能够在这个时候认识你 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 至少这个时候的我不会被我爸爸妈妈管制 如果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你 现在可能我们没法相见 无胖子叹息了一口气 眼神也变得柔和了起来 对了 你说你没有朋友 那周小雅呢 周小雅不是你的好闺蜜吗 无胖子没忍住发问 那个时候 我可见你们俩经常在一起啊 陈思思摇摇头说道 我们只是邻居 他成绩也挺好的 经常跟我们家窜门 所以我爸妈不反对他跟我接触 小说我跟谁大话 跟谁接触 就是他去告诉我爸妈的 那么说 他是你爸妈的眼线 是 陈思思直言不讳 他就是我爸妈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 一个很讨厌的人 哎呀 真是看不出呀 那姑娘竟然还有这一首 无敌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忽然 陈思思再一次跟无胖子道歉 无胖子连忙说道 不用道歉 这是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是 我听完了陈思思的讲述 陷入了一阵沉思之中 这个女孩的经历 的确很悲惨 她从生下来 人生就被自己的父母支配了 尽管我们的命意生下来 就由天定 但这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而她父母这样支配她的人生 这算不算是与天在斗呢 她的事 已经成为了定局 现在就算我要帮她 我也要知道她为什么走不了 还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将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想到这里 我问道 陈小姐 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这里除了你 还有其他的鬼吗 陈思思愣了一下 看了看我 摇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啊 无胖子 你问一下最近晚上的时候 你们酒吧里面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无胖子张张嘴说道 应该没有吧 我最近都在酒吧的呀 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能不知道吗 你的酒吧是晚上营业吧 无胖子点点头 你最近每天都跟陈小姐在一起 晚上的时候 你能保证你知道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我这话一出 陈思思便再次将自己的脑袋 给埋了下去 你说的也是 我马上打电话 叫经理上来 说完话 无胖子就摸出手机 拨打了电话 几分钟之后 一个竖着偏分的男子 来到了门口敲门 进来 偏分男三十来岁 戴着一副眼镜 一脸笑盈盈的看着无胖子 老板 有什么事吗 葛经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大师 这位是我表妹 这位是 无胖子顿了一下 可嗨嗨地说道 这位是陈小姐 陈小姐我认识 她是老板娘吧 行了 我打断了葛经理 直接进入了正题 葛经理 酒吧最近是不是闹鬼了 葛经理文言 点头说道 是啊 是闹鬼了 真闹鬼了 我操 无胖子激动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葛经理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跟您说了 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 您都没有接 有时候您接了吧 又不说话 我来找您 您不也把我赶走了吗 我根本没有机会说啊 我操 还有这是 无胖子下意识地看了陈思思一眼 也不用再说下去 就都知道了 前几天一遇到陈思思 她就彻底地迷失了心智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所以对于发生了什么 她还真的无心顾忌 那你说说 都发生了什么 葛经理面色微微一变 说道 大概是半个月前 有客人反映说 在楼下酒吧上厕所的时候 感觉被人从马桶里面摸了一下屁股 当时把她吓得酒醒 她到前台跟我说 我带了几个人去看 也没发现什么 就把她给打发了 这时这几天都有发生 那玩意摸的还都是女人 无耻 真特么无耻 五胖子有点火大 葛经理继续说道 后来有包房的客人 说包房的厕所里面闹鬼 他们看到了厕所里面有人的影子在开水洗手 但是打开门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过水却是打开的 还有啊 那天凌晨四点半的时候 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咱们服务员在打扫包房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服务员在8201打扫房间 隔壁包房里面响起了唱歌的声音 是清唱 还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们的服务员就想着 会不会是哪个姑娘喝醉了 还没走 等她打开门进去看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 等她关上门出来的时候 那唱歌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服务员被吓得第二天就辞职了 走得还不止她一个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吴胖子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完全不知道 近期发生了那么多事 老板 您这不是没给我机会吗 葛经理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 哎 吴胖子摇摇头说道 行行行 都怨我 那还有吗 有 葛经理继续说道 还有这三楼也发生了很诡异的事 咱们的一个VIP客户 跟他女朋友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半夜他感觉自己睡的床在摇晃 他被那摇晃的声音给弄醒了 当时人是清醒的 但是全身都动弹不得 好像被鬼压床了 而他的身边 发出了哼哼唧唧的声音 他说他女朋友被人干了 不对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被鬼给干了 等他女朋友醒来的时候 也跟他说了这事 两人被吓得赶紧找我退掉了VIP 还有吗 吴胖子的脸色 亦已经彻底的阴沉了下来 自己的酒吧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竟然全然不知 还有 还有VIP客户说 半夜的时候总听到有人说话 但是说什么也听不清楚 洗澡的时候 还被人偷看 甚至发出了那种渐渐的笑声 至于什么 半夜有人冲马桶 有人在外面发出脚步声 就不足为奇了 几乎不少人都听到了 听到这里 我下意识地看了黄一一眼 黄一一也看向了我 眼神中满是错愕 因为这事 刚刚黄一一才经历 我低声安慰道 没事 黄一一默默地靠近了我 也不说话 那 我VIP客户都退得差不多了 吴胖子有些眼红地冲个经理问 葛经理呃了一声 说道 还没 退了好几个 但这事我都给处理好了 老板 您可不能怪我呀 我都跟您说了的 可是您没有听 吴胖子一脸的无奈 行行行 我没说怪你 你下去吧 葛经理点点头离开了 刚走到门口 吴胖子便叫道 你等快 那近几天的收益怎么样 略有下滑 你也知道这VIP客户带来的收益 是最可观的 好好好 下去忙你的 葛经理这次转身 没再回头 李先生 您可得帮帮我呀 吴胖子急眼了 冲着我喊了起来 我这生意要是废了 那我可就要 被家里人给白眼来啊 自小我就是咱们家里的骄傲 我好几个堂哥堂弟 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对不起 吴迪 我还没回答 陈思思便一脸自责地道歉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耽误那么大的事 哎呀 吴胖子连忙说道 这事跟你没关系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李先生 吴胖子忽然激动地站了起来 以非要给我跪下的样子 行了 我赶紧阻止了他 别那么娘们唧唧的 我既然来了 那就肯定会尽力地 给你解决问题 只是 我需要知道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鬼过来的 能聚集那么多鬼过来这里 能让这些鬼 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这里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存在 一切等晚上再做定夺 我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才九点 还早 于是我对他说道 对了 要不 咱们去吃个夜宵吧 我有点饿了 我揉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的确有点饿了 刚刚让吴胖子 给带盒饭过来 他也没带 哦 我操 吴胖子一拍脑袋 刚刚您说要带盒饭的 我得忘了 走走走 我酒吧旁边 就有一个不错的烧烤摊 我请你们去吃 说着话 我们几人就起身一块走了 可是陈思思没有走 他依旧坐在那一脸的自责 陈小姐 你也一起吧 就在门口不远处 没事的 我对陈思思做出了邀请 陈思思闻言 抬起头来看向的吴胖子 像是在征求吴胖子的意见 吴胖子哽咽了一下 说道 走吧 那就一块吧 听到吴胖子的话 陈思思这才缓缓 站起身来 脸上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没一会 我们来到了楼下酒吧旁边的烧烤摊 老板 来四份怪露饭 再来二十串烤肉 二十串腰花 吴胖子点了不少的东西 我赶紧对他说道 行了 饭只要三份就行 咱们有四个人啊 吴胖子看了一圈 我指了指陈思思道 他吃不了 你去给他买三炷香 接半杯茶放在他的面前 就行 现在的陈思思虽说现行了 但他终究不是人啊 他没有躯体 是吃不了东西的 只有魂魄在 那终究就是鬼 终究只能靠供奉 香茶都是供奉之物 只能用此方法 让他跟我们待在一块了 好 吴胖子起身离开 没一会就拿了三炷香 端了半杯茶 来放在了陈思思的面前 谢谢 陈思思对吴胖子道了个谢 随后便低下了头去 继续一言不发 没一块 我们的东西都上来了 摆在了桌子上 老板是个秃子 看上十岁的样子 他有些奇怪的 看了看陈思思问 插三炷香 在这位小姐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种奇怪的做法呢 去忙你的 有你什么事啊 吴胖子呵斥了一声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 便拾去地走开了 李先生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要在他的面前 点香净茶啊 吴胖子见老板走了 也好奇地问我 我姐知道 因为他现在需要的东西 是香河茶的供奉呀 香河茶都是供奉亡灵的东西 这两样东西 对于鬼来说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吃的饭 有了香河茶的供奉 他才能获得力量 那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也供饭呀 你也说了是 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供饭 那个时候 他们才能得到几天 回阳间探亲的机会 这期间 要给老祖宗供饭 其实并不是真的给他们吃 只是想让他们知道 家里年年有肉吃 有米吃 日子过得很好 让他们别担心 真正对他们有用的 还得是香根茶 原来是这样啊 吴胖子恍然大悟 一旁的黄依依也跟着点头 李先生 那 您说这件事 是不是跟我逢九年有关啊 吴胖子手里 拿着一串大腰子 狠狠地干了一大口问我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应该跟这个有关 你这个岁数有劫难是正常的 只不过这件事 有些超出了我的想象 一开始我认为你的劫难 只是陈小姐 现在看来 陈小姐都算不上是你的劫难了 陈思思抬起了脑袋 望着吴胖子说道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保护你的 吴胖子哀压了一声 谁要你保护了 我一个大男人的 难道有什么事 自己还扛不住吗 再说了 这里还有李先生吗 可嗨嗨 我赶紧用咳嗽声 阻止了吴胖子继续说下去 这家伙说话够伤人的 虽然前半句没什么毛病 但是后面 扯上我那一句 就有点不合适了 我知道自己跟李先生没法比 但我也愿意出自己的一份力 陈小姐说的没错 我也愿意出自己的一份力 虽然说你这人吧 平时很不靠谱 但我也不是那种 见死不救的人 黄依依也生怕这吴胖子 在乱说什么话 连忙插话道 吴胖子闻言 轻松一笑道 那就太感谢你们了 我就以茶代酒 谢谢你们 说完 吴胖子端起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李先生 您觉得我这地方 是为什么闹鬼啊 吴胖子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酒吧 现在还不知道 等会再看看吧 这地方算是风水 很好的地段 门口只有一条单行道 而你的门店 就在风水口上 算是风水汇聚流通之地 既能聚起来 多余的又能流出去 这是典型的顺风顺水局 单从风水来说 这里没有闹鬼的可能性 这地方养人不养鬼 刚刚我进去也没发现 这里出过人命 跟地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是是是 吴胖子连忙说道 这里没有出过人命 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因为这一片是刚刚开发的 这片地以前也是住户 搬迁了之后修建的 刚修建好 我就租下来开酒吧了 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没有闹过什么人命 我摁的点头 继续说道 里面之所以闹鬼 是被某种东西吸引过来的 正如陈小姐所说 她感觉只要待在这就很有力量 现在 我需要验证一下 是不是被人下了风水局 如果被人下了风水局 那这片地会在阴阳交替的时候 发生变化 到时候一看便知 那么说 是背后有人想要害我 我摇摇头道 不一定啊 现在说什么都为时不早 也有可能 这里有个天池穴呢 天池穴 几人都感到十分的疑惑 天池穴 我解释道 就是仙女们洗澡的地方 就叫天池 那地方的水势 集结了天地精华 双路之水形成的 蕴藏着天地灵气 据说 不管是人是鬼 还是金怪 亦或是三界万物 只要在天池穴洗上一次澡 就能直接提升千年的道行 同样的 地上也有天池穴的风水宝殿 这样的地方 往往能够吸引无数灵怪向往 而这些灵怪 只要靠近天池穴 也能获得不少的道行和能量 就好比陈小姐 她说来到这里 就感觉全身很舒服 很有能量 同样的 她还能显露出了真行 这足以说明 她的道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一只鬼想要显露原形 那至少得需要百年以上的道行 听完我的讲述 吴胖子一拍大腿道 那么说来 我这地方 还是天池穴咯 还是那句话 不一定 如果是天池穴 以前肯定就吸引了鬼怪 你这是近期 才吸引的 很有可能是风水局 或者是某个物件 某个蕴藏着特殊能量的物件 我操 吴胖子没忍住抱了一句粗口 他妈的 要是让我知道 是谁给我下了风水局 或者是那东西害老子 我非得把它揪出来 弄死他不可 我无奈地摇摇头道 人家都做了这等事 就不怕你还手 行了 先吃饭吧 吃过饭之后 你给我准备一个木盆 三个空的木杯子 咱们先用排除法 找一下问题出在哪 只要找到问题所在了 那解决起来 就容易很多了 好 吴胖子重重地点头 随后又拿起了一串大腰子 一口咬掉了半个 吃着吃着 陈思思忽然撑着自己的下巴 小声说道 没想到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是这样的感受 这种感觉真好 哪怕只是看着你们吃 我都感觉好幸福呀 说完话 他的脸上 就露出了一个向往的笑容 难道你都没有跟别人 一块吃过饭 黄依依有些诧异地问 陈思思摇摇头说道 没有 即便是有爷我爸妈在场 而且 那些人都很古板 吃饭的途中 是很少谈天说地 只会围绕他们的生意 多得不会瞎谈 至于跟我爸妈 那就更不用说了 吃饭只是一种 填饱肚子的行为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享受 你们或许不能想象 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下 吃饭 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哪怕只是巴鸡嘴 都会被骂 所以 我在吃饭的时候 都会变得小心翼翼的 说真的 我很享受 现在跟你们在一起吃东西 听你们谈天说地 我不知道 陈思思过的是 什么样的生活 总之从她的表情里面 可以看出 那样的生活 不是一个正常人过的 死亡 对于她来说 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吧 没事啊 这几天 你都可以跟我们一块 吃饭做朋友的啊 只是 你不能吃 只能看 黄依依善笑着 对陈思思说道 吴胖子咳咳咳地咳嗽了几声 还一个劲地给黄依依识眼色 那颜色似乎在说 别说这些不该说的 她终究是鬼啊 陈思思拾去地低下头去说道 终究是人鬼殊途呀 我们始终不是一路的 不是吗 没事 三界之内的万物都是灵 人和鬼 也都是一样的 人是可以跟鬼 跟精怪 跟万物做朋友的 只要真诚以待 又有何不可呢 我没忍住安慰了陈思思一句 她有些自卑 总觉得自己是鬼 跟我们格格不入 真的吗 她一脸激动地问我 那我可以跟吴迪在一起吗 这话一出 我们三人都愣住了 陈思思看到我们的表情 刚刚的喜悦一下就凝固了 接着她秩序地低下了头去 不好意思 我误解您的意思了 没事 我赶紧扯开了话题 那个 吴胖子 去拿几瓶水过来 吴胖子呕了一声 起身拿水去了 人鬼殊途 他们当然不能在一起了 晚上十点半之后 我们回到了酒吧 此刻的酒吧 已经很热闹了 里面有不少男男女女 在疯狂地跳舞 疯狂地喝酒 女人穿着剪短 故意露出肚脐 露出大腿 而男人则不断地迎上去 对其进行调拨 那样的动作 那样的接触 我以前从未见过 看到那样的画面 我感觉自己变得有些心惊肉跳 脸红精胀 这样的地方 不管男女 可能都很喜欢吧 在这里 他们能尽情地放纵自己 把内心最压抑的那部分 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 所以 即便是这里闹了鬼 也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们四射的激情 李奥 你怎么了 那个女人有问题吗 她是鬼 黄依依忽然拐了我一下 一脸惊讶地问道 我压了一声 这才发现我已经站在了这里 盯着那对男女看 我赶紧尴尬地掩饰 摇头说道 没有啊 他们不是 那你怎么一直盯着她看呀 黄依依指的是那个 陆肚奇和大腿的女孩 我没有 只是在想问题而已 丢下这句话 我赶紧离开了 想问题 黄依依不解地喃喃自语 没一会 我们找到了一楼的一个空房间 这里是库房 堆酒跟酒杯的 还有一些烂烂的桌子 也在这里 房间的隔音效果不错 即便是外面音乐的声音震天响 在这里也只能听到些许 李先生 为什么不去楼上做啊 楼上的办公室安静多了 吴胖子放下了准备好的一个木盆 跟三个木杯子 我需要收集这里的地气 三楼是空的 无法给我提供地气 吴胖子呕了一声道 那要不我去 让那些客人先走了 就说今晚咱们有事办 我白白手道 不用 你这样一来 不就成了坏自己的气韵了吗 他们都是你的财星 有才入门将其赶走 这可是生意人的大计 哦 好好好 吴胖子连连点头 我在杂货间走了起来 踩着地面上的那些地板砖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块 能够一踩就翘起来的 哪知道我走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那种 踩上去就翘起来的 李先生 您找什么 吴胖子有些疑惑地问我 能翘开一块地板砖 让我接触到泥土吗 不需要多大的面积 只要能够放得下 这三个杯子就行 能 当然呢 您等我 我去拿铁锹过来 没一会 吴胖子就拿来了一把铁锹 撸起袖子 就直接打破了一块地板砖 接着往下挖开了 地面的水泥地板 水泥地板很费劲 吴胖子又叫来了两个人 跟着一块挖 十多分钟之后 水泥地板被撬开了 泥土也显露了出来 我把吴胖子拿来的 三个木杯子 反着放在了地面上 接着又把那个木盆 正面朝上的 放在了三个木杯子之上 随后 我对着木盆念叨 知法 相生相克 以土为原 以木积水 起 念完咒语 放好木盆 我起身看了一眼时间 刚好十分 还有十分钟就 阴阳交替了 咱们先出去吧 十二点之后再进来看看 啊 这就完了 吴胖子 有点意外地问我 没完啊 我不是说了吗 十二点之后再进来 看看盆里面装的水 是什么颜色的 如果里面的水是青的 那这块地 就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遭到破坏 如果水是浑浊的 那地气就有些问题 如果水是红色的 那这地方的风水 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被人下了风水死局 这盆 能聚得到水吗 黄一一不敢相信地问我 我点头说道 当然能 这是三木聚气法 郭普的藏经里面 就有说过 用这个方法来检验风水 是否遭到了破坏 原本的做法比这个复杂 需要在这里栽上三根树 等上半个月 看这三根树 是否能够存活 到了后世 民间为了更加迅速地 查出风水原因 就弄出了这个方法 用木杯子 直接延伸到地气 去吸收土地的地气 因为木是客土的 木需要在土里面 吸收营养 来养活自己 所以 这三个木杯 就是在吸食地面的水 而水会在一天的 阴阳交替之际 沿着木杯流到盆里面 等盆里面装好水了 我们来看看 盆里水的颜色 就能分辨这片地 是否出了风水的问题 这是我在一本叫做 民间风水讲义的书上看到的 那本书 是爷爷给我看的其中一本 里面讲述了 包罗万象的民间风水案例 以及解决风水的方法 这个跟上次 我看胡家湾的风水不一样 这里是洋宅风水 并且常年有人居住 人气还十分的旺盛 凭借观器术 是无法看到 这里阴阳交替变换的 唯有借风接水 才能看出缘由 刚刚你说水变倾没问题 浑浊有点问题 红色的 那就是风水 被下了风水死局 黄依依慢条思理地问道 那要是天池学的水呢 会是什么颜色的 听到这个问题 我本能地迟疑了一下 随即回到 天池学的水 是绿色的 碧绿 如同翡翠那般的颜色 李奥 你懂得真的太多了 有空你能给我说说吗 我好喜欢听你说这些东西 我也喜欢 陈思思忽然也轻声说道 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 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死了 竟然还能见识一番 李先生 您真是博学多彩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行了 咱们还是先出去聊吧 十二点刚过 我们就如实来到了这里 吴胖子十分地激动 他刚走进来 就气呼呼地骂道 妈的 要是这水是红的 我就把那背后搞我的人揪出来 弄死他压的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木盆的面前 那盆里面 真的积了一层水 透过灯光 我们看到那水的颜色是青的 水之青则无怪 无风水问题 咦 水是青的 黄依依惊讶地叫了出来 那么说来 这不是风水的问题 吴胖子皱着眉头问我 我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 没错 这跟风水没有关系 得换个思路了 其实现在才是最麻烦的 知道这里有怪事发生 却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 脸色有些阴郁 吴胖子一脸担忧地问道 李先生 这件事是不是不好办 我微微点头说道 是不太好办 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引来的鬼怪 也就是说 我还不知道敌人是谁呢 现在我们在明处 敌人可是在暗处 那怎么办 吴胖子急了 上前抓住了我的手臂 激动不已地说道 李先生 您可要帮帮我呀 我没说不帮你 只是我需要先找出 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作祟 引来了鬼怪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目的是为了找出病因 只要找到了原因 我才能对症下药 这样吧 今晚我在这里睡 就睡刚刚那个房间 那房间有鬼怪出没了 我抓只鬼来问问 你给我准备九盏没有灯 一根三十米长的磨斗线 今晚 我要在房间里面布阵抓鬼 吴胖子点头说了就好 然后就摸出手机来拨打电话 让人去找东西了 然而我这话刚说完 陈思思便一脸愧疚地低下了头去 尴尬地说道 我真没用 死都死了 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陈小姐 您别误会 鬼跟人是一样的 你现在才死了一年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这是很正常的 我打个比方 你别有想法 就像一岁的孩子 跟十岁的孩子一样 一岁的孩子 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十岁的记事了 肯定就知道了 那些被吸引过来的其他鬼怪 可能已经死了很多年 所以 你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听完我的话 陈思思问道 那么说来 人死了之后 也会长大吗 我不否认地说道 也可以那么说吧 不过用准备的语言来说 那叫阴寿 活着的人有阳寿 死了的人也有阴寿 你生存在了另一个空间 肯定需要时间 去适应的 想要有力量 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就需要活着的人来供奉你 供奉了自然就有力量 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平时我们民间常说的 祖宗保佑 祖宗显灵 这就是供奉的力量 我懂了 陈思思点头说道 李先生 您真是博学多才 我虽说读了很多的书 可是对于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完全没听过 所涉及的领域不同罢了 你也有自己的长处 谢谢 好了 带我去睡觉吧 东西找到了 让人直接送到房间来 你先送依依回家 我看向了吴胖子 随后意味深长地 看了黄依依一眼 吴胖子 恩的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 我这就送依依回去 我不 我也要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 黄依依赶紧上前 挽住了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看了黄依依一眼 赶紧劝说道 依依 你还是先回家吧 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你爷爷他们该着急了 从去胡家湾到现在 黄依依都没回家 算了一下时间 好几天了 啥 好几天没回家了 依依 李先生 你们两同居了 吴胖子一眼惊讶 呸呸呸 黄依依冲吴胖子骂道 你整天都想这些事吗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我跟李耀 不过是一块去了一趟乡下 破了一个风水阵 看到黄依依那生气的样子 吴胖子也识趣地说道 是是是 是我肤浅了吗 你放心李耀 我已经跟我爷爷说过了 我跟你在一起 他们很放心 我爷爷说了 让我跟你在一起 多学习学习 多历练历练 黄依依从小并非娇生惯养 她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家里对她的管教 不是特别严格 她这样的人生 跟沉思思一比起来 真的是天上地下 经过一番思考 我还是决定再劝说一下 今晚估计会很危险 我不知道那些鬼怪 有多少道行 再说了 她已经在这里那么久了 肯定是很有能耐的 要是她很强的话 我怕顾不上你啊 要不你还是回家吧 没事 我相信你 再说了 那些鬼好像很色的样子 刚刚偷看了我洗澡 等会见到我 可能会更加的控制不住自己 到时候你就顺势抓住她 不就行了吗 这倒是一句实话 从葛经理的讲述 跟黄依依今天的遭遇 我总觉得 这里面一定有一只胆子 特别大的色鬼 胆大的 一般都是道行挺身的 对自己做的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这只鬼也是我的目标 只不过让黄依依去坐耳 这多少有些冒险了 要是我干不过它 可就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行了 黎昂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相信你 黄依依松开了我的手 一拍无胖子的肩膀道 走吧 无胖子 带路 没办法 黄依依就是这个性格 只要是她认定了的 她怎么这也要做 来到了今天我们睡的那间房 无胖子忽然问我 李先生 那她怎么办 她手指沉思思 一脸的迷茫 没事 她不会伤害你的 你们 先注意起吧 我不给无胖子反驳的机会 直接就把她给推了出去 而她睁大了眼睛 想要说什么 但最后都变成了 哎 李先生 您别这样 等到确认了无胖子离开之后 我才长松了一口气 黎昂 辛苦你了 我摇摇头道 没事 举手之劳而已 倒是你 有你在 我不怕 黄依依一脸羞涩地笑了起来 随后慢慢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会保护我的 是吧 我望着她的眼睛 正准备回答 忽然门外 想起了敲门声 谁啊 是我 葛平 李大师 老板让我给您拿东西过来 我还以为是无胖子 于是重新整理了一下容态 打开了门 只见葛经理的手里 拿着酒盏煤油灯 一卷很长的磨斗线 谢谢 我接过了东西 对葛经理道了个谢 葛经理冲我点点头 说了句应该的 随后便给我关上了门 走了 李耀 这就是你说的布阵抓鬼的东西吗 这个怎么用啊 黄依依好奇地看着我问 用来布阵的 把墨斗线绑在灯芯上 然后我施法 就会变成九星锁灵阵了 九星锁灵阵 听着好高大上的名字呀 我摇摇头不再说话 只是开始忙活了起来 其实九星锁灵阵并不难布置 只要在房间里面 按照九星格局 放上这九盏煤油灯 用磨斗线 把他们的灯芯绑起来 那鬼只要进来了 气场受到阴阳之气的挤压 煤油灯就会亮起来 随着煤油灯的亮起 那鬼就出不去了 只是在阵里面的布阵者 需要足够强大 否则的话 会被鬼给杀死在自己的阵中 到时候 自己的魂魄也会被锁住 所以 这九星锁灵阵 算是高风险的阵法了 虽说我是第一次使用 可是有了之前 布置天罗帝网阵的经验 我心里也没那么害怕了 瞎眼老头 可是有几百年的道行 并且在死之前 还是一个高人 我用九星锁灵阵 抓之色鬼 问题应该不大 弄好了九星锁灵阵之后 我又从口袋里面 摸出了两驱鬼符 我递给了黄一一一张 这个你拿在身上 等会睡觉的时候 你要是感觉到了那东西 就拿出来拍它 黄一一接了过来 恩的点了点头 今天没有带家伙是过来 我的雷击桃木大印 跟爷爷留给我的桃木剑 都没有带 仅有的 也就我随身带着的几张符了 好了 我先去洗个澡 说完我就去洗澡了 十分钟后 我回到了床上 黄一一没睡 还在玩手机 见到我进来 她放下了手机问我 李奥 你说偷看我的那色鬼 是不是晚上偷偷睡 人家女人的那只鬼啊 金华书格我点点头道 应该是 那她真的能够把人给睡了吗 黄一一继续问我 嗯 我不假思索地回到 人在睡着的时候 意识是模糊的 鬼就利用了这个模糊的时间段 去到了人的意识世界里面 她操控了人的意识 可以对人做任何事 鬼压床 也是被控制了意识 那女人被睡 更是被控制住了意识 那么说来 意识只要被控制了 人就只能任她摆布了吗 包括肉身 也会被她糟蹋 这个就要看鬼的能量了 如果是能够幻化成形的鬼 自然能够对人的肉身进行糟蹋 如果是不能幻化成形的鬼 能糟蹋人的意识 想要糟蹋人的肉身 就得附身在其他人的身上 那 如果她能幻化成形 那她是不是就能够对我 黄一一没有说下去 但是我懂她要表达的意思 于是我安慰到 没事 放心吧 有我在 她不敢乱来的 嗯 黄一一重重地点头 随后又想到了一个是 那 需要我穿得少一点吗 穿少一点 我下意识地看了黄一一身上穿着的睡衣 这睡衣很薄 很少了 几乎是贴着身子的 还少 那得少到什么程度 难道只穿里面的衣服和裤子 我觉得吧 要是我不穿少点 显得不够有诱惑力 没有诱惑力 我想 那鬼会不会过来呢 毕竟你这里还布了这样的一个阵 原来她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让她在这里 已经很危险了 我还要 让她穿得暴露一些 那不是将她往火坑里面推吗 我赶紧说道 不用 依你的颜值 就已经把她给吸引了 我这针在她还没进来的时候是没用的 所以 不需要你再穿成什么样 听到我的话 黄一一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现在说话真好听 说着 黄一一腼腆地笑了 我真是无法想象 她要是真穿暴露了 我怎么受得了 想到这里 我平躺下来 深吸了口气 这一天天的 还挺累 我到这里来 已经有一个月了 短短的时间 就遇到了那么多事 说实话挺意外的 我不知道 爷爷上哪去了 也不知道这辈子 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一想到 那慈祥而又严厉的小老头 我心里就泛起了无尽的思念 李一奥 忽然 黄一一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她轻轻地推丧了一下我的身子 道 你进去一些 我有点怕 感觉一个人睡不着 啊 我挪动了身子 黄一一大方地 钻进了我的被窝 虽说这床不是双人床 可是也很大 要睡两个人是足够的 只是我们会身子贴着身子 黄一一上了床之后 身上的香味就席卷来了 她紧紧地靠着我 她的睡衣很薄 我能明显地感受得到 她身上传来的温度 和身体的轮廓 一一 这样 不太好吧 我心里有些碰碰直跳 她一个人睡睡不着 现在她来跟我睡 我也不可能躺下 就能睡得着啊 没事 反正没人知道 只要咱们别做什么越鬼的事 对得起咱们自己的良心 不就行了吗 黄一一用一个很大方的说辞 来掩盖自己的害怕 我一想到那鬼能睡女人 还可以做那种事 我心里就害怕得睡不着 不瞒你说 李耀 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事呢 我知道 她没经历过那种事 从面相上就能看出 她双眼清澈明亮 里面如同油水 那样的眼神 能够说明问题 还有那一头凌乱而有力的头发 看着就跟女人的不一样 好吧 那我们尽量地保持一些距离 我故意离黄一一远了一些 不让她看出我威武的囧态 黄一一好似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这里的隔音效果的确很好 我们躺在屋内 哪怕楼下两层是夜夜声歌 我们都无法听到 旁边睡着一个大美女 身上还有阵阵的香味传来 我的确很难睡着 最重要的是我内心 如同被火烧了一般 那种炙热的感觉 久久地无法熄灭 一一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她没有回答我 好像睡着了 这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她睡着的缘故 我辗转了一会 也睡着了 我感觉自己刚闭上眼睛 身边就发出了轻轻的呻吟 是黄一一发出来的 李耀 你别摸我 这声音很迷惑 好像是在半梦半醒的情况下发生的 李耀 别这样 你别这样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啊 是她 是那东西来了 我的意识很清醒 可是我的身体被控制住了 我使劲地想要说话 想要动弹 可就是怎么也无法动弹 无法发出声音 鬼压床 这是被鬼控制住了意识 被她压制住了 不行 我不能被她压制住 要是被她控制了 黄一一必定会出事 于是我干脆放弃了挣扎 放弃了呐喊 平静了自己的身体和心态 摒弃凝神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驱鬼咒 天有三奇日月星 通天透地鬼神经 若有凶神恶煞鬼来临 地头凶神恶煞走不停 破 随着最后的破字念出口 我身体得到了释放 我也赶紧摸出了留在身上的那张黄纸符 狠狠地往黄一一的身边拍了下去 我的手正好撞击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只听到啊的一声惨叫 接着 就像是有个人滚下床去似的 与此同时 九盏煤油灯全都亮了起来 原本漆黑的屋子 也在这一刻变得光亮起来 只见在床底下 躺着一个全身黑衣 长相猥琐丑陋的男鬼 这男鬼是真的丑 包牙 脸上还有好几颗大黑质 长相老成 身材瘦小 看着就像是个干瘪的小老头 不过他的脸 却不是个老头的脸 倒像个年轻人 哎哟 哎哟 被我的黄指幅拍了一掌 他此刻正躺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着 灭账 你为何到这里来 我从床上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 那只瘦小的丑鬼 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掐着指觉对准了他 丑鬼从地上抬起头来望着我 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那是愤怒的目光 看着那样的眼睛 我心里没忍住咯噔了一声 心里寻思着 难道他要来应的 不管了 这个时候来应的 也只能硬拼 于是我让自己 变得更加的凶狠起来 小鬼 我问你话呢 难道 你想尝一烈火的滋味 我的凶狠起到了作用 这丑鬼的眼睛 一下就变得黯然失色了起来 他扭头去环顾了一下 周围的九盏没有灯 接着支支吾吾地问道 你 你 你是捉鬼人 当然 我不仅是捉鬼人 我还是杀鬼人 没带雷击桃木跟桃木剑 我心里很没底 只能用语言 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越是这个时候 语言上的气势 就越是不能输 必须要盖过这只鬼 别别别 别杀我 别杀我 我可没害人啊 丑鬼忽然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一脸惊恐不已 看样子 这鬼的胆子并不大 是只胆小鬼而已 说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我气势汹汹地问 他赶紧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我我 我就是看到他长得太漂亮了 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才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他的身边躺着一个捉鬼人啊 我要知道肯定不敢过来 李耀 忽然 黄依依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我站在床上 一脸的错愕 怎么了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但是就那么一下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赶紧看向了床下 这一看 把他吓得压地叫了一声 他赶紧抱住了我的脚 李耀 李耀 他是什么东西 是鬼吗 怎么那么可怕 怎么那么丑 我放下了手来 轻轻地拍了拍他道 没事 他就是那只鬼 你别怕 黄依依努力地平复了自己的内心 不过从他的脸上 还是明显地看到恐惧 昨天傍晚 是你偷看了他洗澡 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 都是你做的对吧 我一针见血地问 这家伙长得太丑了 我也不想跟他多待 是我偷看他洗澡的没错 但是这里发生那么多怪事 可不全是我做的 我只是摸了几个女人的屁股 还 还 还睡了别人的女朋友 是吧 丑鬼尴尬地点点头 随后一脸无奈地说道 可是这里来的 不仅仅只是我一个 还有很多鬼呢 他们都在这栋房子里的各个角落 还有很多 我有些诧异 是啊 有很多 丑鬼一脸都委屈 大师 我知道自己错了 你能放过我吗 下次我肯定不会 那么对你的女人了 只是不那么 对我的女人了 我俯视着他 气势夺人地问 不不不 我以后不会再那么做了 不会再那么做了 还请大师饶了我这一次啊 饶你可以 但是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 好好好 您问 您问 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丑鬼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我 因为这里舒服 只要靠近这里 我们就觉得很有能量 全身都充满了能量 果然跟陈思思一样 来到这里 是因为在这里舒服 有某种东西 为他们提供了能量 我们都是孤魂野鬼 常年漂泊 居无定所的那种 其实我很弱的 常年无人供奉 又没有人给我超度 死了 也无法下去 只要打个喷嚏 就能把我给吓一跳 可是来到了这里之后 我却感觉自己浑身 都有力量了 还能施展一些 以前施展不了的本事 很多孤魂野鬼 其实并不具备伤害人的能力 他们甚至都不敢靠近人 只有厉鬼 跟一些被供奉 有能量的鬼 才能伤害人 他这样子 应该也不会有人供奉 更没有资格成为什么厉鬼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差不多一个月前吧 一个月前 吴胖子也是一个月前左右 见到的陈思思 对得上了 那就是在一个月前左右 有什么东西来到了这里 然后开始吸引了他们 到此聚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到了这里呢 是人 还是某种 能够吸引英灵的东西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 得问问吴胖子 见我没有继续追问 那丑鬼忽然有些 迫不及待的问道 大师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可以走了没有 我恩了一声 吓得他一哆嗦 还不行 我还没问完 你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一直漂泊 做孤魂野鬼 我这话一出 丑鬼就愣住了 他没有立马开口 变得十分的难受 那个 那个 我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别人的事 所以被人给打死了 你老实告诉我 兴许我可以帮你步入轮回 那个倒不用了 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 什么轮回不轮回的不重要 现在挺好的 现在是挺好的 有了能量 还能在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怎么不好呢 我哼了一声道 那要是 你吸收的这股能量消失了 你又一次回到了 之前那种全身无力 只要人打个喷嚏 你都会被吓到的状态呢 那样的状态你 还会喜欢 我这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是丑了点 但是不傻 那么说 你这是要把那股力量给拿走吗 我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脸上闪过了一丝难过 随后垂头丧气地说道 我就知道 这股力量肯定不会一直存在 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吗 其实我死了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我二十八岁 正直壮年 你也看到了 我这身材 跟我这长相 是找不到媳妇的长相 我很郁闷 我爸妈为什么要把我生成这个模样 生下我就算了 他们还在我十多岁的时候 就撒手人寰 死了 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没有朋友 没有说话的对象 可我只是愁了点 我也是个正常人啊 我对那种事情 也十分地向往 见到了漂亮的女人 我也会去幻想 跟她发生点什么 那个时候 我就经常会去偷看女生 有时候运气好 能在厕所偷看到 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会让我兴奋好几天 慢慢的 我不满足于 去偷看人家上厕所的那点小事了 于是 我就去偷看我隔壁家的王寡妇 我想着 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奇迹 让我变成了真男人 王寡妇长得很好看 最重要的是 她的身材很好 前凸后翘的 只要走起路来 就能把人给弥三道 前两天 我偷看成功了 看到了王寡妇洗澡 把我给激动坏了 因为王寡妇在洗澡的时候 还做了一些 一些很那个的事情 当时我要是有点勇气 冲进去 恐怕都有机会 把她给拿下了 第三天 我憋不住了 于是喝了点酒 感觉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我再次来到了王寡妇家 这次的情形 跟前面两次一样的 就在我鼓足了勇气 要冲进去的时候 谁知道刘光棍她率先了一步 妈的 我就那么眼睁睁地 看着盗嘴的肥肉飞走了 成为了那刘光棍的 刘光棍她算个傻呀 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冲进去就给拿下了 那王寡妇也不反抗 还配合 我特么当时气得不行 拿着一块板砖就冲了进去 谁知道我被她梁给反杀了 那刘光棍 把我给敲死在了王寡妇的家中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我的尸体 埋在了王寡妇家后院的一棵树下 得到了那次之后 刘光棍跟王寡妇 就整天在一块 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那么明目张胆地来了好几年 我每天都那么看着自己 想要得到的女人 成为了一个死老头的 你说 我这是不是很憋屈啊 听完了丑鬼的讲述 我跟黄依依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我没有同情这个家伙 相反 我觉得她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完全是罪有应得 所以 你觉得 要是当时冲进去的是你 那王寡妇就是你的了 那当然啊 都到了那个程度了 我进去 那完全就是水到渠成 还水到渠成呢 这家伙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王寡妇 愿意跟刘光棍一块打死你 还不是因为我撞破了他们那点事 为了守住他们的秘密 于是两人就把我给弄死了 我摇摇头说道 不对 那是因为你做的事 令人觉得恶心 在大家的心目中 你是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那种 这不仅仅只是因为你的长相 更多的 还是因为你的行为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 没人知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敢说 要是你冲进去 王寡妇也绝对会不会愿意接受你 那刘光棍 虽说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但绝对要比你正直 至少他要做什么 都是光明磊落的 这就好扁 你做了鬼之后 就去偷看人家 还摸人家 有了力量之后 还去对别的女人做那种事 这种卑鄙的行为 就是你这辈子的一个缩影 我的话让丑鬼明显的傻住了 他张张嘴说道 我 我 我这不是从来没有那个过吗 那刘光棍虽说年纪大 但好歹 也经历过那种事 我之所以要做那种事 不就是想着 活着的时候 啥也没做成 死了要享受一番吗 好不容易我有了一些力量 我当然要尽我所能的 去做我想做的事了 不过我真的没有害人啊 我只是 看到那些男的做完了之后 才去捡一下的 并且 那些女人都是破坏人家家庭的 那些男的 也都是出轨做出 对不起自己家老婆的 刚刚这姑娘我也只是摸一下 我根本就没打算对她做什么 她第一次还在 我想也做不了啊 再说了 她是个好女孩 福报很厚 我根本就做不到我想做的事 女人的第一次 的确能够防鬼 那些更能驱鬼 黄一一的福报的确很厚 即便是鬼 见到这种女孩 也会绕路而行的 毕竟他们家在下面的地位挺高 大师 您放过我吧 以后我保证 绝对不会做那种事了 这丑鬼说的情真意切 看上去一副迷途知返的样子 不过我不信 我摇摇头说道 你改不了的 从你做人的时候 你就是个猥琐至极的人 做了鬼也是如此 这已经成为了你的本性 改不了 唯有步入轮回 才能彻底地改变你的这个习惯 我做个聚灵阵 你进去 等我把这件事解决了 我就给你超度 不要 不要啊 您能再给我几天的机会吗 丑鬼一脸哭丧地看着我 这几天 你还想干嘛 是不是 还想再做几件折损你应得的事 阴阳有别 你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难道你就不怕下辈子变虫子吗 人一旦堕入了畜生道 那就需要九千年的轮回 才能重新做人 你可千万别自损自己的应得 我的话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相反 他做出了一副自暴自弃的姿态 可如果做人还长了一张这样的脸 活着还不如一只虫子呢 大师 我知道您的本事很高 但您不是我 您不知道 我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呀 您要长了我这样的一张脸 您能有什么自信呢 自信还不是来源于自己的长相 和别人的目光 哪怕下辈子做蚊子 我也要从这里出去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 都不会怪你 我只求您别为难我了 我保证以后就算要找人做那种事 我也找那种破坏人家情感的坏女孩 我不会再找这种很乖很听话的好女孩了 说完话 他就猛的一下站了起来 接着我就看到他朝着九星锁灵阵冲了出去 就在他的身子 跟九星锁灵阵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九星锁灵阵散发出了一道光芒 只听到砰一声巨响 他的身子就重重的被反弹了回来 哎呀 丑鬼的身子再次倒在了地上 但是他咬着牙继续冲撞 又是一声巨响 又是一道光芒 他的身子又一次重重的被弹了回来 我没忍住看了黄一一眼 黄一一也皱着眉头 看上去不知所措 够了 我见他站起来还要撞过去 赶紧叫住了他 你要是再撞下去 可就魂飞魄散了 我就是魂飞魄散 也不要再继续做这耗子了 说完他又一次撞了过去 接着再次被反弹回来 你可要想好了 我要是把你从这里放了出去 只要我收了这里 让你们有能量的东西 你就恢复到了以前的那个状态了 听到我的话 他一脸惊喜地看着我问 那么说来 您是要放了我吗 我点了点头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强求 但希望你能记住 今天你所说的话 如果你没有做到 那我一定会再找到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后悔 只要您放我出去 哪怕明天我就变成之前的样子了 我也不要再入什么轮回 再长得那么丑 成为过街老鼠 好 我答应了他 李药 黄一一睁大了眼睛 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没事 我相信他 说完 我便走下了床去 收起了那九盏没有灯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丑鬼在我面前连连道了谢之后 他就一溜烟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我打开了房间的灯 黄一一正一脸惶恐地看着我 没事了 我叹息了一口气 走到了黄一一的面前 他一把抱住了我 李药 我好怕啊 黄一一的脑袋就贴在我的肚子上 声音微弱地说道 刚刚 我还认为 那是你的手吗 我抬起手来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 安慰道 好了 没事了 他没有立即回答 只是抱着我的肚子 平息了三分钟左右 等他平息好了心情之后 他松开了我 问道 你怎么把他放走了呢 你也说了 他是狗改不了吃屎 难道你还要看着 他去糟蹋其他的女人吗 我叹息了一口气道 这世间的万物皆有因果 他种下的因 注定了他得到的果 好比一个人 连死都不怕了 又何必去顾及别人 欠他那几百块钱呢 现在 他就跟不怕死的人是一个道理 活着的时候 他已经感受到了人间的冰冷 他活得如同一只卑微的老鼠 死了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于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我能帮他 那取决于 他愿意要我帮助 现在他不愿意 我又怎么能给他做出选择呢 可是 他这是在伤害人呀 如果如同他所说的 他伤害的都是那些 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呢 那些人种下来 必定会承担一定程度的果 或许 他也能成为别人的果 其实以他的品行 我可以灭了 他都灵魂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 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的 他的确没有去伤害那些正经的女孩 只是去惩罚了那些抛夫妻子 和抛弃妻子的人 黄依依还是一脸的无法理解 我轻声安慰道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趁天还没亮 再睡会 等会天一亮 你表哥就该来了 对了 我表哥这是你找的问题所在了吗 我摇摇头说道 现在还不知道 等明天我问下 你表哥就知道了 不是风水聚集了鬼怪的到来 那就是某个物件 或者是某个人聚集来的 黄依依嗷了一声 也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 但他不再问了 我没有再跟黄依依睡在一张床上 主要是不好意思再上那张床了 于是我躺在了他之前 睡的那张床上 我俩都没有说话 就这样 躺在床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就沉沉地睡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 吴胖子就敲响了我们房间的门 他冲我们喊道 李先生 表妹 你们醒了吗 可可嗨 吴胖子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沙哑 说完了话之后 他还连续咳嗽了几声 我走过去打开了门 只见吴胖子鼻子发红 脸色有点发白 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外套 看上去很冷的样子 他身体哆嗦了一下 可可可地问道 李先生 怎么样了 你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地问 他挨压了一声 用被晒住了的鼻子 吸了两口气道 昨晚感冒了 没睡好 没睡好 你是压根没睡吧 他眼圈很黑 额头还有一条明显没散去的飞气 哎呀 我怎么睡啊 我走到哪他就跟我到哪 我想躺一下 他就睡在我身边 这让我怎么睡吗 吴胖子一脸的无奈 之前怎么睡的 现在就怎么睡啊 我略带调侃地说道 那怎么行 吴胖子赶紧反驳道 他可是鬼啊 以前是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 怎么可能还跟一只鬼睡在一起 睡下了 保不准他会不会像之前那样主动呢 丑死我了 今天我得白天睡 免得晚上他又来 虽然他也是鬼 但他挺可怜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伤害过你 如果你能够给他一些关怀 让他有些温存在世间 或许他下去的时候 心情会美丽很多 有时候 帮人和帮鬼是一样的道理 你没必要把人鬼之分看得太重 听着我的话 吴胖子脸变得为难 李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 不过我还是接受不了 这种摆在面前的事实 我没有再继续劝说下去 只是抬起手 来在他的肩上拍了几下 有些东西 不是我说他就能去做的 人对鬼都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所以 即便知道那鬼不会害他 他也不敢再对那鬼 做出任何不敬的事 对了 昨晚你们怎么样 知道是什么作祟了吗 我摇摇头道 还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都是一个月前到这里来的 你这家酒吧里面 来了很多的鬼 他们都跟陈小姐一样 是被某样东西吸引过来的 只不过 他们待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都没有像陈小姐那样 能够露出真心 只要再待上一段时间 他们的力量就会增强 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 你这酒吧 很有可能会出大事 啊 吴胖子的脸变了个颜色 他支支吾吾地问道 娜娜 那是什么东西 李先生 您可得救救我呀 不管花多少钱 您一定得帮帮我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我既然来了 能够解决的 我当然会义不容辞 只是现在你 也要配合我 我们先确认了 那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再对症下药 昨晚我问过那只鬼了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靠近了你这里之后 就会有力量 还是得用排除法来确定一下 这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 一个月前 你收到什么东西 你的酒吧里面 新招来了什么人 新买了什么 你都要全部弄清楚 好好 我们公司的每一笔开销 都有记录的 我这就去让葛经理查 早上 我们排查完了一个月前后买来的东西 上到桌子板凳 下到玻璃杯 盒子 全部检查了一遍 我都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最近也新招来了两个服务员 都是那种很普通的服务员 他们不像会邪术的那种人 就这样 这件事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这是比王硕那事还要难办 王硕那事 至少是一开始就知道有鬼上身 而这件事 却没有那么简单 看到事情没有进展 乌胖子也感到十分的沮丧 李先生 先休息会吧 咱们先去吃饭 我一看时间到饭点了 人是铁饭是钢 不管做什么事 还是得先吃饭 于是我们三人来到了一家川菜馆 点了几个菜 就坐下吃饭了 乌胖子感冒了 人看上去不是很精神 加上他现在心情并不好 所以看上去病烟烟的 你好好想一下 一个月前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 别人送的 你放在了办公室 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都要仔细地检查一番 李耀 我表哥这事 是不是很不好办呀 我没有隐瞒的点头 很不好办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作祟的是什么 这东西没有任何的气味 甚至能够掩盖鬼怪的气味 相当的不简单 吃过饭之后 我先回去查看一下书籍 看看有没有记载相关的东西 五胖子 你回去找一下 看一下 要是想到了什么 就给我打电话 好 吃过饭 黄依依接到了他爷爷的电话 便回家去了 而我也回到了公寓里面查看书籍 看看有没有关于此类东西的记载 我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都没有找到关于这种东西的任何记载 书中讲述的是 任何东西都有它特殊的气味 不管是精 还是怪 亦或是零 鲜 都有 就在我感到无奈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我一看手机 上面是叶婷婷的电话 我不可能拒接叶婷婷的电话 因为我无法忘记 那天我想吃肉 他给我买了那么多肉串 我说没钱了 他就给了我身上仅有的两百块钱 第二次见面 还给了 他还只是一个学生 能够对我到这个地步 已经算是亲戚所有了 我摁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发出了叶婷婷 小心翼翼的声音 李耀 你在忙吗 哦 在看书呢 那今天 我们能一块吃饭吗 因为明天就是 星期一了 刚开学 可能会有很多的事要做 我怕到时候你有时间了 说到这里 叶婷婷便掐断了话 我明白她的意思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半了 我这里没有突破 也不知道乌胖子那里 会不会有什么突破 她这人命贵 我相信她会想起来的 于是我整理了 一下心情 回道 好啊 你在哪 我来找你 我在学校的宿舍呢 你等我一会 我下楼了再打点你 我出门搭了一辆车 直接来到了叶婷婷的学校 站在学校门口 我沉思了一会 决定进去看看 这里怎么说也是大学啊 走到学校里面 到处都洋溢着青春的味道 现在想想 还是上学好啊 精华书阁走着走着的 我来到了学校的展示墙 这里算是学校的冰山一角 学生都很少走的地方 墙壁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 有体育学院画的体育画风 有艺术学院画的音乐画风 感受着学校的氛围 我停在了一幅画的面前 这是一个古代女人的画像 女人穿着红色长裙 脸上盖着红色面纱 倾斜着面孔 手上还拿着一把扇子 遮住了自己的半边脸蛋 这话中的女人 我怎么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见过 李耀 忽然 叶婷婷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我回头看去 只见叶婷婷 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 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上身是一件白色起花纹的T恤 脸上画了些许淡雅的妆容 头发期间 还是那副眼镜 不好意思啊 让你等久了 你 剪头发了 我从未见过剪短发的叶婷婷 感到有些诧异 叶婷婷的点头 笑道 军训的时候剪掉的 头发长得不太舒服 是不是很丑啊 我摇摇头说道 没有啊 很漂亮 我感觉你剪短发了 比长发的时候还要漂亮 短发搭配眼镜 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谢谢 对了 你在这里看什么啊 我见你看了半天了 说着话 叶婷婷的目光 也放到了那张墙画上 你看的是 这幅明女金瑶的图吗 明女金瑶 我有些诧异的看着叶婷婷 叶婷婷点头说道 是啊 这幅画的名字 就叫明女金瑶 你是男生 可能不知道这幅画的典故 我之前在一本书上 看到过 关于明女金瑶的典故 典故 这幅画还有典故 这我真不知道 叶婷婷望着墙画 娓娓说道 相传在宋朝折宗年间 正值青年的皇帝 体弱多病 无数太医为其病状事 绞尽脑汁 也无法治好 于是便向民间求医 一位叫金瑶的名女 自幼出生在医学世家 金瑶拥有倾国倾城之容颜 更懂得民间优雅武姿 在民间早有盛名 她陪同父亲 一快到皇宫 去给皇帝治病 皇帝见到她 便一见钟情 金瑶也是如此 与皇帝两情相悦 在医治期间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然而好景不长 这是很快就被太后发现 名女金瑶出生卑微 哪里配得上皇帝的龙体呢 太后把皇帝的病 归纳在了金瑶的身上 便将其赐死 金瑶死后 皇帝患上了相思之苦 茶饭不思 有一太监看到皇帝郁郁寡欢 知道他是因为金瑶 于是便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 说 只要以金瑶的血为末 鼓作笔杆 发作笔心 画上他的容颜 他便可在晚上 与皇帝夜夜生歌 于是 皇帝便找来了 当时最厉害的画师 画上了这幅画 以金瑶的血液为末 骨头做笔杆 头发作为笔心 画出了这样的一幅画 据说那之后 皇帝夜夜生歌 没多久 便死了 不过这幅画 还是流传了下来 成为了现在我们 口口相传的名女金瑶图 不过 这也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 有人说是以前的画师 为了把自己的画 卖出高架 才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 是真是假 不得而知 不过这幅画 确实流传至今了 听完这段讲述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啊 叶婷婷微微笑道 看上去 你对这幅画很有兴趣吗 我笑道 只是这个金瑶 为什么要蒙着面呢 据说这是一女世家的规矩 没出格的女人 都会戴着面纱 除了至亲 不能随意 让人看到面容 金瑶没有嫁人 皇帝第一次 见到金瑶的时候 她就是这个样子的 或许在皇帝的心目中 这个样子的金瑶 才是最美的金瑶吧 原来是这样啊 我再次看向了 这幅名女金瑶图 其实我觉得这 也许是画师故弄玄虚的地方 她画了一个美人 但是又遮住了这个美人的脸 这让人很好奇美女的长相 所以就会想要买下来仔细的研究 你对画真了解 我的专业是美术呀 对于字画 肯定是有一些擅长的 叶婷婷笑了笑 说道 走吧 咱们去吃饭 好 我们刚走到一家民族特色餐馆坐下 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吴胖子给我打过来的 李先生 我想起来了 上个月 我从家里拿了一个东西 过来办公室里面挂 就是昨天您问我的那幅画 那幅美人图 美人图 我想起来了 那幅美人图 就跟刚刚我在学校看到的壁画一样 对对对 墙壁上的那幅画 就是我在吴胖子的办公室看到的画 我说 怎么那么严熟 那幅画 是一个半月前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我拿在家里放了半个月 一个月前才拿到办公室来的 刚刚我一直在查一个月前的东西 都把那画给忘了 好 那你等我一会 我吃了饭就过来 说到这里 我挂断了电话 隐隐中 我感觉那幅画 好像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李奥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要忙吗 叶婷婷一脸担忧地望着我问 没事 吃了饭再去 你要是忙的话 咱们改天再约 可不能耽误了你 没事 现在也不着急 怎么着也得吃饭不是吗 叶婷婷微微笑道 只要没有耽误你办事 那就好 我就怕耽误了你办事 这回 菜上来了 我梁也开始动起了筷子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跟叶婷婷坐在一块吃饭 我觉得怪怪的 这种感觉跟上次完全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黄一一的关系 有所不同了 所以 在跟另一个女孩吃饭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挺愧疚的 沉默了一会 叶婷婷终于还是打破了我们俩的尴尬 李奥 上次的事 真的不好意思啊 都怪我 偏要去跟他们吃什么饭 我看着叶婷婷 她都不好意思看我了 看来那是对她来说影响挺大 我安慰道 没事 别因为这点小事 就坏了我们的友谊 你可是我在新州市唯一的熟人 叶婷婷听到这里 满足地点了点头 嗯 对了 那你上次说的 要找个门店做算命的生意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安隆街132号 那 是不是黄小姐给你找的 我抬起头去看向了叶婷婷 她目光在躲闪 故意没有看我 像是在害怕被我发现什么 我也没有隐瞒地回到 是的 我对这边不太熟 所以她就帮我了 之前她家里出了些事 我去给她家解决了 所以现在 她很相信我 叶婷婷挤出了一个微笑道 挺好的 你跟黄小姐的关系 真的让人羡慕 你们两该不会是 再谈恋爱吧 叶婷婷说完 她的笑容就变成了一种等待 像是在等待我的回答 那个 我迟疑了一下 有些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我们轻轻过了 也睡在了一张床上 可她就是 还没有答应我 要跟我谈恋爱 没事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我就那么随口一问 对了 你的生意应该挺好的吧 我点头说道 挺好的 现在正在点人办事呢 那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鬼啊 鬼长什么样的 跟人一样吗 还是比人丑呀 叶婷婷一下对我 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陈英片刻 我回到 其实鬼跟人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 人变化而成的 人生前长什么样 死后就 我话没说完 门外忽然就发出了 一个男人嚣张的声音 还在这危言耸听呢 随着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胖子 领着还几个彪雄大汉 从门外走了进来 是陈超 那个学生会的主席 几天前在复原居 见到的那个人 看着气势汹汹的样子 陈超来意不善呀 陈超学长 叶婷婷一下 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她望着陈超的阵势问道 陈超学长 您这是做什么呀 婷婷 这里没你的事 我这次是来找你这个老乡的 她一脸玩味的看着我道 小子 上次你让我丢了面子 我真没想到你 竟然还敢明目张胆地到学校去 你是把我当空气了吗 陈超学长 上次的事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你怎么还 陈超抬起手来 打断了叶婷婷道 婷婷 我说了这里没你的事 你这老乡欠收拾 那天的事 对于你们来说过去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过不去 这几天我在学校 总是被人议论 很多人说我喜欢吹牛皮 这让我主席的地位 受到了动摇 这一切 都是你这老乡害的 我得跟他算算账 陈超学长 您能不能别这样解决问题 您这样可不好 要不 我赔你点钱吧 您说要多少 我给您 叶婷婷很着急 他被那么多人给吓坏了 不过 看到他还义无反顾地站在我的面前 我属实有些感动 于是我站了起来 将他拉到了我的身后 安慰道 没事 他做不了什么的 呵呵 陈超冷笑了两声 上下打量着我道 小子 我这人呢 也很讲规矩 我不缺钱 所以跟我谈钱 没有用 既然婷婷给你求情了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跪在地上 跟我道个歉 这事就那么算了 说完话 陈超摸出了一个手机 看上去是要录像 我深吸了一口气道 我的跪 恐怕你承受不起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上跪天地下跪父母 我怎么可能会跪在陈超 这种垃圾的面前 行啊 不跪也行 那就让我飞哥教你做人 说着话 陈超看向了自己身边 一个纹身大汉 那大汉一米八几 板寸头三粗 满脸的杀气 那大汉 还真杀过人 看到这里 我没忍住 哽咽了一口唾沫 知道这位是谁吧 城南的飞哥 曾经一把刀狂砍二十三人 砍得惊天地 气鬼神 现在 他就是城南的天 只要他出手 你今天必须断手断脚 飞哥 拜托了 他就是个外地人 没有任何势力 打断他一只脚 给他点惩罚就行 那被称为飞哥的壮汉文言 上下打量着我 一言不发地 朝我走了过来 这是点醒的人 狠话不多 从近来就不说一句话 只办事 离药 怎么办 叶婷婷害怕的都要哭了 一双手握着我 正在不住地发抖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大汉 要是真出手了 打爆我是肯定没问题的 虽说我学过一些防身的东西 但那也仅仅只是防身而已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 在绝对力量的面前 如果你不用必杀技杀死对方 那任何的抵抗 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 我要真的跟他打 只有杀死他 不然就只能被吊打 没事 没事 虽然心里很慌 但我还是强撑着安慰他 现在打电话求救 肯定来不及了 难道我这条腿 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大飞 你他妈给我住手 就在我感觉自己 要被吊打的时候 一个霸气的声音 从门外响了起来 只见吴胖子带着葛经理 从门外风风火火的赶来 吴胖子的到来 让大飞的脸色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他一脸错愕的叫道 吴 吴哥 我吴你妈 吴胖子三步当作两步走 上前来直接跳起来 一脚踹在了大飞的身上 一脚 他就把大飞给踹翻在了地上 那气势简直要飞天 我操 吴胖子上前对着大飞 就是狠狠的挤大脚 而大飞身后的那群小弟 全都不敢动 一个个面色惶恐的 看着自己的老大挨打 吴哥 吴哥 您轻点 您轻点 吴胖子脚脚到肉 打得大飞只敢抱头求饶 之前我还真没看出来 吴胖子有着手脚 现在一看 我感觉自己 看他的八字 是不是看错了 行了 吴胖子 我缓过神来 赶紧叫住了他 他还喋喋不休地骂道 我操 竟然连老子的朋友都敢欺负 谁他妈给你的狗胆呀 吴哥 吴哥 我哪里知道 他是您的朋友啊 我要知道 就是给我十万 我也不来啊 大飞被打得鼻血都流了出来 一脸委屈地望着吴胖子 你他妈的 真是瞎了狗眼了 老子的朋友 你也想动 睁大你的狗眼 给我看清楚了 这位是李先生 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是是是 大飞连连点头说道 我记住了 吴哥 我记住了 道歉 道了歉 赶紧给老子滚 大飞赶紧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一脸胆怯地说道 对不起 李先生 我错了 我不知道您是吴哥的朋友 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这吴胖子的气势真牛了 就那么几下 大飞就直接道歉了 我有点茫然地看了吴胖子一眼 他冲我说道 李先生 您要是觉得不够 您可以自己动手 打到您觉得够了为止 够了 我赶紧说道 你走吧 是 是 谢谢李先生 谢谢李先生 大飞说着就要走 但是被吴胖子给叫住了 等会 是谁请你来的 我请你也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让他知道 我得罪我无敌的下场是什么样的 是 我知道了 吴哥 说着话 大飞便一抬手 我看到他那几个小弟 拉着陈超走了出去 最后 我看到陈超的表情 差点没有被吓尿 哎呀 李先生 真是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真是抱歉 抱歉 吴胖子赶紧唯唯诺诺地给我道歉 没事 我回了他一句 随后转身看向了叶婷婷问道 你 没事吧 叶婷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看着我 好像在看待一个陌生人 我知道 这变化有点快 十多天前我还跟他借钱买肉串 现在就成了这个样 对于他来说 很难接受 对不起啊 吓到你了 叶婷婷这才缓过来 他轻轻地摇头说道 没 没事 李奥 你认识他 我点头说道 认识 怎么 你也认识他吗 叶婷婷的点头说道 他是地红酒吧的老板 一个很厉害的青年企业家 看样子 吴胖子的名气还蛮大的 至少在新州市这块地方 他的确算得上是佼佼者 小姐 吓到你了 实在是抱歉啊 吴胖子看到我很关心叶婷婷 便走上前来赶紧道了个歉 我没事 谢谢你 不用谢 您是李先生的朋友 那就是我的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我一定赴汤蹈火 吴胖子用他那很江湖的言语 对叶婷婷说道 可嗨嗨 我赶紧制止了他的那一套 对了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看着天快黑了 所以赶紧过来接您嘛 这边到了下班的时候 不好打车 谁知道竟然还让我遇到了这种事 要是我不过来 真不知道那混蛋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看他是坐不住了 心里害怕 所以就赶紧过来找我了 想起刚刚那一幕 还真是让人提心吊胆 好在他来了 李先生 你们要是还没吃好饭的话 那继续吃 我在外面等您 我看向了叶婷婷 意思是 问他吃好了没有 叶婷婷冲我说道 我吃好了 你忙的话 就先去忙你的吧 这里里学校很近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好 那你注意安全 叶婷婷送我们上了车 看着他落寞的身影 和那双复杂的眼睛 我知道 他已经意识到了 我做的这个行业 跟他以前认识的那个 我完全是两个人了 也许 在他心目中的李要 永远都是那个 学习成绩很好 徐心为他讲题的李要吧 李先生 那个女孩长得挺漂亮 乖巧可爱 一头短发 看上去 简直就是那种 林家小女孩的既视感 她是你的什么人 吴胖子 坏笑着问我 我沉引了片刻 淡淡地回到 是我在新州市的好朋友 以后让你的人 别去打扰她 嘿嘿嘿 我懂 她一定是你的前女友吧 刚刚我们上车的时候 我看到了她 对你那念念不舍的表情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哎呀 看到我心都快碎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我表妹的 我这人其他的不行 但是保密 那绝对靠得住 我皱了一下眉头 无奈地摇头说道 不是前女友 就是好朋友 老乡 嘿嘿 没事 没事 你说是啥就是啥 吴胖子调侃着 我顿时也是无语 对了 那大飞跟你是什么关系 怎么感觉她很怕你 我赶紧把话题扯开 不想再让吴胖子 这缺心眼的 继续谈论她了 吴胖子一听大飞 就来气 我曹 那混蛋 她是我老乡 我们从小一块玩的 长大了之后 她就混了社会 前几年砍死了几个人 被抓了进去 后来我费了好多钱 好多关系 才把她给捞了出来 现在她给我办事呢 妈的 说好了别再做那种事的 她娘的 竟然还敢做 难怪你打她 她也不敢还手 原来是金钱的作用 我若有所思地说到 这就是社会的本质啊 再狠的人在金钱的面前 也会低下头颅 您那么说也对 不过更多的 还是她对我的感激吧 她家庭条件不好 从小就是 我在照看她 她打从心底敬佩我 她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 但是我的话 她必须听 这个还真是 吴胖子八字 就是那么大 能够照住一切牛鬼蛇神 能够让一切的凶煞 逢凶化吉 要不跟鬼睡觉 也不会睡了那么久 也没什么事 不说她了 李先生 您认为会不会是 那幅画有问题啊 吴胖子把话题说到了 他最关心的事情上 先看看再说吧 现在我也说不准 那幅画 你在哪得到的 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我那朋友是开酒厂的 几个月前 酒厂倒闭了 他说 自己要去外面发展 知道我喜欢那些字画 于是就把那幅画送给了我 还说那幅画是宋朝的 是什么美人图 出自一个大师的真迹 我拿来也没当回事 就扔在家里了 直到一个月前 我发现墙壁上还有一块空缺 于是就把那画给 拿到了办公室来挂着 说实话 我对字画真的一窍不通 什么真的假的 我根本就无法分辨 挂着也就为了装逼 真假无所谓 美人图 我反复了这三个字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道 这还真是一幅美人图 如果真跟那美人图有关系 我一定要把陈江水那小子找到 妈的 竟然敢坑老子 我没理会他 只是对这个美人图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一会 我们来到了乌胖子的办公室 那幅美人图 还在之前的位置 我赶紧在那美人图上看了起来 跟我昨天刚来这里看到的一样 一张不大的图上 画着一个方间集市 集市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而他们的目光 都望向了同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正是这幅画的核心 美人 台上的那个美人 就跟我今天看到的强画是一样的 一袭红色长裙 那长裙宛弱在风中翩翩起舞 而他的身姿妙慢 简直如同天使 往上看去 那脸上缠着红色沙巾 盖住了半边脸庞 他侧脸对 仅仅露出了四分之一的脸 却让人无比着迷 那眼角栩栩栩如生 腹白动人 美 美得不可方物 美得倾国倾城 我就那么看着 便感觉自己 要被这幅画给吸引了进去 我很想揭开女人的面纱 一堵芳容 哪怕只是看到 我都感觉死而无憾 李先生 您看出问题了吗 是不是这话的问题 吴胖子的声音 一下将我拉了回来 我缓过神来 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差点就贴到了那张画上 我赶紧离开 让自己的身体 跟那话保持了距离 随后对吴胖子说道 这话 有问题 真是这话 吴胖子有点恼火地喊了一嗓子 我点头说道 没错 就是这话有问题 这画上的人叫金瑶 这幅画 也不是什么美人图 这是名女金瑶图 我想起了刚刚叶婷婷跟我说的那个故事 这画中的人 就是名女金瑶 只不过这个金瑶 被画在了集市上 成为了一个搭着舞台跳舞的女人 什么是名女金瑶图啊 吴胖子不解地问我 我把刚刚叶婷婷跟我说的那个故事 给吴胖子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吴胖子神色复杂地说道 以血为墨 以骨为鼻杆 以发为鼻心 那么邪门啊 那我这幅画是真的 我抬起手来放在了那幅画上 感受着画纸的面感 画工可以仿 一些顶尖的画手 是可以仿照出顶级名画的 可是画纸却仿不来 所以 那些鉴定一幅画真伪的大师 往往都会从纸的角度去鉴定 我不是剑保师 不过 我却可以用我的观器术 来观看和感知这幅画的真伪 不管什么物件都有气的存在 越是老的物件 身上的气就更加的浓郁 如果这幅画 真的是用血来作画的 那它 无论经历了多少年 都一定还有气的存在 我摸着面纸 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触碰一个女人的肌肤 没错 这幅画的面纸 摸着细腻光滑 这种光滑的感觉 就像是摸在了一个女人光滑的肌肤上 怎么会这样 我没忍住 发出了嘀咕声 吴胖子闻言一愣 怎么了 李先生 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 有问题 我肯定的说到 问题就出在了这幅画上 这幅画 除了以血为墨 以骨为笔感 以发为笔心之外 还以皮为纸 这是人皮画出来的 并且还是女人的皮 我的画 把吴胖子给惊呆了 女人的皮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您怎么确定的 摸出来的 不过 要是有个女人在这里 对比一下就好了 我小声嘀咕着 女人 吴胖子还没反应过来呢 黄依依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她的手里面提着两杯奶茶 她放在了桌上道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你们说到哪了 我跟吴胖子 一块看向了黄依依 黄依依健壮一愣 她眨着大眼睛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你们怎么用那种眼神看我 依依 你来得真是时候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赶紧过来 让李先生摸一下 吴胖子这话一出 惹得黄依依的脸都红得跟西红柿似的了 她一脸生气地叫道 吴胖子 你有病吧你 你这叫什么话 吴胖子连忙解释道 李先生说事就出在了那幅画的身上 那幅画是用人皮画的 并且是个女人的皮 她摸着像个女人的肌肤 不过她也不敢肯定 因为要对比 只有摸到了真人的肌肤她 才能确定那幅画是不是人的皮画的 黄依依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在向我寻求答案 是不是真的 我肯定地点头说道 是 这是我说的 哦 黄依依神色稍稍缓和了一下 她也不是个不实大局的女孩 于是她走向了我 撸起了袖子 举起自己光滑的手来说道 那你摸吧 我迟疑了一下 看着那光滑的小手 这手我虽然摸过 但还没在别人的面前摸呢 可能 摸手的作用不大 手会经常被阳光照射 往往不能反撑出最好的效果 我想摸你背 这幅画应该是背上的肌肤所做的指 你的背对比的效果会更好 我知道这有点无耻 不过我说的却是事实 啊 黄依依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她尴尬地看着我 随后又看了看吴胖子 吴胖子目光闪烁了一会 呕了一声道 我回避 我不看 我不看 说完话 吴胖子就懂事地走了出去 黄依依转过了身 拉开了自己的衬衫 露出了那光滑洁白的肌肤 背对着我说道 你来吧 李要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摸她的背了 第一次是在胡家弯 我给她画符 只不过那一次跟这一次不同 那次是画符 只是指尖触碰 而现在 却要整个手心都去触碰了 我一咬牙 下定决心道 好 那得罪了 说着话 我抬起手去 放在了她的背上 我的手一触碰上去 她身子就打了个哆嗦 我也没敢马上动 心里紧张啊 那么光滑细腻的肌肤 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的摸呢 几秒过后 我发现她稍稍好了一些 适应了 我也调整了一下心态 从背上慢慢地往下移动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她身体在颤抖 李要 需要我解开那个吗 那袋子确实有点阻碍了我的手 不过也不重要 我回道 不用 从背上来到了后腰 这触感真的是一模一样 光滑细腻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 黄依依的散发着热气 那幅画已经没有了热气 我松开了手 对她说道 不好意思啊 得罪了 黄依依转过头来看向了我 她的脸颊红的都快滴血了 只见她咬着嘴唇 冲我摇了摇头道 没事 你是为了帮我表哥 应该我谢谢你 摸完了吗 我恩的点头说道 好了 那 跟那幅画是不是一样的 我再次点头 是 是一样的 先把吴胖子叫进来吧 黄依依叫了一声 吴胖子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她很关心地问道 怎么样 李先生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幅画的原材料 就是人皮 人皮作画 鬼画皮吗 黄依依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道 比鬼画皮更厉害 这是一种邪术 叫人皮黄魂术 我之前在爷爷的书上看到过 邪术上说的是 人只要是阳兽 未尽而死的 以皮作画 以骨为笔 以血为墨 以发为心 画出死者的模样 在他自己的皮上 只要吸购了三百六的精气 那人就会以还魂的方式复活 复活 吴胖子满脸错愕地说道 那是不是这幅画上面的女人要复活了 数一下上面的男人吧 看看这上面有多少个男人了 如果达到了三百六 自然是要复活了 我很诧异 没想到这次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 人皮还魂是有为天道的邪术 是需要把人的魂 给寄托在这幅画上面的 如果这幅画来自宋朝 那就是一千多年前的魂魄 寄托在了这上面 一千多年的魂魄 那应该是有很大的阴气和怨气才对 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它的阴气 相反 它还能掩盖 被它吸引来的鬼怪的阴气呢 这是我想不通的 也是书上不曾记载的 就在我沉思两久 无法想通的时候 吴胖子冲我喊道 李先生 我数了两遍 那上面一共有363个人 是的 我也数了两遍 是363个人 除了那个女人 黄依依也上前冲我说道 刚说完 她就一脸好奇地望着我问 李耀 我还有个事情不太明白 你让我们去数数 是不是说明 那图上的人数会自己增加 是 我再次走到了那幅画的面前 说道 以前这幅画上 只有一个女人在台上翩翩起舞 街道上空无一人 只要吸收了一个人 那人的灵魂就会被装入画中成为画中的男人 不幸的话 你们可以来看看 这里面的人穿着的服饰是不同年代的 听到我的话 两人赶紧上前来查看 这一看 还真发现 上面的那些男人的穿着打扮全都是各式各样的 甚至有些人还留着清朝的辫子 哎 是真的 这些人还真是各式各样的 黄依依了一声道 我怎么没有发现现代人呢 里面的男人 好像都是长头发的那种古代人 并没有我们现代人啊 没有现代人 说明这些年 他没有吸收人的精气 而是被人给封印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幅画又问世了 人皮还魂 停止了百年 却又继续了他的道路 如果我再晚一步发现 恐怕这里面死的人 不仅仅只是两个那么简单 我深吸了一口气到 363个人 那也就是还差最后的两个人 只要把最后两个人给吸了进去 那他就成功的还魂了 还差两个 还好不是差一个 妈的 要是差一个 我就变成他最后一个了 无胖子拍着自己的胸脯 一副还好的样子 虽然你不是最后一个 但已经来到了你的这里 这足以说明 你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在你成为他的目标之前 你的生意和气运 都会遭到破坏 好比你这个地方闹鬼 要不是你这里坐的是酒吧 人多 阳气旺盛 可能已经出大问题了 我操 一听我的话 他没忍住抱了一句粗口 他想起了 送这话给他的朋友 陈江水那王八犊子 竟然敢用这话来整老子 老子对他那么好 他娘的 他竟然敢整我 李先生 您得帮帮我啊 这是现在已经关乎了我的生命 无胖子着急地喊了起来 脸上满是恐惧 我没有立即回答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我又看了他黄一一 他也一脸复杂地看着我 不难看出 他们都把这事的希望 放在了我的身上 犹豫了片刻 我还是对他们说实话了 这事不好办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书上记载过这种方法 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法 我的话让无胖子 一下就坠入了谷底 他表情木然地望着我 那双眼已经变得绝望 我画风一转 我画风一转继续说道 不过 这幅画在清朝被封印过 这说明有封印他的办法 那您可以封印吗 我摇摇头 我自然是不能封印的 我要能封印 现在就给他封上了 那我现在把他送人 行吗 这画也是 我那朋友送给我的 无胖子很着急 现在已经火烧没毛了 谁遇到这种事 能不及呢 我摇头说道 恐怕不行 但凡接触过这幅画的 都会遭到他的反噬 只要他再吸收两个人进去 那画里面的人就会复活 但凡接触过他的 都必定会被他视为仇人 毕竟那些人接触了他 都没有帮他 加上他本身就有很大的怨气 所以 他一定会再找那些人 这其中包括你 包括我 还包括依依 我的话一说完 两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那 那怎么办啊 现在 咱们就跟这画绑在一起了吗 这画以前 被封印过 那就说明 有人还能再将其封印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拿了出来 然后送到了你这里来 我们得找到封印画的人 找你的那个朋友 陈江水吧 你说他的啤酒厂 在几个月前倒闭了 但是他没事 还能把画送给你 这说明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好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妈了个八子 竟然敢整老子 说着话 无胖子就拨打了电话 很快那头接通了 无胖子直接开口就骂 你大爷的陈江水 你他妈的几个意思 为什么要把那幅画送给我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电话那头的陈江水 并没有马上回答 这是在沉默 说话呀 你在哪 无胖子的气势非常的汹涌 看上去像是要干长 对不起 吴哥 对不起 说完话 陈江水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操 无胖子对着电话再报一句粗口 这思 他骂得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会给他电话了 骂着 无胖子又拨打了过去 但是这一次很离谱 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关机了 没事 他应该还在新州市 没有出去 我几个挂看一下 说完话 我拿出了三个铜钱 摇了几下 随即放在了地上 一挂找人 这是很好找的 没什么难度 我根据从无胖子口中 对陈江水的了解 于是当场起了一挂 这市的雷天挂 雷天挂也是钱挂 钱挂在西北 这说明 无胖子的这个朋友 在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 他叫陈江水 有江有水 这市的典型的木命 并且是沙漠中的枯木 极其的缺水 名字带了水 他前段时间 又跟他画住了那么久 想要保命 身边又有高人指点 那他所在的地方 也一定是有水的 西北方向 是不是有一条人工湖 我抬起头来 望着无胖子问 无胖子抬起头来 沉思了一会 好像在找方位 随后他想到了 闷得点头说道 是 是有人工湖 那小子之前 好像在那个地方 买了一套房 就去那里 他还在那个地方 咱们去找他 无胖子呕了一声 走到了那幅画的面前 想要将那幅画给取下来 我见状 问道 你这是干嘛 无胖子说道 取下来 还给他 压得 想要拿来坑我 先别动 我阻止了他 说道 画已经在这里放了 有差不多一个月了 他已经认了这块地 这个时候千万别动 动了恐怕会出事 我的画 把无胖子给吓了一跳 那么邪门吗 我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走了 没一会 我们三人便驱车前往西北方向的人工湖 在车上 无胖子跟我说 那陈江水 是他以前的高中校友 但是比他要高一级 上学的时候并不认识对方 后来毕业 陈江水就来到了新州市做生意 在生意场上 他的生意 没有无胖子做得好 但是他那人比较踏实 两人在一次集会上 得知是校友 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 无胖子跟陈江水 来往比较密切平凡 对他的生意也很照顾 要的啤酒都是从他的酒厂拿的 他怎么也想不到他陈江水 竟然会把这种东西丢给他 说完 无胖子十分的生气 曹他大爷的 等会我见到他 非得弄死他不可 这种事 我也不知道去劝说无胖子 不过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 被自己最相信的人坑成了这样 反正要过一番嘴瘾的 李一要 忽然 许久没有说话的黄一一开口了 我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那人皮作画 你说都是一千多年前的话了 为什么人皮不腐烂呢 骨头不腐烂 我听说过 可是用人皮来作画都不腐烂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沉吟了几秒 回到 作画之前 他用天鹰跟鬼草 泡过那作画的皮肤 泡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皮肤就承受得住日晒雨淋 可达到万年不腐的效果 古代的女人 为了永保容颜 都会用这两种东西 浸泡自己的身子 让身子充满活力 风吹可弹 天鹰 鬼草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神奇吗 为什么我买的护肤品 都没有这种东西呢 黄一一脸的好奇 看来女人对于这类的话题 都没什么抗拒力 这是山海精里面的植物 天鹰 可知皮肤上的一切病变 鬼草 能够让皮肤保持弹性 这可是古代皇后级别的人物 才配使用的 山海精 山海精不是虚构的吗 黄一一眨着眼睛 小脑袋里面 已经有一万个为什么了 我深吸了口气到 不是虚构的 山海精记录的是 上古时期的动物和植物 很多都已经演变了 或者是灭绝了 由于少 所以现在的人 都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原来是这样啊 李奥 你可真厉害 什么都知道 简直就是 我的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我尴尬的笑了笑 这还不是从小看的 对于喜欢的东西 自然会牢牢的记住 不过 百度百科就夸张了 话是那么说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的记忆力 跟普通人的不太一样 我看东西 只要是我感兴趣的 我都会记下来 只要见到 我就能想起 不夸张 一点也不夸张 我甚至觉得 你比百度百科都牛 我苦涩的笑了笑 对于这种称赞 我还真的找不到语言来回答 我没有回答 黄一一也就没有再说话 车内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对了 吴胖子 陈小姐呢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她 黄一一忽然提起了陈思思 对啊 今天我也没看到陈思思 刚刚我们从酒吧出来的时候 天就已经黑了 吴胖子挨压了一声道 我怎么知道呢 这种事你问我 我又不是整天守着她的 一听这话 黄一一就察觉出了端倪 是不是昨晚你欺负她了 你说这一个月以来 她每天都来找你的 我 吴胖子叹了口气道 懒得跟你说 她是鬼 我怎么可能欺负得了她呢 她要不欺负我 我就叫她姑奶奶了 吴胖子 昨晚你肯定对她说了什么 伤了她的心了对吧 我我也没说什么 我就让她以后都别再来找我了 我们之间可是人和鬼 人鬼殊途 她哪能那么一直跟着我 果然 吴胖子 你就是个负心汉 她虽说是鬼 但理要都说了 没什么关系 她又不会伤害你 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人家 她把你当成了她的男人 都陪了你一个月 你既然说出这种狠毒的话 你这做法 人鬼共分 我 二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仁公湖附近 那个叫心安的小区 这里 就在人公湖的中间 我们是过桥了 才来到这里的 看这建筑格局 是个岛屿小区 难怪陈江水 会选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的命格属枯木 必定是需要大量的水 然而这个小区就在岛上 四面环水 完全符合它的命格需求 吴胖子停下了车说道 我只知道 他在这个小区买的房子 但是在哪我不知道 没事 你们跟我来就行 我一边看着四周 一边找这个地方的方位 很快 我们来到了一栋六楼的洋房门口 我指着六楼说道 就是这里了 在六楼 李昂 你怎么知道的 这栋楼在正北方 北方属水 因此 他肯定会选这栋楼 按照洛书的方位 树里 一楼和六楼 尾树事宜 或者是六都属水 他是枯木 太缺水了 只要能补的 都会补 再说 他这人怎么说也是做生意的 肯定不愿意被人压在头上 所以他肯定选六楼 两人都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打开了门 跟着我走了上去 来到六楼 有两个住户 一个上面挂着601 一个上面挂着602 我果断地敲响了601的房门 五胖子问我 李先生 您确定就是这里吗 会不会是602 我摇摇头道 不会 二这个数字数火 火刻木 他没那么傻 果然 在几秒钟之后 屋内发出了一个声音 谁啊 送外卖的 我朝着屋子说了一嗓子 两人都同时看向了我 我示意他们别说话 接着 门打开了 只见屋内走出来的是个瘦高的男子 男子一头枯黄的头发 满脸的胡渣子 看上去十分的颓废 邋遢 他眼睛周围还布满了血丝 沉江水 一见到男子 乌胖子就直接开口喊了出来 沉江水见到来人是乌胖子 立马就瞪大了眼睛 乌 乌哥 怎么是你 他被吓得要马上关门 但是被吴胖子一把给抓住了门 妈的 还想关门 说完话 吴胖子抬起脚来 对着沉江水就是一脚 这一脚直接把沉江水 给干飞进了屋内 吴胖子冲了进去 还要打 沉江水连忙喊道 吴哥 吴哥 您别打 别打 吴胖子 住手 我见状 连忙阻止了他 他满脸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随后一双眼睛 凶狠地盯着沉江水问道 我问你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害我 沉江水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一脸自责地说道 吴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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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就害死我了 吴胖子气呼呼地 眼睛都快喷出了火花 沉江水不敢直视吴胖子的眼睛 他的身子在发抖 很显然 他也很害怕吴胖子 沉江水 我开口了 我们还找你做什么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们是为了那副人皮还魂来的 沉江水听到我的话 明显地愣了一下 人皮还魂 什么人皮还魂 还装 吴胖子握着拳头要打下去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那幅画的真实名字 我赶紧叫住了吴胖子 行了 吴胖子 我对他说道 就是你送给吴胖子的那幅美人图 一听到美人图 沉江水的眼神就变了 变得跟刚刚完全不同 刚刚是恐惧害怕 现在则是复杂 因为掺杂了他的一些特殊的情感 美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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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 沉江水的表情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 他神色复杂难看 吴胖子见他没有回答 又要上前开赶 但是被我给制止了 我拉住了他的手 让他先别动 先静观其变 终于 在几分钟的复杂情绪之后 他绷不住了 一下就蹲在了地上 眼睛开始变得泛红 开始闪烁出了泪花 忽然 他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 眼眶的红润 也变成了杀气 都是他 都是那幅美人图 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都是那幅美人图 他说着话 整个人也咬住了压根 一脸的振奋 吴胖子可不吃他这一招 他现在心里有一股火吗 你少给我在这演戏 还酝酿情绪呢 赶紧说 那美人图是怎么回事 大爷的 你说 你要去外面发展了 竟然还在这里 是跟那幅画有关吧 陈江水意味深长地 看了吴胖子一眼 随后抬起头来看向了我 他眼神 失去了刚刚的神采 取而代之的是妥协 被你们找到了 我当然会把该说的 都交代清楚 只是 在说这件事之前 我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陈江水一脸的不解 吴胖子哼了一声道 想找你 那还不简单吗 只需要李先生起一挂 便能知道 吴胖子说的有点离谱 我赶紧说道 是我带他们过来的 你命里缺水 这里四面环水 正好适合你居住 您 认识我 我摇摇头说道 不认识 你叫陈江水 有江有水 你命里肯定很缺水 不然谁能取这样的名字 陈江水看着我 连连点头说道 高人 果然是高人 行了 你少给我在这拍马屁 吴胖子等不及了 哼了一声道 我告诉你 要不是李先生 我那酒吧要不了几天 可能就倒闭了 你这家伙 竟然敢坑我 现在 你要还想做个有良知的人 那就别废话 赶紧说正事 不然我把你丢到人工湖里面 让你喝水喝饱 陈江水从地上站了起来 深吸了两口气 重新整理了一下心情之后 说道 四个月前 我在朋友家的书房里面 见到了那幅画 我觉得十分的好看 好奇之下就跟朋友买 买来了之后 我就挂在了我酒厂的办公室里面 谁知道挂上去之后 我的酒厂就频频发生怪事 先是厂里面的保安 听到酒厂里面有人说话聊天 还说得笑呵呵的 于是他就去看 结果什么也没看到 他一出来 酒厂里面说话的声音 就再次响起 接连好几天 我厂里面都发出人说话的声音 但就是不知道 那人是谁 保安觉得是闹鬼了 于是就跟我说了这事 我不信鬼神 当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后来我就换了一个保安 之后的保安 没有再听到 晚上有人在酒厂里面说话 但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 我酒厂里的两个女员工 死在了酒厂里面 她们是喝了很多的酒 导致肚皮炸裂而死的 那两个女员工 都是从乡下来的 从不喝酒 是那种良家妇女 可就是这样的人 喝酒喝死了 谁还不知道 这里面是闹鬼了呢 我的工人们都害怕 工资都不要就跑了 后来 有个合作商来到了这里拿酒 他刚走到这里 就说我这里有鬼 然后铁青着脸转身就走了 自从那个合作商走了之后 我所有的合作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大师来给我看 那大师一看就说我这里有鬼 他要起弹做法 给我驱鬼 于是他便在这里 给我起弹做法 驱鬼 做完了一番法事之后 那大师跟我说 鬼跑了 他没有杀到 但是我这里之所以闹鬼 跟那幅画有关 他跟我说 要找个命大的人才能震得住他 他还算出我身边就有一个 而那个人就是你 于是我就把话送给了你 对不起 五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是那大师说 您的命大 能够震得住 他我才送给您的 我现在也得到了报应 我九场倒闭了 我也破产了 他一脸懊悔地望着吴胖子 看上去十分地真诚改过 吴胖子看了我一眼 似乎想要在我这里寻找答案 黄一一也看向了我 两人的目光都十分地迷茫 我凝视着陈江水的眼睛说道 陈江水 你没有说实话 陈江水一听我的话 愣了几秒 随后赶紧说道 我说的就是实话 大师 是实话 但不是全部的实话 现在 我要知道全部的实话 我望着他的眼睛 凌厉地说道 你不仅仅只是把话 挂在了你的办公室 你还爱上了那幅画 对吧 我这话一出 吴胖子跟黄一一都同时 瞪大了眼睛 感到不可思议 李先生 您是说 陈江水她 吴胖子已经找不到语言 来表达心中的震惊了 我想了下 觉得刚刚说法 还不够一针见血 于是我又纠正了说法 准确地来说 你爱上了那幅画里面的女人 是吧 李耀 你在说什么啊 黄一一已经不敢相信 这话 是我说出来的了 我没有回答他们 只是盯着陈江水的眼睛 想要在她的眼睛里面 看到答案 陈江水在躲避 双眼在疯狂地闪烁 她心虚了 我乘胜追击道 我告诉你 那幅画并不是 送出去就完了 她只要挤满了三百六人的精气 就会复活 到时候 你也会因为没有帮助她被反噬 到时候 也会难逃一死 我的话 让陈江水彻底地傻眼了 她猛然抬起头来望着我 额头已经冒出了冷汗 几秒之后 她终于低下头去 使劲地点了点 是 您说的没错 我的确爱上了那幅画上面的美人 这话 让吴胖子跟陈一一的世界观都颠覆了 陈江水说出这句话之后 她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相反 她释怀了 刚刚的复杂情绪全都在这一刻散去 而她 变成了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她脸上满是对自己的嘲讽 喝了一声道 很可笑吧 可 这就是事实 从见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从来没有像爱她一样 爱过任何人 于是 我不惜一切代价的 都要得到她 都要把她带到我的身边 从她进到了我办公室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自己的人生 已经美满了 那种感觉 就像是追求了很久的姑娘 终于答应了我的求爱一般 从那天开始 我整个人都沉醉了 沉醉在了跟她在一起的时光之中 我白天会看着她笑 我能看着她的画像一整天 睡觉的时候 我抱着她睡 抚摸着她的画纸 就像是真的摸在了她的身子 那种细腻光滑 温暖动人的感觉 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我就想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看到她的样子 我才能揭开她的面纱 那随风飘扬的面纱之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世容颜呢 可是随着我的沉醉 酒厂不断地出现问题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酒厂就倒闭了 我家庭不富裕 除了我自己要养之外 我还要养一家人 现实把我给拉了回来 五哥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是那个大师说 你的八字好 不会有事 我才送给您的 混蛋 吴胖子呸了一声道 没想到你除了坑兄弟之外 还他妈那么变态 枉我把你当成是兄弟 你特娘的 竟然让我穿你的破鞋 还是那种破鞋 还好老子没有那种特殊爱好 不然老子就亏大了 吴胖子一脸的嫌弃 对于这种畸形的爱好 他是真的恶心加反感 行了 我叫住了吴胖子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不是你没有那种特殊爱好 而是你没有认真的 看过那幅画 你要是认真的去看 也会跟他一样 爱上那幅画中的女人 我仅仅只是 看了一会 就觉得自己已经沉醉其中 更何况吴胖子呢 不会吧 我还不至于那么重口味啊 爱上一幅画 吴胖子信誓旦旦地说 再说了 那幅画连脸都看不到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他吗 吴胖子现在说的话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哼了一声道 正是因为看不到脸 所以才会爱上他 这便是那幅 明女金瑶图的高明之处 如果让世人 都看到了明女金瑶的脸 那幅画 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我的解释也不知道 吴胖子懂不懂 不过 我对那幅画 是真的心知肚明 因为我就凑近 那么看了一会 我就感觉自己 快要被他迷住了 是 陈江水赞同地说道 先生您说的没错 那幅画真正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 我看不到金瑶的脸 也正是这样 我才想要去看到他 想要去得到他 好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 以免他再说下去 就会说出一些发骚的话 该说的 你都说完了 现在 带我们去你买画的地方吧 我要找这个买主 问一些事情 陈江水闻言一愣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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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主他是个外地人 这话卖给我之后 他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是哪里的人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再次盯着陈江水的眼睛 他不敢看我 在逃避 还在说谎 陈江水 你是不是真的想死 我再次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问 我 我 是我 忽然 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了 只见从门外 走进来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女人一身OL女装打扮 黑丝搭配高跟鞋 一看就是那种职场上的人 周小雅 吴胖子没忍住 叫出了这个名字 周小雅 我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之前吴胖子 好像说起过周小雅 这个周小雅 跟陈思思 好像是高中时期的邻居 那个经常给陈思思的爸妈 打小报告的女孩 周小雅虽说是职场上的人 可是他的身体 却透着一股独特的气质 这股气质一出现 便把我给吸引了 根据面相十二宫来看 他的额骨微微高出平均水平 这是客服之相 也是孤寡之相 可能因为他长得的确好看 因此 这个面相看不起来不明显 他脸颊上没有多少肉 扁平的像是一把刀子 这样的面相 可不是善茶 这绝对是个狠人 想事情 往往都会往最极端的方向去想 不过他身上的那股气质 却让我觉得熟悉 好像是一股正气 一股修道之人的正气 怎么是你 吴胖子一脸意外地问 周小雅目光坚定地看了吴胖子一眼 随后说道 没错 就是我 话 是我卖给他的 小雅 你怎么来了 陈江水看到周小雅 一脸紧张地问 周小雅没有回答他 只是一脸视死如归地看着我 那幅画 是我给江水割的 惹出了那么大的事 全都怪我 全是我的错 小雅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 那话明明是我 是我从你家偷的 陈江水一脸地沮丧 说出这句话 整个人看上去像是要崩掉了一样 吴胖子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江水 满脸震惊地说道 偷 偷的 你压的 还有这个习惯 陈江水 你今天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呀 看你人模人样的 你竟然偷东西 陈江水赶紧解释道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种偷 是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我从见到这幅画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了他 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拥有他 在我的眼中 他不是一幅画 而是一个人 还狡辩 你这人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 吴胖子 一脸我终于知道了 你真面目的样子 江水哥 周小雅一脸自责地看着陈江水 他摇摇头说道 你别再说了 随后 他走到了陈江水的面前 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说道 对不起 这话 其实我就是故意拿出来 让人偷的 只是碰巧 你成为了第一个 对这话感兴趣的人 其实 我是多么的不希望你看到这幅画 周小雅这是在维护陈江水的颜面 还是在说真话呢 我不知道 继续看吧 看周小雅这个样子 是要全盘拖出了 终于 他继续开口了 到了如今这个份上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要是再隐瞒下去 你会死 我也会死 到时候会死很多的人 金华书格大师 他忽然看向了我 一脸自责地说道 都是我的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我才做出了这样的事 说到这里 周小雅留下了后悔不已的眼泪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在这种时候 我应该趁热打铁 于是我问道 什么仇恨 周小雅抬起手来抹了一把眼泪 义愤填膺地说出了一个 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名字 陈思思 这一切都是陈思思逼我的 听到这个名字 我 黄依依 乌胖子全都愣住了 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之前陈思思说起周小雅的时候 他只是说两人并不是朋友 他很讨厌周小雅 并没有说两人有什么仇恨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是因为陈思思 吴胖子不敢相信地问 周小雅望着吴胖子 目光坚定地说道 是 就是因为陈思思 我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被陈思思逼的 可是陈思思不是已经死了吗 许久没说话的黄依依 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是 周小继续用他那决绝的声音说道 就是因为他死了 我才把这幅画拿出来的 要是他没死 我就不会犯下这个错误 我听着这话 就觉得离谱 感觉人家陈思思的死 还把你给害了 你这叫什么话 感觉人家的死 还把你害了 黄依依说出了我心里想的 听到黄依依的话 我都没忍住看了他一眼 哼 周小雅冷笑了一声 目光灵力地开始了一段 不可思议的讲述 我跟陈思思从小就是邻居 我爸妈跟他爸妈的关系很好 他们经常窜门走动 我比陈思思小七天 所以他是姐姐 在还没有上学的时候 我们都是彼此童年最好的朋友 可是在上了学之后 一切都变了 陈思思长得漂亮 学习成绩好 聪明 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爱他 而我在他的身边 只是一个小跟班 活在了他的光环之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我爸妈总是拿我跟他比较 总是说他比我优秀 比我好 上初中的时候 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 那男同学也经常跟我说话 经常问我问题 就在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 喜欢我的时候 我主动跟他告了白 结果他跟我说 他不是喜欢我 只是看到我 经常跟陈思思在一起 他想借着我 靠近陈思思而已 这样的话 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 打击有多大 你们知道吗 那对我的心灵 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放到了沉浆水的身上 后来 上了高中 我入学的那天 就遇到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学长来接待我 那学长很帅气 很阳光 我承认 从他接我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了他 并且 没过多久 我们约会了 还牵了手 那个时候 我真的感觉自己恋爱了 因为见到那么学长 我就觉得心里甜甜的 可 又是陈思思 为了不成为陈思思的跟班 为了躲避他的光环 我刻意地避开了他 可是他却主动地找到了我 还在我跟那个学长约会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出现 让那个学长跟我聊天的话题 时不时地会扯到他的身上 我知道 我喜欢的人又被他蛊惑了 没过多久 那学长便跟我分了手 正式地追求了陈思思 那个时候 我真的恨死了陈思思 我真的一点也不想认识他 只要有他 我喜欢的人都会被他夺走 我喜欢的东西 也会无缘无故地变成了他的 毕业之后 我们终于分开了 他去了国外留学 我在国内上大学 没有他的日子 我感觉天空都是蔚蓝的 空气都是新鲜的 我在大学谈了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我不爱那个男的 我爱那个彬彬有礼的学长 因为那是我的初恋 哪怕他跟我分了手 我也只爱他 后来 毕业了之后 我跟那个我不爱的人分了手 我留在了省城工作 那个学长也来到了我所在的公司 我感觉 那是上天弥补我的 见到那个阳光的学长 我又沦陷了 我们在一起了 并且还同居了 就在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陈思思回来了 他以合作方的身份 出现在了我们的公司 他进入了他父亲的公司 而他父亲的公司 跟我们公司有合作 他的出现 再次打破了 我平静的生活 虽然这一次 学长没有跟我分手 但是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他的目光 全都放在陈思思的身上 我们结婚的事 他也没有再提 只是离开了我们公司 自己出来创了业 我知道 他是在逃避跟我在一起 这个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 怎么奋斗 我终究比不上陈思思 于是 我就想着报复他 说到这里 周小雅停顿了下来 他的目光变得又凶又有神 黄一一皱着眉头说道 我想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说到底 还是你喜欢的那个学长太渣了 建议思迁 这是典型的育人不输 你就算要报复 也应该报复你那个学长才是 这是跟陈思思可没有关系 黄一一很理性 他说出来的话 的确很有道理 就是啊 吴胖子也赞同地说道 都是那个男的太太娘的渣了 这哪能怪陈思思啊 周小雅哼了一声 并没有立马说话 只是双眼柔和地看向了陈江水 周小雅在看我们的时候 他的眼神是带着冰冷的 可是我看陈江水 却变得无比的多情 就像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看待自己犯错的孩子 眼里满是自责与愧疚 我凝视着陈江水问道 他所说的那个学长 就是你吧 我的话让吴胖子跟黄一一块 朝陈江水看了过去 两人再度震惊 陈江水将脑袋深深地埋了下去 但不用回答 大家也都知道了答案 我曹 吴胖子再度爆粗 还真是为了你这个变态 我真是无语死了 以前我怎么就不知道 你是个这样的人呢 真是谦谦君子 人便受心啊 我不准 你那么说江水哥 周小雅狠狠地瞪了吴胖子一眼 不准说 难道他就不是渣男了吗 你不让我说 我还懒得说呢 正好 我有问题要问你 你就是为了这个垃圾 杀了陈思思 吴胖子语气开始有些暴怒了 尽管他知道自己跟陈思思人鬼疏途 但要是他知道 陈思思是被眼前的人害死的 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 他都不会轻易地饶过他们 不是 周小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吴胖子的话 我的确想用邪术杀陈思思 因为我知道我家里有一间房 是家族传下来的东西 那里面都是 我太爷爷留下来的东西 我太爷爷是清朝时期的人 他是个很厉害的阴阳士 他的东西被锁在一个房里 我爸从不让我靠近 我就想着 既然我太爷爷那么厉害 那肯定会有一些杀人与无形的方法 好巧不巧 我在书房里找到了 为什么陈思思会一直压着我 一直抢我东西的原因 那是因为劫运 就是两家住在一个鸡脚下 如果生孩子的时候 先出生的那个孩子 大后出生的那个孩子七天 那先出生的孩子 就会劫走后出生的孩子的气域 以党灾难 因为人间七日被称为人日 古代神仙造人的时候 就是在正月初七那天造的 因此 初七也被称为人日 而七这个数字 又恰好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 人死后 头七回魂 人生了七天之后 也叫七日节 这一天的孩子 据说会哭得很厉害 因为他们有个劫难 需要度过去 而他陈思思 在度过七日节的时候 抢走了我的气域 七日节 我曾经也看到过这个说法 跟周小雅说的几乎一样 地方的习俗不同 有些地方在给孩子 度过七日节的时候 会换上家里八十岁以上 寿终正寝老人的衣物 以表示让过世的老人 保佑小孩长生 同时还会在窗帘上 挂上一面铜镜壁鞋 看着周小雅 那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 我接过了话茬 所以 你知道了 自己为什么会一直被陈思思压着 你更加的生气了 你就更加的决定了 要报复他 是 周小雅变得十分的肯定 是他截走了我的气域 是他截走了本属于我的一切 所以 只要有他 我永远也不会被人正眼看待 我想杀他 可是还没等我动手 他就自己发生了车祸 死了 我听到这里 感受到了他眼神中的不甘 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 他死了 又正好跟你没有关系 这不是正好和你的意吗 和我的意 周小雅哼了一声道 他把我害得那么惨 让我这二十多年 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我哪能让他 就那么死了 于是我拿出了家里的那幅 明女金瑶图 我太爷爷在明女金瑶图的盒子上说 不能打开 不然会招来邪碎 会让邪碎永世不得超生 这样会给家族带来阴检 我管不要那么多了 既然陈思思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报复他 那他死了 我也要报复他 我不能让他那么安逸地转世投胎 于是 在他下葬的那天 我拿着明女金瑶图 驱到了那里 我不知道有没有 把他吸到靠近了那幅图 总之那之后 我就开始感觉 家里不一样了 好像有双眼睛 总是时不时地盯着我看 看得我毛骨悚然 我就想着 要把这幅画再装进去 可是为时已晚 我装进去 他又会自己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 无奈 我只能搬了个地方住 远离了那幅画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江水哥来找我 他看到了那幅画 后来 他偷偷地拿走了 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的酒厂已经出了事 说到这里 周小雅停了下来 他的表情 开始变得有些暗暗的忧伤 我接着他的话 说道 所以 后来你就请人 给他去了鬼 并且让他把这幅画 送给无胖子 你还跟他说 无胖子的命大 他能够镇住这幅画 是这样吧 是 周小雅肯定地点头 这让无胖子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是我让他送给无敌的 因为陈思思喜欢无敌 上高中的时候 他总是偷偷地看无敌 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他 肯定喜欢上了无敌 那你怎么保证 上了大学 去了国外 他就还喜欢无敌 黄依依一脸的疑惑 周小雅哼了一声 十分自信地说道 他不会喜欢上别人的 虽然我讨厌他 但是我了解他 他那人一根筋 爱一个人 爱一个事物 就会一直爱着 就像他幼儿园的书包铅笔 也一直没舍得丢一样 这话让无胖子的表情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正在了原地 不知所措 周小雅继续说道 正好 江水哥跟无敌认识 于是 我就让他把画送给无敌 如果他跟着这幅画 那他肯定可以看到 无敌爱上这幅画的场景 我保证那种感觉 对于他来说 一定是痛彻心扉的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无敌他好像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们都看向了无胖子 他瞬间也明白了过来 一脸恍然大悟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并不是那幅画没有吸引我 而是因为思思 是因为思思的出现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让我完全忽略了身边的那幅画 是这样的吗 李先生 他将目光看向了我 这个时候 我是他最信任的人 我点头承认了 是 是陈小姐的出现 分散了你的注意力 才让那幅明女金窑图没有得逞 我错怪他了 那么说来 是我错怪他了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已经跟沉浆水一样 爱上了那幅画 成为了一个变态 说完话 无胖子抬起手来 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一脸痛苦地说道 昨晚 昨晚我还跟他说了那么重的话 我不是人 我简直不是人 无胖子 你对人家说了什么 黄一一赶紧上前问 我说 我说我不喜欢他 我说我不可能喜欢一只鬼 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说话了 你 黄一一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你要我怎么说你啊 李奥都说了他不会伤害你 要伤害你早就伤害了 你怎么还说出这种话 听着我们的对话 周小雅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他睁大了眼睛 一脸差异地问道 你们说什么 陈思思真的跟着那幅画了 是 无胖子瞪着周小雅 恶狠狠地说道 他跟着那幅画了 他不仅跟着了那幅画 还跟我在一起了 你的奸计没有得逞 你这歹毒的女人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陈小姐 你出来吧 我很淡定地 对着门的位置喊了一声 看到我这奇怪的举动 把几人都给吓了一跳 可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刚刚还什么都没有的门外 忽然就闪现出了 陈思思的身影 见到陈思思的瞬间 周小雅跟陈江水 都忍住啊地叫了起来 周小雅指着陈思思 支支吾吾地说道 你 你你你 你怎么 你怎么 虽说周小雅看过了 自己太爷爷的一些书籍 可是对于鬼怪 他有先天的恐惧 我平静地解释道 是因为那幅画 那幅画里面有一股 助长鬼能量的东西 陈思思跟了他很久 因此 他可以现行 其实陈思思一直都跟着我们 我知道他不会离开吴胖子 因为现在他也不知道 自己该去啊 现在的他 已经有了几十年的道行 所以 他隐藏了自己 偷偷地跟着我们 思思 思思 吴胖子走到了陈思思的面前 抬起手来想要去抱他 可是他却没有抱 而是手足无措地对他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思思 昨晚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陈思思望着吴胖子 那一脸真诚的傻样 露出了一个好看的笑容 没事 我理解你的心情 换做是我 知道你是鬼 我也一样地会害怕 会恐惧 这不怪你 这是人的正常反应 不得不说 陈思思真的是个很大方的女孩 听着陈思思的话 吴胖子变得更加地自责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吴胖子说着话 一把将陈思思揽在了自己宽大厚实的怀里 他真诚地对陈思思说道 我不管你是鬼还是人 我他妈的就是喜欢你 从一个月前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以后 我保护你 谁他妈敢欺负你 我弄死谁 这是吴胖子的心里话 其实吴胖子是真的喜欢上了陈思思 要不然 他也不会再见到我低面的时候 就让我给他看姻缘 看看跟陈思思有没有可能结婚 我下意识地看了黄依依一眼 他正一脸幸福地看着两人 可是 在短暂的幸福之后 他表情微微一变 朝我看了过来 正好看到我也在看他 我两四目相对 他小声问我 李奥 他们呢 我知道黄依依要问什么 他要问他们能不能在一起 我摇摇头 没有回答 这样的话 在这种时候说出口 显得有些残忍了 阴阳相隔 这终究是违背了常理 他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黄依依的脸上露出了遗憾 随后又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吴胖子 两人抱了几分钟 陈思思轻轻地挣扎着 从吴胖子的怀里出来 他浅浅地笑道 傻瓜 我是鬼 要欺负我 也是鬼欺负我 你还能弄死鬼啊 我 吴胖子把目光放到了我的身上 我找李先生学本事 学会了他抓鬼的本事 谁敢欺负你 我就抓谁 呵呵 陈思思笑了 他被吴胖子这憨厚的话 给感动地笑了起来 行了 我知道你厉害 说完 他的目光便放到了周小雅的身上 看到他的目光 周小雅连连后退了几步 他哆嗦着说道 别怪我 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思思 不用你动手 现在 就让我来保护你 我来为你惩罚这个歹毒的女人 吴胖子说着话 就拦在了陈思思的面前 气势汹汹地瞪着周小雅 陈思思拉住了他 说道 不用 我自己来 这是我自己的私人恩怨 说完话 他便迈着步子 走向了周小雅 周小雅已经被吓坏了 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说道 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谢谢你 忽然 陈思思对周小雅道了个谢 这个举动 把大家都搞得有点不明白了 就连周小雅都愣了 思思 你搞错没有啊 跟他道谢 吴胖子睁大了眼睛 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陈思思没有回答 只是咧开嘴冲着周小雅笑了 那是友善的微笑 谢谢你把这幅画带到我身边 让我拥有着真正快乐的一个月 这一个月 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我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终于可以不再害怕我爸妈眼里的目光 终于可以不用担心 他们会指责我 小雅 如果不是你 给了我这次机会 恐怕我这辈子 只能接受被摆布的人生 陈思思的话 让周小雅的眉头 不禁皱了起来 其实我的人生 真的不值得你妒忌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 那不过是我爸妈的创意 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女儿 有时候我真的羡慕你 你可以无所顾忌地交朋友 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人 做很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而我就只能回忆 回忆我们上幼儿园之前的那种无忧无虑 回忆那个整天跟在我身后 叫我的周小雅妹妹 虽然我讨厌你 但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讨厌 又让我回忆的人 所以我还要谢谢你陪着我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陈思思 周小雅有些不知所措 另外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陈思思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 会对你造成这样的伤害 如果我知道自己结了你的运气 我肯定会想办法还给你 只是现在我没法还给你了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声微弱的对不起 小雅我不奢求 你能够原谅我 但我希望你能放下仇恨 因为那样就不会活得很累 好了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说完了 或许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说完 陈思思转过了身 一脸的落寞与自责 思思姐 忽然 周小雅叫住了陈思思 她不再直呼陈思思的大名 而是叫了一声思思姐 陈思思站住了脚跟 她回过头去 看向了周小雅 只见周小雅已经泪流满面 对不起 对不起 思思姐 我后悔了 其实从我冲动地打开那幅画 把画拿到目的回来之后 我就后悔了 我知道你过得很不好 我知道你一直是被逼迫的 是我太任性了 是我太固执了 如果不是我 你就不会这样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小雅 陈思思再次走到了她的面前 抬起手来擦拭了她眼角的泪水 你没错 我不是都说了吗 我还要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就只能带着遗憾死去 是你帮了我 让我有了这一个月 做自己的机会 不 都怪我 都怪我 对不起 思思姐 周小雅一把抱住了陈思思 陈思思犹豫了一会 也抬起手去抱住了周小雅 这一刻 无论他们 对对方有多大的怨念 都该解开了 阴阳相隔 人鬼殊途 能够再重逢 还有什么恩怨是解不开的呢 归根结底 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们之间 只是缺乏一个道歉而已 陈思思固然可怜 可他出生结韵 由此一结 便是他的命结 云云众生 终究是结束难逃 我看着动情的两人 也为他们这一番早该化解的恩怨 感到欣慰 几分钟之后 两人松开了彼此 我看到陈思思的眼眶也红了 他不敢哭 他怕 他怕吓到在场的人 因为他哭出来的眼泪是红色的 好了 他们的心结已经打开了 接下来还得做正事 于是我开口了 周小姐 我这次来找陈江水 刚说完 我就觉得不太对 于是立马矫正道 我这次来找你 其实是有事想要问你 那幅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小雅擦淡了眼泪 想了一会 被我说道 大师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太爷爷的书房 我是偷偷进去的 我只知道 打开那幅画的时候 我扯开了几张黄纸 还有一捆红绳 以前我爸说过 我们家是从唐朝 就开始传下来的玄学世家 我家祖上是 李淳峰国师的外门弟子 回到家之后 我们做起了家族 自己的玄门生意 生意不大 但也凑合 能够在一方 有一定的知名度 到了清朝 我太爷爷那一辈的时候 本是下滑了不少 不过我太爷爷 依旧是很厉害的阴阳士 再一次 他镇压一个邪碎的时候 受了重伤 好在将那个邪碎 给封印了起来 那之后 他便退出了江湖 并且勒领我们家后世 不得再接触阴阳 也就是从那之后 我们家在玄门销声匿迹了 不过不管到哪辈 我们家都会空出一间屋子 堆放家里流传下来的书籍 以及太爷爷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原来如此 听完周小雅的话 我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他一身正气了 原来是李淳风大师弟子的后裔 怪不得从哪看他都不简单 这是遗孕阵邪 你太爷爷是个令人尊重的大师 我一字一句地冲着周小雅说道 以运阵邪 没错 你们家本是玄门世家 按理来说是要传承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的 可是你太爷爷为了压制住那名女惊摇的煞气 以免其跑出来祸害人间 导致生灵涂炭 他只能自毁前程 让你们周家沦为普通家庭 世代镇守 我的话 让周小雅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我有感触地说道 你太爷爷的做法 可歌可泣 令人感慨 不知周小姐可否告知 你太爷爷的嗜好 让我在心中表示敬意 我太爷爷 叫周庚 我微微点头 对这个周大师表示敬仰 在悬术界 能够舍弃自家的荣耀 镇压邪碎的人不多 这周大师的行为 绝对是悬术界的楷模 那 我太爷爷镇压的是名女惊摇徒吗 是 我点头说道 那名女惊摇徒 被你们家的正旗压制了太久 以至于我感受不到 它有阴气的存在 那些鬼魂 在酒吧里面毫无阴气 就是被那话吸引过来 替他分担周家正气的 那 那怎么办 大师 您能收了他吗 周小雅说完 一脸的自责地说道 都怪我 要不是我 那话也不会出来 没事 你也不用自责 我安慰了他一句 接着说道 不是都出来了好几个月吗 沉江水遇到了怪事 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 这几个月 你是怎么处理的 厕所 周小雅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 我爷爷的书上说 阴邪之物 害怕有污垢的东西 厕所能够镇住鞋杀 所以 我就放在了厕所 厕所 吴胖子一听这话 有点愣住了 那么说 你们给我那话 是从厕所里面拿出来的 没人回答他 他只能干瞪眼 难怪 我点了点头 随后陷入了沉思 大师 我们可以专门为他修建一个厕所 然后将他扔进去 一直臭他 可以吗 周小雅望着我不确定地问 我摇摇头道 当然不行 要是可以的话 你太爷爷又何必自毁家族虔诚呢 上次能用厕所困住他 是因为他被封了太久 没有多少能耐 以至于厕所的晦气将其压制住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 他吸收了太多的阴气 实力壮大了 厕所封不住他 并且有很可能激发他的能量 那怎么办 大家都将目光投在了我的身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东西 我之前也从未在书上看到过 完全没有头绪 周小雅的太爷爷周大师 为了封印这个东西 用了自家几百年的契约 而我想要将其封印 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只是 我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你太爷爷留下的那些书 我可以去看看吗 我望着周小雅问 兴许能够在周家流传下来的书籍里面 找到其他的封印办法 这话毁不掉的 只有将其再次封印才行 周小雅愣了一下 随后一咬牙道 可以 就在他的话音刚落 吴胖子的手机忽然就响了起来 他接听了电话 声音十分的粗狂 什么 死人了 谁死了 吴伯 他怎么死了 在我办公室 我曹 搞错没有啊 这个时候 谁让他去打扫房间了 那个 你先 等等 我叫住了吴胖子 随后走过去 拿过了电话问道 葛经理 死者在哪 办公室的什么地方 葛经理在电话那头说道 在一幅画的下面跪着 他死得怪可怕的 脸上还有那种满足的感觉 满足的感觉 画下面跪着 糟了 他的灵魂被画给吸食了 我哽咽了一口唾沫道 好 先疏散酒吧的人 我们马上到 一楼到三楼 全部疏散 丢下这句话 我就挂断了电话 心里也开始变得不安 李先生 这是 出事了 那话没有吸收你的精气 是因为陈小姐 但是他也没有闲着 他选择了另一个人 现在死的吴博 已经成为了那幅画的新加入者 吴博 吴胖子瞪大了眼睛道 他都六十多岁了 怎么滑 哎呀 我真的是 走吧 咱们边走边说 我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晚上十点了 他已经能够在十点动手 吸走灵魂 这足以说明 他变得很强了 上了车 我对开车的吴胖子说道 先去我那里要一些东西 今晚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听到我的话 车内的几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小雅跟陈江水 也跟我们一块过去 他们都不敢再说话 吴胖子 为我讲了一下这个吴博 吴博六十多岁 是个挺可怜的老光棍 吴胖子家的亲戚 早年死了老婆 有一个女儿 早就出家不管她了 现在 她也没什么劳动能力 看着挺可怜 于是吴胖子就帮了她一把 让她到自己的酒吧来做清洁工 吴胖子信得过吴博 就让她打扫三楼 最重要的那几个房间 跟自己的办公室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 吴胖子也感到十分的沮丧 我怎么也没想到 吴博会对那幅画感兴趣啊 他不识字 人也老实 怎么就做出了这种事呢 吴胖子感到十分的费解 我努力地平复了自己忐忑的心情 对吴胖子说道 这就是那幅画的强大之处 不管你对字画感不感兴趣 只要盯着看一会 绝对会爱上那画上的人 如果不是陈小姐的出现 现在死的不是吴博 而是你 所以说 我也不算是变态吧 一直默默地陈江水 忽然发出了这个疑问 吴胖子说道 是 你不是变态 但你是个欺骗别人情感的渣男 陈江水文言 信信地低下了头去 吴胖子对我刚刚说的话 感到无比的自责 他一脸懊悔地对陈思思说道 思思 昨天的事 对不起啊 陈思思低下头去笑道 没事 我没理会他们的甜言蜜语 只是在思考 如何封印这幅画 虽然这是一门 不好对付的邪术 但终究是邪术 万变不离其宗 解决的方法 还是那几个 镇压邪 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 李奥 吴博死了 那画里面的人 就变成了364个 还差一个 对吗 黄依依忧忡忡地问我 我恩的点头 是 不过 他每吸收一个灵魂进去 就会壮大一些 现在只差一个了 他又被封印了一百多年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封印他那么久 现在他终于出来了 必定会爆发一番 为了避免造成大的伤亡 必须疏散酒吧的人 并且今晚会很危险 清朝时期 那时候画上的第363个人 进去的时候 周大师封印了他 也因此受了重伤 这足以说明 他的力量 是会随着人的增加增强的 现在已经来到了364个人 谁知道 那会是怎么样的恐怖力量呢 我取了桃木剑 雷击桃木大印 还有之前就准备驱鬼服户身服 以镇宅服 随后 我又取了一捆墨斗线 这才再次往吴胖子的酒吧赶去 来到吴胖子酒吧的时候 已经快到11点了 我们上到三楼的办公室里面 就见到了吴博的尸体 他正跪在那幅画的下面 一脸满足 画 还在 只是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老板 怎么办 我们需要报警吗 葛经理有些紧张地问吴胖子 吴胖子将求救的目光看向了我 我看了一眼葛经理跟酒吧的工作人员 随后对吴胖子说道 让他们也离开吧 金华书格一听到我这话 那几个服务员撒腿就走 他们早就被吓得想走了 可是葛经理不让 偏让他们在这里陪他等着 老板 我没敢动吴博的尸体 现在需要帮忙 不用 现在 这尸体先别动 你也走吧 葛经理 辛苦了 我对葛经理说道 葛经理压了一声 看向了吴胖子 吴胖子也愣了一下 他赶紧对我说道 李先生 葛经理对酒吧很重要的 现在没有营业 他可以离开了 我说的斩钉截铁 不容反驳 他不敢走 只是看向了吴胖子 在等待吴胖子的话 吴胖子挥挥手道 你去吧 葛经理教道 老板 可是 葛经理是很忠诚的 酒吧遇到了事 他也想跟酒吧同生死 共进退 行了 赶紧走吧 吴胖子下了驱逐令 葛经理这才说了句好的 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等到葛经理离开之后 吴胖子一脸疑惑地问道 李先生 葛经理其实没必要离开的 他在这里 说不定还能帮他上忙 我摇摇头说道 帮不上 他的八字 不适合接触这些东西 以后若是遇到死人 别让他去参与 不然 他很容易招音 葛经理这人的面相 展现出来的八字 比较招音 他眉骨外凸 双耳下都有黑质 这是典型的招音之相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发现了 这种时候如果他在这里 那必定会出麻烦 阴邪之物要找上的第一个人 就是他 说完话 我也不管他们懂还是不懂 就把护身符分别派发给了他们 然后把墨斗线交给了吴胖子 让他在酒吧的门外捆上酒道 拦住门 然后又给了他几阵宅符 让他贴住门窗 贴住一切可以出去的地方 我要锁住这张画 不让他从这里出去 周小雅说过 这幅画可以自己挪动 这足以说明 他有自主的移动能力 在阴阳交替的时候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布置好了一切之后 我左手持着大印 右手持着陶木剑 对身后的几人说道 好了 你们先出去吧 什么 听到我的话 几人都愣了 黄一一不解地问道 李耀 你是打算一个人单独面对他吗 我点头说道 是 你们都出去吧 李耀 你怎么又这样了 上次你也是这样 这次你也是这样 怎么遇到危险的东西 你就那么喜欢 把所有人都支走吗 黄一一脸生气地看着我 我打量着他们 有些无语地说道 因为你们在这里 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呀 这可是大实话 他们在这里 不仅帮不了我什么忙 我还会分心来保护他们 与其留在这里 还不如让他们直接离开 李先生 我留下来帮你吧 忽然 陈思思往前走了一步 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些力量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 我看向了陈思思 还没回答呢 忽然 天空劈响了一道惊雷 这把我给吓了一条 我赶紧看向了那幅画 只见那幅画再次发生了变化 它再动 再抖动 再猛烈地抖动 怎么回事 哐当 又是一声巨响 天空中又发出了一道惊雷 闪电劈在了我们左右 地面都明显地被震动了一下 画 抖得更厉害了 并且 我感觉此刻的名女金瑶图 正在散发着光芒 光芒不如灯光鲜亮 可是却能够用肉眼看得见 这是在做什么 散气 她正在驱散周家的气韵 周家压制了她几百年 她现在要开始把这压制她的东西 全部驱散 然后迸发出自己的力量 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 为什么能够吸引鬼怪 能够给鬼怪提供力量 让鬼怪靠近这里 会觉得舒服了 是因为周家那几百年的气韵 正在挥散 把那些鬼怪给吸引了过来 周家的气韵是正气 如果单独存在的话 鬼怪是不敢靠近的 可是 在跟画形成了对抗的关系之后 早就与画里面的邪气混成一体了 现在 画需要释放出这股她吞噬的正气 她才能真正地做自己 让自己的力量展示出来 于是 鬼怪来到了这里 吸收周家的气 为自己提供能量 同时 他们的做法 也间接地帮助了那幅画 不好 我赶紧叫出了声音 因为现在散气太快了 我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 一股阴气的存在 世话散发出来的阴气 她终于要破解而出了 走 你们赶紧走 我催促着他们离开 可是为时已晚了 因为第三道雷劈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一道闪电 劈在了我的面前 不偏不倚地 正好劈在了那幅画上 闪电的光芒 一下就留在了画上 只见那画浑身 散发着一道金光 吴胖子满脸错愕地问道 李先生 这画是被雷劈了吗 我摇摇头 心里已经无比震撼 三雷咒 这是三雷咒 什么三雷咒啊 吴胖子满脸不解地问我 三雷咒是上古大法 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一门法咒 如同杜劫 需要借助雷电的力量 达成自己的目的 刚刚那画在散发正气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引出三雷咒 在做下这幅画的时候 画师还在画中引用了三雷咒 借助三雷咒的力量 让画复活 我没有工夫跟他们解释 现在让他们离开 已经来不及了 啊 怎么回事啊 那画怎么发光了 周小雅的声音 忽然传了出来 此刻的名女金瑶图上 正发着一道火红色的光芒 就像是被火焰给焚烧了一般 这股光芒 不像是从画上面发出来的 而是从天空之中降下来的 我抬起头来看向了上空 只见一条如同火焰的柱子 从上而下 直直地对准了这幅画 我不知道 此刻外面是一幅怎样的奇观 总之这件事 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一刻 画 好像要复活了 李昂 你看 你看 那画燃烧了 他自己燃烧了 黄依依指着画 声音激动地道 我盯着那幅画 内心早已翻江倒海 他要复活了 我们失算了 什么 黄依依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大家也都感到不解 不是说了要三百六人吗 现在 加上吴博也只有三百六十四个 怎么就复活了呢 我不知道 总之 大家退后 我拉着所有人 退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只听到轰的一声响 那画在燃烧殆尽的最后一刻 忽然散发出了一股巨大的烈火 就像是石头打进了水里面 泛起的波浪一样往外推散 瞬间 只见被那火焰退散开的桌椅 全都变成了灰烬 就连吴胖子的一套茶几 也全都变成了灰烬 我们面前的门 更是瞬间变成了灰 吴博的尸体 也瞬间只剩下了灰 这道光芒过后 他 出现了 此刻 整栋大楼都弥漫着一股阴寒之气 所有的正气 在这一刻全部消散 办公室里面 吴博的骨灰之上 正站在一个女人 一个红衣女人 他面带沙巾 一头乌黑如全的长发 一落落地盘成发际 玉拆松松粘起 再插上一只金布窑 长长的朱氏颤颤垂下 在并肩摇曳 眉布苗带 浮无须浮粉 便百腻如枝 那红色沙巾下 更是引人响入飞飞 美 他太美了 往这一站 便让人知道 什么叫做倾国倾城 什么叫做风华绝代 他就是画中的女人 金窑 名女金窑 难怪就连皇帝第一眼看到 他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长了这样的长相 谁不神魂颠倒呢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陈江水跟吴胖子 这两人已经看傻眼了 不仅仅只是他们 就连黄依依和陈思思 还有周小雅都看待了 这是一个让女人羡慕 让男人垂涎的绝代佳人 出来了 我终于出来了 忽然 金窑抬起了头颅 发出了一道可怕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声音跟他长相 未免也太不符合了吧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跟金窑的声音完全不同 虽然我没有听到过金窑说话 可是他一个如此美艳动人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难道 他不是金窑 正当我那么想的时候 他的声音再次发出 金窑呢 我的金窑呢 金窑 你在哪里 随着声音响起 金窑扭头 四处找寻了起来 果然 他不是金窑 我也瞬间明白了 他就是那三百六中的其中一人 画中只有三百六十四人 少了一个人却能复活 而那个人 就住在了金窑的身体里面 我好想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那个画师 他是那个画师 李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吴胖子小声问我 可即便是小声 也还是被他听到了 他的目光 一下就来到了我们的身上 那是一双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可怕目光 只是盯着我们那么一看 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什么东西 给狠狠地刺中了一半 你们是谁 金窑呢 我的金窑在哪里 他忽然迈着步子 朝我们走了过来 语气中带着怒意 大家都被他吓得连连后退 我赶紧上前 张开手拦住了几人的面子 对他叫道 你就是金窑 我的话 让他浑然一静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低下头去看向了自己 当看到自己一袭红裙 黑发成绩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当场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抬起手来摸了一下 自己的脸上的杀精 整个人都傻了 我对吴胖子说道 去搬一块镜子过来 大的那种 他是现出了原形 但至少现在 他还没有大杀四方 或许 我觉得自己可以跟他谈谈 如果能够用谈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又何必去做其他的呢 李奥 我们怎么办 黄一一抬起头来问我 他脸上有恐惧的神色 不过却被他有意地压制了下去 先看看再说 很快 吴胖子就搬了一张镜子过来 那是一张一米六左右的镜子 虽然不及金窑那么高 但只要离得远一些 金窑就能看到自己的全貌 以前的镜子都是铜镜 这个镜子可以让他看到金窑的全貌 我将镜子缓缓地拿到了自己的面前 他忽然一惊 一脸紧觉地问我 那是何物 我赶紧说道 这是能让你看到自己现在模样的东西 镜子 镜子 不信你看 我将镜子摆放在了离他远的地方 正好让他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的神色正在急剧地变化着 他脸上盖着纱金 我看不到那纱金下 不过看着那复杂多变的眼神 便知道他很震撼 金窑 真的是金窑 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我怎么会变成了金窑 那金窑呢 金窑在哪里 他忽然再次抬起头来看向了我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那么的令人心惊胆战 我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金窑在哪里 你是谁 如果你跟我说了你是谁 兴许 我能为你找到金窑 他盯着我 没有动 像是在打量我 怀疑我 我看着他 尽量给他一些相信我的眼神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眼神起了作用 盯着我看了足足几十秒之后 他终于喃喃地开口了 我是王景 当年 开封最有名的画师 果然是那个画师 你就是那个 被皇上叫去画了名女金窑图的画师 王景还好说话 至少他并不是带着怨气 在这幅画中的 王景明示着我 点头说道 是 我就是为金窑绘画的画师 以骨为笔 以发为心 以血为墨 那便是皇帝让我绘画的名女金窑图 当年名女金窑随赴进宫面圣 为皇上治病 可是皇上贪图金窑美色 便将其占为己有 最后金窑不从 便被赐死 后来皇上觉得可惜 便命我进宫 为其用锁魂术 绘画名女金窑图 让其能够每日享受金窑妙曼的舞姿 恶挪的身躯 说着话 王景的眼神之中 冒出了一股凶狠的戾气 不对啊 之前的那个故事 不是金窑跟皇上相爱 导致皇上身体越发虚弱 被太后发现之后 太后一口咬定认为 那是金窑害的 于是就将她赐死了 吴胖子在这时候 插了那么一句话 让原本 已经在爆发边缘的王景 彻底的爆发了 荒唐 简直是一派胡言 王景的力量十分的强大 随着这一声咆哮 他身上的衣服 全都往后飞扬 而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 一股大风打在了脸上 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吴胖子 那双眼神宛若能够 直接将人杀死一般 那皇家都是些什么人啊 为了维护他们的颜面 颠倒黑白 刻意伪造事情的真相 金窑怎么可能 喜欢上那样的一个人 如若不是他们的强权 他早就跟我在一起了 听到这里 我惊呆了 这话是跟金窑 好像很有渊源 你 他忽然抬起手来指着吴胖子 那娇嫩的小手一抬 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迫 只见吴胖子双脚一软 直接就跪倒在了地上 如我金窑 当杀 王景快速地将指着吴胖子的手 变成了抓脖子的动作 只见吴胖子的脖子 瞬间被一股空气给抓住 身子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 这是隔空杀人 他的功力简直可怕 王景大师 我连忙叫住了他 您可以放了他吗 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后世的故事中 说讲述的名女金窑图的典故 这个故事 是我说给他听的 王景双眼依旧凶狠 但是在凶狠之中多出了一丝犹豫 片刻之后 他的手松开了 我听到吴胖子 发出了咳咳咳的咳嗽声 脸都变了个颜色 黄依依跟陈思思赶紧上去搀扶他 你说的 王景打量着我说道 你是修道之人吧 其实我这水平 还远远达不到修道 我顶多也就是看了一些书 懂的东西 比其他人要多把了 要说真正的修道 那是需要修之中的山术的 如果我不是看你身上 有些不同的气质 现在我就让你替他死了 在王景的面前 我太弱小了 如果他真的想杀我 我绝无还手之力 我知道 你想要杀我很简单 不过我所说的 也只是以前留下来的典故 你要做的 应该是还原当年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将我杀了 不是吗 王景再次打量着我 他目光开始变得坚定 随即哼了一声道 你说的没错 我是要还原事情的真相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开始闪烁 回想那遥远的以前了 我与金瑶从小便只赴为婚 他是我王景为过门的未婚妻 金瑶的父亲 素有天一圣手之称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也有天手鬼话之名 他俩相遇 相逢恨晚 于是便结为亲家 为我俩指赴为婚 当时在开封 金瑶的父亲 由于救人无数 名声显赫 这引来了皇室的关注 于是就将其邀请入宫 还许其御医之位 可是金瑶的父亲无心名利 只为救苦救难 于是便婉拒了皇家的邀请 他害怕遭到皇家的报复 便离开开封 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虽说当时我们相隔两地 可是依旧有书信来往 我与金瑶成年之后 更是情投意合 书信之中 无不透着对彼此的思念 还记得那日 我与金瑶约好 要在八月日相见 可是还没到八月 金瑶跟他的父亲 便被邀请入宫 为皇上治病 我与他说 待他出宫之日 便是我迎娶他之事 于是 我便在皇城门外 每日作画等候 日复一日 哪怕还能期待 我都会一直等 可是才过了一个月 宫内就传出了金瑶 跟他父亲被刺死的消息 当时 我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那种感觉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王景的眼中 透着绝望 看着他的眼睛 我能体会他当时的感受 他为了爱吃吃的等候 他不怕等一个月 不怕等一年 不怕等十年 就怕等来这种 令人绝望的消息 我从未见过金瑶 我也不敢责怪皇家的人 我只奢求他们能够把金瑶的尸体给我 我好给金瑶厚葬 送他妻子之名 可是 他们甚至连尸体都不肯给我 还找上了我 让我以金瑶的骨为笔 发为心 血为墨来作画 画上他最美的样子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心在滴血 我的骨在融化 我想过拒绝 但是最后我照做了 如若不做 我只能死 我不怕死 但是我怕我死了之后 连灵魂都无法见到金瑶 于是 我手握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身体做成的笔 画出了那幅明女金瑶图挂在了皇帝的寝宫 以便她每日与金瑶的灵魂夜夜升歌 听到这里 我感觉这跟之前叶婷婷给我说的那个故事 大同小异 只不过说 故事的角色变了 变成了当事人 变成了那个画师 这故事跟吸收灵魂的这幅画并没什么关系 于是我轻声问道 那 你所做的另一幅画明女金瑶图呢 用人皮还魂术做的那一幅 王景看着我 冷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后来 皇上死了 我就把那幅画给偷了出来 当我见到金瑶尸体的时候 我就在计划作画的事了 我拿了她的皮 用鬼草根天鹰泡了七七四十九天 把那皮炼成了不具日晒雨林的纸张 出来之后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画出了另一幅明女金瑶图 我把带出来的金瑶魂魄 转移到了我所做的画中 我又用三雷咒 将我的元神封印在了画中金瑶的身体里面 只要这幅画收集三百六十四个灵魂 我便可以出去跟金瑶相见 原本 我认为 这一天要不了多久就会实现 谁知道 竟然都过了千年 好在 我终于出来了 只是 为何我没有见到我的金瑶 她的情绪 一下变得激动了起来 她双眼凝视着我 像是在问我 我没想到 这背后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一个故事 看着王景 我被她的精力打动了 我不知道 当她拿起自己一生之爱的骨头作画的时候 心中是何等绝望 而她卧心长胆 只能整日看着自己未婚妻的灵魂 与那皇上夜夜生肖的时候 我更不知道她心里是多么的强大 才撑了过来 金华书格无论如何 眼前的男人都绝对值得我敬佩的 她对爱情的执着 可歌可泣 望着她 我动容地说道 金瑶肯定已经复活了 只是 她还没有做好见你的准备 不 她忽然变得狂躁 我们都准备了一千年 她怎么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她一定被人给藏了起来 一定被人给藏了起来 是你 一定是你 将她藏了起来 你想拆散我们 你想让我们永永远远都不得团聚 还我金瑶 还我金瑶 她猛然将目光放到了我的身上 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我便看到她将手凌空一抓 只见一股强大的气流 直接抓住了我的脖子 那力量太大了 比上次瞎眼老头的都还要恐怖 一抓 我就感觉自己的脖子瞬间被掐断了 不要 不要伤害李奥 你放开她 你放开她 黄依依马上站了起来 拿出自己的护身符冲向了王景 但是她的身体还没靠近王景三米 就被王景的一个眼神给直接击飞了出去 啊 黄依依被打翻在了地上 这傻姑娘怎么那么傻啊 连我都打不过她 她拿着一张护身符就要冲过去 表妹 表妹 吴胖子看到黄依依被打 顾不上自己刚刚的疼痛 马上就站了起来 嘴里怒骂了一句 我曹 竟然敢打我表妹 你以为你是鬼 就可以欺负我表妹了吗 去你大爷的 说完话 她握着拳头大步冲向了王景 跟黄依依一样 还没靠近三米 就被一个眼神给秒了回去 身子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由于吴胖子的身体重 摔在地上的声音远比黄依依的大 我曹 我曹 吴胖子疼得呲牙咧嘴 哀嚎连连 我跟你拼了 看到吴胖子被拍翻在了地上 陈思思硬着头皮冲向了王景 这一次 王景没有再用眼神去震慑陈思思 而是抬起了另一只手 一把锁住了陈思思的喉咙 将它从地面抬了起来 一只小鬼 也敢把门弄虎 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连原形都无法显现 王景一脸生气地喝道 今日 我就吞了你 让你魂飞魄散 我感觉 他在对陈思思说话的时候 掐着我脖子的手松了一线 抓住这个机会 我赶紧握紧了自己的雷击桃木大印 跟桃木剑 狠狠地往脖子上一拍 只感觉两者打在了一股强大的气场之上 只听到轰一声响 我脖子被弹得发麻 接着 脖子上的力量消失了 我的身体 也连连后退 坐到了地上 可嗨嗨 脖子上的缺氧 让我不得不连连咳嗽 我来不及缓了 连忙抬头朝王景看了过去 陈思思也被放了下来 很显然 我刚当的大印 跟桃木剑的攻击 起到了作用 依依 你没事吧 我看向了陈依依问道 陈依依摇头说道 我没事 我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如炬地盯着王景说道 你有怨气我知道 可是你撒在我们的身上也没用 你不如 跟我好好谈谈 谈谈 我等了一千年 只想与我最爱的人相见 我不想跟谁谈 现在 我只要惊摇 我只要我的惊摇 他双眼血红 身后一片火焰冒起 那是杀星 他的杀星已经泛起 鬼 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旦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他生前虽说是个软弱画师 可是经过了千年的岁月 几百人灵魂的加持 他早已变得凶残无比 现在他发怒了 这件事 恐怕不会善了 既然你把我的惊摇藏了起来 我就只有杀了你最爱的人 那个女孩 是你的最爱吧 现在 我就可以让他死 说着话 他凶狠的目光 就朝着黄依依看了过去 我紧张得赶紧咬破了手指 把中指的血抹在了桃木剑上 嘴里还念起了口诀 但是王锦的目光 忽然停在了周小雅的身上 他眼前一亮 道 周庚的后裔 好啊 竟然把周庚的后裔 也给叫了过来 看样子是 做足了准备要阻拦 我跟金瑶见面 两百多年前 如果不是那多管闲事的老家伙 我早就跟金瑶见面了 两百年多年后 我没想到 还是他的后裔出来 阻止我们见面 既然那时候钱 我没能杀他 那现在 我就杀他孙女 说完话 只见他大手一挥 便从他手中 飞出了一个火红色的东西 小心 说时迟 那石块 就在那火红色的东西 快要打到周小雅身上的时候 沉浆水猛地跳到了他的面前 那火红色的东西 狠狠地砸在了沉浆水的身上 顿时 沉浆水的衣服全部裂开 他扑得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我们全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沉浆水会在这个时候 挡在周小雅的面前 江水哥 江水哥 周小雅的泪水 毫无阻拦地流了出来 他蹲到了地上 手足无措地望着 已经倒地的沉浆水 笑 笑 小雅 沉浆水吃力地 叫着周小雅的名字 他抬起了无力的手 想要去抓周小雅 周小雅赶紧抓住了他 努力地摇头说道 没事的江水哥 没事的江水哥 我送你去医院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周小雅抱住了沉浆水的脑袋 让他好受一些 他在哭 他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对对对不起 说完这句话 他再也没有了力气 脑袋一歪 手也垂直地落在了地上 不不 江水哥 江水哥 周小雅紧紧地抱着沉浆水 撕心裂肺地喊了起来 周小雅一直爱着沉浆水 但是沉浆水却三心二意 处处留情 兴许 为周小雅挡这一下 是他欠周小雅的吧 真是有情有义 王景一脸冷漠地说道 既然他那么爱你 那你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你应该也跟他一块死去 说完话 王景便再次挥手 这一次 我没让他得逞 快速地将自己的桃木剑扔了出去 那股气撞击在了桃木剑的身上 只见桃木剑跟那气撞击在了一起 瞬间变得粉碎 他恩了一声 目光凌厉地看向了我 我马上冲着他喊道 王景 你根本就不配说爱金瑶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说 你爱金瑶 我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不让他再去杀其他人 混账东西 简直是大言不惭 我赶紧继续说道 名女金瑶乃神医之女 从小便耳目如染 心地善良 玄乎济世 秉承生命至上的原则 他最看不得的就是 有百姓惨死在他面前 而你 动手就杀人 视人命如蝼蚁 你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 你爱金瑶 你有什么资格说 你等了金瑶一千年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真正的金瑶 我就是瞎编的 古代的异者人心 那是真的异者人心 玄乎济世 那是真的玄乎济世 看到王景周没发愣 我继续乘胜追击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金瑶不见你了 因为你这样的行为 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见面 哪怕你再等一万年 十万年 你也见不到金瑶 住嘴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